第283集 冷妹儿看了眼何助理 再看了眼傅小琼 这两人现在的样子 确实不像是那种关系 那刚才这丫头进来时 脸红个什么劲啊 这不诚信惹她误会吗 那个你们坐呀 我去看看菜做的怎么样了 等人来齐了咱们就开饭啊 悠悠见姐姐要走 自然也就跟在她身后离开了 从进门看到悠悠那张脸开始 就摒弃宁神的鱼金朵 这会儿见姐妹两个走了 终于活了过来 三哥 我怎么没听说过 嫂子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妹妹 娄一辈也有些好奇 嫂子的妹子多大了 姐妹俩都长得这么美 虽然明知道她们不是亲姐妹 但很奇怪 两人竟有四五分的相像 孟德奎抬眼看了下两人 白惦记 她是你们啊 永远也得不到的人 鱼金朵道 不是 三哥 我问的是你小姨子 不是嫂子 废话 我媳妇是你永生永世 也得不到的人 敢惦记 直接弄死 牧长一看老三 这是真变脸了 随手就从果盘里扯了 跟香蕉 塞到玉金朵手里 喏 赶紧吃根水果 你多吃点水果啊 等一下我们就能多吃点肉了 对了老三 蚝子肉多不多 别不够咱们这些人吃啊 你外甥女可是等着吃肉呢 鱼金朵心想我多冤啊 啥时候惦记嫂子了 用力地将香蕉皮扒开 狠狠地咬了一口 小颜梳梳着两个包包头 听到爸爸的话 用力点了点头 嗯 对 要吃肉 孟德奎身上的冰冷气息 瞬间一收 小颜等等 舅舅过去 看看肉好了没有 这时 沈南松炖了半天的袍子肉 刚刚好出锅 将袍子肉 盛入一个中号盆里 然后交给林小兰 端去隔壁 紧接着 一道道菜 全都出了锅 冷妹儿也将 自家鲜榨的果汁 拿去隔壁 孟德奎把神佐也 拉过去一起吃饭 尝尝看 吃午饭现杀的袍子 杀完就下锅炖 味道应该不差 孟德奎先是给小颜 夹了一块 带骨头的袍子肉 小颜尝尝 小颜这会儿 已经在妈妈的帮助下 戴上了一丝手套 然后轻轻捏着骨头 用力吹了吹 这才放进嘴里 小小地咬了一口 好好嫩 好香 好好吃 林嫣然一直注意着闺女呢 看她吃得满意 这才自己夹了一块袍子肉 一口咬下去 嫩嫩的口感 以及鲜香的味道 立刻布满整个口腔 简直好吃的 让人停不下口 这口感还真是野生的 味道跟以前吃过的 就是不一样 而且感觉除了盐 其他调料都没放 表姐 你真厉害 我爸说呀 越是好东西 越不能放太多的调味料 这野生袍子肉 本来就是肉质鲜美 只要炖足了火后 味道绝对差不了 成了一碗袍子肉汤 冷妹儿喝了两口 嗯 连汤都好喝得不行 于金朵看着一桌的美食 坏坏地勾起了嘴角 他拿出手机 咔咔咔地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发到群里 鱼不是鱼道 哼 好吃的我都要把舌头 吞下去了 就问你们馋不馋 接着又发了一张图片上去 这张图片上 悠悠那张漂亮的脸 最为明显 并配闻 美食与美人皆不可辜负 发完 他便将手机一收 赶紧吃东西 然而群里却是乱了套 一个个 平时衣冠楚楚的男人们 全都露出本信 纷纷跳出来询问 照片上的美女到底是谁 然而饭桌上 这几位光顾着吃东西了 根本没人理他们 冷媚啊吃得自在 齐家的气氛可不太好 自从周末 齐亚荣回S省上课后 齐家这对夫妻 就一直在等着 那位苏大少给公司投资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 这事连点音讯都没有 齐成心情不好 连晚饭都不想吃 当着孩子老婆的面 就发起了脾气 骂大女儿办事不牢靠 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 莫心柔心里不愤 大女儿吃了那么大的亏 为家里做的事也足够多 可丈夫就只顾一味地骂他 心里很不是滋味 你怪亚荣有什么用 要怪 你要怪沈青那个死丫头 要不是他不老实 好好在胡家待着 事情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他就是个白眼狼 死丫头 他现在不是在GM集团 给靳总当助理吗 你明天去找他 让他帮着说说话 看能不能让GM集团 给咱们公司投资 天天跟在靳总身边 他那张脸 我就不信那个男人会不动心 莫心柔一听丈夫让他去找沈青 就想起上次去GM集团的事 该死的死丫头 当时还不想出来见自己 最后还不是乖乖跟着他回了家 不过想到他回来后发生的事 莫心柔心中的怨愤 忍不住又加深了几分 不管怎么样 是个人都要脸的 他就不信他去那丫头工作的地方一通闹 他就不害怕的 齐子凌听着父母的算计 根本不以为意 眼看着没几天又要月考了 他的心情烦躁得很 最近一段时间他也不知道怎么了 老师讲课 他听着就费劲 很多题以前明明他都会的 可现在偏偏就是做不出来 班主任已经找了他好几次了 让他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可他最近的休息时间都被压缩到五个小时 其他时候他不是在学习 就是走在学习的路上 再这么下去他感觉自己会疯啊 妈我上楼了 今天的作业多 好你快去吧 等一下妈妈让张姐把汤端去你房间 你多喝点 齐子凌不由的皱了皱眉 他哪有什么心情喝汤 不过那毕竟是他亲妈 他重视没说什么 等齐子凌的身影消失在楼梯间 七成才又开口 你再给雅荣打个电话问问 他和傅君鹏到底是怎么回事 都是男女朋友了 这点小事傅家都不愿意帮忙 以后还能指望上他吗 莫心柔下意识地抿了抿嘴唇 其实中午他就给大女儿打过电话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刚说了个话头 电话就被挂断了 他总觉得女儿和傅少之间出了问题 不过 丈夫还在边上看着呢 这个电话肯定是要打的 S大的附近某公寓内 齐雅荣和傅君鹏本来是在亲热的 可惜 刚刚解开两颗扣子 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傅君鹏有些扫兴 抽回了放在女人身上的手 接电话吧 好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284集 齐雅荣脸色也有些难看 不知道是谁这么没眼色的 这个时间打电话过来 公司的事情他比谁都急 毕竟家里就两个孩子 子林才上高中 距离他大学毕业最少还要七年 七年的时间足够他把公司 掌握在自己手里 而傅君鹏是他计划中 最关键的一步 他中午因为和傅君鹏 提起投资的事就惹他不高兴了 好不容易下午把他才哄好 结果又被电话打断了他的好事 他现在好想直接把手机 扔进马桶里 拿起手机一看 竟然又是妈妈打过来的 齐雅荣忍不住深深吸了两口气 如果现在他拿着手机 去一边接电话 估计傅君鹏又会误会 他和别的哪个男人搞暧昧 干脆就在客厅里接了起来 妈 怎么这会儿给我打电话 吃过晚饭了吗 莫心柔听着大女儿这口气 怎么有点不对劲呢 他试探着问道 我们刚吃过 你和傅少吃了吗 我们两个刚回来 还没来得及点外卖呢 总之外卖怎么行 要不然妈给你找个专门 照顾你的阿姨送过去吧 可不能委屈了傅少 傅君鹏就在边上听着呢 感觉雅荣的妈妈还挺伤道 知道要找人照顾她 不过这种事有她呢 哪用得着齐家大老远的送人过来 于是他对齐雅荣道 不用麻烦阿姨了 这点小事我来解决就好了 对面莫心柔把这话听了个清清楚楚 他暗暗庆幸自己感觉对了 没有接通电话 就提什么投资的事 要不然傅少肯定会非常反感 哎呀 君鹏就在雅荣身边呢 我们雅荣可多亏你照顾了 有你在阿姨也能放心些 好了 时间不早了 阿姨就不打扰你们了 你们也赶紧去吃些东西 电话挂断 莫心柔长长地松了口气 齐成就在一边听着呢 倒是没在追问什么 希望雅荣能争点气 要不然公司真要快撑不下去了 一顿袍子宴结束 孟德奎几个就在隔壁店里闲聊起来 你还在研究呢 牧常道 你真的好了 孟德奎没吱声 但不出声已经是最好的回答 牧常又道 因为真是你的福星啊 我这解药还没研究出来呢 你已经好了 不过我还是想研究出来 总感觉这种毒粉挺奇特的 我对他充满了好奇感 你喜欢就好 鱼金朵还打着小算盘呢 一直怂恿几人一起出去逛街 可惜没人配合他 那小子最后只得信信地离开了 客人走后 冷妹儿又带上孟德奎和悠悠去了商场 悠悠上一世的衣服倒是全收进了空间里 也能穿 但是他们家又不缺这个钱 干嘛还要穿旧的 于是冷妹儿就拉着悠悠 在各大女装庄柜里挑挑选选 很快 孟德奎的手里又拎满了两个袋子 就在悠悠进去试衣间换衣服时 隔壁店竟然吵了起来 这家店的服务员都跑去看热闹了 黄启明 你对得起我吗 我和你大学四年的感情 没想到你刚找到工作就和别人好上了 你对得起我吗 我本来是要过来给你个惊喜的 结果看到的 就是你和别人在一起了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呢 老妹儿也去隔壁店看了一眼 被指责的男人手上拎着两个衣服袋子 一个打扮艳丽的女人抱着胳膊站在原底 一双眼睛满含鄙夷的 看着哭得眼都红了的女孩子 启明 这就是你那个叫什么音音的前女友 比照片上怎么难看了这么多 哦 我明白了 用了美颜绿镜了 难怪你看不上她 张音音哭得更凶了 黄启明 你他们还是人吗 你喜欢上别人 就直接和我说分手好了 难不成我张音音还会缠着你 可你现在竟然脚踩两条船 我他妈真是瞎了眼 黄启明面上略有不忍 脚下刚迈了一步 便被身边的女人拉住了 黄启明 你想干什么 以前你一直不忍心说分手我不催你 可是现在她都发现了 你赶紧给她个痛快 黄启明看了看张音音 又看看身边的女人 一咬牙终于开了口 敏玥 我 我不能跟她分手 我不能对不起她 我家的条件你是知道的 我和她在一起大学四年 除了第一次报名时交的费用 其他的都是她帮我交的 毕业后 为了能让我找到合适的工作 她借了整整十万块给我 就是上个月还在给我油钱 让我生活的能好些 我欠她的太多了 敏玥哼了一声道 哼 不就是钱吗 还给她就好了 说吧 你一共花了她多少钱 我替你给 以后你不许再跟我联系她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三十万够不够 我不能对不起她 那你就能对不起我了 五十万 让她拿着支票赶紧走 我不想以后看到她再缠着你 说着 这位叫敏玥的大小姐 已经拿出支票本和笔 准备开支票了 敏玥 你是千金大小姐 我们俩不合适的 敏玥快速写好支票 就要递给那个叫张音音的前女友 冷媚儿暴毙 站在人群后 看着这场大戏 忍不住出声提醒了一句 哎 这位姓敏的美女 能随便聊两句吗 敏玥是真没想到 在看热闹的人里 还有人叫她美女 甚至想和她聊聊 她这种小三 不是应该被万人厌恶吗 出于好奇 敏玥还是朝冷媚儿的方向 走了过来 你要跟我聊什么 冷媚儿看一大堆人的视线 全都落在他们身上 就给敏玥试了个眼色 两人便进了店里的休闲区 姐妹啊 听刚才那个张音音的意思 你和那个男人认识的时间不长 对吧 你了解她吗 我和她认识三四个月吧 她是我家的员工 知道一些基本情绪 她女朋友是哪人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285集 京城人 他们在京城一起读的大学 黄启明是 敏玥突然想起 黄启明是苏州人 女朋友这是京城的 两人在京城读的大学了 黄启明一个苏州人 为什么跑到京市这种三四线城市找工作 而且 他们家公司招人 什么时候要花钱打理了 刚才他是一下子 被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指指点点没多想 现在被冷媚儿这么一点拨 想的就有些多了 黄启明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刚进了公司的企划部 就拿出两个极佳的方案 他爸破例给对方升了职 敏玥觉得他是个可诉之才 就约他吃过两次饭 后来就提出交朋友的想法 毕竟黄启明可不光有才华 还有一张漂亮的脸蛋 只不过他当时没答应 反而说要好好考虑考虑 但敏玥每次约他出来吃饭 他也都会来 两人在外人看来就是男女朋友关系 敏玥也是这么认为的 直到一个星期前 敏玥不小心看到他的手机 知道他在京城还有一个女朋友 说实话 敏玥真没把这个当回事 异地恋 就没见过几对能成的 早早晚晚都得分 当时敏玥就和黄启明说了 让他和张音音分手 可是当时这小子支支吾吾的 也没说出个四五六道来 敏玥有些生气 前两天就没再约他 没想到今天 黄启明主动约他出来逛街 结果就被张音音当场撞上了 他好歹也是敏家大小姐 敏家未来唯一的继承人 哪受得了被人当众指指点点 一时冲动之下 就想到了要帮男朋友 掏钱摆平女朋友的想法 现在被这么一打岔 突然觉得 貌似自己甩支票的行为 有点傻呀 这女人刚才可是说了 是打算给黄启明一个惊喜的 那他怎么知道黄启明 是在逛商场的呢 妹子 今儿这事 谢谢你了 对了 你叫什么 谢我就收下了 我叫沈青 你赶紧去处理那两位吧 还有啊 你条件好 就别把自己眼光往低了放 掉价 敏玥朝她微微一笑 然后踩着高跟鞋 哒哒哒的就出去了 这么会儿功夫 外面的人已经围得越来越多 刚开始 敏玥这个女主角一离开 张音音着实愣了一下 这个好像和写好的剧本不太一样 不过 她反应也不慢 委屈巴巴的 把她这几年 怎么供着男朋友读大学的事 全说了一遍 导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拿起手机录了视频 好不容易等到敏玥出来 黄启明眼睛一亮 敏玥 要不我们分手吧 我不能对不起她 按照剧本 接下来敏玥就该把支票往前一地 霸气地说一句 拿了钱赶紧走 黄启明是我的 然而 玉器中的声音并没有响起 反而让她听到了一句 让她瞬间想哭的话 好啊 那就分手 我成全你和你女朋友 当初我实在不知道你有女朋友 知道后我第一时间就让你和人家分手 结果你没同意 我是没想到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这么深 那我也不能当第三者 我祝福你们 早日结婚生子 永远都分不开 话一说完 她一把从黄启明手里拿过那两个手提袋 那可是她刚买的衣服 花了几大万呢 不拿回来岂不是浪费了 黄启明顿时有些傻眼 这不是说好的剧情 敏玥怎么能放弃他们之间的感情呢 可是她追求的自己呀 她最喜欢的不就是自己的有情有益吗 那自己要偿还前女友的帮助 她应该看自己高兴才对呀 敏玥到底是怎么了 对了 肯定是那个女人说了什么 妈的 哪来的贱人 竟然出来坏她的事 看她不弄死她的 想到这儿 黄启明立刻拉着已经反应不过来的张音音 朝电梯的方向匆匆离开了 见两人离开 围观的人真是说啥的都有 不过这都不关冷媚啊的事 悠悠更是兴奋道 姐 还是外头有意思 啥热闹都能看 哦 那咱就光看热闹 甭买衣服了 行不行 那可不行 衣服还得买 反正也没热闹看了 姐姐 我去试衣服去了 说着就一流烟又跑回了试衣间 这丫头不仅爱吃美食 还爱打扮自己 看到漂亮衣服就迈不动腿 不给买衣服她可受不了 孟德奎刚才可没听到媳妇和那女人说啥 这会儿正好奇着呢 见悠悠去试衣服便问道 媳妇 刚才这三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看着那男的怎么那么不像好人呢 你从哪看出来人家不像好人的 脚踩两条船就够扎的 而且哪有男人要补偿前女友 让县女友掏钱的 她光说对不起前女友 却没说一句不要县女友花钱的话 总之 我觉得这个男人啊 不对劲 嗯 你说的没错 这两个呀 应该是社套 让那位敏大小姐往里钻的 那位敏小姐也不是傻子 估计啊那男的要换工作了 真要在商场闹起来 丢脸的肯定是那位敏小姐 所以敏玥干脆直接离开了 至于接下来要怎么收拾那个男人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哎呦 我媳妇这眼睛都赶上火眼晶晶了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没错 所以以后啊你可记住了 千万不要骗我 因为很容易被我发现的 而且骗我的人呢 通常都没什么好下场 不是 媳妇 我干嘛要骗你啊 我保证跟你说的话 都是真真的 她觉得吧 这句话 适合拉着媳妇的小手说 可她手里现在还拎着一堆的衣服袋子 实在没办法了 就只能 微微低头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边上一直看着他们两个腻歪的服务员 哎呀 真的 这一对太养眼了 站在一块就觉得甜得很 只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撒狗粮 略微有那么一点不道德呀 于是几个服务员 齐刷刷的同时转过了头 孟德奎一看 没人盯着他们了 干脆又在媳妇小嘴上亲了一口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286集 冷妹儿赶紧退开两步 哎 别乱来 这里来来往往的可都是人 你给我矜持点啊 我往这一站 就是矜持本经 没办法再矜持了 换了张脸 可把她嘚瑟坏了 这时 悠悠已经换完衣服走了出来 冷妹儿看着小丫头 穿着这套粉色淑女装 真是又青春又可爱 立刻吩咐服务员开票 悠悠啊 还要不要再看别的呀 嗯 这家没有我喜欢的了 买两双鞋子就回去吧 冷妹儿没意见 在楼下给悠悠挑了几双鞋子 三人这才离开了商场 三人刚到地下停车场 冷妹儿就收到大壮打来的电话 怎么样了 主人 合同煎熬了 卡号我马上发过去 对方要求三天内完成打管就行了 好 我知道了 媳妇 你说陆宗颜 会不会暗中把股份 收到他自己手里 吃不下的才给你 不排除那种可能 我的目的 是让胡家完蛋 并不介意那些股份 握在谁的手里 不过呢 陆宗颜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 连找个情人 都跟搞谍战一般的 打一枪换个地方 他绝对不会在没有把握前 贸然下手 这件事最好的结果就是 他乖乖听话 配合我拿下瑞芳 我会按照约定 付给他一个亿 但如果他动了别的心思 贪心不足 他会后悔的 现在咱们已经拿到 瑞芳百分之四的股份 咱们也得配合一下陆宗颜呢 在京市上流圈子 放出消息 胡家快破产了 瑞芳的小股东 已经有人卖出自己的股份 这个简单 等回去啊 我给余晶朵打个电话 那小子 整天吊儿郎当的 这种事情 让他去办呢 正合适 与晋许泽不爱与外人交流不同 于金朵可是个交界好手 平时会所酒吧聚会宴会 一个也不落下他 哪有热闹就哪有他的身影 只要他在那些场合 稍稍提上两句 用不上几天 要账的就全部得上门 对了 那些税务部门的账 还没查完吗 说起这个 孟德奎忍不住 又搓了下牙花子 最近还真是没注意这件事 不过想到一直没什么消息出来 估计胡衡肯定动了关系了 要不然光是这一桩丑闻 都能直接让瑞峰的股价跌停 这么长时间没消息 估计就是查不出什么了 按道理 陆宗颜应该不会放过 这样的好机会才对 冷媚儿不由勾勒勾唇 只是那笑容冷的 让人遍体生寒 第二天 赵立岛公司上班 大壮便将股份赚让合同交给了他 冷媚儿只瞅一眼 便让大壮收了起来 这些东西 以后都挂在你名下 不用交给我 大壮随手就收在储物戒指里 他刚要离开总裁办 合助理就进来了 夫人 您的亲生母亲又过来了 而且看她今天的架势 像是不容易善聊 要不要把她请上来 您和她好好谈谈 冷媚儿原本不错的心情 突然就阴郁下来 她从没将齐家人当过亲人 但 好歹她名义上还是齐家的女儿 当面虐打亲妈什么的 说出去不太好听啊 大壮 等一下你直接找个地方 换套衣服换张脸 然后想办法 把那女人弄走 找个偏僻的地方 先把她打一顿 再把她弄成 被人纳啥的样子啊 再同时启程 大壮接到任务 CPU不停地运算着 机器人对任务的执行力 是相当高的 把主人分派的任务 做到完美级 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所以 他不容许自己出现任何失误 以免给主人带来麻烦 好的主人 我这去办 十分钟后 大壮一身西装革履地 出现在前台 在看到莫心柔的那一刻 突然满脸吃惊得到 这不是辉煌公司的齐夫人吗 没想到竟然在这碰到了 听说辉煌公司 在北区和瑞芳 一起开发的楼盘 又要开售了 我打算在那边买一栋楼 不知道齐夫人 能不能给走个后门啊 莫心柔心想 这谁呀 开口就是一栋楼 这么有钱的吗 不过 他长得是真帅也就是了 当然可以 不过 齐夫人的意思我明白 只是 这里实在不适合谈这种事情 您干这样行吧 我请您去喝杯咖啡 其他的事咱们再谈 莫心柔一看有门 立刻从椅子上站起 当先一步 朝外头走了出去 齐夫人 我知道一家最好的咖啡厅 就在前面那条街上 不过我的车子 被司机刚刚开去洗车了 我能搭一下 齐夫人的车吗 这有什么不能的 毕竟 这位身上可是有利可图的 于是 两人就上了齐家那辆奔驰车 只是 刚一关车门 大壮抬手 就将齐夫人打晕了 接着就照着 司机后驳梗来了一下 司机顿时眼一闭 头一歪 就晕了过去 大壮抓起司机的后驳梗 将人从驾驶位 拎到了后座上 然后一步跨到前排 发动车子 慢慢地朝郊外 开了过去 一直盯着监控的冷媚儿 直接将这段视频删了 不仅如此 他还把周边所有商家 或是公司的监控查了一遍 凡是录下这一段的 全都删了个干干净净 半个多小时后 大壮将车子停在路边 确定周围无人 又无监控 这才打开车门 将司机和莫信柔拎下了车 小树林平时应该少有人踏足 因为周围没什么人家 大壮拎着两人 走了很远才停下来 一只正在逆时的野兔子 被吓得仓皇逃窜 一不小心 咚的一声撞在树上 野兔子晃悠了两下 然后顽强地逃了 大壮没空搭理那只灰皮兔子 将司机往地上一扔 就把莫信柔弄醒了 莫信柔睁开眼一看 就见自己被扔在地上 四周是不算太粗大的树木 面前站着那个将他弄晕的男人 他张口就要喊救命 大壮眼急手快 抬手就将刚才在车上拿下来的 白色擦车布塞到莫信柔嘴里 然后咔咔两下 就将他两只胳膊卸了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287集 他可是记得 主人吩咐的是打莫信柔一顿 然后还要让人以为 他是被纳啥了的 于是他抡起大手 就朝着莫信柔那张 讨人厌的脸上来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可是实实在在的一巴掌 莫信柔脑袋都被打歪 脸也迅速肿了起来 莫信柔只觉自己眼睛 都能看到自己那张 半红肿的大脸了 自打二十年前进了城 他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何曾被人如此对待过 此时他脸上充满了金句之色 大壮可不管他是咋想的 对着莫信柔就是暴揍一气 眼看着人被他打的 都直翻白眼 这才停了手 为了演出一场好戏 大壮又将莫信柔的衣服全撕得破破烂烂 并在他白皙的肌肤上用力地掐了几下 接着大壮又是一个电机 莫信柔颤抖着哆嗦着 翻着白眼 最后终于晕了过去 搞定一个 大壮将撕鸡从树上解了下来 把他衣服也扒了 连条裤衩都没给他剩 然后扔在莫信柔身上 想了想 大壮重新将莫信柔的两条胳膊接上 嘴上的抹布也扯出来扔在一边 做完这一切 他拿出莫信柔的手机 拨通了齐承的电话 电话刚一接通 大壮便道 请问你是这个电话主人的丈夫吗 他晕倒在了树林里 你赶紧过来接人吧 我把位置发给你 说完这句 他也不等齐承反应 直接把电话挂了 接着往齐承手机上发了个定位 再将手机直接调成静音 往地上一扔便不再管了 从城里开车到这边 大概要四十分钟左右 大壮干脆找了棵稍远些的歪薄树爬了上去 半个多小时后 公路上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声 接着就是一道刺耳的刹车声响起 车子停在路边 紧接着车门打开 就见齐承从车里钻了出来 在两人保镖的陪同下进了树林 手上还拿着手机边走边看 眼见齐承就要找过来 大壮折了两根树枝 朝光溜溜抱着的两人身上一甩 两人悠悠转醒 紧接着 嗷嗷地叫出了声 齐承听到这两道声音 突然有了些不好的预感 他紧走几步 就见两道白花花的身子 正在慌张找衣服往身上披 其中一个正是和他结婚二十多年的妻子 另一个则是自家的司机 齐承简直目自欲裂 你们都出去 两名保镖十分自觉地转身往树林外走 他们知道 弄不好 明天他们就要找新工作了 谁让他们点背赶上这种事了呢 等两人走后 齐承抓过莫心柔 一个大嘴巴子就抽了过去 这下好了 莫心柔脸上的伤更重了 莫心柔 你他妈的对得起我 我哪点对不起你 让你跟他勾搭到一块 这若是放在平时 男人敢和他动手 莫心柔能拿刀把对方砍死 可今天不一样 莫心柔忍着疼 朝齐承解释 老公 我被人算计了 我们啥也没发生 就是被扒里衣服放在一起 真的 要不然 我现在就去医院检查 免得你不相信 我身上这些伤 都是被那个绑架我的男人掐的 要不 咱们报警吧 把那个男人抓起来 只要让警察神神 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了 一听说要报警 齐承的怒火简直压都压不住 这种煞药真报了警 他齐承的脸还用药吗 本来公司的现状就岌岌可危 再爆出点丑闻 那就真的完蛋了 他抬手照着莫心柔脸上 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你给我闭嘴 已经穿好衣服 并尽量缩小存在的司机 瑟瑟发抖 他是真的怕呀 豪门大户里的肮脏事太多了 他是真怕 今天会被齐总在这给灭了口 他现在就想逃 逃得远远的 工作不工作的他不在乎 保住命才是最重要的 眼前丈夫发了这么大火 莫心柔吓得净若寒蝉 连坑都不敢坑一声 齐承忍着想要杀人的冲动 朝着两人说道 先给我回去 剩下的事 回家再说 他现在一眼都不想看到莫心柔 可他身上的衣服被撕得破破烂烂 就算他努力用双手捂着 也不能完全捂住 抬手脱了自己的西服外套 扔在他身上 齐承便静止朝外走 这些人离开后 林子里又恢复了安静 大壮悄悄从树上下来 重新寻了个方向 从林子里向左走 横穿过这片树林 走到了大道上 不过 在走到公路之前 他又换了套衣服 变了副长相 然后徒步走了两三公里 打了一辆车直奔购物广场 等他再从商场出来时 他又恢复了那张 冰冷的保镖脸 他觉得 就算是那个姓默的女人 报了警 估计也没人能查到他身上来 打车回了公司 大壮又亲自去了趟 总裁办公室汇报了一遍 冷眉牙听后 可是好好的夸赞了他一回 办得好啊 估计经过今天这一遭 齐夫人以后 再也不想来公司捣乱了 总裁大人 你可要给大壮多发点奖金呢 工资也不能少了啊 行 发 都听你的 他和二壮所有的开支 全由公司报销 再给他们那涨一倍的工资 奖金另算 他都闹不明白 一个机器人 要那么多钱干嘛 难不成还能指望他 娶个媳妇 生个宰事杂地 大壮一听顿时乐了 谢总裁 有再有这种事 尽管交给我 我保证办得妥妥的 孟德奎心想 得 这也是一财迷 大壮很快离开了 孟德奎继续埋头 处理那一堆文件 冷眉牙则是打开了订票网站 开始订票 悠悠的身份证已经办好 仍然跟他姓 叫冷悠儿 今年十八岁 明天肯定是要带着他的 冷眉牙看了看孟德奎 哎 明天出海玩 你要不要约几个朋友啊 我记得利南风 好像有一条游艇 干脆直接开他的船 出海玩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 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两百八十八集 不用 我都安排好了 你就问问 有没有人愿意去就行了 明天出发啊 哪天回来 他们说了算 出海玩就得人多 要不然多没意思 孟德奎已经拿出手机 在群里发了条消息 明天出海玩 有要去的吗 丽家老三 哎 三哥是打算出海钓鱼 宠老婆的人最好命 对 弄点新鲜的海鲜尝尝 顺便找个无人的小岛 探探险 丽家老三 那我把我的游艇也开过去 好长时间没开出去了 不过我可能要带个亲戚 沈青道 好啊 人多热闹 知道你们不用准备 我会准备好 沐医生 许泽 我们一家都去 机票 你得报销吧 哎呀 孟德奎就知道 不过谁让这位是他的好友 兼姐夫呢 报就报吧 毕生哥 哎 我报个名 楼楼 当然我 当然我 于金朵 我也想去 顺便问一下 妹妹去吧 宠老婆的人最好命 你滚 手打我小姨子的主意 这时周松云 竟然也在群里冒了头 三哥 我也去 丽三 双双我 反正有两条船 应该能住得下 立家老三 住得下 我的游艇上有四个房间 三哥你们船上 怎么也得有三个房间吧 咱们顶多去个十个人左右 沈青岛 够住 事情定下来 冷漫牙干脆把订票的事 交给了何助理 订一班非金氏的机票 赶在明天上午五点到金氏就成 这几天你们总裁不在公司 你留下来坐镇 等我们回来 再给你放几天假 也让你好好放松放松 何助理这叫一个开心 哎呀 还是夫人厚道 不像总裁 跟在他身边这么多年 就从来没给过他 正正经经放过假 何助理出去后 冷漫牙就给十八二十打了电话 吩咐他们自己订票到金氏后 便收了手机 系统这时又突然冒了出来 宿主 你要搞事情 冷漫牙毫无心理负担的直接否认 我没有 你有 我没有 宿主不要杀人 杀人造的是孽障 你该多行善事 重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的 机会来之不易 请珍惜 是他们先来招惹我的 可以用别的办法 宿主找到那些人的老巢 直接报警好了 那些人又不在华夏领土上 我也没有那些人的犯罪证据 你告诉我要怎么报警 地图上根本就没有泰勒西这个岛 找不到的 只能靠熟人带过去 但好在他的计算能力还算可以 根据十八两人的叙述 他已经算出了泰勒西岛的大概位置 系统道 您重生就是为了消除杀戮职的 和男人相亲相爱 多做功德 才是您该做的事 我现在就是在做善事 成恶就是扬善 那些恶人没了 这个世界上 会有多少好人受益啊 统子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不对 回答错误 你有一次改错的机会 系统心里妈卖批 宿主 你 又答错了 你可以避卖了 下次不找你 别出来烦我 真的 影响我心情 说完这句 冷妹儿就真的在大脑里屏蔽了系统 俗话说的好 先下手围墙 后下手遭殃 他不主动害人 但别人都对他下杀手了 他绝不会容许那些危险存在 尤其是在那些人 很可能会伤害到他家人的情况下 孟德奎等同于他 那么结果只有一个 不是你死就是你死 十八和二十临近傍晚的时候 和冷妹儿等人一起会合 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充当孟德奎的保镖 冷妹儿让系统给两人办了个身份证 七点就有一趟飞金式的航班 一个多小时到达金式 住的地方也已经订好 一行人在机场简单地解决了晚餐 七点准时登上了飞往金式的飞机 冷妹儿本以为牧长和林嫣然会带着孩子过来 然而并没有 这两口子把孩子打包交给了爷爷奶奶 自己出来玩了 到酒店后 冷妹儿和林嫣然商量 哎 表姐啊 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 现在时间还早 还可以去逛逛街啊 买些零食吧 反正酒店离商场也不远 我们一起散步过去就好了 这两个人要去逛街 护花食者肯定是要跟着 然后楼一北两个也跟了上来 最后除了十八二十留在酒店 全都出来了 金式的夜晚还是挺热闹的 当地最出名的就是狗布里包子和金式大麻花 比酒店不远的地方就是一处夜市 腰喝卖什么的都有 冷妹儿看悠悠的小鼻子 不停地嗅啊嗅的 干脆带着这孩子进去 买了十几样的小吃 好在这几位出来前 都换了休闲装或运动装 要不然还不知道要被人怎么看呢 于金朵拔着一大串凑到悠悠身边 悠悠啊 我手里的鱿鱼串可香了 你要不要 悠悠看了一眼她手里的串 又看看自己左手肉包子 右手的烤鸡翅烤肉丸烤肉串 没理她 哼 自己的不香吗 干嘛要别人呢 于金朵的一张笑脸顿时就是一垮 好 嫂子的妹子比嫂子还冷 这也太不好套近乎了 孟德奎拿出一个热乎乎的肉包子 递到冷妹儿嘴边 冷妹儿咬了一口尝了尝 嗯 你也吃 味道还行 孟德奎就是他咬过的地方咬了一口 不管包子是不是真的好吃 这种和自己喜欢的人共吃一个包子的感觉 是真的很舒服的 边上跟着的两个单身汪忍不住撇了撇嘴 他们算是看出来了 撒狗粮的人都不怎么要脸 几人边走边吃 东西买的样多 但是量不多 再加上几个大老爷们胃口不小 不一会儿也就分吃干净了 商场里 冷妹儿往推车里挑了不少吃食 悠悠和林嫣然也不甘示弱 结完账出来的时候 一人手里都拎着两个大袋子 这时 那几位男士已经买完东西到一楼等人了 几人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下来 刚打算找个店铺 点杯饮料休息一下 突然看到外面的马路上热闹起来 街上的人纷纷朝对面走了过去 还有人在大声嚷嚷着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289集 鱼金夺道 说什么事了 咱要不出去看看 你嫂子他们还没下来呢 都带着手机呢 再说 凭我嫂子那聪明劲 不用说也知道 咱们肯定是去看热闹了呀 夸他媳妇聪明这话 孟德奎爱听 而且就在对面 总共也就几十米远 不去看心里有点痒痒的 于是几个大男人一起走出了商场 等他们走近了 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这商场对面就是一个大广场 晚上的时候尤其人多 一个女孩子站在路边等人 结果就被一小偷盯上了 抢了他的包就要逃 女孩子刚被抢 还有点愣 等反应过来 小偷都跑出去十几米远了 他立刻大喊抓小偷 有路人建议勇为 将那逃跑的小偷办了一下 结果 小偷摔倒后抱着腿喊 他腿折了 要让那位健义勇为的姑娘 赔他医药费 不给就要告他 最可气的是 包被抢的女人拿回自己的包后 生怕被牵连进来 直接跑了 孟德奎几人过去 正好有几名巡逻的警察抵达现场 那小偷立刻喊了起来 警察伯伯 您几位可要给我做主啊 那个娘们 她把我腿给搬舍了 我可是上有八十老母 下有嗷嗷嗷嗷的婴儿 我这腿舍了 家里人可怎么活 为首的警察伯伯板着脸 然后不动声色地开始询问 叫救护车了吗 叫了叫了 那就说说 是怎么回事吧 那小偷又开口了 这个事还有妈可问的呀 多明显 就是那婆娘 把我奔倒了 我退车了 警察伯伯 可得给我做主啊 要不然就算救护车来了 我也不上车 我耗死他 为首的警察 是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文言都被他气笑了 嘿嘿 兄弟 我们接到报案说小偷抢包 被热心市民抓住了 可是您家不仅是个小偷 还是个二八八碰瓷的 行了 你也别跟我们这样瞎嘚巴了 群中的眼睛是雪亮的 那姑娘可是坚以勇为 你这些腿啊 折了也白折 小偷断事不干了 哎呦我警察伯伯也不讲理啊 我不活了 这些日子没法过了 我被人把腿打折了 竟然白折了 这些样子往哪儿说理去 哎呦我好好在路上走 被人故意给绊倒了 什么时候我偷东西了 我偷谁了 东西在哪儿呢 你们见去冤枉人呢 得了 别吼了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等进去后啊 好好给你拿捺笼 你就老实了 人群里也有人喊 没错 借孙子不是东西 偷人家东西 他还有理了 就应该把他关进去 好好教训教训 这年纪轻轻的 放着好日子不过 竟敢接小偷小木的事 这完了 他还带碰瓷的 我要是他爹呀 早把他一把掐死了 省得他没事 跑出来危害人间 那个被偷的丫头啊 也不是个东西 见你马的 帮他抓小偷 结果倒好了 他跑了 跑不了 跑不了 小偷也跑不了 这地方啊 全是监控 警察拜拜 那想查 还有查不到的 可是不管查不查得到 那小偷是真摔坏了 借钱谁出啊 哎哟 也是这姑娘倒霉 就是热心肠 做个好事 结果 这好事变坏事了 估计那姑娘包里装的东西啊 都不值几个钱 真是不值当啊 好人难当啊 这时 冷脉牙三人已经找了过来 孟德奎赶紧接过 媳妇手里的东西 媳妇 你瞧瞧那个小偷 是不是腿真断了 冷脉牙只看了一眼 倒在地上的小偷 便果断摇头 没有 摔疼是肯定的 外表擦伤 但肯定没有断 嘿 这孙子 偷东西就够厌恶人的了 结果被抓住了 还敢讹人 可真不是个东西 牧长就在他身边站着呢 没想到 他能一眼看出 小偷的腿没伤 想问 又觉得不合适 这时 救护车也已经来了 护士想抬小偷上救护车 结果这小子硬是不让碰 死活非要人家姑娘赔钱 要不然就不走 冷媳妇了解了前因后果 就起了凑热闹的心思 他跟孟德奎小声说了一句 孟德奎又对着于金朵 一阵耳语 于金朵立刻朝那位 见义勇为的小姑娘喊道 美女 问她要多少钱 把钱给她 她腿根本没涉 现在要你的钱就是讹帐 讹诈比偷东西 判得更重 她的声音可不清 场中心的几人可都听见了 几名警察立刻按着那名小偷 让大夫给检查了一遍 结果真如冷媚儿所说 那小偷膝盖上破了一大块皮 血流的不少 但真的只是外伤 两几天就好了 什么都不影响 结果她非要在那装断了腿 这下子可是犯了重怒了 回首的警察道 小偷只觉得此时脑门冷汗直流 他打算讹点钱 再从医院跑了呢 哪成想竟然被人看出来了 现在不仅啥也没捞着 弄不好 还得包个长期免费套房 他的命咋就这么苦呢 警察白白 我认错 我坦白 你老给个机会 从今处理吧 警察根本不搭理她 等医生给她做了简单的包扎后 催着她将费用付了 然后直接将人带上了警车 那名健义勇为的小姑娘 也要去警局做笔录 但她感激刚才那个 帮她说话的人 在人群里找了半天 也没能将人找出来 只能信心离开 警车一走 广场上看热闹的人也都散了 一行人也就往回走 这会儿已经九点多 快十点钟了 丽南风几人 会直接驾着她的游艇到港口 不过他们要明早才能到 回到酒店 几人各自回房休息 孟德奎原本想和媳妇睡一间房的 结果被悠悠抢了先 她只能无奈回了房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大早 冷梅娅老早起床 叫上悠悠 带着孟德奎和大壮二壮 到了港口 和田怀宁约好的时间 是五点到达港口 没想到对方还挺准时 差五分五点时 冷梅娅就发现了 图片上的那两条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290集 船来了 孟德奎看着远处的那条豪华游轮 只是旁边怎么还跟着一条鱼船 媳妇 你说的哪条啊 两条 这两条都是送给你的 以后你想打鱼啊 随时都可以出海 怎么样啊 我对你好不好啊 我还以为你是租船出海呢 这两条船得花多少钱呢 不多 有四千万 鱼船你自己开没问题吧 那是当然 好歹咱也是有证的人 说这话的功夫 两条船都靠了岸 冷媳妇直接走过去 拿出自己的证件 随船过来的就是田怀宁的助理 因为见过冷媳妇的证件照 两人很快开始交接 沈小姐 两艘船的证件 我们田少都帮您办好了 这里面的设施用法 我亲自为您介绍一下 另外 请上的船员 如果沈小姐需要的话 我们也可以借给您 不过 费用您要自己付 冷媳妇道 船员就免了 其他的 您确实要为我们介绍一下 劳烦了 刘助理也没有推辞 带着人就先进了豪华游艇 有大壮二壮仔 根本用不到他亲自动手 至于那条渔船 本就打算在空间中 给孟德奎打渔玩 就算学不会 慢慢摸索也可以了 真是没有花钱的不是 钱花得多 游艇也确实漂亮 甲板上一面是休闲区 应付一二十人的小型聚会 绝对绰绰有余 另一面是钓鱼区 下面是五间卧室 全部自带淋浴间 还有一个多功能室 最让冷媳妇喜欢的 就是中层的超大厨房 干净整洁 设施齐全 整艘游艇看下来 冷媳妇十分满意 众人又一起转移到了渔船上 留助理特意将船上的主要功能 介绍了一遍 比如碳渔器 脱网的使用方法 冷库的储量等等 沈小姐 我们田少特意给这两艘船上都准备了吊具 另外 游艇上还有潜水设备 情况也就是这样了 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 我都能帮您解答 冷媳妇对船很满意 对刘助理的服务也很满意 他从包中拿出一万块钱 放到刘助理手里 麻烦刘助理亲自跑这一趟 这点钱你别先少啊 带着人去吃些早点 我就不陪着你们了 另外 回去后替我谢谢你们田少 有机会啊 我请他喝酒 好 我一定赚的 刘助理乐呵呵地将钱收下 招呼着几个跟来的船员便离开了 等人走后 冷媳妇朝大壮二壮道 大壮二壮 你们一人一艘开船 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 先把渔船收起来 大壮二壮听话地 一人上了一艘船 冷媳妇则是上了游艇 从空间里拿出食物水果将冰箱填满 又将自己酿的红酒放进酒柜 他这艘游艇速度 最快可以达到110到120 很快就能开到公海 确定四下无人后 冷媳妇一个渗移到了渔船上 然后摸着渔船念了声收 他和渔船便同时消失在了海面上 同一时间 那艘渔船就出现在了空间的海岸边 冷媳妇下了渔船 一个念头又出了空间 只是他出来的时候 人在飞快地往下坠 他立刻一个瞬移站到了游艇上 然而 刚刚他突然出现又突然下坠的场景 吓得孟德奎面色大变 好在下一秒 他就出现在了游轮的甲板上 他一把将人搂进怀里 哎呦吓死我了 我都以为你要掉进海里了 冷媳妇拍拍他的背 安慰道 放心 没有把握的事我怎么会做呀 早在打算给你买船的时候 我就想好了 我也出事的 好了好了 先松开我 把大双放出来 孟德奎放开手 刚好他的手机也响了 是立南风打来的 他们马上就要到达港口 安抚好自己碰碰跳的小心脏 孟德奎拨通了牧城等人的电话 告诉他们来港口会合 冷媳妇也通知20和18一起到港口来 游艇重新开回港口 大双亲自看着搞定补给 这时 立南风的游艇也赶了过来 除了崔元胜和周松云外 他们还带了一个 长相十分漂亮的女孩子 原本以为是她的女朋友 互相介绍的时候才知道 那女孩叫李心仪 是她远房表妹 奉负命照顾几天 所以这次出海玩才会带上她 立南风看了眼这艘新游艇 拉着孟德奎问了几句 三哥 这船租的买的呀 买的 多少钱弄到手了 不知道啊 某人撒谎撒得毫不虚心 崔元胜等人站在一起 一听她说不知道都纳闷了 你买的船你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就算是助理帮着买的 也得问问价吧 这你们可就说错了 这船还真不是我买的 是你们嫂子买来送给我的礼物 说这话的时候 孟德奎真是面无表情 语气也没有任何起伏 可他妈 他身边所有人都听出他浓浓的嘚瑟劲 就好想揍他一顿呢 于金朵呲牙咧嘴地说道 三哥 我怎么觉得你这是被嫂子给包养了呢 孟德奎穿了穿袖子 拍了拍衣服上不存在的尘土 还真要你说对了 我现在吃你嫂子的 穿你嫂子的 用你嫂子的 还真就是她养我 没办法 谁让我媳妇这么有本事呢 众人好想打死她呀 丽南风咬牙切齿地说道 行了行了 时间不早了 咱们还是赶紧出发吧 等下出了海 赶紧弄点新鲜的鱼 中午吃烤鱼 你还打算回你那艘船上吗 大家一起在热闹啊 不开都行 只是三哥 这艘挺住得下嘛 让二状过雪帮忙开船 晚上有休学地方 省得紧 丽南风没意见 反正他们这些人 是谁也不愿意委屈了自己的 冷妹儿已经告诉过大壮 他的最终目的地 很快游艇便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起航 甲板上 海风吹在身上有些微凉 林燕燃揽下了身上的风衣 和冷妹儿闲聊道 亲亲 你这艘游轮可真漂亮 搞得我都想买一艘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291集 这会儿大壮在开船 悠悠化身万能管家 小点心饮料零食 全都端到了甲板上的休闲区 冷妹儿端着一杯现榨果汁 亲民了一口 买呗 我正打算寒假的时候 带上家人去三亚玩 到时候大家一起去啊 人多才热闹 听她这么一说 林燕燃还真有些动心 不过 他们家没人会开这玩意儿呀 到时候还得专门雇个开船的 总不能她去献学吧 悠悠哒哒哒 从下面抱上来一堆的吊具 在那摆弄 看样子也是犯了钓鱼的瘾了 海钓是很有讲究的 出了近海后就可以放流钓 悠悠就在船尾 织上一只鱼竿 放上鱼饵 用力朝海里一甩 再搬把躺椅往上一躺 就不再管了 冷妹儿不有好笑 这样都能钓得到鱼 那真是愿者上钩了 孟德奎也有些手痒痒 冷妹儿随她一起去了 放钓具的仓库 没想到那位田少 想的是真周到啊 连自制的 放流钓的架子都有 冷妹儿还发现了 用来钓鱼的沙残 便让孟德奎将这些东西 一起搬上了甲板 媳妇 这个线每个钩 都挂一个耳吗 冷妹儿将鱼耳 倒进小盆里 然后悄悄弄进了些灵泉水 再帮忙往钩上挂鱼耳 林嫣然也学悠悠 在钓钩上挂了鱼耳 便甩到海里 鱼金躲在边上看着 忍不住嘴角直抽抽 心里直嘀咕 这要是能钓上鱼来 那才是新鲜事呢 好了三哥 这绳仙放下去 就不用管了 等一段时间 拉上来就行了 咱们去玩牌呗 梦德奎没吱声 倒是冷妹儿发话了 去吧 你不就爱玩两把吗 等下收成我叫你啊 你来给我帮忙就行了 鱼钓上来 中午我亲自下戳 给你们做烤鱼吃 你自己行吗 这有什么不行的 又不用我干什么 等下收件 我还要叫你 去吧去吧 别耽误我干活 得 他还被嫌弃了 孟德奎麻溜的 就跟着鱼金躲他们 去了下面的多功能市 打麻将 那位李小姐 也跟在立南风后面 一起下去了 家板上 悠悠原本躺得好好的 突然一下子坐了起来 林嫣然被这小姑娘 一惊一乍的样子 吓了一跳 再一看 悠悠的鱼杆 竟然弯了下去 鱼线也绷得直直的 看样子 竟然是有鱼上钩了 小丫头顿时乐地 咧开嘴角 赶紧握鱼杆 开始收件 哇 感觉好重的样子 怎么也有个四五斤吧 冷妹儿无语 不知道的 还以为得有个四五十斤呢 才四五斤 你挖什么挖 林嫣然紧张地说道 那要不要帮忙啊 悠悠 你还有力气吗 要不我来帮你吧 别别别 表姐 你就在边上看着 我自己就行 哪只悠悠根本不同意 林嫣然被拒绝 也不生气 趴到围栏边往下望 很快一条白色长鱼 就跃出水面 冷妹儿拿起兜网 就将鱼给捞了起来 是条白吗 悠悠 你好厉害呀 白曼被冷妹儿随手 扔在了鱼桶里 林嫣然以前 还真没这么钓过鱼 看着桶里的白曼 感觉那叫一个新鲜 就感觉悠悠 怎么这么厉害呢 这么快 就钓上了一条大鱼来 看着那鱼在桶里扑腾 她是越看越喜欢 然后不看鱼了 而是去盯着自己的鱼竿 只是等到悠悠的鱼竿 又深深地弯下去 她的鱼竿都没什么动静 悠悠 你的鱼竿又有动静了 快看看这次钓上的什么鱼 悠悠有了经验 这次可稳了 不紧不慢地收线 只是这次的鱼 好像比刚才那条还要重啊 比刚才的重 燕燃姐 你要不要试试起竿的感觉呀 要啊要啊 我这就来 悠悠将钓竿交给了林燕燃 自己则是拿起了捞网 准备着鱼一旦露出水面 便立刻将鱼捞出来 姐姐 你快看看 我这次钓上来的是什么鱼 老妹儿瞅了一眼 体形成长圆形 稍侧边 负面圆 鱼背蓝灰 还带着一点粉红色光泽 别说这鱼他还真认识 是条张红鱼 而且这条壳得有十斤多了 张红鱼做刺身最好吃 甲板上 老妹儿又等了一会儿 眼见者已经快十点钟了 三个女人也没叫那几个男人 干脆就直接开始收线 收线前 老妹儿提前让大壮放慢了传诉 鱼线一点点地被收回来 那些鱼钩上的鱼也慢慢地全露出水面 甲板上很快传来三个女人兴奋的尖叫声 姐姐是带鱼 哇 这个是什么鱼啊 看着好像是燕鱼 但又不像 这个我认识 这个是滋鱼 也很好吃的 竟然还有滋鱼 今天中午光是鱼都吃不完了 下面玩牌的人听到动静也玩不下去了 直接收了牌赶到甲板上查看情况 林嫣然一看到自家男人上来 立刻激动地叫唤上了 老公 你快来看 这都是我们抓到的鱼 牧长看着媳妇手里抓到的大袋鱼 再看看那都要装满的鱼桶 好家伙 这得是多好的运气 才能一次咬够这么多鱼啊 你还傻站着干什么 快来帮忙啊 一千多米的线 还有好多没拉上来呢 鱼金朵主动走过去 接手了收线的活计 接下来隔上一段就会上来一条带鱼 偶尔会有一些其他的杂鱼 但明显是遇到带鱼群了 就觉得这庄鱼的桶有点小啊 这要咱中午来个带鱼宴吗 带鱼也太多了点啊 楼一北道 倒也不是不行 带鱼烤着吃也可以啊 冷媚儿道 那就一起动手准备午餐 你们几个大男人负责考 我们几个女人负责弄其他菜 牧长道 没问题 烤鱼我最拿手了 就是没烤过带鱼 今天正好试试 有了这几个大男人的帮忙 鱼献终于全被收回来了 中午的食材真的不用担心不够了 孟德奎把青鲤鱼的活迹都分派下去 谁也别闲着 他媳妇又不是厨师 他可不想让媳妇累到 冷媚儿将带鱼分出一些 打算等下炸带鱼吃 又把刚才这条张红挑出来 准备放血 早上他可是往冰箱里放了不少食材 拿出几样 午餐就差不多搞定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292集 林嫣然主动要去厨房帮忙 悠悠则是继续给鱼钩上罐 继续放线 钓鱼是会上瘾的 尤其是当看到收线时那满满的收获时 会让人更加的想继续掉下去 倒是那位李大小姐 貌似好像更喜欢和男人们待在一处 至于她盯上了谁 只要不是孟德奎都与她无关 两人去厨房后 丽南风看了眼跟在他们几人身边的表妹 欣怡啊 你去帮嫂子们做做饭 李欣怡娇称道 可是表哥 我从来都没有下过厨 根本就不会啊 去了也是帮倒忙 丽南风顺了顺 被海风吹乱的长发 看了眼眼前这位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表妹 一起出来玩就是图个开心 可是自己这位表妹 似乎把她当成是所有人的公主了 大家都要动手干活 只有她袖手旁观 说什么她不会 不会还不能学吗 她也不知道父母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非要让她亲自照顾李欣怡 这样的大小姐 她实在是伺候不起 想到什么 丽南风直接捞出一条大鱼 扔在李欣怡脚边 不会做饭那就学着鲨鱼 赶紧的 中午还等着吃呢 李欣怡原本还灿若下花的小脸 立刻变得可怜兮兮 人还迅速朝后退了好几步 就好像那条带鱼 下一秒就会把它吃了似的 表哥 我好怕 你别吓我 快拿走快拿走 我又不吃鱼 为什么要让我杀鱼 丽南风一阵无语 这可真是位千金大小姐 可是中午就只有鱼呀 你是打算饿肚子吗 他用一副 你要是再让我杀鱼 我就十恶不赦地控诉表情 看着丽南风 我不管 总之我不吃鱼 其他什么都行 丽南风心里窝了口气 干脆也不管他了 捞起那条已经死了的大鱼 快速地收拾起来 李欣怡自己是一点也不觉得尴尬 依然站在边上 一会儿和娄一北搭个扇 一会儿和鱼金多说个话 娄一北一贯冷淡 即便是和冷妹儿稍微熟了一点 平时也很少会笑脸相对 更何况是和这位压根就不怎么熟的 有时候连哼他都懒得哼一声 而鱼金多呢 若是放在以前 他倒是不介意和这位李大小姐勾搭一下 可他现在心思全在悠悠身上呢 哪会看得上比悠悠差了不止一倍的李欣怡呀 不过他这人在美女面前一向最有绅士风度 没有刻意疏远李欣怡 就是和普通朋友相处的那种感觉 李欣怡不知道他的心思 照样往他跟前凑 当然了 他不只往鱼金多跟前凑 别人也没放弃 这么多优质男 他自然要好好挑 他自认凭他的家事 什么样的男人都配得上 这帮大少爷们平时在家里都是饭来张口 一来生手 一旦出来玩的时候就立刻变了样 干起活来竟然有模有样 尤其是周松云 话少 手底下的活计干得又快又麻利 很快他就收拾出了一小盆的大鱼来 三哥 这些鱼收拾出来 是不是得腌一下 要不然烤出来的味道也不好 你把这些全拿去厨房 问问你嫂子看看要怎么弄 听他的就行了 他心里明白 随便放的馅能有这么多收获 全靠淋泉水 这里可不仅只有带鱼集鱼 总共得有七八种鱼 全鱼宴都能做得了 周松云便将收拾出来的鱼 全部端去了下面的厨房 嫂子 鱼收拾好了 你看看要怎么腌 冷媚儿挑出一部分准备靠来吃的 剩下的就由他自由发挥了 尤其是这些带鱼 他脑子里已经出现了无数关于带鱼的菜谱 哎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菜啊 什么菜都可以 告诉我啊 周松云没想到送回鱼还有这个好事 立刻高兴得到 不吃鱼也行吗 那我想吃用鸡做的菜 就炖个鸡汤好了 我还想吃炖羊排 嫂子你能做吗 抱歉我不能 啊 那嫂子你问我干嘛 我就是问问 又没说要帮你做呀 周松云无语 眼见着周松云咽头大脑地走了 林嫣然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金金 你太坏了 看你把周松云给气的 都快蒸河豚了 这会儿他多气 等一下呀 他就有多高兴 这温差大了才能感觉冷暖 心里落差大了 等一下吃到他想要的鸡汤羊排 他才会更满足呢 谁让你们是我约出来的呢 让你们每个人感觉不需此行 是我的最终目标啦 林嫣然心想 这分明是你的恶趣味吧 好吧 只要弟妹不把这样的恶趣味 搞到他头上 他还是很乐意跟他一起看戏的 他现在迫切地想看 等一下开饭时周松云的表现了 对了 表姐啊 你要吃什么菜啊 清清啊 我吃什么都行 你就不用单独给我做了 那个落差感 你就不要让我也亲自体验一回了 他今天才发现 清清竟然这么调皮 不过皮一点也好 许泽自从姑姑去世后 人就变得有些闷 自从交了女朋友 人可是变了好多 不得不说 这绝对都是清清的功劳 游艇上架着烧烤架 各类腌好的食物摆在架子上 发出滋滋的声音 香味馋得人直咽口水 等厨房中的东西全端上桌后 午餐终于可以开始了 哎 嫂子 你船上是不是没准备酒 我船上有啊 要不我拿些过来 哎 不用不用不用 我船上就有啊 我这去拿过来 你们先吃 很快他就拎来一箱啤酒 另外还拿了两瓶红酒 我自己酿的红酒 有没有人要试试呀 要的话我就醒酒了 崔元胜立刻捧场地说道 嫂子自己酿的肯定好喝嘛 来 我来醒酒 说吧 他接过起瓶器和红酒 便打开了瓶盖 将酒倒进了醒酒器中 林嫣然也道 我也尝尝 等下放我点 今天便宜你们了 我媳妇酿的酒 千斤都不换的 一般人想喝都喝不到呢 牧场气坏了 许泽 你也差不多得了 谁还没个媳妇呢 没你这么显摆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293集 孟德奎将烤架上烤好的吃食 分类放进空盘里 这回啊 我还真没显摆 不信你们尝尝就知道了 不过觉得好喝 也千万不要抢我媳妇要啊 没有 说完他还看了眼冷媚儿 那眼神里的意思分明就是 酒没了哈 油也不给他们喝 冷媚儿觉得那叫一个好笑 这祸的性子 越来越往小孩子上发展了 小左都比他强啊 好了好了好了 咱们开吃吧 烤出来的东西再不吃都要凉了 都冻筷子吧啊 周元松一直看着 被端出来放在中间的 两个盖着盖子的菜 很好奇 现在一听可以吃了 他立刻伸手揭开盖子 然后他脸上就出来了 惊喜之色 嫂子 是炖羊排和鸡汤 对 专门给你做的 快尝尝好不好吃 周元松亲自动手 给美人盛了一碗鸡汤 然后捧着自己的碗 鸡汤上不见一丝油花 上面漂浮着几点青色 应该是出锅时撒的葱花 闻起来没有油腻的感觉 只有一股独属于鸡汤的香味扑鼻而来 一口下去 热乎的香味充满口腔 他感觉这是自己这辈子喝过的最香的鸡汤了 嫂子 这鸡汤是您做的吗 林烟然道 这些都是轻轻做的 我只是负责打下手 而且我洗个菜切个菜还行 做菜实在是不怎么好吃 所以就没有敢祸害东西 没想到嫂子的手艺竟然这么好 我从没喝过这么美味的鸡汤 可惜只有一人一碗 想喝第二碗都没有了 你说的也太夸张了 让你这么一夸 我都要找不着北了 周松云可不是客气 而是真的这么觉得 他又夹了块炖羊排 羊排炖得十分软烂 用筷子一夹 就能从骨头上脱落下来 咬上一口 一点点尚味都没有 更不觉得腻 而且还闻不到什么调料的味道 好吃的他差点把舌头一起吞下去 生怕别人把羊排全抢了 周松云眼疾手快 赶紧又夹了两根 放进自己碗里 奈何他聪明 别人也不傻 几乎是一人一筷子 那么大一盆炖羊排就没了 李欣怡从一开始就只喝了口鸡汤 他觉得味道确实不错 但也绝对没有周松云说的那么夸张的地步 至于炖羊排 他压根就没强 女人想要保持好身材 就得注意饮食 肉吃多了 哪有不胖的 反正桌上还有两盘用青菜做的食物 他就吃那个了 李奕然吃下一根羊排 满足地叹了口气 好好吃 没吃够 清清啊 我现在好后悔 中午你问我想吃什么 我都没有说 那你想吃什么 我是真的吃什么都行 就是不太能够吃辣 其他的都还好 冷媚而而无语 这菜点的药他怎么做嘛 牧场也觉得媳妇蛮欺人的 那你赶紧吃吧 这桌上又不是只有这两道菜是弟妹做的 此时 清蒸白鲜 干炸带鱼 红烧滋鱼 这不都是吗 你再不动筷子 等下又被抢光了 他不说还好 他这么一说 大家齐齐朝清蒸鲜鱼和干炸带鱼下了筷子 一条四五斤的鲜鱼 十几个人一人一筷子 很快就被分光了 崔元胜边吃 边忍不住给冷媚而伸大拇指 嫂子 就冲着你这做饭的手艺 我们这次可真没摆出来 我觉得 咱们应该多在海上玩几天 孟德奎道 想得美 顶多三天就得回去 船上的冰箱能放的东西有限 我媳妇手艺再好 天天让你们吃鱼 你们也得吃够了 楼翼北道 我吃不够 天天吃也没问题 你想都不要想 偶尔做个一两次还行 天天让你们嫂子下厨 我可舍不得 现在他有些后悔了 刚出发的时候 应该带个厨师过来的 那样就不用媳妇亲自下厨了 三哥 我发现了 现在你真是越来越小气了 就你话多 好吃的还堵不上你的嘴啊 等一下这些餐具都归你说 别人谁也不许帮忙 楼翼北难得地笑了一声道 刷就刷 我就当饭后焦食了 反正也不会少块肉 烧烤价前 大壮将烤好的鱼和蔬菜卷夹到盘子上端上桌 接着继续烤其他的 冷妹儿夹了几块 烤得香喷喷的带鱼尝了尝 嗯 新鲜的带鱼烤出来就是香 而且大壮的火候掌握得好 烤得金黄的带鱼段上撒着一点点的辣椒末 吃起来特别有食欲 冷妹儿觉得这样的烤鱼 她能吃一大盘 孟德奎看媳妇吃的香 自己也夹了一块 然后就边吃边点头 大壮的手艺和老巴比都不差啥了 烤得火候正好 外焦里嫩 很好吃 鱼肉的香味勾得理心仪 忍不住猴头耸动 她实在没想到 就是普普通通的烤鱼炖鱼 竟然会这么的香 好想尝一尝啊 可是想到饭前自己说过的不吃鱼的话 李心仪气哼哼地戳了戳碗里的青菜 就像那颗青菜和她有仇似的 林嫣然可不知道李心仪在想什么 她可是一直惦记着沈青酿的红酒呢 红酒醒得差不多了吧 崔元圣忙道 够时间了 来来来 谁要喝得赶紧报名 我来给你们分酒 李心仪可不敢喝这种酸无产品 自是一声不吭 悠悠虽然一直闷头吃东西 却把李心仪的表情全都看在眼里 心里只觉得这女人有什么大病 这么另类 你为什么要跟着来呀 为了显示你的与众不同吗 而且她看姐姐的表情 分明带着瞧不起 她到底是哪里来的优越感 悠悠端起自己的杯子 往前递了递 嗯 我也要一杯 崔元圣立刻给嫂子这位妹妹倒了一杯 分完酒 她端起酒杯提议道 来来来来来 为咱们接下来的美好旅程 大家碰一个 众人齐齐碰杯 就连李心仪也倒了半杯啤酒 跟着意思了一下 接下来就没人说话了 红酒入喉 紧致的色感 明快的酸 以及酒精温暖香甜的口感 融合在一起 这三者几乎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 崔元圣甚至从这杯红酒中 发现了与以往任何一种红酒 都不同的元素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元素的加入 让这杯红酒的口感 胜过以往她喝过的所有红酒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294集 从红酒美妙的滋味中回过神 崔元圣立刻询问 嫂子 这酒你酿了多少 我能不能买点 嫁下你随便提 我这人喜欢的东西不多 碗牌算一样 酒也算一样 您这瓶酒 比上次咱从北城喝的一百多万的红酒 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这要是您还有 一定给我余两瓶 我用来收藏 沐长道 对 多的话也给我两瓶 我也拿来收藏 嫂子 也分给我两瓶 咱也不差钱 没有 就剩两瓶了 今天全拿出来了 想喝得等明年 你们都排队吧 你小子真是诚心报复我们是吧 不就是说了你一句显摆吗 至于吗 你以为我说排队是随口说的 今儿在这饭桌上的全是哥们 跟亲兄弟也差不了多少 我跟你们说这个假话干什么呀 沐长还真有点不信他 转过头就问起了冷媚儿 弟妹 他说真的 我们真的排队 真的 不过你们想要收藏的话 也不急于这一时 我今年酿的的确是有主了 嗯 等下一批吧 下一批酿出来 我送你们三人 每人两瓶 这下沐长满意了 给了自己的小舅子兼好友 一个轻蔑的眼神 瞧瞧 还是弟妹会办事 你不行 令南风赶紧举手道 哎 嫂子 还有我呢 别把我忘了呀 楼义北咽下杯中最后一口红酒 出口的话简单明了 同胜 嗯 一样的 都有都有 这下饭桌上的几个大男人都满意了 当然 这些人中绝不包括孟德魁 早知道他就应该把这两瓶酒偷喝了 没得给媳妇找这么多活进 有那功夫和他多亲热一会儿不香吗 好在 桌上也没人注意他的冷脸 一顿饭吃的是热热闹闹 大壮的烧烤手艺硬是不错 烤出来的东西被这些人吃了个七七八八 等所有人吃饱喝足后 孟德魁就把媳妇拉走了 至于收拾餐桌的事儿 当然就留给了楼义北 孟德魁可还记得他呢 敢说他小气 哼 欠收拾 冷妹儿从上面下来 把留好的食物端去了十八和二十的房间 然后就不管他们了 这两人挺自觉的 没事就躲在下面 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冷妹儿对此表示十分满意 光中心没用 会看眼色的人才能在他身边待得长长久久 午饭过后 游顶继续前行 林嫣然也问过冷妹儿 他们的船要开去哪里 冷妹儿倒是解释过 嗯 我打算找一个有淡水的岛靠岸 咱们上去探探险 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稀罕东西 嗯 比如海盗的宝藏啊 龙王藏宝洞之类的 他说这话时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顿时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是个人都知道他后面的话是在开玩笑 不过 大家也有些想要探险的兴趣 因此并没有人反对 倒是李欣怡 他刚到京城的时候 就听过一些关于靳许泽的传言 知道他女朋友是农村来的 穷得很 没文化 没见过什么世面 通过这半天的了解 这些事也基本可以证实 哪个大家闺秀 整天围着厨房转的 张口宝藏闭口藏宝洞 一听就是个贪财的 跟晋三少在一起 估计也就是看上他的钱 也不知晋三少是不是瞎了眼 瞎了眼的某人 这会儿正在房间里 给媳妇捏肩膀子呢 媳妇 按咱们现在的速度 明天下午才能到达预计的荒岛 用不了 晚上咱们休息的时候 可以让大壮二壮加快传速 明天上午应该就能到了 白天呢 咱们在荒岛上玩一玩 晚上就可以行动了 二十说呀 除了接到任务的 其他时候他们都在岛上生活 就算有漏网之余 也有办法将他们收了 哼 感动你的人 我是不会留守的 不把他们弄死 万一他们伤到你 我伤哪买后会要去啊 某人直接把人从后面搂住了 狠狠在自家媳妇脸上亲了两口 好了好了你别闹 乖乖的去陪你兄弟们玩 作为主人 我们有义务 让我们的客人吃得高兴 喝得高兴 玩得高兴 赶紧去吧 一开始就不应该叫他们过来 就咱们自己才更方便 你傻不傻呀 只有我们两个人跑到公海上 三四天不回去 会引人怀疑的 人多才会没深没浅地乱来呀 年轻人嘛 能乖乖的才不正常呢 行吧 那我找他们去 上午我就输了 下午还得继续送 媳妇 你就不能交我两手吗 嗯 计牌会吗 洗牌计算牌张会吗 根据上下家出牌 计算他们手里剩余的牌 你会吗 梦得奎无语 梦得奎一直无语 要不然你还是先和他们去玩吧 等哪天有空了 我专门教你一年 保证把你教的不至于十读九书了 嗯 再多的就不要想了 难度太大 赌神将士亲自来教也做不到啊 梦得奎就算重生了 这种动脑子的事也不太适合他 最关键的是 他似乎天生赌运不佳 重生到这具身体里后 这种状况还加剧了 真是不让人活呀 要不媳妇你也跟我一起去吧 你不玩 帮我看着也行 我倒不是在乎输给兄弟们那点钱 可是每回就我一个人输钱 那种感觉太憋屈了 冷媚儿不想去 结果被梦得奎硬给抱出了房间 那帮小子们果然又聚到了多功能势力 这会儿正吃着水果喝着饮料 准备继续开战呢 楼一北一看嫂子被带过来了 顿时调侃道 三哥 你这是自己不行 找员兵了吧 梦得奎脸一黑 我缺雨 她行着呢 冷媚儿道 哎 我可不是什么缓兵 你们玩你们的 我就看看不说话 哎 悠悠呢 还在甲板上呢 小丫头钓鱼钓上瘾了 没回来 于金泽在上面陪着呢 于金泽这是想上演一段 人与傀儡之恋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295集 她自认为是个好家长 如果悠悠有喜欢的人 她是不会拦着的 但问题是 那丫头根本没长那根筋 而且就算要谈恋爱 于金泽也不是个好对象 太花了 表姐 要不要和他们玩玩呀 不了 让你姐夫玩吧 我们说会话 冷媚儿没意见 闲聊嘛 这个她在行 于是她就坐在林燕燃的右边 李欣怡对林燕燃的态度 可是比对冷媚儿好了不知多少 而且 她似乎也有意和林燕燃套近乎 这会儿正坐在林燕燃的另一边 直到这时 李欣怡才仔细打量了一遍沈青 没化妆 纯素颜 纯素颜 竟然比她化了妆的皮肤还细腻 这个结论 让李欣怡都要羡慕死了 紧跟着 她又打量了一下她的装扮 她的头发刚刚极尖 碎发都叶到耳后 一双元宝耳 耳上光秃秃的 什么耳饰都没带 因为是出海玩 身上穿了一套运动服 鞋子也是同一个品牌 虽然不是什么国际大牌 但这一身下来 也要进万块 仔细观察一番 她全身上下 竟然只戴了唯一一件首饰 那就是她手上那只腕表 只是还不等她看清 那块腕表的牌子 她的手便动了动 袖子正好盖在那块表上 清清 你皮肤这么好 平时都用什么化妆品啊 就自己做的一些护肤膏 洗眉奶洗完脸 直接打开 往脸上抹一点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呀 沈小姐 我跟你说啊 我们女人呢 可一定要爱惜自己这张脸 千万不要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往脸上抹 万一毁容了怎么办 像我 用的化妆品都是国际大牌 一套都要好几万 你要是不知道什么是国际大牌的话 我可以送你两套 以后千万不要图省钱 自己做了 林依然直接被李心仪的话 禁得目瞪口呆 这丫头怎么回事 暗示沈青没钱 买不起化妆品 她眼睛是不是有毛病啊 而且 老三亲口说的 这船是轻轻送给她的礼物 这位李大小姐没听到吗 那边刚摸上牌的立南风 只觉得一阵尴尬 脚趾差点没把船板 抠出个三十两厅来 这丫头哪来的这么高的优越感 在嫂子面前 她优越得起来吗 心仪啊 我渴了 你去给我拿瓶水 李心仪看了眼 自己这个一表三千里的表哥 不满得道 你身边不就有水吗 干嘛还要我拿 孟德奎看了眼 坐在她对面的立南风 眼神有些冷 当然 这冷并不是冲着立南风来的 立南风平时 可是很在意这几个兄弟的 要是因为李心仪 破坏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那绝对是她不能容忍的 嫂子 麻烦你过来帮我摸把牌 我一会儿就回来 冷妹啊 还不知道 他们是在打什么眉眼官司吗 就是一个小女孩 说两句酸话罢了 她还真没放在心上 踏踏实实玩你的 我们女人聊天 你们男人就别大茶了 楼一北等人看了眼李心仪 再看看立南风 最后又看了眼他们的嫂子 谁也没说话 不过 他们心里都有感秤 上次在北辰聚过会后 几个人就私下一论过 三哥厉害 找了个女朋友 也是与众不同 大气 有格局 最让他们佩服的是 她宽容 但又不一味地忍让 没那么多锋芒 但又绝不让人觉得 她软弱好气 总之 无论哪个男人 要是能找到这样一个女朋友 那绝对是超上了 就像现在 换成别人 早就给李心仪一个没脸了 然而看嫂子的样子 是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可能是觉得 李心仪还是孩子 嗯 二十四岁的孩子 李南风善笑着站起身道 嘿嘿 嫂子 我是真要去趟卫生间 说着 她不由分说地 把手里的牌 塞到冷妹儿手里 真的就去卫生间了 没办法 冷妹儿只得坐到 李南风的位置上 帮她看牌 李南风只是去卫生间 转了一圈便回来了 路过李心仪的时候 就那么侧着头看着她 李心仪被她那冷冰冰的眼神 看到整个人色缩了一下 几秒钟后 李南风终于动了动步子 走回牌桌 哎 嫂子 怎么样 赢没赢 你自己摸了把什么牌 自己不知道吗 李南风张大嘴巴道 啊 输了呀 不应该啊 凭嫂子的本事 不是应该赢的吗 嘿 我还以为去趟卫生间 嫂子能给我赢回了一堆钱呢 做什么美梦呢 我媳妇又不是赌生将士 默默你的牌就能赢啊 冷妹儿已经站起身 把位置让给了李南风 重新坐回林嫣然旁边 亲戚 悠悠一个人在上面钓鱼 要不然我们也去看看吧 要是咱们能够钓上一些螃蟹就好了 晚上我们可以蒸螃蟹 众人心想 真以为这大海是你家了 想吃螃蟹就能钓得上来 而且他们这老些人 得钓多少螃蟹才够吃 不过 这些人也不是傻子 林嫣然哪是想钓什么螃蟹 她只是想带沈青 离开这位李大小姐罢了 不在同一个空间里 两人也就没机会发生摩擦了 沐长道 老婆 你穿件外套再上去 别动着了 林嫣然不在意地摆摆手 今天太阳这么大 哪儿就冷了 而且我明明穿了外套的 见老婆都走了 牧场只能无奈笑笑 继续和兄弟们玩牌 表姐 你先上去 我去仓房拿点东西 好 那我上去等你 甲板上 悠悠悠然自得地吹着海风 身边的桶已经有了收获 鱼精夺为了和悠悠套近乎 也弄了跟鱼竿在那做样子 可惜她什么也没钓到 嫂子 你们怎么也上来了 要不要一起钓鱼啊 我帮你挂耳 不用了 我自己来就好 钓鱼还要别人挂耳 那有什么乐趣啊 冷妹啊在仓房拿了蟹笼上来 那位田少师真的贴心啊 不仅有蟹笼 连鱼网都有 明天上了岸 倒是能用得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296集 从空间中拿出几块肉 切了几刀 挂到蟹笼中间 然后拎着笼子就上了甲板 反正离做晚饭还有一段时间 她倒是不怕抓不到螃蟹 随手就将笼子扔到了海里 星星 逮螃蟹是不是要让船停下来 这样快的速度肯定没有螃蟹会进笼子的吧 那也不一定 说不定捞不到螃蟹 能捞到别的东西呢 就算抓不到也没关系啊 晚饭前 要游艇停一会儿就行了 自然在甲板上又钓了半天的鱼 和上午不同 收获很小 半天几人一共钓上来四条鱼 天慢慢黑下来 冷妹儿放出神石 看了眼床尾坠着的蟹笼 里面竟然只进去两只小杂鱼 估计这两条杂鱼 还是被水流冲进去的 无奈地将蟹笼拎了上来 冷妹儿打电话 让大壮放慢传诉 她则是去厨房取了几块鲜肉 并撒上了一些灵泉水 重新放进蟹笼里 跟着她放出神石 在这片海域搜索了一番 紧接着她眼前一亮 这运气真是没谁了 因为一查看 竟被她发现了一小片的蟹群 看了看蟹笼上的绳子 嗯 长度是足够了 将绳子的一头 细在栏杆上 然后拿起蟹笼 直接一个用力 就将笼子甩了出去 蟹笼砸向水面 激起无数水滑 然后迅速沉入水底 于金朵立刻叫道 嫂子 你怎么不让我扔啊 这要是把你累着 三哥不得刺我一顿 冷妹啊 冲她抱歉地笑笑 那等着笼子收了 再让你扔好了 你等等啊 很快的 鱼金朵 感觉像被当成小孩子哄了 她好像还比嫂子 大了好几岁呀 因为游艇静止了下来 悠悠的鱼竿 终于有了动静 她蹭的一下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抱着鱼竿就开始收线 紧跟着她便喊道 姐 这次是大鱼 就是不知道抓到是什么 很重 冷妹啊顺着鱼线的方向 放出神石 果然 鱼沟上确实钓着大家伙 不过不是一个 而是两个 她刚要去拿钞网 鱼金朵已经先她一步 拿了起来 探出身子 就等于出水那一刻 将东西捞上甲板 很快一条大鱼浮出水面 惹得鱼金朵一顿惊呼 真是条大鱼 还是鱼鱼 最少有二十几件 她将鱼一抄 便放到甲板上 然而 悠悠的吊线 还是绷得直直的 众人再朝下一看 只见 又一条鱼鱼 被拉出了水面 这条比刚才那条 倒是小了一些 但怎么也有十来斤 怪不得悠悠说 这次钓到的是大鱼呢 两条鱼加一块 都有三十多斤 可不就觉得沉吗 将两条鱼 放进大鱼桶里 冷妹儿又用神石 看了眼 自己扔出去的蟹笼 好家伙 这才多大功夫 总共都没十分钟 蟹笼里已经满是螃蟹 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螃蟹 要往里面钻 冷妹儿赶紧往回收绳子 他们才十几个人 螃蟹多了 根本吃不完呢 见他要收绳子 鱼金朵 鱼金朵就要帮忙 冷妹儿赶紧提醒道 有点重 你小心点啊 鱼金朵心道 这么会儿功夫里头 真能抓到东西吗 再重 还能重到哪儿去 然而他一伸手拉绳子 胳膊就被撑了一下 冷妹儿赶紧又把绳子 拉了回来 算了 还是我自己来吧 嫂子 咱们不会真的 抓到旁去了吗 鱼金朵感觉自己 好没面子 明明平时 他都要好好锻炼的 那个蟹笼再重 又能重到哪儿去呢 眼见着 蟹笼一点点 被嫂子拉出水面 林嫣然不由惊呼道 这么多的螃蟹 今天真的能吃螃蟹 吃个够了吧 等等啊 等等 我就叫三哥 他们上来抓螃蟹 这么多 咱们得抓到什么时候去 我去拿带盖子的盆过来 说完 他便迈着小碎步跑了 悠悠伸手 帮姐姐把螃蟹笼 拎到甲板上 足有一米多长 近一米宽的蟹笼里 密密麻麻的 全是螃蟹 突然离开水面 这些螃蟹 只是慌乱了一下子 然后又争相恐后的 去抢食笼子里的猪肉 鱼金朵 去得快 回来得也快 身后还跟着一大帮的人 媳妇你可真行 说吃螃蟹 你还真就抓了 一大龙的螃蟹啊 这是掏了螃蟹窝了吧 要不咱们再下一龙去 这说不定啊 还能再打上 两个百八十斤的 牧长道 吃不完 留着只能冷冻 明天吃就不新鲜了 还是现在吃 现在打得好 咱们在海上 你要不吃不到 新鲜的海鲜吗 那也是 就是可惜了点 咱们开出来的是鱼船就好了 说不定 一往上去 能打个上千斤的螃蟹 那得卖多少钱 赶紧醒醒吧 快来帮忙 你们戴手套没有啊 我这就去拿 仓房里就有 不戴手套拿螃蟹 那就相当于是自残 这一龙螃蟹 少说有几十斤 全是一水的梭子蟹 真要拿手抓 那手就不用要了 等孟德奎取来手套 分给几个大男人 大家便把螃蟹 纷纷装进盆里 这里竟然还有一只大龙虾 不对 是两只 甲板上 这时虽然已经亮起了灯 楼以北一手拿着一只大龙虾 得意地晃了晃 行了 你也别晃了 赶紧放盆里把盖子盖上 免得跑了 牧长说道 冷妹儿眼见螃蟹 已经装了一盆 你们慢慢捡啊 我先去准备 今天晚上的晚餐了 说着端着盆就要去厨房 你等等 我帮你端下去 怪陈的 孟德奎将两只龙虾也放进盆里 端着便跟在冷妹儿身后 两人就一起去了厨房 媳妇 你说怎么做 我来帮忙 千万别把你的手给伤了 我打算做一个香辣炒蟹 一个清蒸螃蟹 一个蟹饱鸡 再熬一个螃蟹粥 你就帮我把这些螃蟹的蟹味蟹肠蟹蟹蟹心 全部清理掉 行不行啊 没问题 保证干得妥妥的 厨房里反正也没有外人 冷妹儿直接从空间里拿出一只载好的生鸡 准备做蟹饱鸡 再准备好葱姜蒜辣椒这些调料 想到悠悠钓的那几条鱼 芦鱼太大 冷妹儿就做了一个水煮鱼片 水煮鱼剩下的材料就做成酱焖鱼 两只龙虾直接做成蒜泥龙虾 再炒一个青菜就行了 这个菜量大一些 又有这么多螃蟹 多蒸一些 也尽够吃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妈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297集 孟德奎闷头收拾螃蟹 不一会儿就将盆里这些全收拾出来了 她又去甲板上取了一盆下来 用水冲洗一番 就准备等下蒸着吃 这边冷妹儿已经将鸡肉切成小块 并腌制了一番 接下来是水煮鱼片和溜带鱼段 孟德奎自己掌勺做了个香辣蟹 等这道菜出锅的时候 冷妹儿的蟹肉薄已经炖上了 锅里的粥正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螃蟹独有的鲜香已经冒了出来 两夫妻配合得好 不大功夫 几道菜就全出了锅 螃蟹先蒸了一锅端上桌 然后再继续蒸 每锅三十来个螃蟹 绝对是够吃了的 冷妹儿特意给二十十八留了一份送过去 甲板上几人也把螃蟹全挪到了厨房里 就这么放在桶里 怎么也能活一个晚上吧 出水能活二十四个小时 好得剩下的不多了 明天早上还能吃上一顿 好了 这饭菜都准备好了 赶紧吃吧 众人七手八脚 将菜端到桌上 冷妹儿拿出两瓶茅台 晚上又没什么事要做 喝多了也没关系 菜好酒好 心情好 就连冷妹儿都吃了两个大螃蟹 桌上的菜被一群人吃了个七七八八 就是中午口口声声说减肥的李心仪也没少吃 当然 那美味的水煮鱼片和酱焖鱼 她还是没好意思下筷子 反正看别人吃那么香 她是挺后悔的 晚饭过后 一群人在甲板上数星星看月亮 直到九点多钟才各自散了 丽南风带着人回了她的那艘游艇上休息 等所有人离开 冷妹儿独自坐在甲板上开始打坐 不一样的环境 不一样的心情 天高海阔 星移斗转 似乎过了很久 似乎又只是过了一瞬 月亮西沉 红日东升 与此同时 那一缕缕的紫气 像是被什么吸引了 这间恐后地钻进了冷妹儿身体里 太阳完全跳出了海平面 紫气也全都被吸收入冷妹儿的体内 她呼出一口浊气停止了修炼 回了房间换了套衣服 顺便把空间里修炼的孟德魁放了出来 孟德魁就不明白 都是修炼 他们两口子怎么还得一个里头一个外头呢 这个无名功就是神奇 练出来一点都不一样 换好衣服洗漱过后 冷妹儿就去了厨房 厨房中 林嫣然的大波浪长发高高竖起 锅里已经飘出了米香味 千千你洗漱好了 快来看看 我学着你做了一份蟹粥 也不知道能不能好吃 我都闻到香味了 怎么会不好吃啊 那个锅里做的是什么 我在冰箱里翻到一袋包子 就直接蒸上了 让我自己做 我是做不好的 那是冷妹儿提前买好的速冻包子 不多也就两袋 但够他们吃一顿的了 表姐想吃 我们中午可以自己蒸包子 我做鱼肉包子还是挺不错的 那多麻烦 还是什么方便吃什么吧 一点都不麻烦 和面五分钟 准备线十分钟 包包子不到十分钟 上锅一张就全搞定了 林嫣然一听 怎么觉得比他熬个粥还省事啊 果然是会的不难 难的不会 丽南风在家习惯了早起锻炼 就算在船上不能沉练 生物中也让他准时醒了过来 他不睡也不让别人睡 老早就把其他人叫醒了 然后上了对面的那艘游艇 早点好了 谁来谁吃 那两个还没醒呢 锅里留了饭 等他们醒了再吃 蒸包子 螃蟹粥 萝卜做的小菜 豆腐乳 菠菜粉丝 简简单单的家常菜 但早上吃刚刚好 嫂子 咱们上午能到你说的那个岛吗 我刚问过大壮 能的 就是以前没来过 不知道岛上到底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真的极为原始 不过呢 反正咱们自己开船来的 不喜欢 大不了留上一天 明天早上就返航呗 越是无人踏足 才越好玩啊 在京城都玩够了 原本我们几个还商量着 有机会要去南边原始森林 冒个险 第一两只狼回来养着玩呢 抓狼有什么意思 要抓就抓最凶猛的那个 信起来才有意思呢 丽南风很是吃惊 以往他们几个聊这件事 都是背着女人的 林哥那么厉害 陈爱知道 他们要约着一起去抓狼 都不同意 没想到在沈青这儿 他竟然还觉得狼不够凶猛 嫂子可真是够霸气啊 嫂子 你是说要抓老虎或是狮子吗 这玩意儿不说抓不抓得到 抓来了 国家让你私下养吗 就算你们陆广弄来了证 又不能带上街玩 一天吃的贼多费钱还不说 关键是你要养在哪 你养家里 天天的叫扰民 养在动物园 你这不是纯属花钱给别人创收吗 要不然你总不能见个动物园 养一只虎吧 利南风觉得这话还真就是这么回事 嫂子 那你的意思是 要养就养鹰啊 利南风一听 刚抓起来的包子都顾不上吃了 直接一拍大腿 妙啊 凶狠的鹰 连老虎都敢斗 鹰又是天上的霸主 而且 养鹰多威风啊 走哪都能带着 吃的也少 关键是他还能帮忙抓猎物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李欣怡只吃了一小碗粥就不动快了 看着表哥和沈青在那聊郎聊音 看着崔少和周少乖乖在边上听着 不时地奉承一声 他就不明白 那个女人到底哪来这么大魅力 能哄得这些富阿代们围着他团团转 崔元胜咬一口热乎乎的肉包子 说道 可是我还是想逮头狼 听说狼牙癖些 我也想要调用狼牙串成的链子当收藏 到老的时候 也是个念想嘛 那你到底是想要狼 还是想要狼牙呀 是想逮还是想杀 我要狼 我想亲手杀狼 然后把他的皮扒下来 做狼皮袄送给我家老头子 他身体不太好 狼皮袄暖和 然后狼牙我就做成链子 将来留给我孙子 让他们看看 他们爷爷当年有多为我 冷媚儿暗自点头 这孩子不错 还挺孝顺 孝顺的孩子绝对坏不到哪去 冲着这一点 他也是可以教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298集 这时李星仪终于忍不住了 就算表哥不高兴 他也要说 崔少 那可是狼啊 能吃人的 你和表哥都出身尊贵 何必让自己出身危险之中 听我一句劝 千万不要去什么原始森林 沈小姐 我表哥他们好歹也叫你一声嫂子 这种事儿 你做嫂子的不应该劝劝的吗 怎么还怂恿起来 如果表哥他们出了事 你担当得起吗 冷媚儿他还真担不起 只不过 这口大锅 他背得是不是有点晕呢 饭桌上的气氛 顿时有些沉闷起来 孟德奎看了眼破坏气氛的李心仪 又看了眼崔元胜 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不就是只狼吗 多大点事儿啊 等那天呢 我抓只活得跟你送去 这不就没危险了吗 女人就是麻烦 三哥 你能抓到活狼 野生的 多大点事儿 瞧你一惊一乍的 行了 赶紧吃东西吧 大肉包子都堵不上你的嘴 他这一锤定音 桌上的人顿时都不说话了 三两口把早饭解决了 李南风就指使着李心仪去收拾餐具 学着点 二十好几的人了 连个网块也不会刷 将来嫁了人 还不得让人嫌弃死啊 今儿早上的伙计就交给你了 赶紧的去干吧 这孩子干啥啥不行 破坏气氛第一名 就是活干少了 但凡他多刷个碗 也不至于有功夫在这挑嫂子的刺 可怜的李心仪 从小到大都没干过这种活 感觉他堂堂李大小姐 被人当成丫鬟似了 心里那个气有 可惜其他人全被他表哥拉走了 明显是换个地方 继续聊抓狼抓鹰的事了 明明他是好心 为什么表哥就听不进去呢 很快 终于睡醒的楼义北和于金夺 也加入了畅聊大军中 这两家伙 一人拿了个大碗 盛了粥 夹了一盘包子 就那么端着碗 边吃边聊 真是一点少爷架子也没有 说起打猎 孟德奎也来了劲 毕竟这事他熟啊 怎么辨别野猪的脚印 怎么找野兔的洞 怎么分辨毒蛇 那就是说起来停不下嘴 听到他这帮兄弟 那是津津有味 直到冷妹牙手机响了起来 喂 大壮 有事吗 到了您说的位置了 前面就是荒岛 我准备靠边停船了 冷妹牙立刻起了身 到调了 咱们出去看看吧 说不定这荒岛上 能碰见狼呢 几人去了甲板 冷妹牙拿了个望远镜 站在甲板上往远处看 现在游艇所处的位置 距离那座荒岛 已经不足千米 在海上航行 不是特别注意 是很难分辨方向的 像是林嫣然 就以为他们的船 一直在朝东行走 其实 在昨晚大家都休息的时候 游艇早就变换了方向 又在太阳出声的时候 转了回来 而眼前这个岛 在地图上连个名称都没有 望远镜里 那小岛竟是绿绿统统的 有植物就说明有淡水 有淡水 就可能有动物鸟雀 这样可玩笑就更高了 很快游艇找了个合适的位置 停了下来 冷妹儿放下望远镜 回房间取了背包 然后便上了岸 至于大壮被留下来看守游艇 利南风几个也是一人背一个登山包 这些人都是玩主 自然早有准备 指出了李心仪 看着这荒岛是百般的不愿意下船 可她又不能赖在游艇上 毕竟游艇上只有两个船员 感觉还不如岛上安全呢 一行人很快登上了这座荒岛 走过一片小小的沙滩 岸边一棵椰子树 树上还挂着几个青椰子 再往里走就全是荒草 草长的都能没过膝盖 冷妹儿从树底下捡起几根掉落下来的树枝 递到几人手里 拿着 打草 说完便和悠悠两人当先朝岛上走了过去 没走出多远 草丛里发出一点轻微的动静 紧接着 几只海鸟突然飞了起来 吓了几人一跳 冷妹儿快走几步 就在刚才几只鸟栖息的地方 发现了几窝野鸟蛋 哎 这有野鸟蛋 你们瞅着点脚下啊 真的吗 草丛里就野鸟蛋 林燕然不信邪地跑过去看了眼 果然 就见到沈青脚边的草窝里 就有几个小孩子拳头大的鸟蛋 他也跟着捡了起来 就这么一小片地方 就发现五个鸟窝 数了数 竟然有十七个鸟蛋 不过 这些蛋要放在哪儿啊 我们还要上岛 现在就拿着这些蛋是不是不太方便 不拿 等回来再说 大家小心一点 别个踩了就行 抬头看了眼 这座岛好像还挺高的 山市也有些陡 穿过这片草垫子 前面的树也就慢慢多了起来 孟德奎已经主动走到众人的前面 很快 他便发现了野生动物的脚印 这里应该有动物处吗 只不过这种脚印 我没见过 悠悠随便看了一眼那地上的痕迹 说道 应该是海龟 而且个头还不小 估计是上岸产卵 就是不知道他怎么会跑到 离岸这么远的地方 冷媚儿一听是海龟 顿时眼前一亮 他的空间中 海里就没见过海龟 等下说什么也要带几只 或是弄几颗龟蛋放空间里 李欣怡大大松了口气 知道是海龟就好 这要万一真有狼什么的 那他估计要被吓死 离岸风几个脸上的表情 确实有些失望 他们包里可都带着家伙呢 就盼着碰上几只大家伙 能抓活的就抓活的 抓不到就杀了吃肉 顺着一条小路 几人慢慢地朝山顶走 冷媚儿和悠悠这会儿落了后 这片海岛上的产物 还是很丰富的 就这么会儿功夫 他已经看到不少的蘑菇 以及一些木耳 忽然前面的李欣怡喊道 那边有水伤 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离岸风等人 已经朝他手指的方向走了过去 绕过几棵不知名的大树 朝斜前方走了二十多米 一条宽约半米左右的山泉水 从上而下 蜿蜒而去 崔元胜用手捧了一捧山泉水 说道 甜的甜的 真的 非常甜 李欣怡刚才想阻止 只是晚了一步 这会儿还是忍不住劝道 崔少 我们又不是没水喝 这山里的水 到底是不卫生 还是不要喝了 崔元胜倒是给他面子 直接将双手一松 泉水顺着他指缝就全漏了出去 你说的对 那就不喝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299集 走吧 咱们继续往山里走 哎 都说老林子里能踩到人山林枝啊 我怎么就一根也没瞧见呢 岛上树木十分茂盛 没走一会儿 就又惊起一大片飞鸟 整个就是一处鸟岛 冷妹儿就有些手痒 她的空间苍蓝山的鸟类倒是不少 但是海鸟类就没见过两只 就像海里她从来没有发现过鲨鱼一般 可能是当初龙凤空间创造出来后 就一直没收集那些物种 对于冷妹儿来说 那样的海就是不完美的 找到机会 她一定要把那些物种收集进空间 完善起来 诶 有人认识这种红果吗 众人还没走出多远 一株三米多高的树上 挂着一片红彤彤的果子 这果子大约巴掌大 长得圆通通的 通体红色 鱼筋夺跟猴一般爬上了树上 伸手就要摘 冷妹儿提醒道 诶 你小心点 这果子大概是不能吃的 弄不好就有毒 你千万别让果子的汁水沾到身上 那我还是不摘了吧 万一再中毒了呢 你小心点就行了 就算有毒 也应该不是什么碰着急死的多 上都上去了 不摘几个下来不是亏死了 鱼筋夺小心翼翼地摘了两个果子下来 多的她是一个也不敢摘了 她是真怕死呀 拿着两个果子下了树 直接递给了冷妹儿 然后她就飞快打开自己的背包 从里面掏出一瓶矿泉水 冲洗自己的双手 冷妹儿拿了一颗递给牧场 自己则是拿着红果闻了闻 接着拿出一把匕首削掉了一小块皮 里面的果肉竟然也是红色的 将那片果皮放进嘴里 刚要咀嚼 孟德奎便朝她吼道 赶紧吐了 你怎么什么都吃啊 刚不还说有毒吗 你中毒了怎么办 冷妹儿给了她一个放心的眼神 舌尖上已经生起一股麻麻的感觉 她立刻运转功法 很快那种感觉便消失了 没事 别担心 我只吃了一点点 也知道这果子的功效了 具有麻痹作用 而且见效奇快 牧场一听顿时升起了兴趣 怪不得这么鲜艳的果子 竟然没有鸟儿来吃呢 原来它竟然能起到麻痹的作用 等一下下山一定要多摘一些 带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孟德奎面色不善地 一把抢过冷妹儿手里的那颗红果 你火不火啊 啥都干嘛嘴里塞 你就算想研究也可以先收起来 等回去再化验吧 冷妹儿不说话 头低垂着脚尖在地上戳了两下 丽南风等人一看 嘿 这下好了三哥竟然把嫂子给吼了 嫂子肯定是抹不开面了 竟然赶紧出来打圆场 哎 三哥 咱们继续往前走吧 你瞧瞧你这大嫂门 把鸟儿都吓飞了 咱都这岁数了 太暴躁了 不好 孟德奎还想再说什么 却是被立南风和楼一北 硬拉着往前走 牧场给了老婆一个眼神 林嫣然立刻走过去 拦住了冷妹儿的胳膊 亲亲 咱们也走吧 不用搭理那个小子 他从小就不会说话 小时候他来我家做客 我当表姐的主动跟他说话 结果他爱搭不理的 还嫌我话多 当时可把我给气的 我想动手给他屁股来两下 可惜 他从小就长得高 我怕自己打不过他就没敢动手 没敢动手 你还说的这么热闹 悠悠悠悠拉了拉冷妹儿的袖子 姐 你真生气了 冷妹儿看前面的人 已经走出去十几米远 侧头朝悠悠灿烂一笑 没有 好不容易找到借口吼我一回 我要是不配合 她多没成就感啊 悠悠明显松了口气 哦 那就好 你要真生气了 我就想去做姐夫一顿了 想到孟德奎被悠悠揍得一头包的样子 冷妹儿不禁黑黑黑的笑了起来 别人家男主都是武力直报表 给女朋友遮风挡雨披荆斩棘 到了她这儿 媳妇她打不过 悠悠这个小姨子她还打不过 甚至她连两个机器人也打不过 总之就好惨一难的 林嫣然只看到这姐俩小声嘀咕 并没听心他们在说什么 但她也没问 而是赶紧拉着这姐俩追上前面的人 这时 两只兔子突然在小路上窜过 孟德奎心里正憋着火呢 手里握着的棍子瞬间出击 一个练气器的高手打两只兔子 那真是 力气都得收着点 要不然就是一个脑僵蹦裂 就像现在道上的那两只一样 哇 三哥 你这动作也太快了一点 我都没反应过来呢 这俩兔子竟被泥棍子弄死了 就是这死相有点惨 毕竟半拉脑袋都被弄没了 孟德奎心下怎么想的没人知道 但面上却是表现得极为平静 是难看了点 要不就直接扔了吧 别呀还能吃的 这可是新鲜的野兔肉 平时想买还不一定买得到呢 三哥 你再接再厉啊 孟德奎打定主意 再看到猎物 可一定得守清点了 要不然都和那两只兔子似的 也太难看了 唉 都是气得 下手没个轻重 顺着蜿蜒的小鹿 又往前走了一会儿 出现了一片空地 地上是一大片的野花 李星怡见花心喜 过去就开始采野花 周松元看得直摇头 女人呢就是喜欢这些滑而不实的东西 不 这些破野花 是不实也不滑 真不知道她图个啥 李南风见她已经踩了一大把 便提醒道 好了 走吧 马上就要中午了 咱们出来转一转就下去了 你弄那些没用的玩意儿干嘛呀 李星怡忍不住瞪了她一眼 这破岛就在这摆着呢 还能跑了怎么当 你们男人就是一点也不懂浪漫 小心娶不到老婆 我们这群人里啊 最没有浪漫细胞的就是三哥了 可三哥现在不也找到嫂子了 说起这个李星怡也是心里不愤 虽然只一起出来一天多 但她也不是瞎子 晋三少对这个沈青 那真是好的没得说 昨天晚上 她亲眼看着两个人一起在厨房做饭 吃螃蟹的时候 晋三少还亲手给沈青扒螃蟹来着 看得她当时心里那叫一个酸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集 想想平时靳许泽那高冷的劲儿 孟德奎有样学样 立刻一扭头 看向自己媳妇所站的位置 赶紧洗洗眼 哎呀 人长得帅就是麻烦 明明这么多老光棍在 偏偏就被她看上了 这都叫什么事呀 其实这些人里 周松云才26岁 真心不大 然而 在孟德奎眼里 24岁还找不到媳妇的 那都是老光棍 总之一句话 那就是这些男人都不太行 李心仪顿时大感受挫 也不想再磨蹭了 干脆攥着手里的野花 继续往前走 只是 她心里到底是多有不甘 他们李家在杭氏 也算是一等一的家族 她又是李家唯一的独女 这次到京城 只因为李家有意 与立家联姻 所谓的远房表妹 也不过是怕立南风排斥联姻 双方家长找出来的借口 可是在立家住了几天 立南风对她这个表妹 根本就不来电 正好李心仪对立南风也不太满意 论有本事 她不如她的大哥 论经商手段 她不如同辈的晋三少 论长相 就算是崔元胜 都比她得李心仪的心 所以李心仪打算开始 广撒网多捞鱼 这次跟着立南风一起出来玩 本就存了 从这些人中挑个男朋友当的心思 只是没想到 事情并没有按照她想象的发展 京城这些富二代们一个个全是直男 看到她这么漂亮的大小姐 竟然连一个主动套进户的都没有 她也故意找机会和这几个单独说过话 然而 结果让她很失望 崔元胜有点多情 女朋友不知交了多少个 余金夺明显是对那毛丫头有意思 牧长就不要想了 她家实力再强 可嫁不住她都结婚了 孩子都有了 姓娄的天天冷着一张脸 而且就算她不冷着脸 李心仪也看不上 这些人中 她是最拿不上台面的 只是一个小小的设计师罢了 最后只剩下一个周松云 可人家有未婚妻 挑来挑去 她最后还是把目光 盯在了晋三少身上 嗯 长相最佳 也是年轻一代中最有钱的 她还体贴 最关键的是 她和沈青的事 晋家并不同意 这是整个京城上流阶层 都知道的事 而且 沈青的家事 让她充满了优越感 一个普通的农家女 连大学都没上过 还离过婚 拿什么和她比 不过 三少和沈青 正是黏糊的时候 她绝不能这么冒冒失失的凑上去 就像刚才那样 她只是看了近三少一眼 就引起她的反感了 嗯 她得想个别的办法 因为心里想着事 她就没看路 一不小心 踩到一块突起的小石头 直接向右侧歪了过去 李星仪赶紧抬手去扶树干 然而下一秒 她立刻惊呼出声 啊 有啥 众人立刻回头 就见她扶着的那棵树的树枝上 正趴着一条斑斓的红色小蛇 因为李星仪的这一叫 那蛇已经转过头 双眼直直盯着李星仪 口中不停地吐着信子 舌头也已经抬了起来 闭嘴 别叫了 立南风拿着手上的棍子 朝树枝上的那条蛇便打了过去 砰的一声 原本要攻击李星仪的蛇 被打了个接接湿湿 直接从树上掉落地上 然而那蛇并没有死 从地上翻了个身 在立南风继续下手前 扭动着身体急匆匆地逃走了 女人就没有几个不怕蛇的 林嫣然被这蛇吓得 直接猫在了牧肠怀里瑟瑟发抖 太可怕了 那蛇不会回来报复咱们吧 我看 我看它好像是有毒的 牧肠拍拍妻子的肩膀说道 别怕别怕 它好不容易保住了自己的小命 哪还会回来报复 它又不傻 李星仪也被吓得不轻 这次 她乖乖走到立南风身边 寻求保护的意思很明显 好了 你也别怕 这蛇呀 通常情况下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 只要你不激动它 它自己就会主动离开 走吧 很快就到山顶了 一行人继续前行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 终于到达山顶 直到这时 冷妹儿才发现 这座荒岛 还是不小的 光是山头就有三个 它们爬上来的这一处 只是三个山头中最高的一个 边上还有两个山头 全逛下来 可能一天时间都办不到 山的另外一面就是崖壁 看着十分陡峭 下面就是礁石和海水 立南风站在崖顶 朝着大海 就是一通啊啊的乱叫 不知道停在哪的海鸟 被它们吓得扑隆隆的 就飞向了天际 喊完之后 觉得心情舒服了不少 胸口的玉器都没了 行了 已经快十二点了 我们也下山吧 可惜了 还以为能看到两只大家伙 结果 什么都没有 立南风遗憾地说道 楼一北抬手 就照着他肩膀来了一下 行了吧你 还有嫂子们在呢 真要有大家伙 还不得把她们给吓着 提到嫂子们 两人立刻朝四下看去 结果就看到 他们的三哥跟嫂子 在屁股后面挖草呢 三哥 嫂子 你们挖那些破野草干什么 咱们又不是没吃的 要吃草 冷妹儿挖下一颗药草 然后直起身 想吃也不能给你 这是药 中草药 孟德奎赶紧也把自己挖到的 递到媳妇手里 她可聪明了 看着手里这颗和媳妇的一样 她才挖的 只不过她这颗比较小罢了 冷妹儿看了一眼那颗草 拿过来直接扔了 这颗就是真的野草了 媳妇 我明明看到 它们是长得一样的 哪一样了 一个带锯齿 一个不带 一颗四叶 一颗杂乱无规矩 一颗有药味 一个只是草味 好了好了 下山吧 咱们今天可以野餐了 可惜只有两只野兔 还要再弄些别的事才行 一行人从山顶原路返回 路过那片草垫子时 冷妹儿小心地将能找到的鸟蛋 全都收了起来 然后悄悄地放进空间里 冷妹儿早就给大壮打了电话 让她提前架个烧烤架子 游艇上倒是有烧烤架 可惜那个是垫的 不能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妈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301集 调味料什么的都是现成的 几个大男人很快就把那两只野兔 串到树枝上烤了起来 立南风几个还把鱼网拿了出来 就在岸边撒了个网 别说还真网上来几条鱼 净够中午做烤鱼吃了 冷妹儿想到早上自己还活了一盆面 便又回了游艇上 将包子蒸了出来 顺便熬了些鱼汤 反正出来玩就是图开心 他们也就怎么开心怎么来 午饭过后 大家打算继续探索这座小岛 可是李欣怡死活再也不肯走了 她怕蛇也怕累 宁愿窝在船上的房间里睡觉 也不肯上山了 一行人倒是没勉强她 她爱咋地咋地 冷妹儿特意吩咐二状盯着她 一旦她下了船就要跟着她 不能让任何人出事 三座山头 这次一行人选了左边的这座山头 反正对于探索未知的事物 大家可都是有兴趣的 而且这次上山 众人之间的气氛可是和谐多了 半山腰上 于金朵眼尖地发现了一个山洞 同志们 这里有一个山洞 你们说 这里有没有可能藏着一条巨龙 还有巨龙的宝藏 去 进去看看吧 这山洞看样子 是人工挖出来的 看看 这边上还有挖掘过的痕迹呢 都小心点 这说不定里头啊 已经有了住客了 孟德奎提醒道 他这话音刚落 山洞内就冲出一道身影 吓得众人齐齐向后一退 那家伙冲出来后 照着林嫣然脸上伸出了爪子 牧场一把抱住了妻子 把后背暴露出去 眼看 他的后背就要挨上这么一爪 好在孟德奎离他不远 见到活物要攻击人 手上棍子一抬 照着那活物就撩了一下 这一下他用了巧件 那东西被他撩到洞穴边的树上 众人定睛一看 竟然是只猴子 猴子被打了这一下 疼得唧唧直叫 但饶是如此 他的目光还是盯在了林嫣然身上 老妹儿瞅了眼猴子 又打量了一眼林嫣然 最终被他发现了端倪 原来海岛上的风有时会很大 林嫣然为了不让自己的头发被吹乱 就带了个香热钻的发卡 猴子从洞里就被那只发卡吸引了 因此这才会突然窜出来 老妹儿走过去 将那枚发卡摘了下来 表姐啊 这发卡是不是很贵啊 不贵不贵 就一万块都不到 那等回去 我送你一个新的 说吧 他将那枚发卡 朝猴子的方向一丢 那猴子立刻一个飞扑 将发卡捡了回去 然后迫不及待的 就将发卡往自己头上戴 众人心想 合着这位还是个爱美的 而且人家的眼光还挺好 专往值钱的东西上钉 可是猴子又有什么错呢 人家只是爱美而已 他们不能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发卡 就把人家弄死不是 不过 探探这个洞还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 利南风试着往洞穴的方向走了两步 猴子没反应 再走了两步 猴子还是没反应 于是利南风就一溜烟地进了山洞 山洞其实并不大 只不过因为光线问题 在外面看不太清楚 地上堆着一些枯草 破衣服 破罐子 还有几个破矿泉水瓶 堆在山洞的一角 猴子明显不是生活在这里的 因为这里没有猴子生活过的痕迹 很快鱼金躲起人 也跟着进了山洞里 啥也没有 还以为能弄点好东西呢 你想弄点啥呀 比如猴儿酒啦 金银财宝啦 藏宝图啦 可这个山洞一眼就能看到头 明显什么也没有嘛 利南风道 你想猴儿酒 应该跟着那只猴子 去他老拨看看 至于金银财宝嘛 这洞太小了 放不下一条龙 当然就更不可能 藏着金银财宝了 鱼金躲被他这么一提醒 果然又窜出了山洞 那只猴子戴着发卡 已经走出去二三十米了 鱼金躲觉得臭美猴 得了好东西 肯定是回家 跟他的男猴分享去了 于是他又快步跟了上去 牧长不放心 嘱咐崔元胜两个赶紧跟上 惹恼了猴子群被抓都是轻的 这可真不是闹着玩的 他这么一说 利南风几个全都跟了上去 当然 他们也想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猴儿酒这种东西 就连牧长最后也拉着林燕燃跟了上去 很快山洞里就剩下了三个人 孟德奎 冷媚儿 悠悠 媳妇 你没走 难不成是这山洞里有问题 没问题 只不过是有个箱子 那箱子里是啥呀 枪 一打现金 一本护照 还有减养手势 该不会是泰勒西岛上 那些杀手买的吧 嗯 极有可能 那我们要不要给拿走呢 现金不过五万多一点 手势也是一些耳锥戒指之类的 最贵的一条项链也是纯黄金的 顶多值个三四万 嗯 手枪里只剩下五颗子弹了 哎 得 那还不够费事呢 里面有护照 估计也是想脱离杀手组织的 还是别动了吧 做杀手的 有哪个不是身不由己 既然这个人想退 那咱们不妨成全他吧 他现在有些相信十八和二十说过的 杀手组织死扣的那些话了 要不然 这个小箱子里也不至于只有这么点财产了 可是压榨的这么明显 他们也不怕这些杀手联合起来 一起反抗他们吗 那就走吧 看看南风他们去 两下分开 孟德奎多少有些不放心 等三人找到丽南风等人时 这些家伙正被一群大大小小的猴子包围着 历南风的背包已经被猴子抢了过去 拉索被拉开 里面的东西被丢了一地 其中就有一把精致的匕首 就丢在历南风身前不足一米的地方 历南风的表情看起来也有些紧张 好在除此外 并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东西 要不然就真的要抓瞎了 就算是这样 这群大大小小大约二十来只猴子 也没打算放过这一行人 有只公猴子还从地上捡石头 朝几人身上丢 孟德奎看着狼狈的几人忍不住想笑 不用说这群家伙真的闯了 人家猴子的窝了 南风 你们是怎么把这群猴子给惹鸡眼的 不会是真发现猴儿久了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零二集 利南风赶紧摇头道 孙哥 你快想办法把这些猴子弄走 我们就是跟着那只臭美猴子过来看看 刚走到那猴子洞口 也不知哪里惹他们不高兴了 就开始攻击我们 冷媚儿几乎是下意识就要脱口而出 不可能 如果他们真的什么都没做 这群猴子是不可能主动攻击他们的 可是现在不是问这个的时候 这些猴子因为他们的到来 已经要攻击他们了 冷媚儿可不会对这些原住民动手 毕竟人家的领地被入侵了 哥谁谁不及 在那些猴子手举凶器 要朝他扔过来时 他迅速打开背包 从里面拿出几只香蕉 掰开扔了出去 然后还打开一瓶矿泉水 放在了地上 一开始 众猴子们还稳得住 抓住香蕉 便七手八脚地分了 然而当那瓶矿泉水被打开后 其中一只看上去就十分强壮的猴子 立刻有些急切地朝那瓶矿泉水走了过去 他的视线不住地在水和冷媚儿脸上徘徊 而冷媚儿却一直带着淡淡的笑 猴子试探着靠近了些 冷媚儿开口道 拿去喝吧 喝完了我再给你拿 猴王唧唧地叫了两声 然后飞快地捧起那瓶矿泉水 就跑回猴群之间 小心翼翼地端起瓶子往嘴里送 咕咚咕咚几口下去 那瓶矿泉水就剩下了一半 他满足地擦了擦嘴巴 然后亲自端着瓶子 将瓶口对准了一个肚子明显有些大的母猴 母猴直接粘开了嘴巴 就着瓶口喝了两大口 然而猴王已经拿回了瓶子 母猴不满地哼唧了两声 但也没有动手去抢 乖乖地在一边抓狮子去了 猴王又将剩下的水分给了身边的其他几只母猴子 直到瓶中滴水不剩 被石头砸得鹅角鼓起了一个大包的利南风 心里那叫一个惊奇 是不是人长得漂亮了 拿出来的水都比别人的好喝呀 还是说这年头连猴子都要看脸了 明明他包里也有矿泉水 可是这些猴子怎么都不喝呢 不过管他们喝不喝的呢 死时不跑还更待喝时啊 然而不等他招呼几人离开 那猴子又把他们围上了 利南风瞬间欲哭无泪呀 这群猴子到底为什么要盯着他们呢 矿泉水瓶空了 猴王将空瓶递给了身边的母猴 然后几步走到冷妹儿身边 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 叽叽吱吱地叫了几声 冷妹儿不懂授予 于是猴王就有些着急了 两只手臂不住地比划起来 冷妹儿这次看明白了 你是在叫我跟你走 猴王见他终于明白了 顿时点了点头 然后拳头带路 朝他们的洞穴走了过去 冷妹儿抬步就要跟上 孟德奎紧张地拉住他的胳膊 会不会有危险 要不还是别去了 放心应该没事的 再说了就是一只猴子 是一群 好了好了 是一群行了吧 那猴王已经不耐烦地 在前面频频招手 冷妹儿赶紧跟了上去 一人一猴就这么走进洞穴 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 洞里有人 不 是洞里有猴 冷妹儿视线十分的强 就算洞里很暗 他也能清清楚楚地 看到洞里的一切 山洞很大 走进去七八米 转了个弯 才能看到前茂 和人一样 猴子也是追求舒适的 洞穴的地面上 铺着一层稻草 稻草上 还铺着一些明显是有人穿过的破衣服 另一脚上 堆了一堆的野果子 红的青的都有 拿着发卡的那只臭美猴 就站在水果堆旁摆弄着手中的发卡 见冷妹儿跟了进来 那猴子指着那堆野果子 支挖乱叫了一气 反正冷妹儿是没听明白 猴王见他不动 就自己走了过去 绕过那堆水果 把臭美猴一把拉开 这才示意冷妹儿赶紧过来 冷妹儿走过去看了看 这堆果子堆后 竟然是一小堆亮晶晶的 不规则的石头 钻石 猴哥呀 这东西你是打哪弄来的 猴哥有听没有懂 但很快他又比划起来 他直指冷妹儿的背包 又直指那堆圆钻 抓起一把 就往冷妹儿手里塞 冷妹儿接过钻石 然后小声询问 你要把这些石头送给我吗 冲美猴一开始 没明白猴王要干什么 但看他抓起那些亮晶晶 就往那个女人手里塞 他立刻不干了 一屁股就坐在那堆圆石上 猴王呲牙朝臭美猴吼了两声 然而臭美猴压根就不害怕 猴王没办法 急得抓耳挠腮 好一会儿后 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朝着冷妹儿 做了一个仰博的动作 好在冷妹儿脑子转得还算不慢 也迅速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大碗 然后又朝碗里倒了一些灵泉水 你是说让我给他喝些水吗 猴王先是闻了下那碗水 然后才点了点头 冲美猴已经不需要猴王说什么了 灵泉水的味道实在是太诱人了 他端起碗就开始喝了起来 当然 这时他因为那碗灵泉水 已经离开了那堆圆钻 猴王脸上似是出现了一抹笑意 他的手快速笔画着 见冷妹儿不动 他就将那些圆石往他脚边挪 冷妹儿一开始还以为 这家伙是要把所有原石都给他 然而 大概挪了十块左右 他就不动了 然后 直指臭美猴手里的那只碗 冷妹儿试探着问道 猴王 你是要我用灵泉水换这些石头吗 猴王眼都亮了 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然后眼巴巴地望着冷妹儿那个背包 冷妹儿简直被他弄得哭笑不得 这家伙竟然要和他做生意 不过 给几只猴子一些灵泉水 他倒是没什么舍不得的 更何况 人家还要用钻石换呢 他从洞穴里看了一圈 终于发现一只 破损了一个缺口的罐子 那 在那只罐子里行吗 猴王先是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自是在想他话里的意思 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亲自走过去 将那只三四十公分高的罐子搬了过来 冷妹儿看了眼罐子 里面没有明显的脏污 他立刻把灵泉水引了进去 猴王看着那些舅舅而出的灵泉水 闻着那水中浓郁的灵气 兴奋地围着那坛子走来走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零三集 冷妹儿只等那坛子再也放不进一滴水 才停了下来 猴王拉着他重新指了指那些原石 这次 他又从那堆大小不一的原石上 扒拉了大约三分之一 放到冷妹儿脚边 这是真的要和自己做生意了 看他不动 猴王似乎有些为难 接着 他又从那堆原石里扒拉出一些 这一扒拉 两堆原石就差不多一般多了 接下来 猴王就死活也不肯再多给一颗 看向冷妹儿的眼神也有些防备 似是生怕他将剩下的原石也给抢跑 猴哥 设一堆是给我的 猴王点头 那我就全收走了 谢谢你了猴哥 他手一挥 一小堆原石就被他收进了空间里 猴王看了眼消失的原石 又看了眼让原石消失的女人 再看了眼那罐子 好香好香的水 眼前的人莫不是个神仙 猴哥 能告诉我 你这些原石是从哪弄来的吗 猴王这次没能听明白他话中意思 冷妹儿觉得这样说话太累了 他直接询问系统 童子 系统奖励我的那些饲料能不能给猴子吃啊 给龙吃都行 哼 他妈这祸吃枪子了 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上一世 那些饲料后来就没有再用 一直留在仓库里 他干脆拿了一些放进一个小碗中 递到了猴王面前 猴王小心地嗅了嗅 然后一把拿过小碗快速地吃了起来 冷妹儿就站在一边安静地等着 臭美猴早就喝完了碗里的灵泉水 这会儿正一脸眼馋地看着猴王碗里的食物 猴王四是察觉到臭美猴的视线 不由地用手护住了小碗 而且还背过身去 并且加快了吃东西的速度 那个小碗也就是放了四粮左右的饲料 猴王吃得又快 不大功夫就全吃完了 冷妹儿觉得这些饲料绝对能够让猴子开炙了 猴子是最聪明的动物 可比鸡的智商高了太多了 连花花吃了一顿掺了料的饲料都开了炙 他不信猴子不行 然而 那猴王吃完碗里的东西 立刻拉着他走到了那堆原石处 然后朝小碗指了指 这次冷妹儿很容易就明白了 你是说让我再给你一碗吃的 你用剩下的所有钻石和我换 这次猴子猛地点了点头 冷妹儿好奇极了 这家伙都能听到他话中意思了 干嘛还要再和他换呢 不过多给一碗也就给了 没啥大不了的 冷妹儿又在小碗里放满了饲料 猴王接过小碗就塞到臭美猴手里 好嘛 这还是一只有福同享的猴子 臭美猴想来应该就是他的婆娘了 看小媳妇吃得欢 猴王把地上那堆原石全堆到了冷妹儿脚边 示意他赶紧收起来 冷妹儿可就不客气了 这些东西虽然只是原石 还未经过切割 也不知道他们的品质 但哪怕是傻子也知道 就算是品质不好 这堆东西也是值了天价了 光是拳头那么大的原石 就有二三十块 他是真的很好奇 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一挥手 将原石全都收紧空间 他又从空间里 拿出一些香蕉葡萄 放在那堆原石上 猴王看着那些水果 被凭空变出来 简直是佩服极了 眼前这个女人一定就是神仙 这些东西也是神物 他都不舍得吃了怎么办 冷妹儿放完吃时便询问起来 现在能告诉我 这些原石你是从哪弄来的吗 那里还有这些东西吗 猴王这次终于听懂了 可惜他还是说不出来 只能用手飞快笔画着 可惜笔画了半天 冷妹儿也没看懂 猴王急得直挠头 还是臭美猴吃完东西 朝着猴王一针叫唤 叫唤了几声后 臭美猴一把拉过冷妹儿的袖子 用手笔画着朝外走去 冷妹儿忙问道 你是带我去 你们发现这些石头的地方吗 臭美猴立刻点点头 然后扯着他的袖子往前走 另一只手还朝前指了指 一人两猴很快出了洞穴 洞穴口 孟德奎正一脸着急地等在那里 见自家媳妇被一只猴子拉了出来 立刻就要动手抢人 冷妹儿赶紧制止了他 没事 他们要带我去找好东西 不碍事的 说吧 他又朝着猴王说道 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 能不能别围着他们了 猴王立刻一挥手 众猴们立刻散了 厉南风等人齐齐吃惊 这猴子竟然能听懂人话 走吧 跟着一起去看看 孟德奎不管别人 直接跟在媳妇身边 猴王吃了饲料后 直接开了窍 知道这些人和这个女神仙是一伙的 也没了敌意 带着一群人就朝着山的另一面走 那是一条很窄小的蜿蜒小路 有的地方甚至没有路 猴王还怕这些人跟不上 走一会儿就要停下来 等等后面的人 众人跟着两只猴子 绕过山腰 走到山的背面 沿着小路再下山 下面可是一片大海了 嫂子 这猴子不会是要拉着咱们去掉海吧 这里可没路了 冷妹儿也很好奇 这地方连路都没有了 更没有什么洞穴 猴王到底是要带他去哪 站到礁石边 猴王终于停了下来 他抬手指了指海边 又指了指 然后做了个古怪的动作 冷妹儿顺着他的手指 发现礁石的缝隙里 有一些船只的碎片 他抬眸朝海里看了一眼 自然而然的 神石也被他放了出去 很快 便被他发现一些东西 走到礁石下面 用脚轻轻踢了踢 礁石下的沙子 一个不规则的 泛着金银光泽的东西 就被他踢了出来 快看 是圆钻 大家赶紧在这附近找一找啊 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 林嫣然飞快地跑到 冷妹儿身边 看着他手里那块 钻石原石 眼里全是满满地吃惊 这真的是钻石吗 唉 那青青岂不是发大财了 这块原石都有鸡蛋大了 得卖多少钱啊 周松云也喳呼起来 嫂子 快给我看看 快给我看看 林嫣然想起来 这小子家里可是开珠宝公司的 立刻将手中的原石递了过去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304集 是真的 确实是钻石原石 可惜我手里没有工具 但是 就算这颗原石的纯净度一般 也值老钱了 他们这些人里 真的没有穷人 可是谁又怕钱多呀 尤其是这种随手捡来的 而且还是钻石这么贵重的东西 大家立刻寻找起衬手家伙 在沙滩上挖了起来 事实上 刚才他在猴王的窝里 得到的原石不论大小 一共178块 而在这一小片海岸上 最少还有60多块 甚至 海里也有零星的几块 不过 因为海浪不停拍打 那些原石被埋得要比岸上的深得多 想要弄出来还是要费些时间 悠悠 你去船上拿下工具 光用树枝挖太慢了 有好东西当然是要大家一起分享了 而且是这种相当于挖宝的游戏 大家一起玩可是有意思多了 鱼金多道 还是我去吧 怎么能让他一个小姑娘抛腿啊 孟德奎心道 小姑娘能打你这样的一百个 悠悠这一天多被鱼金多烦得不行 得了姐姐的吩咐便抬腿跑了 眨眼就消失在林间的弯道上 鱼金多心想 这是装了一双飞毛腿吗 太阳已经到了半山腰 照到人的身上也有些暖洋洋的 沙滩上有些刺眼 周松云吭哧吭哧地挖着沙子 脸上全是兴奋之色 其他人也不遑多让 手上动作不慢 恨不得立刻把这些沙滩全都翻上一遍 哎 你们说 这些圆钻到底是怎么来的 牧场手上动作不停 心里已经有了一些猜测 估计是有人黑之黑弄了这么一堆圆石 但是运气不好 传出了事 人也死了 刚巧被这群猴子看到 丁妹 猴子是不是送你钻石了 是 我看那是圆钻 便问他们在哪捡的 这两只猴子呢 就拉着我往外走 我还以为这原石是谁 悄悄地藏在山上某个地方 后来被这群猴子发现 拿回洞里的呢 没想到啊 竟然是在这沙滩上捡的 猴王听到冷媚儿提到她 立刻手忙脚乱的一顿笔话 可惜动作太多了 她又说不出话来 根本没人能明白 她在表达的意思 猴王急得抓耳挠腮 突然她灵机一动 手指了指冷媚儿背后的背包 你想要我的包 猴王猛点头 冷媚儿把包摘了下来 大家都好奇 猴王在干什么呢 没想到她一接过包 就像是拎行李箱一样 拎着包走到海水里 然后又朝臭美猴招了招手 两猴唧唧唧唧的说了半天 好不容易停了下来 紧跟着她朝冷媚儿示意了一下 猴王指了指远方 然后嘴里发出砰的一声 接着就拎着包往沙滩上跑 身后臭美猴赶紧追 也不知道她从哪捡了个小石头 握在手里 冲着猴王的方向就是砰的一下 别说 这两个猴子学的还挺像的 猴王听到声音猛的向前一扑 手中的包也飞了出去 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 把背包的拉链全都拉开的 包飞出去的同时 里面的东西也都淋淋散散的落在沙滩上 然后她又躺回了刚才摔倒的地方 猛的一翻身 右手朝着臭美猴的方向也是砰的一下 紧跟着 她就一动不动了 臭美猴挣扎了几下没能起来 最后终于头一歪 定格 为了让这些人看得更明白 两只猴子躺了好一会儿 才有了动作 他们滚啊滚啊就滚进了海水里 可能是海水有些凉 两只猴子几乎刚进水里就爬了起来 嗯 你们是说 船爆了 有两个人飞快地跑 他们互相开枪都死了 然后涨潮了 两个人全被冲进了海里 他们手上的箱子坏了 里面的原石就散落一地 你们把原石捡回去了 对不对 两猴子站在冷梅牙面前 用力地点了点头 众人简直是看得目瞪口呆 利南风甚至觉得 他不想养狼 也不想养鹰 他有点想养这两只猴子了 他们实在是太聪明了 冷梅牙这次实在是没办法 从包里再拿什么东西给两只猴子 因为包已经被摊开在众人面前 里面呀 是没有一样是吃的东西 他摸了摸猴子的脑袋 你们先回去吧 我们下午在这边挖那些石头 等我们忙完了就会去看你们 到时候给你们带好吃的 猴王一听有好吃的 立刻用力地点了点头 然后带着臭美猴 顺着原路离开了 两只猴子刚走没多久 悠悠就拿着几样工具回来了 利南风看着这些工具 好闲没笑出声 里面确实有两套铲子 这应该是买游艇的时候 人家给准备好的 剩下的竟然有六把厨房炒菜用的铲子和勺子 好吧 这些总比破烂木头好用 孟德奎拿了一把正常的铲子 把冷妹儿往礁石上一放 你坐这看着就好了 活我来干 反正这些东西也不够用呢 没错 就算加上厨房的铲子勺子 也插了一个人的工具 孟德奎干脆不让自己的小媳妇动手了 免得磨破了手 冷妹儿倒是没飞抢着干 她家男人要把她当公主宠着 她当然要给她宠了 顺手将背包往石头上一放 屁股一挪就坐了上去 行 那我就看着你干 不过你可得给我争气点 千万别什么也挖不到啊 孟德奎给了她一个放心的眼神 她发现两次进入练习期后 都能感受到一些微妙的东西 比如 含有富含灵气的物品 这种感觉不太强烈 她只能感受到一个大致位置 但这也已经足够了 拿起铁铲 孟德奎挑了位置便挖了起来 两分钟后 在猴王刚才躺倒的地方 挖坑的崔元盛突然叫了起来 我挖到了 挖到了 你们快看呢 这块比嫂子刚才找到的那个还要大 利南风几个立刻凑了过去 跟块冰糖似的 怎么也能切出几克拉的界面吧 你小子运气够好的呀 几个人分别拿起那块钻石 全都看了一遍 最后牧场酸了巴唧地来了一句 羡慕别人的没用啊 怎么还是自己赶紧动手扒拉吧 说不定等一下都能挖到呢 沙滩并不大 因为猴子们不知道钻石的价值 当时并没有立刻过来捡 等臭美猴看到亮晶晶的石头时 一部分原石已经被沙子埋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305集 这几个男人都不是没脑子的 很快就找到窍门 越往上的时候 原石埋得越浅 越接近海水的地方就埋得越深 很快 牧场也找到了一颗 用他的话说 那种兴奋的感觉 快赶上当初娶媳妇时的激动心情了 这个老男人拿着挖到的原石 第一时间就跑到媳妇身边 将东西递了过去 等回去 用这颗原石给你做一件首饰 肯定非常漂亮 接下来 这些人一个个的全都有了收获 眼见着这一片沙滩就要全被翻完了 天也已经暗了下来 几人都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 这沙滩上是真有货呀 周宗云运气比较好 这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就挖了整整七颗原石 林燕燃更是弄了一颗 鸩唇淡大小的黄色原石 切出一个界面是绝对没问题的 两夫妻加一起也一共弄了八颗石头 好了 没地儿可挖了 咱们也回去吧 嗨 嫂子呢 孟德奎拍了拍身上沙子 朝远处看了看 就见 他的小媳妇正站在海岸边 看着海水发呆 突然起了逗弄的心思 他弯腰攥起一把威士的沙子 弄成了一个沙子球 然后用力朝冷妹牙身前丢了过去 沙球砸进海里 发出一道不小的声响 也记起了一大棚水珠 见了闭谋练功的人 一脸一头的水珠 冷妹牙刷的一下睁开眼睛 转头起身 看向了某个还没有收回 作案的手的男人 他抬袖擦了把一头一脸的海水 咬牙切齿地喊道 谢徐泽 媳妇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 你姓吗 我姓 我姓你个大头鬼 扯我不弄死你 说完 把腿就朝 孟德奎的方向 跑了过去 孟德奎一看 情况不太瞄啊 好像媳妇真生气了 她赶紧转身就跑 丽南风从后面起哄道 三哥 你跑什么呀 啥时候胆这么小了 嫂子 还能把你怎么招了 是咋的呀 孟德奎心道 我不跑 难不成 还要等在原地 让媳妇揍 让你们看热闹吗 我也不傻啊 这么想着 她脚下速度不由的又加快了 她快 她身后的人也快 两人很快就消失在了山道间 崔元胜催促道 哎哎 都别傻站着 赶紧的 拿上家伙是快追啊 又热闹不看白不看呢 于是 一行人拿上勺子铲子 也赶紧跟了上去 然而 这些人一直跑到了游艇上 也没能看到 那两个他们要找的人 殊不知 孟德奎现在也是鬼惊鬼惊的 他就怕真被媳妇抓到 暴打的时候 被那帮兄弟看到 直接拐进了林子里 他本来跑得挺乐呵的 以为媳妇轻易抓不住自己 然而跑出一段路后 媳妇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孟德奎这才想到 他家媳妇可是会顺移的 看样子 他是逃不过媳妇的魔爪了 但 他不想被揍啊 怎么办 想了想 他干脆装作 没杀住闸 直直的就朝着媳妇怀里 扑了过去 冷眉牙还以为 他会转身就逃呢 没提防他会直接扑过来 还被他扑了个满怀了 赶紧给我松开 我不松 媳妇别气了啊 我就跟你闹着玩呢 我以为你能躲开的 冷眉牙双臂都被他搂进怀里 睁了两下没睁开 赶紧放开 小本小舅我揍你 孟德魁还真就松了胳膊 双手搂住他的小蛮腰 你打你打你打 使之打吧 只要你能出气 怎么打我都行 说吧 他低下头在心里未谈 舒服啊享受啊 可惜了 不能天天抱着媳妇睡 真是太他妈遗憾了 冷眉牙被他这副耍流氓的行径气到了 抬手用力推了推他的脑袋 然而他推完 那家伙也只离开一秒 冷眉牙抬手就在他健硕的臀部拍了一巴掌 给我正经点 嗯 媳妇 某人见媳妇不动 将自己的身体继续往前送了送 一手附上女人娇软的臀部 一手抬起女人的下巴 低头就吻了上去 唇半辗转 炙热的呼吸 让周围空气的温度都上升了几分 冷眉牙原本还要将人推开的 可是 那吻的滋味太过美好 两人的呼吸交缠 身体紧紧相贴 这个吻九点九 九到唇半终于分开时 两人都狠狠喘了口气 孟德奎看着小媳妇红扑扑的小脸 急剧起伏的胸口 忍不住再次栖生而上 然而这一次 却被一只白嫩嫩的小手挡住了 行了 再闹你更难受 孟德奎忍不住 又在他身上蹭了蹭 再这么下去 我真要憋出病来了 媳妇 咱们结婚吧 你也不想将来手活寡吧 想结婚 你可有的想了 我妈说了 要考验你个三年五年的 而且 就算我妈同意 我也不会答应 男女朋友之间要做的事 我们一件也没做过 你呀 姐有的憋呢 好 回去我们就天天约会 直到你满意为止 现在我们要回去了 要不然南风他们该不放心了 说吧 他就要牵冷梅牙的手 然而却被女人躲开了 孟德奎不解得到 媳妇 怎么了 别以为你一通胡搅蛮缠 我就忘了刚才 你见我一连水的事 说 你想让我怎么收拾你 我都能成全你 那你在床上收拾我吧 我躺平了 你随意 树林子里的鸟儿 似乎都感受到了 他这股不要脸的劲 扑拉拉的飞走了 冷梅牙实在忍不住了 啪的一巴掌就甩了出去 孟德奎可怜兮兮的 捂着自己被抽得生疼的胳膊 媳妇 其实我更愿意 你用另一种方式抽我 如此不要脸的货 到底是哪跑出来的 他现在退货还来得及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306集 两个人手拉着手 回到游艇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吃饭的时候 李欣怡有些臭脸 冷梅牙对此直接视而不见 别人的心思他没工夫猜 只要他不惹到自己头上 管他闹什么腰呢 这些人也是默契得很 竟然没有一个人提起 关于捡到原石的事 吃过饭后 李欣怡想找个机会 在进三少面前刷刷存在感 可惜人家说自己累了 直接回房休息 他也只能回了利南风船上 准备练练瑜伽 把晚上吃的东西 全都消化掉 他走后 其他人全都聚集到了 多功能市里 利南风导 来来来 快看看我弄到的钻石 长整六块 而且个头都不小 嫂子 你赶紧选一块 算我送你的 崔元胜也道 没错 也在我这里挑一块 赶紧的挑完 咱就回去睡觉了 明天早上 我打算再到海边试试 说不定还能再找着 一颗两颗呢 龙妹儿有些纳闷 这两小子 怎么都让他挑啊 然而接下来 就连楼一北几个 也把自己挖到的原石 摆在了桌子上 包括林嫣然 那块黄色的原石 也被拿了出来 你们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要让我挑 这些都是你们 自己挖到的呀 我们商量过了 是你摆平那些猴子的 也是你让猴子 带我们找到沙滩上的 要是没你 我们也挖不到 这些钻石 而且你还一颗没挖 所以就决定 一人让你挑一颗 还有 这个岛也是人家选的 船也是人家的 没有他叫他们 一起出海玩 这些原石 他们一颗也得不到 龙妹儿赶紧拒绝 我没挖 进取则挖了 他的就是我的 而且呢 大家出来玩 就是图个开心 别算这么清醒嘛 崔元盛道 嫂子 托你的福 这次出来 我们可真是玩开心了 但也想让你开心开心嘛 你赶紧拿吧 拿完 我们就准备休息了 平时没干过什么活 突然忙活了两三个小时 我现在胳膊腿 全都是算的 就想回去睡一大觉 明早起来再过去看看 说不定 还能再挖些东西呢 没错 嫂子你就拿吧 跟我们还客气什么 老妹儿是真不想拿 毕竟 她得到的 可比这几位多多了 她正要再拒绝 孟德奎突然有了动作 行了 她脸皮薄 不愿意拿 我帮她挑好了 然后 她就在每个人的原石里 分别挑了一颗 她挑的全是最小的 三哥 你拿的也忒小了 切割出来 还能剩多少 就这么着吧 都是自己人 客气来客气去的 显得生分 被她这么一说 众人也不客气了 乐呵呵地 将自己的原石 都收了起来 那我们就回去休息了 我这老妖 真是坚持不住了 赶紧走赶紧走 明天你们要是 继续去挖呢 就尽管去 不出意外呢 下午咱们可就返航了啊 牧场几人 纷纷给出一个 OK的手势 海鲜吃了 还正好挖了几颗原石 还跟猴子来了场对峙 看了场猴子表演的墨剧 这可真是一次 让人心情愉悦的旅行啊 等人都走后 孟德奎将自己挖到的 那些原石 也全都拿出来 冷妹啊一看 可能是吃惊坏了 你怎么挖这么多啊 就见 孟德奎拿出来的这些 竟有十五颗之多 而且个个都是大颗的 其中一颗 竟然是颗蓝钻 收起来 等回去给你做两套钻石手势 蓝色那一颗弄个戒指袋 说着 他就将这些原石 推到冷妹啊面前 我不要 你自己收着吧 何王送了我不少呢 那你等我把手势做出来 再拿给你 夜 漆黑一片 无星又无月 海上风平浪静 一条快艇载着七条人影 朝着目标地点快速驶去 在海上高速行驶了两个小时后 众人面前是雾蒙蒙的一片 十八小声提醒道 主人 就是这里了 这里就是泰勒西岛 不知道为什么 这座岛常年被雾笼罩着 路过的人很难发现岛上的状况 地图上也没有泰勒西岛 不过 这座岛外围有防御系统 一旦有外人靠近 就会引起岛上人警惕 如果只是路过 他们不会做什么 可一旦有人试图上岛 那就只有一个结果 哦 啥结果呀 劫财劫色 然后杀人灭口 快艇上只听到一声 冰冷无情的轻哼声 媳妇 你打算怎么上岛啊 快艇速度已经慢了下来 因为他们所处位置 已经接近了岛上的警戒线范围 两个办法 一是我黑了他们系统 咱们悄悄上岛 逐个击破 二是 咱们闹个大的 就这么打上去 不是他死就是他死 那就直接打上去 于是快艇继续朝着泰勒西岛前进 十八给大壮指路 绕到了上岛的小路口 那里正停着几艘小船 同时 还有对持枪核弹的黑衣人守在路口 把手举起来 船靠边挺好 敢乱动 立刻乱枪打死 孟德奎心道 到底是先举手还是先开船 好吧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除了大壮外 几人都乖乖地双手抱头 船靠了岸 几人在黑衣人的枪口上 一个挨一个上了岸 天色黑漆漆的 十八和二十又做了一些伪装 竟是没人能认出他们来 泰勒西岛不小 几个人被押着上了一辆电动巡逻车 走了大概十分钟 才到了泰勒西岛的中心位置 一处两层高的楼前 这一路上 他们看到的巡逻队就有三次 每隔一段路程还有站岗的哨兵 可想而知 这整座岛上的防卫力量到底有多强了 报告 楚教官 抓到七名奸细 您现在又是温吗 老规矩 把人行人地牢里 等我睡醒了 再去收拾他们 为首的小队长 立刻一端枪 冲着孟德奎等人一挥枪口 跟我走 都老实点 孟德奎还想看看 门里那个说话的穷大人 长得到底是什么样 动作就慢了些 没想到 跟在队长后面的那个黑衣人 直接端着枪 照着他肩膀就要狠狠地砸下去 第三百零七集 跟在他身后的冷妹儿眼神冰冷 抬手照着黑衣人的手腕就是全力一击 只听咔嚓一声 黑衣人的右臂直接垂了下来 手中的枪也脱了手 冷妹儿伸手一接 同时吩咐几人道 杜手 其他人顿时抱起 一对十人的巡逻队压根就不是几人的对手 就在门里的穷教官反应过来前 十人小队包括队长全都被拧断了脖子 紧跟着一串枪声响起 穷根本没看到人 却可以根据外面的动静精准地点射 七人在地上迅速方滚躲开 从门里射出的子弹 然后迅速寻找遮蔽物 孟德奎掏出上次搜出来的手枪 对着楼房里就是砰砰几枪过去 但对面楼里的人反应极为灵敏 几乎是开完枪就躲避起来 自然这几枪就全都落了空 这么大动静 自然是把岛上的巡逻队轻动了 很快 冷妹儿就听到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冷妹儿一派闲置地 靠在院里一棵大树之后 手里却早已握上了一把硬币 穷刚才被压制了一下 躲在墙后斜斜一笑 那双灰眸中浮现一抹 遇见猎物时的嗜血之气 他拿起对讲机 对所有人吩咐道 手后外围 连只苍蝇都不去飞出去 现在我们开始抓老鼠了 冷妹儿的神石 早就将周围方圆几百米的范围 全都笼罩起来 自然也听到穷的声音 心中不由吃笑一声 抓老鼠 就是不知道最后谁是老鼠了 寂静的海岛上 一下子热闹起来 原本守在楼外的哨兵 这会儿全都行动起来 子弹上膛 对着外面的空地 就是一阵扫射 十八和二十 为了在主人面前好好表现 率先开枪反击了回去 大撞二撞手里的枪 也没闲着 抬手就是两枪 然后迅速换了个位置 子弹随后就落在 两人刚才藏身的位置 冷妹儿小声提醒道 往外撤 向他们往右后方的树林里引 再晚一点 咱们就要被围在里面了 孟德奎立刻带人朝外撤 撤退中 他抬手将几盏路灯全打爆了 原本就漆黑的海岛 这下更加暗了 七个人快速朝着右后方 边打边撤 岛上的人追得很紧 大撞二撞负责殿后 但那些巡逻兵离得近时 立刻抬手就是一人两枪 追得最近的四个人 瞬间歪倒在地 一命呜呼 后面很快传来咒骂声 小心点 对方有两个神枪手 遇上了打死不乱 不用客气 接下来 这些人就在后面远远地坠着 不靠近 但同时不远离 而且附近也有人冒了出来 危机他们的人越来越多 冷妹儿仔细观察着周围环境 岛上的监控密密麻麻 他边撤 边将那些摄像头一一打掉 岛上监控室内 穷的大长腿搭在办公桌上 脸上带着一抹视血笑意 监控屏幕上 那个女孩美丽的眼睛 望向屏幕后仰手的一幕 成为了最后一幅画面 他舔了舔有些星红的嘴唇 灰色的毛子带着一抹残忍 告诉所有人 那个女孩留给我 我要让她成为我的奴隶 站在她身后的人 立刻通过对讲机通知下去 可惜这道命令刚下达 就被当事人听到了 冷妹儿忍不住勾起嘴角 奴隶 很好 后面有子弹正射过来 冷妹儿一把拉过 孟德奎的胳膊 两人躲过了那颗射过来的子弹 脚下速度也不由加快了 很快树林便出现在了 异形人的视线中 请树林都小心点 树林中有陷阱 她话音刚落 几只利剑飞速地 朝一行人的方向射过来 众人迅速就地一滚 躲过了那几只乱剑 然而 那剑并没有停下来 七人再次躲避 没想到等剑终于停下来时 七人竟然全都走散了 冷妹儿不慌不忙地 找了一棵大树 爬到树顶上 然后拿出小金自动开机 小金 帮我连接岛上的网络 黑掉所有监控系统 小金欢快地声音响起 好的主人 小金遵命 屏幕上很快出现一堆乱码 乱码持续的时间绝不超过五秒 很快一切都消失不见 紧接着监控室里的人发现 他们所有的监控画面都消失不见了 冷妹儿将小金一收 紧接着一个瞬移 就消失在了树上 林子里细细缩缩 发生一些声响 孟德奎的听力 也仅比自家媳妇插上一些罢了 左后方 一共进来四个人 他手中的枪已经收了起来 换成了一把削铁如泥的匕首 在两人靠近的时候 匕首翻转 刷刷两下割断了两人的喉咙 他的身子迅速变换一个位置 另外两人听到动静过来查看 可惜看到的只是两具还带着热气的尸体 两人迅速转身背靠后 试图找到那个按下杀手的人 却没想到 树上突然伸出一双大手 将两人的头用力相撞 碰的一声 脑骨碎裂 慢慢地软倒在地 孟德奎从吊挂的树上一遇而下 拿出匕首 又在两人脖梗上捕了一刀 接着他将四人身上搜了一遍 武器全都搜走 夜市一收进储物戒指 然后迅速消失在树林里 冷妹儿顺移至监控室外 接着 十分有礼貌地抬手敲了两下房门 谁 冷妹儿没出声 一声的人也警觉地拿起桌上的手枪 悄悄走到门边 猛地一把将门拉开 右手同时扣下扳机 然后子弹飞出去 他才发现门外根本没人 紧跟着他就搏梗一腾 人便晕了过去 冷妹儿打量一眼这个监控室 没想到 他竟然来晚了一步 那个想让他当奴隶的人 竟然已经离开了 监控室里 只留下一个看守的人 其他人不知所踪 冷妹儿走出监控室 开了一辆岛上的巡逻车 直奔海边 那个叫穷的人 不是说 要守好外围 不让一只苍蝇飞出去吗 正好 他也是这么想的 一路上 竟然没遇到几个巡逻的人 因为所有人都去到树林那边 想把入岛的间隙抓起来 倒是外围还有人在守着 巡逻车绕着岛转了一圈 提前准备的硬币频频飞出 眼见着就没剩下几枚了 空间里倒是多了一堆热武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308集 将这些人全都处理了 停在两个道口的船只 也全被他收进了空间中 那些死尸 也全被他扔进了海里 岛上的人想逃 除非游泳走 如果运气好 碰到路过的船只 说不定真能捡回一条命呢 重新回到监控室 冷妹儿让小金重新连接监控 整个岛被分为了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管理层办公的地方 一部分是训练场 两个部分是完全隔开的 这边动静这么大 训练场那边 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连半点动静都没有 树林里的监控 清晰地显示在屏幕上 可是里面的情况 可不怎么妙啊 小树林中 大约被近百名黑衣人围了起来 百对六 孟德奎几人可是压力不小 不时有枪声响起 十八的肩上已经中了一枪 好在是贯穿上 他自己处理了一下伤口 就要继续开始战斗 拿出手机 拨通孟德奎的电话 孟德奎的耳机自动接听 三点钟方向 五十米外两人 孟德奎小心从树后探出身子 刚好有两人的身形暴露出来 他抬手就是两枪打了出去 然后也没看打不打得中 直接转移了位置 紧跟着十八和二十 也接到语音通话 枪声在林中频频响起 悠悠就跟在孟德奎身后不远处 他的任务就是照看姐夫不让他受伤 所以从岛上开始 他一次手都没出过 孟德奎 十二点方向来了八个人 你小心点 孟德奎迅速窜到树上 当八人小队过来时 最后一人直接被拧断了脖子 他还极小心地将人靠在树干上 并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接着又将靠近树干的其中一个 直接一掌拍晕 手中匕首再次出现 一刀正中其中一人后心 可惜那人临死前发出了声音 被剩下的五个人发现了 孟德奎直接脚底抹油 借着树干的遮挡 快速向前逃了出去 耳机里 冷妹儿冷静地指挥着 向左边逃 大撞二撞已经准备好了 这时 监控室外突然响起了脚步声 冷妹儿放出神识 黑发灰眸 五官立体 身材高大 没想到 竟是刚才那个叫穷的邪四男人 带着人回来了 这可 真是好呢 监控室的门 已经被人一把拉开 只是当穷 看清门里的情况时 手指迅速扣动扳机 冷妹儿身子一侧 躲开了那颗子弹 手中硬币 嗖嗖地就出了手 穷的双手双腿 全都被打断了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但手中的枪也掉在地上 后面的人一看 情况不对 二话不说 就砰砰开起了枪 停 都停下 别开枪了 人了 屋里哪还有人 众人面面相觑 妈的闹腰了 这时 一道清冷的女声 突然想起 你们 在 找我吗 众人齐齐回头 却发现 原本应该被她们杀死的女人 这会儿 这会儿正一脸冰冷地站在门外 阴森森地看着她们 鬼啊 强声再次响了起来 但和刚才一样 那里早就没了女人的身影 众人立刻急急忙忙地四下寻找起来 然而下一秒 他们几个就如破步一般直接倒在了地上 同时 脖子上的血液喷涌而出 收拾完这些小喽啰 冷妹儿将四肢拒断的琼 给拎了出来 饶使全身是血 饶使四肢受伤 此时的琼竟然还能一脸邪色地看着冷妹儿 而且一声疼都没有喊 这是个狠人哪 冷妹儿重新坐回椅子上 而琼被她丢在了地上 琼依然笑着 灰色的毛子里 是正常人看不懂的神色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如果你肯让我睡一次 我可以让这座岛成为你的囊中之物 冷妹儿弯腰 将脚上的漂亮鞋脱了下来 琼还在继续说着 你知道这座岛没你的收入吗 是你想都想不到的数目 冷妹儿握住自己漂亮的鞋子 照着琼那张漂亮的脸蛋就扇了过去 啪 男人的脸被扇得歪去了一边 脸上也出现一个明显的红痕 琼好子根本没有感觉到疼 英俊的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痛苦的神色 他继续说道 你是不是因为我说让你陪我睡一次生气了 这有什么可惜的 你应该高兴才对 一个女人最大的魅力 就是让男人想睡她 而且相比岛上每年 净十亿的收入 你这一睡可以说是天家了 你又没吃亏 冷妹儿的回答是握着鞋 继续朝她脸上抽了下去 区区十亿很多吗 琼本来就贪坐在地 这下她连坐都坐不了 直接躺在了地上 亲爱的 别再动手了 我怕你那白嫩嫩的小手被伤到了 你不适合穿这种宽大的运动服 这样把你的好身材都遮住了 还有你的鞋 你就应该穿那些漂亮的高跟鞋 那样能把你的身高再拉长些 唉 你能把裤子留上去一些 让我看看你的小腿吗 女人的腿 如果长出小腿肚 那可是很减分的 要不然 让我亲手摸摸也行 冷妹儿确定了 眼前这个人绝对是个心理变态 甚至心里有些偏执 疼痛对她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想用这个威胁她 几乎很难达到目的 你说 我要是把你第三条腿踩烂了 会怎么样啊 嚣张的声音夹嚷而止 冷妹儿终于在她那双灰眸里 看到想要的神色 怎么不说话了 你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 穷一脸防备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生怕下一秒 这女人就会突然动手 把她直接给废了 你想让我做什么 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 我可以放你走 但最后能不能活 看你自己的命 刀上除了我以外 还有三大教官 一个在求是 两个 驻扎在训练场 最近岛上来了一批新人 他们 去尝闲了 你动作快点的话 应该还能让他们少 祸祸祸两个人 新人才多大呀 他们也能下得去手 小姑娘 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世上 还有恋童屁三个字啊 冷妹儿只想骂娘 她刚上岛的时候 明明用神石查探过 训练场那边风平浪静 所有人都已经休息了 哪里看到有新上岛的孩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309集 你说 那些人在哪 新人都会被送到地下巡收场 一个月后能活着出来的人 才有资格成为杀手 这批新送进来的 有五十个人 昨天已经死了三个了 冷妹儿不想听下去了 拎起琼 就朝训兽场走去 临走前 她也没忘了 看一眼监控屏幕 还好孟德奎几个 虽然被围了起来 但目前为止都是安全的 老老实实地给我指路 要不然我就直接踩爆你 虽然琼是个 从不在乎自己生命的人 虽然他四肢拒断 但琼依然下意识 夹住了两条腿 当初十八和二十 并没有和冷妹儿说过这件事 如果说过 他一定会第一时间 查探地下的情况 这个地下巡收场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已经三年了 每年被送过来的新人 都会先关到巡收场 满三百人 就开始进行淘汰训练 最后剩下的二十人 再经过试炼 才有机会成为岛上的 战士杀手 你也有恋童癖吗 为什么你没和他们一起 我喜欢成熟的 就像你这样的 前途后巧 最关键是 脸蛋漂亮 让我一看 就兴奋的爆棚 恨不得 立刻把人弄到手 冷妹儿直接将人 往地上一摔 熊觉得自己的尾巴骨 直接被摔断了 到了嗓子眼里的话 也被吞了回去 再敢跟我胡咧咧 我就真的不会这么客气了 熊翻了白眼 也不知道是疼的 还是被威胁的无语了 哼了一声后说道 想右转 若口在那块大石头下面 喂 女人 你叫什么名字 要不是他还有用 冷妹儿早就把人 扔到水里喂鲨鱼了 他妈的 都四肢聚残了 还在这装什么 邪魅奸狂霸道杀手饭呢 这人真是见得无敌了 多疼都不带哼一声的 他若真的把他废了 估计反而会起到反效果 想从他口中 听到半句真话 都不可能了 我以前以为自己喜欢的 就是那种 温柔 美丽的女孩子 可是自从 见了你的第一眼 我就想征服你 尤其是 你扮着一张 漂亮的小脸 把我收拾得 痛不欲生时 我对你的想法 就更加坚定了 她妈你这是 有受虐倾向 机关在哪儿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就告诉你 机关在哪儿 我叫你爸爸 你爸爸 只要让我睡你 让我叫你小祖宗都行 算了 谁让我喜欢你呢 在地上深一些的那块地板上 踏三下就行 冷妹丫 直接一手刀将人披晕 然后按她说的 找到位置 踏了三下 前方的地面 自动分开了 一道黑油油的洞口 便漏了出来 仔细一看 那是一道 向下旋转的楼梯 冷妹丫着人 就进了这个地下训兽场 楼梯转了两圈 终于到达了地面 入目的是一条 黑漆漆的涌道 涌道上 隔上三米远 就有一只 昏黄的小灯亮着 神石瞬间释放而出 说是训兽场 这里真的养了不少的猛兽 一走进涌道 就能听到那些野兽的嘶吼声 冷妹丫知道 这是岛上的人 故意饿着这些猛兽 他们吃不到东西 就一直持续在暴躁状态 不停地嘶吼 而夹杂在这些嘶吼声中 有两道细弱的呼救声 冷妹丫顺着声音的方向 将神石探了出去 下一秒 冷妹丫直接脸色大变 就见一间宽敞的房间内 几十个小孩子 全都被捆了手脚 挤在房间的一角 他们全都低垂着头 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 一张脸恨不得埋进地里 似是生怕被人看见似的 空出来的地上 铺着一张 能容十个成年人 睡觉的大毯子 此时 这张大毯子上 正有几个浑身赤裸的孩子 还有一个被扔到了地毯边 身无寸缕 血肉模糊 且已经气息全无 冷妹丫隔空就是一个抬手 那恶心的男人 便毫无预兆地凌空飞了出去 紧跟着 冷妹丫再次一抬手 另一个已经傻眼的外国男人 也被摔在几米外的墙上 房间中的孩子们 一开始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明明前两天 他们还在家里当着小公主 小王子 眨眼间就进入了这人间炼狱 他们昨天就眼睁睁地 看着几个同伴 被那两个男人折磨死了 今天 他们又来了 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人 他们全是魔鬼 他们不想死啊 可这些魔鬼不会放过他们 他们好怕 真的好怕呀 他们不要被丢去 为那些野兽 也不要被那些魔鬼欺负 他们同伴已经死了好几个 是亲眼看着同伴们的尸体 被扔进了兽笼里 然后被那些野兽分尸 只是他们不知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那两个魔鬼 此时竟然全倒在地上 这是老天终于睁开眼睛了吗 那两名恶心男人 只是晕了过去 却并没有真的死掉 其中一个 已经呻吟着翻了个身 一群孩子们 吓得再次色索起来 冷媚儿一个瞬移 直接出现在房间里 她一脚 将那个马上就要清醒过来的男人 踹得脑浆蹦裂 接着又踩到那名外国人的脊骨上 咔嚓一下 骨碎的声音响起 男人即使是昏迷着 也被疼得梦哼一声 接下来便没了反应 这时她才有功夫打量屋里的这些孩子 孩子们早就被吓得浸若寒蝉 冷媚儿伸出一只手指 在唇间比划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噓 姐姐不是坏人 是来救你们的 大家不要发出声音 悄悄的 等一下我就带你们出去 好不好 众孩子听到可以回家 简直如同听到了天籁 有个小女孩把脸上的眼泪一擦 小心翼翼地问道 姐姐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 不过你们要听话才行啊 所有孩子立刻屏息静气 有几个甚至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努力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 直到这时 冷媚儿才有功夫 打量地毯上的这几个孩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一十集 打开背包 从里面掏出急救的药物 冷媚儿直接拿出一些灵泉水 帮这些孩子清洗伤口 又给几个孩子喂了些灵泉水 希望他们的伤能快些好起来 处理完五个孩子的伤 冷媚儿又借着背包的遮挡 拿出几套衣服 他空间中没有这么大孩子能穿的衣服 但上衣可以拿来当裙子穿 总比这么光着强啊 冷媚儿看了看那些挤在一处的孩子 你们有谁愿意帮姐姐照顾一下他们呀 几个稍大点的孩子主动站了出来 姐姐我可以 我也可以 我们我们都可以帮忙 冷媚儿朝这几个孩子点了点头 她故意出去转了一圈 然后从空间里拿出一些吃石和矿泉水 你们几个把这些吃的分下去 姐姐很快就会回来啊 姐姐 姐姐 还会回来吗 那个声音小心翼翼 又可怜至极 生怕他们再次被抛弃 冷媚儿重重点了下头 嗯 等把外面那些害你们的人清理干净 我就会来接你们 你们千万不要乱跑出去 记住了吗 众小孩子奇奇点头 眼中的害怕和惶恐 重视少了些 这么长时间过去 梦德奎那边也应该结束了 他得上去露个面 省得那家伙不放心 刚才他拿出手机试过 这地下信号被屏蔽了 打不了电话 从阶梯处返回 石头边的琼竟然消失不见了 地面上有一道很明显的痕迹 不像是琼自己爬走的 倒像是被人拖着走的 而且他下的手 他自己清楚 琼不可能会自己醒过来 放出神石 他寻了下琼的身影 这个岛可真够神秘的 训练场下是隐蔽的训兽场 琼两次离开 他放开神石都没有找到人 而且 二十和十八提到的 那个茶 目前为止 他连个影子都没找到 这座岛不可能 只有五名教官控制 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幕后之人 那些钱 也应该在幕后之人的手里 拿出手机 拨打了悠悠的电话 悠悠 这座海岛上 有什么好东西吗 没有 刚上岛的时候 我就找过了 什么贵重东西都没发现 老妹儿也找过了 他还以为是自己茶找的不仔细 才会什么都找不到 毕竟不说别人 岛上这五名教官也不会没有私房钱 可连悠悠都这么说了 那就是真的没有了 训兽场里他刚才弄死了一个 还有一个晕着 穷被人救走 还有一个茶 以及另外一名叫凯特的教官还没见到 你们那边结束了吗 在清扫战场 今天晚上姐夫大开杀戒 最少干掉了四十人 你问我十八 他知不知道教官们的住处啊 十八可能是离他们本就不远 很快便接过电话 主人 我们这些杀手虽然从小生活在岛上 但是训练场这边和主楼那边是分开的 教官们的所有事 包括住处 对于我们来说全是隐私 我们是不知道的 而且组织里的等级制度非常严格 我和二十是同一批进来的 所以比较熟悉 不是同一批出来的 几乎连交流的机会都没有 这也就能理解 为什么那些孩子在地下训兽场 而十八和二十之前 一次也没提过的原因了 训兽场是三年前才开始使用的 杀手之间没有互相交流的机会 自然也不知道 后来这些人要经过那么残酷的训练 好 那你们动作快点 我去找那个穷 想要知道这座岛的真正秘密 必须从这几名教官嘴里套话才行 放出神时 整个泰勒西岛再次被他笼罩其中 这次他直接检查起了地下 终于他找到穷的身影 那里 应该是岛上的监狱吧 一个瞬移 冷媒儿出现在监狱的入口处 此时的门口并没有一个人看守 门口有微弱的灯光透出来 冷媒儿快速地闯了进去 监狱在地下 越往里走 越觉得阴气森森 地下监狱也并不大 里面的三个牢房里 关押着两个犯人 其中一间是空着的 而这两个被关押的犯人 此时也已经睡着了 拐了一个弯 终于到达了审讯室 审讯室的墙上 挂满了各种刑具 那些刑具上 满是暗黑色的痕迹 不用说 那些痕迹都是干涸的血迹 只是那个被绑在椅子上审讯的男人 变成了岛上的教官 熊 啪的一声 鞭子抽在熊的身上 说 我父母是谁杀的 我知道你知道 你只要说出来 我就放你走 我知道动手的人不是你 熊比他大了太多 他进岛的时候 熊已经是岛上的教官 属于岛上的管理层 即使他不知道真正动手的是谁 但也肯定知道一些线索 之所以说熊不是动手的人 是因为这个人非常的奇怪 他从不出任务 只负责训练新人 在他的记忆里 这个男人从来没有离过岛 这件事他也和别人打听过 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 所以 杀了他父母的肯定不是他 熊舔了舔嘴角的鲜血 灰色的眼眸 恶狠狠盯着眼前的男人 凯倫 你知道的 凡是动过我的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 要么你现在弄死我 要么 你就等着我 亲手捏断你的脖子 冷妹啊 这时才知道 原来眼前这个一脸仇恨的 就是那个第五教官 再仔细打量一眼 他突然愣了愣 这个男人不就是他在荒岛上发现的 那本护照上的男人吗 你知道的 泰勒西岛完了 今天上岛的那些人 个个都是狠角色 我们的人死得没剩下几个了 所以你要是不直接告诉我 那就只能去死 你死了 我还是可以查问到答案 而你 死了也就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一十一集 穷心岛 这家伙还是不太了解他 什么时候他穷 会受别人的威胁了 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拉响警报 让全岛戒备 别忘了 岛上还有训练场那边的专业杀手存在 训络兵和他们不是一个等级的 而且数量不对等 他们再怎么狠 也只有死 凯伦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穷 你知道我判这天判了多久吗 如果今晚这些人没来 顶多一个月 我就会把这个岛炸上天 你们造了多少年了 每年将近三百个孩子 从世界各地位送到这座岛上 经历那些惨无人道的训练 还要杀死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同伴 一步步从智能可爱变成恶鬼 而那些丢了孩子的家庭 你们知道他们有多痛苦吗 你们不知道 你们只知道利用这些孩子为你们赚取高昂的佣金 让你们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 对了 我忘了 你穷是个例外 因为从我认识你开始 你就在这座岛上生活 你顶多比那些孩子们吃得穿得好些罢了 那些纸醉金迷回金如土都和你没关系 你顶多杀过几个不听话的学员罢了 所以你说说 你这么为那个人卖命到底是图什么 穷被他这么一问也是一愣 对呀 他到底屠傻 你怎么知道 你的父母是被岛上的人杀死的 真以为谁都跟那群傻子似的 你们说什么我都信 什么家人的命在你们手里 赚的钱每个月都会回到家里 我一个字都不信 那几个人不过是你们买通配合你们罢了 只可惜他们配合了你们 却也丢了小命 我都为他们不值 不过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天生记忆力超群 身边发生的每件事 只要我不想忘记 就能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养父养母的样子 一张随便糊弄人的照片 能骗过任何人都糊弄不了他 刚被掳到这个岛上时 他被打过被骂过 可他从不反抗 只为了能活下来 活着回到那对真心对他好的夫妇身边 孝顺他们 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十年 整整十年 他成了这批人中最优秀的种子选手 然后 他十六岁就开始接任务 比同批的那些孩子 整整早了两年 一开始执行任务 岛上是有人跟着他们的 他没有着急 而是以出色的表现完成了任务 几次任务下来 岛上的人对他的监控就少了 于是他趁着出任务的机会 回到了他记忆中 那个和养父母一同生活的家里 然而 他的家没了 并且早在十年前 他失踪的那天 养父母便没起中毒一起死了 他恨啊 原以为当时他被掳走 养父母最多就吸了点迷药 晕了过去 可没想到 他们就那么死在了那个夜晚 他不明白 那些人只要把他掳走就好了呀 为什么还要杀了他的家人呢 后来 看着电视上 那些抱着孩子的照片 努力寻找到父母时 他明白了 他们是怕麻烦 怕有人会找他们 只要人死了 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了 想到什么 他直接拨通了一个电话 电话只响了一下 就被接通了 阿枫 可以行动了 记得小心一点 好 简单的通话 从拨打到挂断 总共也没用上十秒钟 但 听到的两个人全都明白 凯伦在杀手那边还有安排 他肯定是已经策反了一部分人 借着今晚这场意外 提前行动 琼原本还有些怒气的 这一瞬间突然有些释然 你就算是把所有人都杀了 也找不到真正的幕后黑手 没用的 这个刀 以及这里所有人对他来说 只是一个工具 为他赚钱 并排除异己的工具 你信不信 今天这座倒霉了 不会对他造成半分影响 十年前 他可能还需要这座岛上的人 为他做事 可是现在 他可是很希望 这座岛被销毁得彻彻底底 说 那个人是谁 快说 只要你说出来 我就放了你 你们所有人 确实都被骗了 基地不会给任何人的情人打钱 因为你们 有的是被人贩子录来的 有的是被偷来的 有的是被人卖的 还有像你这样的 组织的人 亲自出手 直接让你们成孤儿的 都不知道你们的情人在哪儿 如何打钱 可是我不一样 可是我不一样 我的情人是真的被他控制起来了 我来这座岛上的时候 二十二岁 父母 妹妹 弟弟 一家四口 都被那个人控制了起来 所以 我和那个人 签了合约 一辈子不出岛 但他得保证 我的家人活着 每个月 我能收到家人的消息 我的钱 也确实有一部分 打给了家的人 这是真的 我 每年还可以给家人 打一个电话 但 我同样不知道 那个人是谁 这个岛上唯一知道 那个人的底细的 只有茶 你想知道他是谁 就得问茶 凯伦手中的鞭子 啪的一下掉在地上 茶前天离岛了 他当时说要见个朋友 归期不定 而早在一个小时前 也就是 冷媚而黑掉 岛上所有监控时 琼就给茶发了一条消息 岛上出事了 物归 下面还有一张照片 一张七个人 被押到办公楼前的照片 那七个人的脸 实实在在地 出现在了屏幕中 凯伦最擅长的就是伪装 因此 他一眼就看出了 二十和十八脸上的伪装 原本这两人 也是在他们要清理掉的名单之中 只是没想到 今晚 他会以这种方式出现 剩下的五个人全是生面孔 如果事情真如琼所说 那么 他同样也是想揪出幕后之人的 他们甚至同仇敌忾 这个岛上 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 但很多人都是和他们一样 他们也想好好活着 可是现实不允许 没人让他们好好活 没有 也许 从他们踏上岛上这片土地时 他们的命运早已被注定 不是被杀死 就是成为地狱里的魔鬼 手染鲜血 满身脏污 第三百一十二集 可现在岛被毁了 茶却不在岛上 那个害了所有人的恶魔 也没人知道她是谁 那她的仇要如何报 这时一道清冷的女生 想了起来 茶的相片你们有吗 或者她的具体信息 你们知道吗 凯伦立刻警惕地转过身 看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女人 你是谁 和你一样 要抓到茶的人 你和茶有仇 对 生死之仇 没人有她的照片 但基地的监控肯定有派下来 我可以找给你看 再次见到这个女人 熊忍不住 又舔了舔自己鲜红的嘴唇 这是她活了三十几年 头一次这么想得到一个女人 甚至有一瞬她曾想过 如果能和这个女人在一起 什么家人 仇恨金钱 她通通都能放弃 可惜 这个小妞太辣了 貌似有点不好弄 哦对了 她还得保证 自己能活着走出这个岛 要不然命都没了 那些想法还有个屁的用处 你放了我吧 只要你放过我 我知道命可以交给你 我虽然行狠手拉 但也只杀该死之人 我要你的命有什么用 我可以给你当保镖 我给你当子弹 处理一切 你不方便亲自出面的事 熊说得非常坚定 坚定到就连边上的凯伦都觉得 下一秒 熊就可以心甘情愿 为眼前这个女人去死 熊是个混血 她的母亲是M国人 父亲 父亲是弟弟道道的华夏人 除了一双灰眸 和略有些立体的五官外 不仔细看 基本看不出她的外国血统 三十多岁的男人 是最有魅力的时候 虽然她现在瘫在地上 可多年的教官生涯 让她拥有一种 十分独特的气质 如因素一般 引人犯罪 又要人命 然而 那是对于别人来说的 在冷卖阿面前 这个人屁的用处都没有 你觉得我需要保镖吗 尤其是 你这样的 熊觉得 这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她想说 她的厉害 她想象不到 不过想到刚一照面 自己就被对方弄得 四肢俱肺 怎么觉得 她确实有些不咋样呢 我可以当你的狗腿子 我不需要狗腿子 那你打算 把这个岛上的人群杀了吗 冷卖阿摇头 说实话 这次她过来 只是为了从那个叫查的人口中 打听到 要杀尽许泽的人 但是 查梅在岛上 她这次相当于 无功而返 说起来就好气一样 那你也不能杀我了 说起来 我是有些罪贱 可我敢保证 这个岛上的人 没有一个比我干净 包括你眼前站着的这个男人 我自从上了岛 就没有出去过 你知道质疑我这什么吗 我 没有接过任务 至于在岛上杀人 那也是为了自保 她又不是圣母 人家惹到了她 她自然要报复回去 但是杀人的时候很少 她手里的人命 绝对不超过三条 冷卖阿听后 简直难以相信 但看凯伦的反应 这货说的应该是真的了 可我看你不顺眼 而且你说过的话 成功地恶心到我了 你觉得我能放过你吗 这有什么 我活得这么大岁数 能被我看成了女人 屈指可数 你应该感到荣幸 凯伦忍不住歪过了头 这死变态是真的变态 而且还是非常的变态 来岛上这么多年 她就没听说过 她看过哪个女人 也从没看过 她跟知发了情的孔雀一样 朝哪个女人开过瓶 这还是第一次 冷卖阿他妈并没有觉得荣幸 相反 真的很厌恶的好吗 凯伦整理了一下 自己的衣服 然后抬脚就要往外走 他策反的那些人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他得过去看看 等等 我想问一下 训兽室里那些人 你打算怎么处理 凯伦停下脚步道 你才问我 穷道 那两个变态怎么样了 冷卖阿用一种极为怪异的眼神 看了她一眼 她是怎么做到 这么坦然地说出 别人是变态的话的 一个死了 另一个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接着 她又对凯伦重复了一遍 当然是问你了 如果我们不来 你也不会想把那些孩子全杀了吧 那怎么可能 岛上那么多船 直接把他们送到岸上就好 报个警又不费什么事 那你记得 等下带那些孩子一起离开 你就不怕我带着这些人 重新建立一个杀手基地 利用他们赚钱 你不会 我可以肯定你不会 如果给你机会 你巴不得离那些黑暗远远的 你绝对不会再拉上 几十个孩子掉进地狱里 凯伦轻嘲了一声 然后看着冷妹阿的眼睛 郑重地说道 算我凯伦欠你一个人情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今晚岛上的事要是没他 凯伦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成功 而且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留个联系方式 还能互通有无呢 冷妹阿直接拿出手机 给凯伦打了过去 有事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凯伦点头 这些年里 他除了拼命训练 拼命向上爬 试图接触到岛上的核心 找到杀人凶手 为养父母报仇外 也对组织里那些杀手 做了一个测评 有一部分人得到上层的赏识 对组织忠心耿耿 还有一部分人 恨不得立刻离开 这座吃人的小岛 然后回到国内 过上那种 每天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日子 如果可以再娶上 一个小媳妇 生上两个娃娃 那就更舒坦了 剩下还有一些人 他们就属于那种 没什么主见的 想离开这座吃人的小岛 又怕回归正常的生活后 没有能力养活自己 总之有些摇摆不定 凯伦到底 是在这个岛上 生活了十几年 有些想法早已定型 对于杀人这种事 从来都不会手软 那些对组织忠心耿耿的 就直接杀了 想走的 他就把人带上 剩下的一小部分人 经过同意 就帮他们消除记忆 或是吓一下 让他们离开后 夹紧尾巴做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 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一十三集 杀手是没有钱的 但是教官有 虽然那两个一死一生 等我知道他们的钱放在哪里 你想要 我都可以送给你 冷妹儿立刻来了兴趣 他爱财呀 于是 三人一起返回地面 冷妹儿拎着琼进了监控室 凯伦自己播放录像 找查的画面 而冷妹儿 也不想再拎着手上这个男人了 他的手 在穷受伤的四肢上轻轻一抚 那几枚硬币就离体而出 说吧 我要怎么拿到那两个人的钱 我的原名叫夏严成 以后要跟着你 就叫我的本名吧 跟我们这行的 最是缺乏安全感 有钱也不敢放在卡上 就比如我 分到手的钱 全都通过理财 买成一些公司的股份 我现在离开这里 就是什么都不干 光是靠那些股份 都能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 不过 那两个变态就没我这么聪明 他们只知道 把每次分到的钱 换成金子 存到银行的保险柜里面 他们两个没回 干的变态事 就去往喝酒 喝多了 就会什么都往外说 恰好被我听到了 这个死变态的话 冷妹儿要是信了 就是傻子了 还说什么恰好 他故意灌醉那两个 套了他们的话还差不多 那个保险柜 要用钥匙配合密码才能打开的 你现在赶紧去趟他们的房间 钥匙 应该就藏在他们房间里面 这时凯伦突然出声 找到他了 这就是差 冷妹儿立刻 立刻朝监控的方向看了过去 竟然又是华夏人 这个男人看上去 大概四十岁左右 一双眼睛 阴狠而又凶残 看上去就不是什么擅长 他直接将这张图截了平 保存在手机里 然后带着凯伦 去了那两个变态的房间 树林这边 孟德奎将那些人 全部清理掉后 将他们身上的武器 全部收进处无界中 接着又让悠悠搜索了一遍 将那些藏起来的 灵芯黑衣人 全部杀了个干净 处理完这边的事情 他立刻给媳妇打了个电话 这时 冷妹儿已经拿到两枚钥匙 正要去海边奉船 刚巧 孟德奎的电话就打过来 你那边处理完了 可惜了 那个茶并不在岛上 我们想要找到人 还要费些功夫呢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 你们等我一下 我还要把岛上的孩子带出来 顺便带走一个人 就能离开了 他不确定 凯伦是不是在这岛上 安了炸弹之类的 他也没功夫 一寸寸的用神石寻找 既然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还是快点离开才好 你们找几辆岛上的观光车 到训练场的出口这里等我 孟德奎自食应了下来 挂断电话 冷贝尔询问凯伦 牢房里 关着的那两个人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岛上的杀手还是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具体身份 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就对了 因为好人都死了 冷贝尔几乎是瞬间就明白他的意思 地狱里只有魔鬼 或是和魔鬼同流合污 才能活着 好人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但 如果这两个人 真不是什么好人 那他们有没有可能 知道幕后之人是谁呢 等下你们离开的时候 记得把那两个人带上 就算从他嘴里打听不到什么线索 但只要把这两个人放出去 肯定会有人坐不住的 说不定就能牵扯出什么别的人来 好 听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沈 好 我听沈小姐的 那么 你就动作快点吧 趁着穷的消息 发出去时间并不长 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应对 赶紧离开 我们并不知道这座岛的主人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实力 但是不用想也知道 他绝对不会放过背叛他的人 所以呢 你们回国后也要小心 最好是隐姓埋名一段时间吧 海伦不由皱了皱眉头 而后又很快释然 他确实得加快速度了 冷妹儿说了这番话后 就重新回了地下训兽厂 那群孩子们因为久不见他回来 已经开始怀疑 姐姐是不是不要他们了 有几个小姑娘 已经呜呜地哭了起来 冷妹儿听到哭声 立刻推门而入 孩子们的哭声立刻停了下来 一道道略带着些惊喜的声音 喊道 姐姐 姐姐你回来了 嗯 我们可以走了 我等一下带你们上船 会有哥哥带你们回国的 只要回了国 就能见到你们的家人了 说吧 他指挥着这些孩子排队朝外走 那几个受伤的孩子 这会儿虽然已经缓过了一些事 但行动起来十分吃力 最小的小女孩 甚至刚走一步 就疼得整张脸都扭曲了 但他生生地忍着 一声都没出 冷妹儿心疼得不行 直接把孩子抱了起来 她还要拉着另一个小女孩的手 可那个小女孩只让她牵自己的手 姐姐 我娘自己走 你抱小妹妹就行了 我没关系的 等到了地面上 就有车可以坐了 你们都先忍一忍啊 四十多个孩子 都十分乖巧地 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 他们生怕自己会逃不出去 会把命丢在这里 等从阶梯上了地面 呼吸到新鲜空气的那一刻 好多孩子都明显松了一口气 冷妹儿也看到了 冷妹儿也看到了 早就等在门口处的 孟德奎几人 你们先带这些孩子去海边 照顾好他们 我还要去一趟监控室呢 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妈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一十四集 不用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冷妹儿说完就走开了 离开众人的视线 直接一个瞬移便到了海边 将她收起来的船只全都放了出来 接着在一个瞬移离开原地 下一秒便出现在监控室外 琼就老老实实地等在监控室里 冷妹儿走进房间 抬手就喂了琼一颗药 现在该叫她下眼城了 凯伦那边还顺利吗 该死的全死了 剩下的人正在被催眠消除记忆 他就是闲的 留着那些雷坠干嘛 这就弄死干净里了 这些人放出去 没有一个能够控制他们的人 很容易做出一些危险的事情 催眠只是封闭他们的记忆 又不是封闭他们的能力 冷妹儿突然就有些感同身手 能好好活着 谁又愿意自己沾满血腥呢 如今组织被他们摧毁 他们还要被剥夺活下去的权利吗 当初他们被带到岛上 没人问过他们愿不愿意 现在他们能好好活着 外人又有什么权利替他们做决定呢 夏言成不说话了 他又不傻 惹恼眼前这个女人 可是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他才不要呢 监控画面上 凯伦已经带着一些人 从楼里走了出来 时间刚刚好 那些孩子也应该到海岸边了 监控室里的东西是不能留的 因为上面有他们所有人的信息 为了以防万一 冷妹儿先是将夏言成扔出房间外 然后将里面所有电子产品 全都收进空间里 看着空空如也的监控室 冷妹儿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拎着夏言成上了门口的巡逻车 直奔海边 凌晨三点 三艘船上放满了燃料和食物 载着凯伦的人 以及那几十个孩子离开了泰勒西岛 冷妹儿几人的快艇紧随其后离开 等四条船全都驶出一段距离后 泰勒西岛上突然传来一连串的轰隆隆的爆炸声 爆炸发出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就连平时笼罩在岛洲的那层浓雾都被炸散了 四条船很快便分道扬镳 载着孩子们的船只 很快朝着滑下的方向开了过去 而冷妹儿这边 孟德奎却是和夏言成对峙了起来 媳妇 我不喜欢她 能不能把她扔到海里喂鲨鱼啊 冷妹儿把衣服上的帽子往头上一盖 头一锤 装死 媳妇 就这么一个四肢皆肺的人 你留着有什么用啊 不知怎么回事 夏言成被眼前这个男人盯着 真的产生了一种错觉 只要他有一点点的松懈 面前这个男人就能将他扔到海里喂鲨鱼 媳妇 冷妹儿有些烦躁 明明来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那么快 一眨眼就到了岛上 为什么回去的路程让她觉得那么漫长呢 第二天一早 一南风几个起了个大早 拿着工具就跑到山后的那片小沙滩上 继续挖啊哑挖 冷妹儿让孟德奎把夏言成扔进十八和二十的房间里 便拎着孟德奎进了空间睡了个好觉 睡醒后 从空间出来才刚刚五点半 冷妹儿将昨天吃剩下的那头鲁鱼切开 做成了鲁鱼粥 又弄了些鸡蛋饼以及几样小菜 早饭就准备好了 冷妹儿让悠悠把吃食给那些在海滩让挖石头的人送过去 自己则是开着游艇出了海 游艇开出去半小时左右便停了下来 从空间拿出一块几十斤的猪肉 又往上面撒了些灵泉水 然后用绳子系上 冷妹儿便把猪肉扔进了水中 猪肉入水便很快吸引了一群小型鱼过来啃食 然而只过了几分钟 一道庞大的身影便从远处游了过来 周围的小鱼小虾吓得全都四散逃开 冷妹儿手急眼快地将绳子一提 那道庞大的黑影竟跟着破水而出 然而却是直接飞起了四五米高 跃到了游艇的甲板上 原来这是一只长近两米的幼年小白鲨 小白鲨落在甲板上砸得有些晕 冷妹儿赶紧上前 用手触摸白鲨 将它收进空间的海里 一只鲨鱼是不能自己繁殖的 像这样钓鱼的方式 引鲨鱼过来又太慢 冷妹儿干脆从空间里 弄了些猪血出来 直接倒进海里 然后 她换上了一套潜水服 等到一群大家伙闻到血腥味赶过来 直接朝海中一跃 鲨鱼的品种 大约有三百八十种 这些品种中 很多都是有攻击性的 闻着血腥味而来的鲨鱼 看到水中有冷妹儿这么一个活物 自然是把它当成了攻击目标 迅速朝它的方向游了过去 等那些鲨鱼靠近 冷妹儿只要轻心一躲 然后 手触碰上那些鲨鱼的任何一个部位 鲨鱼就会立刻消失在大海中 一开始 她还来者不拒 看到那些水中生物 只要能触碰就收进空间中 后来就很有选择性了 只收空间中没有的物种 收过的就不要了 累了 她就进空间休息会儿 休息够了就再出来 朝海里撒点血 继续收收收收 两小时下来 被她收进空间的物种 最少有五六十种 这里面一大部分 都是大型海洋生物 包括两头最少六米以上的大白鲨 以及几头幼年的大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 头鱼 狗鱼 曼丽等等 冷妹儿对此表示满意 她倒是不贪心 眼前附近没什么新鲜物种出现了 便直接回了游艇上 起了个热水澡 又换好衣服 便开始返航 回到荒岛边时 利南风几个 还在山后的沙滩上挖沙子 冷妹儿直接在前海这边 寻摸起海龟的身影 可惜神室查探了好一会儿 啥也没发现 倒是不远处的沙滩里 发现不少的海龟蛋 冷妹儿高兴坏了 直接将那些海龟蛋 全挪到空间里 然后小心翼翼地 埋到海边的沙滩上 海龟品种不同 产卵的数量也不同 可是她找到的这几窝 每窝 都有一百多枚海龟蛋 估计用不了太长时间 她的海滩上就能出现 一小片的小海龟 说完这些龟蛋 冷妹儿又去了一趟 猴王的洞穴 说好了 要去看猴王和臭美猴 下午他们就要启程了 趁着现在有时间 给那些猴子们送些吃食 李欣怡一觉睡到日上三干 洗漱完后就上了下板 她刚伸了个懒腰 就见前面的草垫子上 有道人影 刷的一下就没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一十五集 李欣怡赶紧抬手 揉了揉眼睛 然而前方还是绿绿的草垫子 其他的别说是人了 连个鬼影子也没有啊 她有些怀疑 可能是风吹动树枝 被她看成了人影 因此并没有太多纠结 回去自己弃了杯咖啡 又回来坐在甲板上 吹海风 顺移到了猴王的洞穴前 猴王正和臭美猴 在洞穴旁的树上打闹 见冷妹儿出现 立刻从树上跳了下来 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挖着冷妹儿就往洞穴里走 冷妹儿跟着两猴一起走了进去 猴哥呀 我下午就要走了 有机会再过来看你们啊 那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食物 说吧 她手一挥 一堆的香蕉 葡萄花生 核桃就出现在了洞穴内的空地上 两只猴直接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接着猴王又学着人类的样子 朝冷妹儿做了个衣 你可真是聪明啊 连做衣都会了 来来来 拿个花生尝尝 看看好不好吃啊 抓了一把花生 放在猴王手里 猴王赶紧接了过来 别说 这玩意儿 他们以前还真没吃过 看着就新鲜 拿起一个就往嘴里一丢 嘎嘣一下就嚼了起来 冷妹儿赶紧让她把花生吐出来 哎哎 咬包皮的 这吃里面的人儿 猴王顿时一阵呸呸呸 然后学着冷妹儿的动作 想要用手包皮 可惜 试了两下没包开 干脆再次直接扔进嘴里 将皮咬破吐出 留下两颗红色的花生米 咬得嘎嘣响 冷妹儿干脆不管了 随他们爱怎么吃怎么吃 陪着两只猴子又待了一会儿 把这些水果干果的吃法 给两只猴子掩饰了一下 便离开了 因为有了好吃的 冷妹儿消失在山洞里的时候 两只猴子就没那么不舍了 出了猴洞 冷妹儿就在林间转了转 树上那些栖息的各类海鸟或是鸟蛋 可就遭了殃 就没一个能逃过他的黑手的 全部收进了空间之中 连那柯能长出麻醉果的果树 也被他砍下了几根树枝 摘了不少果子收了起来 等他再次一个瞬移 出现在山下的草垫子里 正在甲板上悠闲地喝着咖啡的李心仪 吓得骂呀一声 连手中的被子都给扔了出去 这动静这么大 冷妹儿自然也听到了 他没想到李心仪这会儿会在甲板上 不过他脸上表情都没曾改变 猫甲腰装作在找鸟蛋的样子 别说还真让他找到了一窝新的鸟蛋 甲板上的李心仪气得咬牙切齿 以前他竟然没发现 这个姓沈的就跟鬼似的 走路半点声音都不出 不就是仗着晋三少给他撑了腰才能在京城的富二代圈子里吃得开吗 等他把晋三少勾到手 看他还拿什么嘚瑟 冷妹儿不知道自然男人被个不长眼的惦记上了 山道上传来了兴奋的呼喝声 小心点小心点 哎呀运气来了真是挡都挡不住 谁能想到这座荒岛是真有宝啊 你差不多得了 小心被那只鹰回来 发现你偷了人家的宝宝 跟你大战一场 冷妹儿听得出来 先前兴奋的是立南风 后面一个是鱼金朵 听这意思 他们还真找到老鹰的巢穴了 啊对对对 我小点声啊 咱们也赶紧的吧 上船就启程 别真被人家找上门来 这一行人便出现在了小道上 立南风一见冷妹儿立刻喊了起来 嫂子嫂子 我刚才在悬崖那边 捡到一个被风吹下来的鸟窝 里面有两只刚出生没几天的鸟 崔岩胜说是老鹰的窝 嫂子你看是不是 冷妹儿看向了他捧着的 那个用树枝搭成的鸟窝 鸟窝里还有两只浑身灰毛的小家伙 看样子好吧 看样子真的看不出来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他要是敢说他们是鹰的幼崽 那纯属是胡说 管它是什么品种呢 养些天不又知道了 不过看这窝里掉的鸟毛 应该是老鹰的没错了 这幼鹰从小养到大 可是比抓成年鹰好信养 你要多精心养一些呀 哦 知道了嫂子 回去啊 我就找个懂鹰的 专门帮我养 走吧走吧 赶紧回去啊 这时间也不早了 咱们要返航了 众人忍不住就想笑 这小子是得了诱鹰 恨不得立刻回家把鹰养起来 与他有同样心思的还有崔元胜 因为两只鸟 是他和立南风一起发现的 所以他也有份 半小时后 两艘游艇正式启程返航 没人发现 昨晚冷妹儿几人的离开 更不会知道 两百公里外的岛上 昨晚发生过什么 午饭是这些人 一起动手包的 鱼肉馅的饺子 当然了 某个不会做饭的人 依然置身室外 不过 这些人的心情都不错 没人和他计较这些小事 三天后 冷妹儿一行人 已经返回国内 同时 游艇也被他神不知鬼不觉地 收进了空间里 夏岩城身上的伤 恢复得很快 短短三天时间 伤口就已经结痂了 但想要完全恢复 还要一些时间 孟德奎真的是执着得很 和冷妹儿再三声明 不许夏岩城进他的空间 就算他有用也不行 一旦那两个保险箱里的东西 拿了出来 就立刻把人轰走 要不然 他不介意亲自动手 让姓夏的 去和阎王爷碰个面 冷妹儿带夏岩城出来 可不仅仅是因为 那些还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的财宝 想杀靳许泽的幕后真凶 弄不好 就得着落在这夏岩城身上 所以 对于孟德奎的要求 他自然是要满足他的 同时 一起孩童被拐的案子 上了新闻 46个失踪的孩子 一起被巡回 这绝对称得上是拐卖大案了 当地警方也发布了微博 证实了这件事是真的 只不过具体的消息 就没人能打探出来了 让冷妹儿奇怪的是 据说那些孩子 在警局里接受调查的时候 一个个三减其口 什么也没说 包括他们上岛后 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没有泄露出去一句 后来也就想明白了 凯伦带着的那群人里 是有人擅长催眠的 那些孩子的记忆 肯定是被他消除了 不过这样也好 那些记忆对他们来说 绝对是一场噩梦 没了几天的记忆 对那些孩子来说 绝对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那几个被伤害的孩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妈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一十六集 这些事他也只是了解了一下 也就不再关注了 他更关注的是另外一件事 陆宗严竟然在和银行谈贷款 而且数目还不小 他还查到 瑞芳公司的股份 已经被他买去了百分之十五 加上他妻子手中的百分之五 他手里就掐着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这就有意思了 本来他还觉得瑞芳公司 对他来说有些鸡肋 但找到合适的人管理 用来给他的基金会提供资金 倒也是能勉强一用 现在陆宗严竟然起了别的小心思 那他的一个亿可就省下来了 这些日子 瑞芳的股价不断下跌 公司市值缩水了一半不止 但冷媚而知道 陆宗严手里还有很多黑亮煤爆出来 也许从陆宗严 打算收购瑞芳股份的那一刻 他就没再把这些黑亮放出去了 发现这些后 冷媚而直接叫来大壮 反正他的本意是让胡家一无所有 既然有人不配合 那他也不介意玉石俱焚 他拿不到 别人也休想得到半分好处 至于胡家内部的龌龊事 他何干呢 于是冷媚而又招来大壮二壮 如此这般的吩咐了下去 胡家还不知道 他们的辜负起了二心 他总得让胡恒知道知道不是 一个人偷偷买股票 哪有什么竞争 要买 你们就一起买才热闹呢 前些天 他们出去玩 都是合助理在公司照看 两人一回来 孟德奎便放了合助理一周的假 今天自然不在公司里 孟德奎要寻查下面的分公司 今天也没在公司 冷媚而帮他们取消了店里的午饭订单 眼见者就快到下班时间了 收拾收拾便拎包走人 孟德奎收购的隔壁店铺已经在装修了 按照先前的进度 再有十天左右就能装修完毕 小左在积极备战月考 上次的考试排名 他很不满意 这次他一定要将成绩在网上提一提 因此早上的晨练都停了下来 换成了每天早晚跑步上下学 晨练的时间全部拿来学习 齐家这些日子愁云惨淡 尤其是发生了莫亲柔被扒光的那件事后 司机直接被辞退了 两夫妻关系降到了冰点 除此外 父少的钱一直没打过来 公司的事弄得齐成焦头烂额 两夫妻糟心得不行 根本没工夫在搭理审亲 冷媚儿习惯了 把身边的事都理得明明白白 她习惯悠闲 不喜欢意外 齐家人过得很不舒服 她就开心了 眨眼就到了女王生日这天 女王生日 白天会进行小型的阅兵仪式 以及一系列的官方庆祝盛典 晚上才是放松的生日晚宴 晚宴上会有很多的明星表演节目 女王就坐在主位上观看表演 这场表演会以直播的方式播放出去 而乔承勋原本的打算 就是让布莱曼劝女王在生日这天 戴上那顶珍珠王冠 这样视频流露出去 王冠就会被亿万人发现 国内就可以把王冠顶上热搜 然而 布莱曼根本就没用劝 当他献上礼物 当着所有人的面当场打开盒子时 不仅是女王 现场的所有女士 无一不对那顶王冠流露出渴望之色 因为王冠实在是太漂亮了 女王甚至直接当场就戴上它 而且 原本她的造型和服装都是准备好的 但因为这顶王冠 女王换了发型换了衣服 快七十岁的人因为平时保养的本就像是五十多岁的人 戴上王冠后人越发显得高贵漂亮 女王简直喜欢的爱不释手 整个晚宴就把孙女带在身边 让布莱曼公主出尽了风头 布莱曼哪能想到会有这样的收获 往年 女王的生日可都是女王的弟弟和几个儿子陪在身边的 今年却是换成了她 可见祖母对这顶王冠的喜欢程度了 隔天一睁眼 女王王冠这几个字眼就被顶上热搜 紧接着就是名誉珠宝公司被扒了出来 然后也被弄上热搜 名誉珠宝公司这下是真的火了 火到乔承勋这个大老板 亲自给他这个设计师打电话 让他帮忙设计几款私人定制的首饰 毕竟随着王冠的热度一起火了的 还有王冠的设计师Al 罗妹儿听后直接就拒绝了 王冠的设计图 他相当于赚了一千万的英镑 那么这些普通订单他要如何收费呢 乔承勋也有些为难 公司的生意好不容易有了这么大进展 有订单又不能接 就问冷妹儿讨法子 冷妹儿的解决方式简单粗暴 嗯 直接把我的设计费放出去 一部分人就会消了这些心思 然后呢 我会每年出一到两套设计图 公司做成成品 直接送到拍卖行拍卖 真正喜欢又有经济条件的人 可以直接去参与拍卖 放心 起拍价不会高得离谱 但是也会让那些拍到手的人 觉得物超所值了 另外呢 我会再拿出一些设计 公司可以做成限量款 你觉得怎么样啊 上一世 自家珠宝公司的很多设计 都是他亲自画的图 当时很多都是热卖款 拿到这一世 只要稍稍做一些改动 弄成独家款或是限量款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 想要名誉成为国内珠宝界的No.1 一些好的设计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 他不介意多画一些设计图出来 反正 他也有钱赚不是 乔承勋还能觉得怎么样 他简直满意极了 那 现在你有画好的设计图吗 你等一下 我翻一翻 等一下我给你打过去啊 上一世的那些设计图 他都是放在空间里的 先拿出去两张顶上去吧 挂了电话 他直接进了空间 在书房翻了翻 很容易就找到以前那些设计图纸 马上就要进入11月 穿外套的机会比较多 他翻出两款胸针的设计图 又找出一套戒指耳坠 加手链的成套设计图 出了空间 用手机拍了照片 给乔承勋发了过去 并拨通他的电话 你看一下 这些设计图都是我以前随便画的 至于价格呢 你看着定 毕竟材料费这些我也不了解 另外 那款花形胸针上用到的宝石 可以换成其他颜色的 红宝石 绿宝石 蓝宝石 都可以 当然 你要是觉得图纸不咋地 那就当没看到 我也没专门学习过设计 和那些专业设计师 肯定是没法比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一十七集 乔承勋好办上都没吭声 随便画的都是这水平 要是他在 专门去学 还不得把那些专业的设计师 直接气死 不说别的 就他设计的那款王冠 连见惯了顶级珠宝首饰的女王大人 都爱不释手 她的水平又岂是一般的设计师能比的 喂 乔大少 你还在吗 以后啊 你每个月交给公司三张设计图 就今天这种水平就好 另外你拿出来要进行拍卖的 一年两张 你别忘了 我给你按公司首席设计师的待遇发工资 另外 但凡用你的设计卖出去的首饰 再给你一份提成 这事就这么定了 等下王写成跟你发一份合同 你只管签字就好 三张太多了 呃 限量款 隔个一两个月出一款就差不多 一年十张吧 至于要怎么推出 我就不管了 行 就按你说的办 哦对了 基金会的事 我也顺便和你说一下 地址选好了 就在天比园附件 和你家相聚啊 顶多五分钟的路程 那株房子是有人求我办事的时候送给我的 我也用不上 你要是要买 要租 都可以 这件事 等你下回来京城 咱们再商量 手续下周一 就能全办下来 乔大少真是 京城处处都是家呀 走哪都要你房子 我听着 这叫一个羡慕极度啊 说起这个 谁能比得过你啊 一定要最便宜的都要一千万 只要你想 多帮几个人看看病 别说是几处房产了 连商场都能挣得来 乔大少 乔大少没有去医院复诊下吗 距离你上次吃完药已经八九天了 检查要是没问题的话 下次可以去吃那个严寿完了 你的药效果那么好 肯定是已经好了 我就不用再去做检查了吧 关键是 上次做的那个检查 太他妈羞耻了 他拿着那个东西去化验的时候 感觉那些护士医生看他的眼神 那叫一个怪异 不检查 我可不敢给你用药 只有你完全好了 我才能给你用别的药啊 就不能等你来了直接把脉吗 你还是乖乖去检查吧 有了确切的检查结果 你家里人也能放心一些 还有啊 就算我不说 你家老爷子估计也会催你去检查的 你逃不掉啊 乔承勋好半天才想起 刚才说基金会的目的 他又说道 把你打岔打的 话题都歪出八千里低了 说正经的 你基金会打算如何经营啊 是雇佣专业的管理人员 还是打算亲立亲为 包括下乡送温暖这些 冷卫雅想了想 其实他是没什么正事干的 就是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摸鱼 而且系统一直让他多收集功德职 交给别人 总觉得有些不靠谱 如果情况允许 他是不介意自己亲力亲为的 那你需要我帮你介绍一些靠谱的员工吗 是这样的 部队每年都会有一些好兵退伍 但是当地呢 并不是都能给安排工作 而且有些人在京城当兵多年 也不想回元旗 我就想问问 你那里总要用人的 能不能安排一些人就业 哦 可以啊 基金会刚成立 嗯 你帮我先按照正规基金会的规格 把关键岗位上安排上人 嗯 再找几个责任心强的 专门负责跑外面调查 我的钱每一分都要落到实处 像那些大基金会用善款 不干人事的事 永远别指望在我这发生 另外呢 嗯 我在基金会呢 也给你安排一个职务 就那个副会长吧 你放心 不用你上班 我也不给你发工资 你就挂个名 但是在你方便的时候呢 我希望你能 适当的配合基金会做一些事情 我和师傅学过一些像面之术 乔先生是连任三界的命 而你 也该动动了 紫城副业什么的 你也可以想一想啊 像面之术 他自然是没学过 但 自从他突破炼气气候 就能感受到一些特殊的东西 就比如一些人身上的气韵 乔先生身上的龙气 旺盛之极 精纯无比 而乔成勋 他原本是妥妥的大将之相 可是不知不觉间 他身上的气韵 竟然发生了改变 原本的违将之气 隐隐有向帝王之气转变的意思 在冷媒芽的基金会挂名 可能十年之内都不会给乔成勋 带来任何好处 但 不是还有个词叫做 有朝一日吗 如果乔成勋将来想要坐坐那个位置 那么提前十几年布局 自然不是什么稀罕事 乔成勋最后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挂断电话的 要说以前他相信什么项面之术吗 作为一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他肯定是不信的 但 沈青说他该动一动了 前些天父亲刚和他提起 他在部队军衔短期内是升不上去了 毕竟太年轻 除非他立下的功劳大到 让任何人都无法指摘的地步 几年内基本上不可能再挪位置了 倒不如去下面历练历练 三十岁的男人有无限的可能 父亲还拿立家的老大和进家老大做例子 鼓励他不要偏安易于 当然 凭他在军中的军衔 就算下去历练 职位也不会太低 可是当时他很犹豫 觉得从新开始不如就在部队 凭他的军功 将来最少也能身批匠心 以前他只以为父亲顶多在连任一届 几年的时间 他真要到了下面也不会有什么大剑术 可如果是连任三届 那他就还有十几年的时间 十几年真的足够了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一十八集 心下有了打算 乔承勋把这件事暂时搁置一边 将那几张图纸直接发给了谢安 并简单地交代了几句 这些设计图全是L亲自设计的 三款首饰全部限量发售 价格另一 沈青的图纸上都有一个L的图标 乔承勋自动把这个标志 当成是沈青的代号 总比用真名要省上不少事 限量多少 名誉珠宝公司 只在国内有分店 包括港澳两地 加起来也不过是八十多家门店 而且限量的东西 如果数量太多 也就失了限量的意义 你觉得多少合适啊 谢安道 女人的心里都非常奇怪 她们想要与众不同 越是稀少的东西 越是争抢的利害 越是买不到 就越是推崇 依我说 就一百零一套吧 象征一心一意 接受预定 价格等制作出来 做一个成本核酸再定吧 三八两句话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冷梅儿还以为 自己的设计图 会被挑挑毛病 找找缺点 打回来再改上至少两三回才能通过 然而 什么也没发生 好吧 也许是她低估了自己的实力了 上一世 自己的设计 能全部制作成首饰售卖 那是因为那珠宝公司 是她全权所有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总之一句话 就是任性 可这一世不是啊 没被为难一下 冷梅儿还觉得有点不适应 既然没人找她麻烦 她也就把这件事放在了一边 最近这几天 她把心思全放在了瑞芳的股份上 陆宗言不是要贷款吗 冷梅儿悄悄地帮了她一把 她和各大银行没什么交情 但是 GM集团有 尽许则有啊 孟德奎一个电话过去 陆宗言的贷款申请 很快就批了 陆宗言倒是挺有脑子 她利用贷出来的款 买下瑞芳的股份 紧跟着又去了公司 打算用买下来的瑞芳股份 抵押继续贷款 真是打了一手的好算盘 冷梅儿就看着她手段进出 耗尽家财 收购瑞芳的股份 人呐 贪心太大 最终通常都是什么都拿不到的 事宜中 考完最后一课出来 沈佐拿好自己的文具袋 便朝外走 一名漂亮的女生快步走到她身边 沈佐 你今天考得怎么样啊 最后一道大题做出来了吗 做是做了 但我不敢确定答案对不对 复习的时候 知识点没复习到 别这么谦虚行不行啊 咱们班谁不知道你啊 问你考得怎么样 你从来没有考好的时候 但每次成绩都在进步 这次怎么样啊 能进年纪前五十了吧 得成绩发下来才能知道 那个我先走了 晚上还有课呢 女生还没说够 沈佐平时在学校 除了学习就是学习 想和她搭个膳都找不到机会 这还是她第一次 和她说了这么多话 长得好又很上进 她还听说 沈佐的姐姐一辆车 就要一辆千万 校门外就有她家的店 可讲而知 她的家境也是不错的 这样的男孩子 很难不让人心动 沈佐可不知道 人家女生是存了这样的心思 事实上 她连人家的名字都不记得 对她来说 不相关的人 就不要占用 她有限的脑容量了 最近都没有骑车 她直接背着包去了店里 悠悠和冷媚儿都在店里 吃过晚饭后 姐弟三个一起开车回家 沈佐片刻不停地回了房间 抓紧时间坐题看书 然后等待周老师过来给她上课 坐在客厅打算和悠悠打两把游戏 手机的微信群响了两下 看了一眼 是她和布莱曼几人的交流群 皮埃尔艾特了全体人员 艾特全体 王冠我看了 非常非常漂亮 沈青 你的才华真是惊艳到我了 皮埃尔艾说的是 沈青擅长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像她和布莱曼 乔承勋这样的人 实力强 还无可厚非 毕竟从小的成长环境 就决定了他们现在的成就 可是沈青不一样 她只是普通人 而且听乔说 沈青家里条件极差 根本就支撑不起她学这学那 那么 她能有如今的本事 要付出的努力 绝对是他们想象不到的 沈青发了一个 谢谢夸奖的表情包过去 皮埃尔尔回道 布莱曼 听说你花了一亿英镑 买下那顶王冠 简直物超所值啊 布莱曼回道 最物超所值的是乔大公子好吗 沈青现在是他的合伙人 乔承勋突然被cue 也假装看不见 她不仅是沈青的合伙人 还是她的病人 这感觉太他妈的糟心了 因为眼看着 没几天就要吃第三颗药碗了 老爷子要去医院检查 便让她空出一天的时间来 她跑到部队去都无济于事 她的仪式英明啊 在沈青面前简直了 皮埃尔道 乔怎么不说话 沈青道 她最近有些身体包样 乔承勋立马有了反应 我身体好好的 什么事没有 对了 沈青又不是和我一个人是合伙人 和你们不都是合作关系吗 布莱曼的公司 他有股份 又和皮埃尔 合伙开发了户上的地 大家都是合伙人 冷妹儿突然就很想笑 自打帮乔承勋把过脉后 她突然觉得 那位莫上人如玉 公子世无双的乔大公子 突然就接了地气呢 沈青又道 上次打电话忘了说了 替我谢谢田怀宁 她很细心 她家的船我也很满意 乔承勋发过来一个哦的表情 田怀宁办事靠谱 倒是让自己在沈青面前 有了点点面子 她决定了 那家伙下次来京城 她就要好好招待招待她好了 乔承勋又道 你下次什么时候来京城 沈青道 今天才三十一号 半月之期还没到呢 有事和你说 嗯 我看看吧 你要是很急的话 我可以提前过去的 倒也不是太急 皮埃尔道 你们说完了吗 说完是不是可以离离我们了 布莱曼道 青青 我还没有谢你呢 你设计的王冠 让我在祖母面前露了个大脸 祖母给了我不少的好东西呢 我收了钱的 好吧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那我就不和你客气了 但我还是兴奋 怎么办呢 您明明就在一个房子里待着 我碰上你一回 可真不容易啊 嗯 你找我有事吗 嗯 没有 那个 周老师啊 还有三分钟就到上课时间了 我可谢谢您了 冷妹儿好心提醒了一句 总傻站着是个什么意思啊 不知怎么的就有些来气 某位老师直接头也不回地上楼了 一直坐在旁边充当透明人的悠悠岛 姐姐 她是不是有病啊 刚走到拐角处的周青 好悬眉摔一个 被她这么一打岔 群里的那三位从首饰都说到东非的生意上去了 冷妹儿不想和他们干聊 干脆就叫上悠悠 直接回了自己的房间 叫上悠悠是有目的的 两人进了空间 她就去河里捞了两条大草鱼 悠悠 快来给姐姐帮忙 等下姐姐给你做鱼面吃 一听说有好吃的 悠悠立刻来了精神 姐姐 你说要怎么做 把这两条鱼去内脏 去头去皮去骨 只要肉 没问题吧 姐姐 只有两条鱼 收拾完才能剩下几斤肉 是不是少了点 冷妹儿都忘了 这丫头可是彻头彻尾的吃货 一遇到好吃的 她那个胃就没点 于是某人默默地又去了河里 挑大个的草鱼一起逮了十条上来 这些草鱼条条都有十几斤 告诉悠悠怎么收拾这些鱼后 冷妹儿就去了厨房 炖了一大锅的牛骨汤 等汤开锅的时候 悠悠的鱼已经处理好了 便拿了两个擀面杖 将经过好几道程序剁好的鱼肉 擀成了鱼面 放到蒸屉上蒸 大约二十分钟后拿出来 晾了一会儿 再切成面条状 牛骨汤配上小油菜 虾丸鱼丸鸡蛋 再将鱼面下锅 煮开 撒上一把香菜段 牛骨汤鱼面就出锅了 罗梅儿给悠悠盛了一大碗 来来来 赶紧尝尝 第一次做 看好不好吃 肯定好吃 闻着都那么香 我都要馋死了 沈左还有一会儿才能下课 她就做了悠悠一个人的量 她自己又不饿 便直接去了练功房开始练功 沈爸沈妈今天回来的有些晚 刚好周青上完课离开 冷妹儿正在厨房给沈左做宵夜 这两天 她一直忙着自己的事 都没空和父母聊会儿天 干脆多下了些鱼面条 打算一家人一起吃一点 爸妈 你们洗洗手啊 我给小左用牛骨汤 做了一点鱼面 你们也尝一点 马上就好了 好 我这就洗 顺便叫小左下来吃东西 两人洗手叫人 冷妹儿将两样拌好的小菜端上锅 又盛了四碗面出来 很快沈左便跟在沈妈身边 一起下了楼 爸妈小左 快来尝尝我做的面 头一次做 还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呢 沈左离老远 就闻到了面香味 姐姐一说可以吃了 她立刻拿起筷子就尝了一口 嗯 姐 真好吃 这个面还挺有弹性的 我一下课就觉得饿了 这面啊 我能吃上两碗 那你敞开了吃 锅里还有 沈妈尝过面后 便注意着丈夫的表情 你觉得怎么样 好吃啊 和手擀面味道不一样 尤其是 配上这些丸子吃 很香啊 那你说 咱们店里能不能也卖这个啊 清清 这种鱼面 是不是挺费事的呀 对 主要是把鱼肉去刺去皮 在制作成鱼面的过程 有些费事 而且呢 这一碗面的成本 可比手擀面的造价要高多了 啊 那就把价格定高些 咱们呢 用的是真材实料 而且食物味道好 不愁买不出去的 这倒是事实 有些人为了吃上一口美食 可以打飞低天南海北的跑 只要他们做出来的食物足够美味 总是有人吃的 我这是家常吃法 爸可以再改善一下 呃 比如做成辣汤的 上面再配上几片鱼肉 呃 白色的肉 红色的汤 浸到的鱼面 肯定会很好吃 沈南松已经想到了好几种鱼面的做法 隔壁店装修完就可以把鱼面推出去 只要是爱吃鱼的人 估计都会喜欢这种鱼面 三人说话的功夫 沈左已经吃完碗里的面 冷妹儿又帮他盛了一碗 爱吃明天再给你做啊 吃完差不多你就休息吧 反正明天不用上课 月考完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这两个月 沈左一直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 压根就没怎么闲下来过 冷妹儿是真的怕他累出个好歹来 沈左边吃边点头道 明天我要吃辣汤的 就刚才姐说的那种做法 行 给你做 臭小子 别麻烦你姐了 明天呢 我给你做 冷妹儿三人碗里的面本就不多 两三口也就吃完了 沈妈突然想起了靳许泽来 明儿周日 要不把你男朋友也叫上吧 妈不去店里 咱们就在家吃 反正家里什么都有 妈 她这两天都没空 在公司加班呢 前些天不是出去玩了几天吗 工作压下来一大堆 且有的忙呢 对了 我都忘了问你 你们这趟出去玩得好不 她会照顾你不 不会把你当成小丫头 净支持你吧 她的朋友 不会给你脸色巧吧 妈 你放心 她不会的 她的那帮兄弟挺好相处 你闺女人缘好着呢 这样我就放心了 你人缘好不好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 你男人把你放在什么地位 他尊重你 他的兄弟才会尊重你 他要是不把你当回事 你再人缘好 人家也不会把你当回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二十集 如果她只是个普通女孩子 男人的态度绝对决定了一切 一个普通人想进入上流圈子 并被圈子里的人接受认可是很难的 好在她不是普通女孩子 孟德奎的身份也不是普通的富三代 不 她应该算是创一代 对了 上回她送咱们家的那些礼物里 有个平安扣 我看那意思 像是送给小左的 你告诉妈 那预扣值多少钱呢 这决定了我对那东西的珍惜程度 不值钱的话 我有可能把它送人 神作无脸 她妈又来了 每次想知道什么东西的价格 就会用这招 威胁姐姐不说真话 她就要把东西送人 沈南松拿了张纸巾擦了擦嘴巴 脸上的笑意是怎么也憋不住 几十万吧 不算太贵 她还上学呢 没事带什么首饰啊 我给她保存着就行了 神作脖子上还带着姐姐送给她的 洪匪观音吊坠呢 本也没打算换 妈妈给收着就收着了 她还真不在意 妈 我吃完了 你们接着聊啊 我上楼 去吧去吧 别学太晚了 早点睡 神作上楼后 沈南松还在琢磨菜谱的事 想要吸引更多的客人 没有特色菜是不行的 云面在京市还没听过哪家有卖的 想来应该能吸引一波客人 除此外 她还想再弄出一些比较新颖的菜来 老妹儿看到沈爸想得认真 没有出声打扰 洗完碗和沈妈打个招呼便回房间了 华夏 某高档别墅书房内 一名极具威严的男人 面色阴沉地坐在首位 将手中的文件扔在书桌上 看着面前的几名手下 事情交代给你们这么多天了 你们就给了我这么一份答案 你们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 家主 我们真的查得已经很仔细了 可是给丽家看病的人 和帮内卫看病的人 很明显不是一个人 乔家这些日子接触过的人名单 都在这份文件里了 可是根本没有一个符合条件的人出现 乔家人都很谨慎 他们这些日子贫乏出现在医院里 保密措施做得都非常的好 他们光检查不治病 也是奇怪得很 可我们查了这几天下来 乔家连个像大夫一样的人都没出现 而且不仅我们一家在查 京城还有其他家族在查这件事 同样全都无功而返 你是在和别家的人比谁笨吗 那人立刻不说话了 书房里竟得落真可闻 威严男人细细想着那位最近的变化 十多天前他突然就变年轻了 虽然有些人百般试探 可是那位根本就不搭茬 他比那位年轻了一些 可现在两人像是差了十来岁 而且是那位比他年轻 这让他如何不嫉妒啊 本来觉得那位连任下来 那个位置也该他坐一坐了 可现在他突然有了危机感 如果那位的背后真的有一位医术高明的神医的话 那么八年后他真的能坐上那个位置吗 在仔细查查 他很少请假 但是最近这一个月请了两次假 而且都是回大院 一次回去后 乔老爷子就去了医院 第二次再回来 他就变得年轻了十来岁 要说见医生 也肯定是大院他父亲家里见到的 可是我们查过那两天的来访记录 记录明显被删改过了 首长的来访记录 人家不想给别人看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越是查不到 才越能说明那天乔家的访客身份异常 要不然 大可以暴露在大家面前 你们继续查 不要让乔家人发现 只要他们再接触 总能发现端倪 行了 都出去吧 等人离开后 威严男人顿时陷入了沉思 唉 最近真是诸事不顺呢 不过 有些时候 坏事也说不定就是件好事呢 想到这儿 他打开抽屉 拿出一只黑色手机 放上一张手机卡后开机 然后拨通了一个电话 乔成勋被老爷子压着去了医院 做了一次检查 这些检查都是陆院长亲自盯着完成的 饶使他们有了心理准备 也被检查单上的数据惊呆了 精子成活率98% 向前成活率72% 真的身体健康的人都达不到这个数值 这才几天 这才几天呢 沈青这手医术真是绝了 陆院长都六十来岁人了 拿到这份检查结果时 差点一蹦三尺高 然后一路跑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首长 结果出来了 您快看看 这可是惊到我了 成活率从接近零 变成98%了 正常人都没有这么高的成活率啊 其实当初那个检查结果出来 陆院长对于乔少的病情是没什么信心的 说他是弱经症都是客气的 为了不让老爷子伤心 他那根本就是死经症 哪是那么容易治的 可没想到啊 人家沈青出手 救他们一颗药 一颗药就成了98%了 这简直就是男性不孕的福星啊 老爷子也有些激动 他拿过检查结果 仔细地看了一眼 看青上面的数字时 顿时笑开了 这岂不是说 他大孙子今天成婚 过不了两月 他媳妇就能怀上 用不上一年 他就有虫孙子抱了 好小子 好小子 这下我就放心了 明天 赶紧让你妈 把相亲给你安排上 趁早找一个合适的 爷爷 没几天好活了 抱着重孙子 就是我的唯一远望 爷爷 您这身体啊 活到一百岁都没问题啊 您就等着看着重孙子 给你娶媳妇吧 老爷子顿时一拍手 承许 这么说你是同意了 那我回去 就和你妈说 马上 就是我的八十岁生日了 到时候 咱也找个酒店 打扮一场 让那些家族的孩子都过来 一起热闹热闹 乔承许心道 他爷爷是阴历三月份的生日 真的 八十岁大寿 今年已经过过了 好在 老爷子每年的生日 从来没有大办过 都是他们自家人 聚一下就玩活了 外界也不知道 他爷爷具体哪天过生日 但 为了相个亲 就搞出这么大动静 合适吗 爷爷 我最近部队里的事不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二十一集 推了 要不就醒假 这么多年 你也没正正经省的 放过两天假 正好接着你给我过寿 顺便歇一歇 对了 别忘了通知你二叔一家 人沈丫头 也下个帖子 这事 可不能忘了 乔承讯顿时不说话了 二叔两口子的身体 就是他们一家最惦记的事情 相不相亲 对他来说不要紧 只好二叔二婶 才是最重要的 陆院长这会儿也讨巧地说道 老首长 那我也厚着脸皮 要成情铁 您可不能不给呀 到时候 我还要去给您贺寿呢 老爷子笑道 有你的 不说 也有你的 到时候 带着你孙女来玩 哎 我听您的 陆院长两个孙女 大孙女二十六岁 国外留学回来 学的也是西医 不过没在军区医院工作 而在京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孙女是小儿子家的 从小交惯着长大 家里人谁也没想到 一向学习不好的孩子 前年高考 竟然一举考上了清大 今年上大三了 陆院长倒是没想让 哪个孙女和乔少 有什么牵扯 只是机会难得 让孩子见见世面 还是很有必要的 当天晚上 乔先生夫妻 就被召回大院 不大功夫 老爷子的生日 就被安排在八号这天 为啥是这天呢 这天周末 最关键是 沈青五号 要过来给老爷子送药 他要让老二一家五号 就回京城 顺便让沈青帮他们看一下身体 六号七号这两天 他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药 七号参加宴席 啥也不耽误 也免得沈青来回地跑了 对 除了给自己孙子相看媳妇外 最重要的就是沈青 那丫头可是他们一家子的福星啊 别的事都是小事 关于沈青的身份 承讯 你有没有问过他的意思 乔承讯道 你没看出来吗 他有点泛懒 不爱出名 估计是不愿意咱们把他的事说出去的 但他又不介意帮别人看病 总之啊 他就是个矛盾体 乔先生却道 这有什么矛盾的 估计 他就是怕麻烦 他的心 是善良的 光是这一点 就已经足够了 他有什么要求 你能帮的 尽量多帮一点 跟这样的人多交往 没坏处的 如果有些事 你还是问问他才好 得了准信 咱们这边呢 也才好操作 乔承讯只能当场拨通沈青的电话 冷媚儿看到乔承讯的来电时 正在看沈佐的月考试卷 乔大少 这会给我打电话 不是又催我去京城吧 放心 我肯定准时到 不会耽误事的 没催你啊 今儿有个事 想再咨询你一下 我爸我妈的变化太明显了 现在京城这些上流圈子的人 很多都在打听你的消息 你要是想啊 七号我爷爷过生日 我可以把你介绍出去 到时候你可就一夜暴富了 并不想 诶 我说乔绍啊 难道我现在还不够富吗 乔承讯心想 这年头 谁还能赚钱多吗 也就冷媚儿 不把钱当回事 冷媚儿又道 如果有人问到你头上啊 你就让他们在暗网上下单就好了 合适的 我就装成沈神医出去接一下 嗯 另外呢 你要是有想让我出手的人 可以直接告诉我 毕竟我也有钱收不是啊 乔承讯开的外放 乔家人自然把他这话听了个清清楚楚 沈青的意思就是 帮谁不帮谁 全看乔家的意思 这无疑就是他向乔家靠拢了 这对他们家来说可是一大助力啊 沈青的本事别人不知 作为受益者 他们能不知道吗 不说别的 就他这一手能让人年轻十几岁的本事 绝对称得上是神医 目前华夏国内绝对没有人有他这样的本事 冷妹啊挑眉 一次两千万还不够吗 不过乔大哨都发话了 往他口袋里塞钱的事 他可是不会往外推的 事情就这么说定了 挂断电话后 乔承讯想起沈青说的话 便打开了电视 并将电视的声音故意调大了一点 这个点 佣人已经下班了 小楼里只有他们一家四口 以及门外站着的警卫员 距离远 在客厅说话 只要不特意放大声音 再加上电视的声音干扰 远在院门口的警卫是听不见的 爸 沈青说他会一些玄学之术 他说将来我会此成复业 老爷子刚端起杯子的手 一个不稳直接摔在地上 他怀疑是电视声音太大 自己听错了 一眼满是睿智的眼睛 紧紧盯着自己孙子 你说什么 白文佩同样震惊不已 紫诚赋业这个词一出 任谁也没办法不震惊啊 不对 他的丈夫就没有被震倒 难不成 他真的打算培养乔承勋来接他的班 爷爷 你没听错 乔老爷子看了眼孙子 又看向自己儿子 你 你不会是 也有这样的打算吧 乔先生微微掀了掀眼皮 说道 为什么不能 实在人为 努力吧 老爷子突然不说话了 白文佩嘴巴都忘了和尚 要说乔承勋心里没有震动 那是不可能的 但 他所想的和家人想的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沈青当时说起他时 他还有怀疑 可现在轻耳听到父亲的证实 他心中的波动实在是太大了 沈青 竟然连这个都能看出来 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的 乔先生停了一会儿又问道 他也说你要动一动 没说你要去哪儿吗 乔承勋摇头道 我打算他这次过来之后 问问他 您知道的 有些话在电话里啊 也不方便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二十二集 乔先生点了点头 说道 温温温倒是可以 迟度 你一定要把握好 就算沈青 对玄学的研究不浅 但你始终要记得一句话 实在人为 付出努力 不一定有收获 可你不付出 就一定没有收获 乔承勋点头 这话是他爸从小就教他的 会背了 滚瓜烂熟的那种 但 每次爸爸在说时 他依然会认认真真地听 认认真真地做 冷妹儿挂断电话后 注意力 再次放在沈左的试卷上 进步这么大 姐姐奖励你一些零花钱 留着你买喜欢的东西 姐 你别给了 我不要的 我也没什么要花钱的地方 冷妹儿上手 就撸了一把他的短发 傻小子 没处花那些攒着 等将来你有需要的时候 也不用再和家里伸手了 而且呢 花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否在花钱的过程中 学会赚钱 回了趟房间 拿了一万块的现金 放在沈左的书桌上 呢 好好收着 下个月 如果你能保持这个成绩 姐还要讲 这次考试 这家伙直接排进了年级第三十九名 冷妹儿想着 年底的时候 估计沈左都有可能进前二十 上一届 试一中的高三生 一共保送七人 五人北大 两人清华 其中四人是 奥赛奇训队队员 另外十三人 考上青北两所学校 沈左只要保持这个学习尽头 成绩稳步提升 还是很有希望 考上这两所大学的 沈左看着那达崭新的纸币 就觉得好无语啊 他当初同意来试一中上学 就是看上了试一中的奖学金 觉得自己努努力 说不定就能拿到奖学金 自己免费上三年学呢 没想到奖学金没看到 他姐的奖励就来了 而且 他一来就是一万 这剧情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呢 行了 你赶紧给试卷吧 我就不打扰你了 姐 这次我特意看了一下 齐子林的排名 她成绩下降得特别厉害 排在了五百多名呢 她说的时候有些小心 眼睛一直注意着冷眉牙的反应 生怕她姐会生出心疼 那个小子的表情来 然而她姐的反应 简直 简直就是没有反应 反正她是什么也没看出来 哦 还能排五百多名呢 你们整个高一 不是有一千多人吗 她还且有的下降呢 她就不信了 一个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一的人 还有哪个学校肯收她 而且 就算齐家愿意给她花钱买个大学上 她上得下去吗 沈左微微勾起了嘴角 姐姐不在乎那个小子就好了 虽然家里多了一个悠悠 可她是女生 她还是姐姐唯一的亲弟弟 哦 我知道了 姐 你快回去睡觉吧 冷眉牙似是看出她的小心思 但并没有说出来 转身离开了沈左的房间 孟德奎这两天忙得不可开交 六大特主之一的谢飞燕 终于消了假 回公司后被派去了清泽 专门负责清泽科技公司的 一应招聘事宜 JM下属的科技研发室 规模实在太小 想要迅速将公司发展起来 必须招收大量的技术型人才 而且这个科技公司 是独立在JM集团之外的 将来也不会上市 孟德奎不想让股份分散 他一方面想加快研发室的进度 一方面又想节约开支 于是 大晚上的就把大壮和二壮 给骗到公寓里 然后开始威逼利诱 大壮 我就拆开看看 看看你们这一身到底都是什么构造的 还有啊 如果你的芯片能够复制一下 那就好了 这样说不定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就能给你们哥俩 造出两个媳妇来 我们不需要媳妇 不要媳妇 你们天天赚那么多钱 还有什么意义啊 我们要升级啊 没钱就升不了极 版本太低 我们早晚是要被淘汰的 你们升级一次 要花多少钱呢 大壮两只手指不停地掰扯着 最终却是没能说出 一外具体的数字 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每次升级的价钱都是越来越多 我们要是不努力赚钱 是绝对没办法升级的 那你们就更应该让我把你们拆开看看了 拆一回给一百万怎么样 大壮心想 万一拆开就装不上了呢 命都没了 给钱他们也没命花了呀 于是兄弟俩起起摇了摇头 真不考虑 不考虑 你们俩现在就去四季酒店 把那个从岛上带回的人套麻袋 给我揍上一顿 对了啊 记得现场支个拨 听见没有啊 大壮心想 男主子好幼稚啊 但他们也没办法 只能听吩咐做事 大壮二壮离开公寓 开车到了个没人的地方 换皮换脸 然后又走出一段距离 在有监控探头的地方 打了辆车直奔四季酒店 到酒店后 两人又进了公共卫生间 换了套衣服 换了张脸 总之 这两货干的事 哪个都不是人能办到的 夏延城住在哪个房间 他们是知道的 两货也没闭着摄像头 就这么光明正大 去了夏延城的房间 然后还特有礼貌地 按响了门铃 十八和二十 现在的任务就是看着夏延城 因为三个人就睡在一个房间里 听到门响 十分警惕地询问了一句 敲门的是谁 大壮用的就是本来的声音 报上了自己的真名 十八丝毫没有起疑 因为好歹几人也相处过几天 那声音太熟悉了 他直接就打开房门 结果房门一开 却发现外面站着的 是两个根本就没见过的男人 他顿时感觉情况不对 想要把门关上 然后 大壮的一条腿已经迈了进来 并且一把就将门推开了 两人进屋后 出手如闪电 不 是直接出手一个电机 就把十八电晕了过去 剩下一个二十 伸手就要摸向自己腰间的手枪 而且一颗子弹已经快速打出 因为装了消音器 子弹出唐的声音很小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323集 他以为眼前的两人肯定会闪一闪 最起码也会往后退一退呢 然而并没有 相反 二状快速地朝二十的方向冲了过去 子弹出唐 位置正是二状的胸口 二状一抬手 子弹就被他握在手里 同时 他也已经到了二十的跟前 同样的一个电机过去 二十也阵亡了 夏延成这会儿 就在里面的卧室休息 他四肢受伤 虽然痒了几天 但还是不能动 就算发觉了外面动静不对劲时 也没办法做出什么反抗 紧跟着一条大麻袋从天而降 将夏延成掏了个结结实实 不仅如此 大壮还将人连麻袋一起给捆了起来 这时 二状已经打开了WS 并拨通了视频电话 孟德奎躺在床上 就这么一眼不眨地看着对面的动作 夏延成虽然被套了麻袋 可嘴并没有被堵上 他现在还能说话 是谁 谁陪你们来的 大壮手黑着呢 为了自己不被男主子拆了 下手那叫一个刁钻 扬起拳头就照着夏延成那张俊脸上打了过去 打之前他还分析了一下 女主子还要带着他去银行取东西呢 打死是肯定不行的 打太重也不行 要不然他岂不是一直赖在主人身边 所以 他就只能让他疼 伤不能太重 还得让男主子看着过瘾 于是第二下 他就直接朝着夏延成的下面下了脚 原本 他还以为这小子会和在岛上一样 受了那么重的伤 哼都不哼一下 没想到 打他脸的时候 他还没啥感觉的 一打他关键部位 这小子立刻豪上了 大壮就比较满意了 你说挨打 不喊个疼 这让打的人多没成就感呢 让看热闹的多没快感呢 就得叫才行 于是 大壮就照着麻袋咚咚咚的开始一顿暴打 惨叫声响彻整个房间 电话那头 孟德奎躺在床上 单手枕在脑后 听着手机里的藏嚎声 心里很是满意 那货看媳妇眼神不对 不能把人弄死 他还不能把人打一顿吗 他的人也敢惦记 打一顿都是轻的 媳妇说 要带他去户上的银行拿东西 商场设计图得到了皮埃尔的认可 那边的工程马上就要开始 他肯定是要过去一趟的 干脆就把这货带过去 将东西取出来 然后把那货丢在户室好了 省得回来还要爱他眼 想到了收拾那货的办法 伴着那阵阵的藏嚎声 孟德奎慢慢沉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 孟德奎起床的时候 发现自己手机竟然关机了 他忙将充电器拿出来充电开机 想到昨天竟然躺着躺着就睡着了 也不知道性下的被打成了什么样 就赶紧给二壮拨了个电话 电话几乎是刚拨出去 便被接通了 一道奇怪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二壮 这是啥声音啊 你们在哪呢 在四季酒店 你们还没回来 您一直没喊停手 我们就只能一直在这边守着 您看看他这副样子 您还满意吗 说吧 他就将摄像头转了过去 对准了现在还躺在地上的人 夏言成被收拾的一晚上没闭过眼睛 不好了 大壮就打 他嗓子都喊劈了 二壮一看到总裁终于打过电话 说话的内容都注意着 免得被夏言成发现对面的是谁 大壮已经配合着将麻袋取了下来 孟德奎一看夏言成那副样子 吓得直接黑黑的笑出了声 这他们打得也太惨了 别说大壮二壮换了张脸 就算不换 这会拿下麻袋 夏言成 估计也看不清眼前的是谁 他整张脸都是肿的 肿成了均匀的黑色 毕竟一个晚上了 这伤有点过期 不似刚被打时全是均匀的红 因为脸颊全肿 把两双眼睛挤得完全睁不开 孟德奎觉得性下的肯定是尽力了 他就算再怎么努力 那双眼睛最多也就是 睁开一条细缝 反正也看不见啥 还不如不争 省得疼了 可以了 你们赶紧收工吧 再打这人还能不能活都两说了 这两货 他们不说话 他们还真就一直打 真是一根筋哪 大壮一听 把麻袋一收放进储物戒指里 拉着二壮就出了房间 外间 十八和二十还在地上躺着呢 两人也不管 赶紧出了酒店 二壮要回去守着主子 大壮则是又打了个车 到没有监控的地方 迅速改变样貌 换回自己的衣裳 把车从储物戒指里放出来 去了市井豪亭 他还要给沈左上课 好在男主子每天起得早 要不然今天就迟到了 不过 今天的课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他得把男主子的恶行 和主人说一说 昨天 他们可是好闲就要被拆了呀 这事儿可实在是太危险了 他可不想以后每天 都和男主子斗智斗勇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费尽心思 冷妹儿早起时 就要叫上沈左一起锻炼 最近这两天 沈妈也恢复了早上起来 晨跑一会儿的习惯 只有沈爸一人 要去店里准备早餐 反正三人也跑不到一块 冷妹儿提前跑完一圈 就回来了 结果 就见到大壮眼巴巴地凑了上来 看着她的眼神 竟然带着一股子的可怜劲 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有话要和我说呀 大壮真想挤出一泡子泪水 可是奈何 他是真没那功能 他的身体不缠水 所以 他就让自己的声音尽量变得可怜一些 主人 男主子为了他新开的那工资 想把我和阿壮拆了 您救救我们吧 我还没活够呢 拆了再安上不就好了吗 又不是把你们销毁了 万一要是安不上呢 我们岂不是就死了 而且我们从厨长开始就没被拆开过 万一拆完就不好使了呢 呃 这确实也是个问题啊 毕竟这三个机器人都太高级了 会变形还仿真 就算真的拆了 孟德奎也不可能百分百的仿造出来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324集 虽然真要拆坏了 他还可以反场修一下 但 系统商城在这个世界禁用了 要修也只能等下个世界 他还要让大壮二壮护好孟德奎呢 缺了一个都不行 好 我知道了 等一下我会跟他说的 不让他打你们的主意 你安心做你的事啊 主人 那我就放心了 呃 昨晚我们去县长直播 整整播了一个晚上 好学没吃的 还好还好 播什么了 不给谁看了 大壮故意停顿了一下 悄悄看了眼主人的神色后才到 男主子让我们去给夏颜诚套麻袋打一顿 他不说停 我们只能一直打 打了整整一个晚上 夏颜诚 夏颜诚现在可惨了呢 估计主人见了他 都不一定能认出来 冷妹啊顿时大悟 合着这机器人都会拐着弯的上眼药了 可惜 夏颜诚在他心里 都不如他将男人一个头发撕来的重要 打了就打了 难不成他还要把自家男人收拾一顿 给外人撑腰吗 啊 那你们做得挺好的 以后继续保持啊 孟德奎是你们的主子 他让你们干什么 你们就乖乖听话 不过呢 既然昨晚你们辛苦了一晚上 我会让他给你们发加班费的 大壮顿时尾了 他听出来了 主人这是敲打他呢 男主子做什么都是对的 他们就是告状也是白告 不过主人还给自己加了工资 说明他没真生自己的气 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吧 见大壮不再说话了 冷媚儿转身就进了客厅 这会儿天还有些发黑 神佐跑了一圈也就回来了 大壮赶紧端起老师的架子 盯着他在院子里练起了功来 四季酒店里 大壮和二壮离开后 夏延城的身影声就停了下来 原本刚被套了麻袋时 他还以为是那人杀人灭口来了呢 可是接下来的发展 很快让他认清了一个现实 对方没想要他的命 因为那人踹了下他的当 几乎是下意识的 他就想明白这两人是谁派来的 从岛上出来后 知道他住的地方 又对他百般瞧不上眼 恨不得直接废了的人 就只有一个 好嘛 那男人也太不是东西了 好赖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竟然大半夜的派人到酒店 来套他的麻袋 他要是不报复回去 岂不是让人家觉得他好欺负 挣扎着从地上翻了个身 刚要喊十八和二十帮他叫一声 只是在看到门口的穿衣镜上 自己的那张脸时 肿胀如猪头 漆黑如墨汁 口中喊了一声鬼呀 病生生的被自己吓晕了过去 冷妹儿今天到公司的时候 孟德奎还没来呢 他直接从休息室进了空间 听乔成勋的意思 七号的宴会肯定办得不小 他得多准备一些小药丸 免得到时候手里没药 送上门的钱赚不到 一亿亿颗的药 轻易不能出手了 但是一千万一颗的 他卖起来是一点也不心虚 在炼药房忙活了大半天 冷妹儿足足弄出近百颗 治疗常见病的药丸 从炼药房出来 冷妹儿特意又酿了一些葡萄酒 不过空间中的酒瓶要用没了 他还要和厂家联系定制一批 这两天又要去京城 他还要给李精灵把食材提前准备好 这一天天的看着清闲 其实一堆的事 将空间中的各种产出收了收 鸡鸭鹅蛋实在是太多 空间中反正有不少的家伙审 冷妹儿又淹了一些咸鸭蛋和松花蛋 等把这些活鸡都干完 这才出了空间 他刚出来 就听到外面一道爽力的女生 在汇报工作 总裁 今天那边正在面试 你不去看看吗 人事部的把好关就行了 有本事就留 没本事就走 没什么好盯着的 我就不去了啊 对了 再有两天 寒酒消假了 到时候我打算把你呢 调到清泽科技 任执行总裁 你有什么意见吗 呀 我这是高升了呀 当然没意见了 谢谢总裁栽培 还是那句话 有本事就留下 没本事就走人 我派你过去 你就得给我做出成绩来 要不然那个位置 我不介意换人来做 谢飞烟忍不住撇撇嘴 总裁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尽人情 活该他单身一辈子 呃不 他说错了 几个月不见 听说总裁已经成功脱单了 唉 他要为那个女人默哀三秒钟啊 他正这么想着 休息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 谢飞烟的视线 几乎是瞬间就被眼前的女人抓住了 身材切浓和度 凹凸有致 长相冷中待妹 妹儿不交 这样的人 无论拿到哪里 都得让人承认 他就是一个大美人 他家总裁可真是有福啊 冷妹儿已经猜到眼前女人的身份 靳许泽身边的六大助理之一 谢飞烟 这个女人可是非常厉害的 26岁 在M国拿了双学士学位回国后 就进入了那个时候刚刚起步的JM公司 算是一开始就跟在靳许泽身边的人 只可惜当年遇人不输 嫁了个渣男 前阵子之所以一直没在公司出现 就是因为丈夫出轨被他抓住了 两人闹得有些大 谢飞烟提出了离婚 可是对方不愿意 谢飞烟就专门请了假 对家里人的说辞却是辞职了 以后就让丈夫养 不给他钱养家 就去丈夫的公司闹 好在两个月的时间下来 对方终于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儿子也归了谢飞烟 解决完离婚的事 他又在家休息了几天 然后就被孟德奎召唤回来 终于睡醒了 来 过来 冷妹儿朝他笑笑并走了过去 孟德奎拉着他的手 朝谢飞烟的方向示意了一下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特助之一 谢飞烟 接着又对着谢飞烟道 这是你们未来的总裁夫人 沈青 以后公司的任何事情 他都可以替我做决定 他的话就等同于我的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二十五集 他本就长了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 这会儿瞪得更大了 心脏跳动的速度快得有如雷骨 他家总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他不过是请了两个月的假 就算他们从他离开后就谈恋爱 也不至于关系好成这样吧 不过 出于一位职业助理的专业操守 谢飞烟很快收回思绪 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 夫人好 我是谢飞烟 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你想让我怎么关照你啊 夫人 您是不知道 靳总使唤起人来 简直要人命 我们这些打工的 每天都要累个半死 总裁一点福利都不给 以前我倒是无所谓 可是现在我要一个人养儿子了 没钱活不下去啊 年轻八位数还养不起个孩子 那说明你的养娃方法有问题 我自己就不要花钱了吗 女人永远都觉得自己的钱不够花 而且我想让儿子过得好一点 有错吗 其实他现在是真的很缺钱 以前赚的钱 全用来买房买车买包包 这次和丈夫离婚 两人的财产进行了分割 因为男人是过错方 别墅倒是归了他 车子各开各的 他们还有一套房产被分给了前夫 现金谢飞烟是存了一些的 不过他不想住在那套别墅里 嫌恶心 就用手里的现金买了套新房 够自己和儿子住就行了 这么一来 手中现金就有些不太多了 行吧 涨工资的事确实得要你们夫人照顾了 他要说给你们涨工资 我是没意见的 别老是往我身上推 你都要卸助你帮你管理清泽科技了 那总裁和助理的待遇能一样吗 我也是总裁 这年薪才一百万 要不我和他换换 其实除了年薪 公司这些主要高管 都有一至零点五的股份 光是分红都有不少 只是谢飞烟把那些收入 都用来买奢侈品了 才会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紧巴巴 谢飞烟一听 干脆拿起孟德奎已经签了字的文件 那个总裁 我先去忙了 您和夫人慢慢聊 说吧 迈着大步 哒哒哒的就离开了 谢飞烟走后 孟德奎一把就将 站在身边的女人 拉到自己怀里 媳妇 快清一个 我都快想死你了 冷媚儿一推她脑袋 把人推得远远的 别闹 有事问你 孟德奎把按在自己头上的手拿下来 放在嘴边亲了亲 你问 听说你昨晚把夏宴城给打了 媳妇 你听谁说的 根本就是没有的事 坦白从宽 你考虑好了再说话 你都知道了还要问 我看她不顺眼 光是打她一顿 没弄死她 都是给她留客气了 冷媚儿忍不住在她脸上揉了一把 你和她叫什么劲啊 等过几天 取出银行里的东西 就让她去找查 你就当是废物利用了 行 不过去户上的事交给我 你不许和她接触 她看你的眼神我很不喜欢 这恨不得把她眼珠子挖出来 随你啊 对了 你不是想照着大壮他们做机器人吗 他们的主意你不用打了啊 上个世界去MD那次 我兑换过一个帮我看码的机器人 他们从来没升级过 还是出厂状态 我觉得呀 那个比较适合你搞研究 不过呢 就是没有升过级的机器人 也是远超这个世界的科技的 那参与研究的人一定要慎重挑选 并且要做好保密工作啊 放心吧 这些我都知道 孟德奎做了一个OK的手势 冷眉眼直接手一挥 空间中那台一直闲置的机器人 便被挪了出来 你收起来吧 它挺长时间没晒太阳了 能量已经耗尽 不过这个状态啊 正好适合做研究 孟德奎立刻乐呵呵地 将机器人收进了自己的戒指里 媳妇 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 搞科技实在是太费钱了 我倒也不是舍不得花钱 但我想多挣些钱给你花 要是这么慢慢地研究下去 还不知道清泽 什么时候才能赚到钱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 他总觉得 JM集团和他的关系不大 因为那是人家靳许泽创建的 而清泽就不同了 他只是借用一下原研发室的人 而机器人的研发 和他们原先的研究项目 共通性并不太多 现在他有了媳妇提供的机器人 以前那些研究根本就不需要用 清泽相当于是一个全新的 由他亲手创建的公司 也是因为这个 清泽是完全独立于 JM集团之外的 不过接下来的时间 他可能要更忙了 今天他要抓紧时间 和媳妇多腻歪一会儿 可惜还不等他 重新将人搂进怀里 他的私人电话响了起来 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是京城老宅打来的 他直接按下了接通键 喂 两位 老三啊 这个月七号 乔老爷子办寿宴 进家已经收到了邀请函了 乔家做事那一向低调 还是头一次 办这么大型的宴席 这次机会难得 你这两天回来一趟吧 打电话的竟是静老爷子 孟德奎最近事多 哪有什么心思去参加什么宴席 而且那种宴会 大多都是大家族的子女 变相相亲的场合 他一个有老婆的人 跟着去唱个什么 他刚要拒绝老爷子 没想到媳妇 却捏了捏他的手指 还朝他点了下头 倒嘴的话就成了 好的 爷爷 我会准时回去的 电话挂断 孟德奎掐着女人的细腰 询问道 媳妇 你为什么要让我参加宴会啊 因为我也要去啊 京城的那些家族 这几天陆续都收到乔家的请帖 忙着订购玩礼服的太太夫人 名门归秀 明显就变多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二十六集 楚怡宁带着一家人 走进了一家大品牌的专卖店 当然 他的一家人并不是指靖家人 而是楚家人 即便是在娘家人面前 他的声音里 也带着一股子焦滴滴的味道 弟妹 我可是打听到的内部消息 乔家就是借着这次寿宴的机会 想给乔大公子找一个 能看得对眼的女朋友 你可不能舍不得花钱啊 只要咱们思思入了内卫的眼 以后啊 您就擒着享福吧 他身边的中年女人讨好的笑着 大姐 这些事我都听你的 后天的宴席 您可一定要多照看一点思思 那从没参加过这么重的宴会 我怕她会失礼 瞧你这副样子 怎么说永刚现在的地位 在京城也算是个不小的官了 思思也算是官二代 到了宴会上 只要有点礼貌 不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谁还能把她怎么样吗 不怪她一直想帮娘家人 弟弟从小就跟她关系好 几乎是她说什么 弟弟就听什么 娶个媳妇也被她给洗脑了 对她这个大姑姐是唯命是从 侄女侄子对她也是十分尊敬 有这样的娘家人 虽然帮不上她什么忙 但最起码不会给她惹事啊 是是是 大姐 你先帮思思挑 挑完你也挑一件 我送给您 楚衣宁白白手 语气里是一贯的娇软 还透着一丝得意 送我礼物的事就免了 身为进家的当家主母 我还能少得了衣服穿 我呀 就盼着你们一家能够过得好 父母岁数大了 还要你费心照看着 大姐您放心 爸妈那边有我 我保证给照顾的妥妥的 我这不是觉得 永刚这次生殖 多亏了姐夫吗 就想表示表示 咱们也不是那白眼狼 瘦了姐夫的好 就白瘦着 楚衣宁心道 那还不是她育夫有数 亲儿子都不帮 却帮了她的亲弟弟 林友荣生的那三个 她是一个也看不顺眼 就是不知道 这次静博人被抢走了 更进一步的机会 会做何感想 带着两分得意 楚衣宁拍了拍弟妹 挽在她胳膊上的手 我会和她说的 放心 都是她该做的 两人在前面聊得欢 身后静亭修和楚思思 一言不发地跟着 仔细看的话 楚思思的表情 还带着一点点的不耐烦 表哥 你都不用上班的吗 静亭修不客气地道 你不是也没去上学吗 我都大四了 上午又没课 而且我妈非要我来 我能不听吗 车不就解了吗 我妈让我陪她逛街 我敢不听 原本有点丧丧的楚思思 突然想到什么 拉着静亭修的袖子问道 表哥 这次宴会 你们静家人 是不是都要参加 静亭修拉回自己 被钻住的袖子 一脸鄙夷地说道 你还可以问得 更直接一点 楚思思脸上 略有些不好意思 但还是想知道答案 她正要问 便听见姑姑在喊她 她赶紧应了一声 来了啊姑姑 接下来 楚思思就开始了 试衣之路 两个女人忙着帮她 挑选碗礼服 换过来换过去 最终终于选好了一条 纯白色的 修身鱼尾碗礼服 价值四十八万元 结账的时候 楚夫人刚要拿卡 却被楚仪宁拦住了 诶 这条裙子算是我送给 思思的 你的钱还是留着 给她买首饰用吧 大姐 这怎么行啊 你照顾我们一家 已经够多的了 可不能再要你的钱 别和我客气啊 就一条裙子罢了 我还指望着 等我老的时候 思思能像孝顺 你们夫妻一样 孝顺孝顺我呢 妈 你还有我呢 干嘛要让思思孝顺你啊 去去去 臭小子 哪儿都有你啊 你是我儿子 不孝顺我 还要孝顺谁啊 啊 几个从装卖店出来 又要去帮楚思思买首饰 只是刚走上没多远 楚夫人就看到了 一道熟悉的身影 她下意识 就看向大姑姐的方向 今天是周四 大姐夫不是应该在单位吗 而且 她身边可是站着一个女人 两人离得这么近 不可能是同时关系吧 不对不对不对 一定是她看错了 大姐夫和大姑姐关系那么好 怎么可能会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呢 她正要再仔细看看 可是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刚才那个地方早就没了人 因为心里装着事 楚夫人逛街的时候 总有些心神不宁的 看守势完全都是楚怡 您再拿主意 这些首饰虽然样式都不错 可是名誉珠宝不是有一位 给歪女王做过王冠的顶级设计师吗 她的设计有哪些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这位女士 我们的L设计师拿出来的设计是很少的 本月一共推出了两款凶针 以及一套首饰 但都是限量款 而且呢 要7号才能见到成品 京城总店也只接受实名预订 其他是发往别的门店的 每家门店也只有一套 有的地方销售额稍低一点的 连一套都拿不到 现在呢 预订已经结束了 总共20件单品 十套成套的首饰全都订了出去 哦 这么快就订完了 你们就不能帮我挪一份吗 抱歉了女士 不是我不想帮忙 而是公司的规定就是这样 京城的有钱人那么多 就算限量款都放在京市 也是不够卖的 可一旦卖得多 大家都带着一样的首饰出席酒会 也是很尴尬的 楚怡宁如何不知这个道理 干脆就把注意力放在了 其他设计师的作品上 这套首饰是限量款吗 这是我们公司的 资深设计师设计的少女系列 也是限量款 而且京城也一共只有五套成品 您要是看得上的话 可以带上试试 就它了 开票吧 这个设计师的设计 倒是挺适合思思的 以后倒是可以多光顾几次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327集 服务员玛丽的开票打包 心里也是暗暗高兴 他们谢总真是聪明 知道L大设计师的东西不够卖 就推出了其他设计师的作品 毕竟京城最隆重最顶级的宴会 马上就要开始 那些千金小姐贵夫人们 可不是要从头到脚 打扮得美美的去参加吗 客人们买的最多的 就是那些其他设计师的限量款 贵夫们进了店 只要介绍的是限量款 大多都会购买 这也给公司的其他设计师 打开了知名度 光是今天他们店的营业额 最少要比平常增加了两倍不止 这个数字可不是和以前相比 而是和王冠上热搜之后的销量相比 连带着他们这些销售员 也多拿了不少提成 楚怡宁等弟妹结账的时候 还是有点遗憾 要是能拿到那位L设计师的作品就好了 那样的东西 不管设计成什么样 只要带到宴会上 都会成为一个最好的谈资 可惜了 他们没有定到 另一边的境遇 心脏砰砰砰的跳个不停 他没想到 今天出来办事 会在街上遇到白若阴 虽然只是匆匆一片 他就能在众多人群中 一眼找到他 这个女孩子 实在是太得他的心了 可惜 他今年都六十多岁了 比那孩子大了将近四十岁 两人相差的岁数 实在是太大 重是不能白头到老 你现在不是应该在上班吗 怎么会在这儿啊 白若阴一脸爱慕地看着眼前这个成熟的男人 说话声音都是柔柔的 金玉忍着想要摸摸他小脸的冲动 压抑着自己的心思回答道 你不也应该在上班吗 怎么出来了 幼儿园要买一批办公用品 园长知道我擅长砍价 就派我出来了 我同事和我一起出来的 他去买奶茶了 会不会很辛苦啊 如果太累就辞职好了 我又不是养不起你 我能养活自己 为什么要让你养 而且我说过了 我只是单纯地喜欢你 爱着你 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 你想到我的时候 随时可以来找我 当有一天 你厌倦了我 只要告诉我一声就可以了 我不会给你带去任何的麻烦 更不会做出打扰你生活的事来 我拜托你 就让我简简单单地爱着你可以吗 金玉只觉得自己一颗心 都要变得滚烫滚烫的 他怎么会咽了白若阴 他会爱白若阴一辈子 压抑下心底那股冲动 他伸手拉过白若阴的胳膊 手急眼快地钻进了路边一辆 刚谢了客的出租车 然后报上了白若阴的地址 车上两人谁都没说话 但他们挨得极尽 两只手也早就食指相扣 白若阴的小脸也红若桃花 男人的意思再明显不过 他只觉得 男人周身的空气都沸腾起来 手心里都被他钻出了汗 两人谁也没看对方 视线都看向车外 车子停到白若阴的公寓外时 更是一前一后 像个陌生人一样回到家里 只是房门一开 再度合上时 两个人疯狂地稳在一起 身上的衣服从门口开始掉落了一地 直到两人赤条条地躺倒在了卧室的大床上 半小时后 卧室里终于归于平静 金玉看着躺在自己壁弯里的女人 满眼都是怜惜 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单纯太傻了 眼里心里装的全是她 都说女人责大款 图的男人的钱 可白若阴除了那次生病 她给她买过药外 从来没有花过自己一分钱 白若阴真的是从心眼里爱着自己啊 音音 你放心 我不能跟你一段婚姻 但是却可以给你打造一个未来 那份有失的工作 你辞了吧 我这两天想想办法 争取给你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 不过呢 事业单位是不用想了 只能进大公司了 我不同意 不能给你添麻烦 而且我现在的工作也挺好的 赚的钱足够养活我自己的 你别管 跟你安排个工作 对我来说很容易的 这套公寓 我打算帮你买下来 这就是我们以后的家 你啊 别再拒绝我了 我总要为你做些什么 白若阴如乖巧的猫儿一般 在她臂弯里蹭了蹭 你真的 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家吗 啊 这里是我们定情的地方 自然就是我们的家 啊 我听你的 白若阴说完 又在静玉脸上亲了一口 静玉心下有些欢喜 这还是这个小女人 第一次接受自己送出的礼物 高兴地将怀中的小女人用力地搂了搂 这时 两人的手机同时响起来 静玉拿出手机看了看 是楚怡宁打过来的 静玉拿出手机去了卫生间 白若阴已经把手机按了静音 然后在微信里给同事回了条消息 说自己突然肚子疼 让同事帮忙请半天假 静玉从卫生间出来时 白若阴已经乖巧地将她的衣服捡起 叠好放在床边 静玉心里孕贴极了 忍不住又在她脸上亲了亲 然后抱歉地说道 家里来客人了 我要马上回去 你自己要记得吃饭啊 我会抽空过来看你的 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不会乱给你打电话 万一你和她在一起 岂不是给你添麻烦 除非 除非我遇到天大的危险 要不然 这辈子我都不会主动打你电话 静玉忍不住将人又抱在怀中 小女人真的贴心地让她心疼 太懂事了 懂事地让她生怕两人的关系 会伤害到她 音音 你怎么能这么懂事呢 懂事地让我心疼啊 忍不住地在她头顶亲了一下 我回了 你乖乖地吃东西啊 有空我打给你 啊 我送你 其实送也只能送到门口 今天他们共乘一辆车 就已经够大胆了 静玉是不会让别人有机会 抓到自己的把柄的 因此 走到房门口的时候 她直接让白若英指了步 关上房门 男人又成了那个 衣冠楚楚的证人君子 任谁也猜不到 刚刚那四十多分钟里 她都做了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二十八集 她走之后 白若英从窗口 亲眼看着静玉走出小区 刚巧她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先生 她今天说要把这套房子埋给我 还说要给我换个工作 她给你的你就拿着 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协议 另外 工作你也可以留下 如果你将来不怕被她骚扰的话 白若英不用想也知道不可能 静玉知道她骗了她 估计都能想拿把刀杀了她 再说 干完这一笔她就回老家 过自己的小日子 这座城市 没有一点值得她留恋的地方 房子 能在我离开的时候 帮我处理一下吗 放心 我们说好的 事情结束后 会帮你搞定一切麻烦 你想要现金 房子我们可以帮你直接卖掉 白若英真的放心了 如果有办法 没人愿意去给人家当小三 现在她有机会卖出泥潭 又怎么会不抓住机会 冷媚儿下飞机的时候 天刚刚黑下来 出来时 又遇到了一帮追星族 举着牌子 拿着花 守在了外面 就感觉这些人挺无聊的 自己的日子还没过明白呢 总把精力放在别人身上 有那个功夫 多爱爱自己不好吗 她活了三辈子 她也没粉过谁 不是说她没有喜欢的明星 而是就算喜欢 也只是喜欢 他们演绎出来的角色 唱出来的歌曲 至于其他 她从不关注 这时 她的身后 又有一行人 奔着出口处走了出来 为首之人 穿着一件红色的长款风衣 长发披散着 戴着一副黑色大墨镜 脚上的恨天高 足有十多公分 鞋跟细如筷子 身边一左一右 跟着两个助理 掺着她的胳膊 就跟伺候慈禧老佛 也是的 生怕她一个不小心摔了 三人周围 还跟着八个保镖 那气势 真跟自己多大腕似的 冷媚啊 瞅了好几眼 冷媚看出来 这位是谁 要知道 从穿到这个世界后 她可是很闲的 经常会看看电视剧 刷刷综艺节目 对那些流量明星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了解的 可眼前这位 她是真的没有看出是谁来 那帮举着牌子的人 口中喊着 仙仙仙仙仙 我爱你 仙仙 给我签个名吧 我也在机场 等了你四个小时了 见你一面 实在太不容易了 勋勋勋勋 也给我签一个吧 我等了三个多小时 我家就在航程 我今天是特意坐飞机 来等你的 这群人疯了一般往这边拥 冷妹儿要是不反应 快提前躲了一下 非被这群人 撞个大跟头不可 一直等着她的礼宾 就要挤过来 保护她的安全 却被冷妹儿制止了 她想等着这些人 离开出口再离开 孩子们追个星也不容易 千里迢迢跑到京城 就为了见自己喜欢的偶像 一面再签个名 他们还是不要打断好了 反正 这些人也就十几个 想必签了名 一会儿也就离开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 却是出乎她的意料 那几个保镖一看 有人凑上来 立刻张开膀子 把这些粉丝挡在了外面 那个自称从航程过来的小姑娘 一看接触不到自己的偶像 立刻急了 硬起到保镖身前 举着本子 往那个叫萱萱的明星跟前地 萱萱下意识地往后躲了一下 结果 她的高跟鞋实在是不太稳 身体就歪了一下 好在左右护法扶得稳 她才没有摔倒 从眼可见的 那个叫萱萱的明星不高兴了 可惜 机场是公共场所 来来往往的人实在太多了 她就是有气 也不好表现出来 便招过来一个保镖 从她耳边小声说了一句什么 说完后 也不管粉丝 哒哒哒地就继续朝前走 那名小粉丝 并没有察觉到黑色墨镜下 她喜欢的偶像 在用什么样的眼神看她 她还在尝试着想让偶像帮她签个名 只是这次再等她凑过去时 一只不知是谁的大脚突然伸了出来 将那小姑娘扮了个大跟头 那姑娘直接侧摔了出去 右手摔地磨破了皮 头也磕在地上 肉眼可见的就肿了起来 然而 那位大明星只淡淡地扫了一眼 就继续往前走 连看都没看地上的女孩一眼 其中有几个粉丝 明显和摔倒的女孩比较熟悉 有几个赶紧走过去查看她的情况 有个小男生气愤地吼道 是那个保镖抬久扮的人 他是故意的 我看见他故意伸的脚 其他人一听立刻来了气 他们来这一趟多不容易啊 可是他们的偶像 不要说给他们签名 就是多看他们一眼都不曾 现在他们的伙伴 还被偶像的保镖给绊倒了 而且 萱萱刚才分明 刚和这名保镖说过话 还没过上两秒呢 那保镖就把他们的伙伴绊倒了 感觉他家的房塌了 他们真是一腔真情喂了狗 其他人听到男孩的话 立刻朝那些保镖吼了起来 站住 你们故意伤人 要是不道歉 我们就打电话报警 机场里别的没有 就是监控多 我们是你的粉丝 就只想让你签个名 在这等你几个小时 换来的就是你 让保镖报复你的粉丝 我们真是瞎了眼 没错 以后我再也不喜欢他了 就当我的真心喂了狗 太孤分了 从他第一次登台参加选秀节目 我就开始喜欢他 整整四年啊 四年的大学时光里 我每天都要搜搜他的视频 听他唱过的歌 为他打宝 给身边的朋友亲人安宁 今天我好不容易攒下坐飞机的钱 跑到机场来接机 结果就换来他的无事 我发誓 以后再喜欢他 我就是猪 这边发生的事 已经引来一些人的围观 甚至有机场的保安 挡住了轩轩和异形保安的路 几位 还是等一下吧 那边有人说 你们把人家绊倒了 而且已经有人报了警 你们现在离开不合适啊 刚才扮人的保镖 明显表情不太自然 倒是那位明星 一脸比一的 朝粉丝们的方向看了一眼 然后打开自己的手包 保镖也是为了护着我 才不小心碰到他 这样吧 我现在赶时间不太方便 这些钱 你拿去给那位小朋友 让他检查一下身体 我想这些钱应该足够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二十九集 他拿出来一打人民币 递给了为首的那名保安 瞅着怎么也有个四五千块钱 明显这就是拿钱摆平这件事了 在保安看来 只是摔了个跟头 也不是什么大事 大家道个歉 陪着看个医生 也就差不多了 双方要是能和解 也省了事了 于是保安接过钱 就去了那些粉丝眼前 双方离得并不远 萱萱刚才说了什么 他们也听得清清楚楚 虽然对方赔了钱 可他们心里就是不舒服 摔了一跤的女孩 手里的笔记本 早已不知摔去哪里 她挣扎着从地上坐起 眼睛直直地看着那名保安 叔叔 钱你拿回去吧 我不要 我们已经报了警 就让警察来解决这件事好了 我现在有些头晕 麻烦 麻烦你们帮我叫辆这户车 冷妹牙看得清楚 女孩子的手这会儿正在往外冒血 而且她受伤的那只手一直没动过 看起来应该是脱臼了 李斌这会儿也走到她身边 小声询问道 沈小姐 您要不要帮她一下 冷妹牙摇头 还是不了 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伤 就让她多疼一会儿吧 这会儿越疼 留下的记忆就会越深刻 以后她就不会再犯傻了 我们走吧 李斌实在没想到 得到的答案会是这个 不是说 医生 心善 救死 扶伤吗 怎么到了沈小姐这儿 还有点嫌人家伤得太轻的意思 不过 沈小姐 肯定有她的道理 她这种粗人 就不纠结了 两个穿过人群走了出去 身后 这场闹剧 却有越来越热闹的趋势 十几名粉丝 拦住了那些保镖的去路 甚至叫喊着 要让萱萱道歉 有几个还当场指责 萱萱不尽人情 望他们喜欢她一场 却连个签名都不愿意给 萱萱表情十分冷漠 她刚花高价弄得没假 万一签名的时候 弄花了弄脏了怎么办 粉丝要 她就要给吗 这是哪门子道理 众粉丝被她的反应 气得不轻 摘了偶像光环 也不过是一个 十八项的女明星 演过一字女二 剩下的全是女恩号 唱歌出道的 却只出过一张专辑 他们捧着她 她是偶像是明星 没有了他们这些粉丝 她就连个屁都不是 机场警察很快赶到现场 因为就在大厅里 很多个机位都录下这里发生了什么 然而那位叫萱萱的明星 却是一点都不惧 反正人不是她绊倒的 只要不是她 保镖绊倒个人 也不过是小事一件罢了 大不了 就是带那个粉丝去医院检查一下好了 又没什么大事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就能结束的 她以为在保镖耳边说话 别人就不知道她说了什么 可这年头还有一种人 他们懂淳语 不巧 街警的警察里就有一名懂淳语的 她清清楚楚地翻译出了 萱萱在保镖耳边说的那句话 于是 原本以为自己很快可以离开的萱萱 就被带走了 一起走的还有她的保镖 事情发生没过半个小时 十八线女明星段萱怡 在机场让保镖收拾粉丝 被带去警察局的消息 就冲上了热搜 可惜萱萱入圈四年 一直期盼得上热搜 竟然会以这种方式达成了愿望 就是不知道等她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后悔 为了出一口气 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冷妹儿再次出现在 大院乔家的小楼里时 客厅里的沙发上 做了三张生面孔 见她进来 众人纷纷醒起了注目里 乔承勋赶紧给她介绍起来 我叔 二婶 堂弟乔承伟 我二叔一家 今天刚从完这身回来 冷妹儿用一种 十分怪异的眼神 看向了乔承勋 乔承勋闷的道 怎么了 干嘛这么看我 冷妹儿没理她 她记得没错的话 乔大公子当初说 她二叔家五口人 她姑家六口人 可刚才她听到了什么 她二叔一家 明明她二叔家 只有三口人 正是为了多要两颗药 她是什么都敢说呀 还好她冷妹儿没上当 乔二叔和乔先生 长得有五分相像 看起来都挺威严的 乔承伟 二十四五岁的样子 长得也是眉清目秀 看上去还挺斯文 倒是有些乔承勋的影子 冷妹儿淡定的 和这一家三口打了招呼 乔二婶是一位典型的男方女子 感觉人特别温柔 从始至终 总是带着得体的淡笑 说话也是细声细气 看起来特别温婉 秦秦 快坐 晚饭马上就要好了 你肯定饿坏了吧 冷妹儿摇头 她还真不饿 白佩文轻热地 拉过冷妹儿的手 两人坐在一起 乔承勋拎了张凳子 坐在她对面 金语子没和你一起回来啊 你自己来她也真能放线 哎呀她最近特别忙 可能要到老爷子寿宴那天过来了 再说了 她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有你在 还能有人欺负我是怎么着 对 你现在在京城 可以横着走 哎别别别 瞧大公子 我又不是螃蟹 横着走的那是形容地匪恶霸的 我就是一规规绝举 踏踏实实的普通老百姓 咱们还是正常走路的好 她的反应 逗得客厅里人发出一阵笑声 乔承勋笑道 你见过哪家的普通老百姓 是你这样的 普通老百姓都能像他这样 短短三个月不到时间 就能赚到几十亿资产 那华夏国得强大到什么地步 这时 庸人已经过来喊人 晚饭准备好了 所有人全部一部饭厅 说来也是有意思 冷妹儿来了乔家几次 每次都要在这儿吃顿饭 下次他可是要注意点了 晚饭很丰盛 长行的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菜肴 冷妹儿就坐在乔承勋下手 等老爷子动快后 他便埋头吃了起来 老爷子生怕他因为家里多了人而认生 一直指使孙子给他夹菜 乔承勋真心不认为沈青是会认生的 象征性的给他夹了一筷子 则就算是完成任务 乔承勋 虽然比乔承勋小了几岁 但也是交过了好几个女朋友 他十分不理解 凭大哥的长相 为什么还要家里给他举办什么相亲宴 尤其是看到沈青后就更纳闷了 沈青长得多漂亮啊 看大伯母的样子也很喜欢他 直接把沈青介绍给大哥不就好了吗 他们一家到现在也不知道沈青的真实身份 乔老爷子嘴言 只说让儿子一家回来给他过寿 并没有说到底是因为什么 因此 乔承勋只以为沈青是乔承勋的朋友 看父母和爷爷聊得挺高兴 乔承勋便打起了小算盘 沈小姐 你和我大哥认识多久了 老妹儿没想到乔承勋会突然开口和他讲话 咽下口中食物后 他又抽了张纸巾擦了擦嘴 这才回答 没多久 两三个月吧 那个 我有男朋友的 谢谢啊 那小子不停地在他和乔承勋之间打量 真以为他不明白这小子在想什么吗 他做事喜欢直来直往 绕来绕去的说话方式真心不适合他 然而乔承勋压根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 有男朋友又怎么样 这天底下的男人 还有哪个能比得上自己弹歌 只是男女朋友又不是结婚了 大不了公平竞争呗 不怪他有这样的想法 以前也有不少女孩子追求过大哥 有些甚至都追到家里来 可是大哥从来都不多看一眼 更不要说能坐在他身边 而且还给人家夹菜的了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大哥对人家有好感 最起码也是不排斥的 这个叫沈青的女孩子 已经算是独一份了 那你男朋友是做什么的 他是哪人呢 冷妹儿刚要继续吃饭 没想到这小子又问上了 京城人 自己做点小买卖 乔承勋赶紧瞪了 坐在对面的堂弟一眼 别以为他不知道 这小子打的什么主意 人家都说自己有男朋友了 意思还不够明显吗 他还在这儿问什么问 乔承勋感觉到大哥杀人一般的视线 心中是不以为意 大哥就是纸老虎 有爷爷和大伯在 不会让他欺负自己的 于是他给了大哥一个 我帮你挑媳妇 你老实一点的表情 继续道 哦 有机会叫你男朋友来家里做客 都是朋友认识认识 说不定还能合作呢 好啊 肯定有机会的 眼见大哥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乔承勋十分实相地住了口 快速地吃起了饭 晚饭过后 乔家来了几个客人 都是大院里 原本和乔二叔关系不错的人 乔老爷子 干脆把沈青叫去了书房 白文佩也把乔二夫人一起叫了上去 乔家书房很简朴 也不太大 几排书架 一张书桌 几张椅子 没有那些昂贵的古东摆件 看起来压根就不符合 乔家任何一个人的身份 但却让进了书房的人 感觉十分自在 老爷子指了指靠窗的位置 丫头 咱就在这坐会儿吧 冷媚儿点头 拿出脉枕放在小脊上 然后坐在下手 老爷子熟门熟路地伸出胳膊 乔二婶脸上立刻露出诧异之色 大嫂 白文佩知道 她是好奇沈青的身份 她轻轻捏了捏弟妹的手心 然后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你不是说 这次再见我 看起来年轻了好多吗 都是青青这孩子帮我调理的 等一下 让她也帮你们看一下 乔二婶顿时不说话了 下午见到大嫂的时候 还在好奇 她到底用了什么保养品 让她整个人都年轻了一二十岁 没想到 竟然是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给调理的 好迈过程非常快 效果非常好 超出我的预期了 最后一颗药吃完 老爷子的身体就能彻底好了 说吧 她打开药箱 再次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瓶 并打开瓶塞 拿出一颗药丸 老爷子乐呵呵地将药丸吃下 乔成勋上楼的时候 已经把老爷子的水杯端了上来 这会儿极有颜色地将杯子递了过去 老爷子慢悠悠地将温水喝进腹中 任由那股暖意流遍全身 接下来 老爷子起身坐回了书桌后 示意孙子赶紧让沈青帮她耗脉 乔成勋的表情有些微的不自在 每次谈论起她的病情 她都会有种被人扒光了衣服的感觉 她想了几次 最终想明白了 都怪沈青一点大夫的样子都没有 让她忽视了两人就是最最正常的医患关系这一点 她才会这么别扭 冷媚儿才不管她咋想的 抓过她的胳膊就帮她拔起脉来 你自己检查过了吗 乔成勋无语 老爷子不懂孙子的别扭 已经自发地为她做了解答 检查过了 检查过了 身体已经没有任何问题 寒气已经全部拔除了 而且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基本已经到达巅峰了 可以服药了 没错 确实挺好的 老陆也是这么说的 不过呀 我就是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才觉得她是 希望这次的寿宴 臭小子能给我找回个孙媳妇 也不枉 我这么费心费力的 扳回寿宴 冷媚儿朝老爷子露出一个大大的笑 老爷子放心 只要乔大少爷稍微表现表现 孙媳妇分分钟就能给您带回来 打开药箱 冷媚儿拿出一个白玉小瓶 递到乔承勋手里 那吃了吧 吃完你就回房间 说到这儿 她停顿一下 然后脸上露出一抹 万分不舍的表情 洗完澡 再来找我 通过这些日子的接触 乔承勋可是对沈青 有了一定的了解 每次她要往外拿药的时候 都会露出这种表情 她也不问 干脆就将瓶中的药 扔进口中 然后就离开了书房 白温佩见儿子吃了药 心里也是大大松了口气 那可是一颗能让人延长 十几年寿命的药啊 说起来都跟仙丹没什么差别了 这么好的东西 使有吃进肚子里 才能让她放心呢 见儿子离开 白温佩赶紧把弟妹 带到沈青面前 弟妹 你快坐 让青青帮你也好个麦 青青丫头 厉害着呢 一般人想让她搭个麦 那都找不到门路 要不是承勋和青青 是很好的朋友 咱们家 都不一定能请得到人 冷妹啊赶紧否认 华国第一人的家族 都请不来她 她是想上天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 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三十一集 夫人 我可没您说的那么厉害 我就是看过几本医书 会看一些小病 您这么一说 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这哪是夸你啊 分明就是实话实说 弟妹 快把手放上 等一下 还要让青青 给二弟检查呢 乔儿夫人这会儿 都是懵懵的 大脑下意识的 就是听从嫂子的吩咐 将手放到了脉枕上 冷妹儿直接搭上 她的脉搏 然后 视线落在了 乔儿夫人的面颊上 虽然她化了淡妆 将面色遮掩了一些 但冷妹儿还是看出 她的肤色不正常 偏黄暗沉 这是明显的内分泌失调 再加上她的脉象 冷妹儿已经基本确定了 收回手 冷妹儿询问道 二夫人以前在医院检查过吗 看过不少大夫 各大医院跑遍了 结果都是我公寒 输栏管阻塞 以及子宫后卫 不亦怀孕 说到这儿 乔儿夫人面上露出一抹不自然 其实当初治疗的时候 因为疏通起来太疼 我就没再治 而且我都这个岁数了 也不指望生二胎 只要身体不出其他问题就好了 冷妹儿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因为不生二胎 就可以允许自己没了生育功能吗 人体每个器官都是息息相关的 就像现在 乔儿夫人已经因为一些妇科症状 导致马上就要绝经了 二夫人 刚要说静气的事 一抬头发现老爷子还在呢 他赶紧指住画头 头微微一侧 老爷子 您能帮我叫下二先生吗 白温佩刚要说他去叫人 便见老爷子已经起了身 行行行 我这就去 顺便倒杯水喝 今晚的菜 有些口重了 白温佩心想 公爹撒起晃来都不带眨眼的 明明家里的佣人 都是按老爷子的口味做的菜 哪里口重了 老爷子人老成金 知道沈青这是有话要说 他也就很配合地找了个借口 自动出去了 他走后 冷妹儿才开口道 二夫人 您现在的月经量是不是有些少 而且周七也会提前呢 二夫人点头道 我以前都是来六七天 现在顶拖三天就干净了 而且量非常少 颜色是不是也发暗 而且每次来月经都会小腹疼痛呢 乔二夫人点了点头 二夫人 按您的描述 您这是要绝经了 您的月经量会越来越小 这是不应该的 您顶多四十五六岁 绝没有到绝经的时候 大夫人比您大了将近十岁 月经都还非常正常 这是她看起来会那么年轻的原因 女人一旦绝经 会快速地衰老下去 有人会告诉你 绝经不是女人快速衰老的主要原因 但它绝对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那怎么办呀 这个你能治吗 当然能治啊 不能治我就直接告辞了 那还好意思在这坐着 只要您愿意 治好后 再生个大胖小子都不是什么难事 乔乔两位夫人都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乔二夫人今年四十六 别说他们夫妻没打算要二胎 就算想要 就这个岁数都是高龄产妇了 谁敢让她生 那你手里现在有药吗 白温佩紧张地问道 冷媚儿淡定摇头 没有 得先配 我争取在七号老爷子寿宴前配出来 放心 很好知道 保证二夫人吃了我的药后 精神焕发 脸上这些不起眼的斑 都能消失得一干二净 乔二夫人不在意自己的书卵管是不是通的 却格外在乎自己这张脸 一听连斑都能消 瞬间有些心急起来 可惜还要等两天才能拿到药 要不然到寿宴那天 她也能画个美美的妆了 老爷子掐着点 把二儿子喊到楼上 反正有老大在陪 那几个客人也足够了 两人进了书房的时候 时间刚刚好 去吧 让沈青帮你把个脉 瞧老二简直了 他爸可是真逗啊 竟然和他说什么沈青是个中医 而且还是中医胜手 强大到他不能想象的地步 但 他不可能当面给父亲难堪 再说就是耗个脉 又不耽误什么 看了也就看了 冷妹儿一直注意着他走路的姿势 要不是他看得仔细 还真看不出来他腿受过伤 运气神实 冷妹儿将他的腿伤 从上到下仔细检查了一遍 然后便收回了视线 老爷子对二儿子的伤 可是很在意的 他也不坐回自己的椅子上了 就那么站在二儿子身后 等着看接下来的结果 有良好的家教的人 或者说是有脑子的人 从来不会把自己的好恶 表现在脸上 更不会像个智障儿童一样 乍乍乎乎地表现自己的不屑 就像乔二先生 根本不相信他的医术 却是什么话都没说 乖乖地坐下 伸出手 等着冷妹儿帮他耗脉 麻烦沈小姐了 我身体其实挺好 就是我们家老爷子 总是瞎担心 冷妹儿淡淡地笑了笑 然后一心一意地把脉 这次耗脉的时间有点久 时间越久 老爷子的表情就越发担心 沈进来家里几次 他也有了些经验 一切正常 他把脉的时间就会很短 只有身体出现问题时 用的时间才会很长 等冷妹儿收了手 他立刻紧张地询问道 怎么样 他的腿还能治吗 是不是 还有其他的问题 老爷子稍安勿躁 我先问两个问题 老爷子顿时心下一沉 不过很快又有些释然 他的癌症 沈青都能帮他治好 老二再怎么身体不好 也不会比他严重吧 好 你问 你问 二先生 是不是偶尔会感觉头晕头沉 而且耳朵会偶尔出现耳鸣 或者是听力减退的症状 乔尔淡定点头 在他看来 这些症状都是因为他年纪大了 每天工作的压力太大 又太过劳累才会如此 毕竟他每年的体检都是正常的 除了早年的腿伤 他并没有什么大病 老爷子盲问道 他这症状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很严重 能治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三十二集 冷妹儿先是朝他点了点头 嗯 能治 典型的脑供血不足的症状 而且 他的症状应该时间不短 再不治 有发生脑梗塞的可能 你们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军区医院应该能检查出来 他的症状已经很明显了 此共振DWI显影就能检查出来 即便是小点的病灶都没问题 老爷子道 那治疗的药 多久能做出来 因为这个病挺常见的 我现在就带着药 不用回去再做 那就赶紧给他吃 这病 可不是闹着玩的 说饭可能就犯了 救治不及时 还可能落下后一阵 我可不敢再拖延下去了 乔尔先生一脸的无可奈何 什么呀就给他吃药 而且他年初才做的检查 明明什么都没查出来 他爹这不是开玩笑吗 冷妹儿明白人家的想法 有这种想法才是正常 老爷子不也是亲自去医院考察过 才决定接受他的治疗吗 要我就先不给您了 派个车 带二先生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检查完再说 说完 他起身在书桌上拿起纸笔 又简单地画了一幅图 在三个单上重点标明了一下 您让陆院长直接检查这三个部位 其他地方是没问题的 老爷子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 把个脉还能直接查出病灶吗 这不是人家机器该干的活计 不过 为了让二儿子心服口服 他直接就硬了下来 将那张图一叠就拿了起来 然后叫上自己的警卫 催着二儿子就去了医院 这种事儿 二夫人肯定是要跟着的 乔成勋还在自己的房间没出来 老爷子想陪着二儿子去医院 二先生死活不同意的 最后 还是那一家三口一起去了医院 他们走后 白文佩赶紧解释两句 清清啊 你别多想 我公公谨慎 让他们回来的时候 啥也没说 他们压根就不知道你的身份 我没多想 不过你要再说下去 我可就真要多想了 我在您心里 就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吗 清清 你今天穿的这套衣服 是什么牌子的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这套 不会和你第一次来家里时 穿的那套蓝色的套装 是一个牌子的吗 我这人最喜欢刺绣了 但是现在 手艺好的刺绣师傅很少 更不知道 哪个牌子的衣服 是手工刺绣的 京城倒也不是 没有专门的刺绣师傅 但那些人做的 大多都是旗袍 不像沈青这样 穿的都是西装 刺绣也不是太明显 全是暗纹 图案又很大气 冷眉牙笑着道 这就是咱们国产的一个品牌 价格也不太贵 一套西服呢 就三千多 只不过 这些暗纹都是后加上去的 哎呀 怪不得我找不到 一样的衣服呢 原来是后面添加的 刺绣图案 我还打算问过你以后 自己买几套换着穿呢 这一下不用想了 冷眉牙没有解释 那是她自己绣的 反而和白文佩 聊起那些图案和绣法 两人正聊得热闹 书房门就被人 从外面敲响了 紧跟着乔大公子 便推门而入 白文佩惊讶地张大嘴巴 哎 这是我儿子吗 青青 你确定 只是给他吃了颗药 不是偷偷把儿子给我换了 乔诚心忍不住 摸了摸自己那张 白得发光的脸 沈青 有没有办法 让我变黑一点 我现在真是太不适应了 有什么不适应的 不就是白了一点吗 等你回了部队 晒上几天 就自然又变黑了 可我明天要怎么出门 突然变成这样 好些人肯定会好奇的 好了好了 我去给你找一套暗色的粉底 涂上一些就好 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别人想拔啊拔不了呢 白文佩拉着儿子好一顿地查看 等到乔诚勋戴上明显的无奈后 这才放过他 知道两个接下来可能有话说 便非常自觉地离开了 乔诚勋挨着冷妹儿坐了下来 你不是说让我找你吗 有什么好东西要给我 快点拿出来吧 冷妹儿忍不住瞪了他一眼 但最后还是从药箱中拿出一颗药来 能增加人体将近20%的体能 身体素质越好 吃下去后达到的效果越好 话落 手中的药朝乔诚勋试衣了一下 乔诚勋有些激动 居然崇拜实力 能提升实力的东西 在他心里 比那个什么严寿丸可要重要多了 将药接了过来 乔诚勋干脆地吃了下去 那我明天回部队 就好好测一次体能 你也跟我一起去一趟吧 罗晨他们一直让着要请你吃饭 但是你每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 他们有没有你的联系方式 想联系你都联系不到 几点去啊 早上七点出发 我让李冰去接你 不用了 我自己开车就好 顺便呢给他们带些吃食过去 对了 你们那大概有多少人呢 那你还是省省吧 就你那些跑车能装多少东西啊 半夜的人虽然不多 但上上下下也有近百号的大老爷们儿 你带那点东西啊 不够他们塞牙缝呢 这个时候 京城还要哪家汽车城是营业的 刚才我再买一辆能拉货的车好了 行吧 你是真有钱 没事买那么多车干嘛 公司就有货车 明天晚上李冰直接开过去 你想买什么东西再去买好了 大不了我们晚些走啊 你让他现在把车开过去 明天我们就可以直接走了 也省得耽误时间 对于这么点小事 乔成勋当然是有求必应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不对的地方 哎不是 你去就去了 干嘛还要这么麻烦给他们买吃的 闲的 那你的意思是 我真让那些为国家效力 流汗又流血的军人请我吃饭 他们想要请我不过是因为 我用浅薄的医术帮了他们 可他们为这个国家做了事 又有谁谢过他们呀 所以 我想请所有人吃顿饭 有毛病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三十三集 乔成勋赶紧摇头 没毛病没毛病 你说的对 你说的都对 冷妹儿他很吓人吗 不记得自己曾经做过什么 让乔大少害怕的事吧 想起一件事啊 陆院长对你治疗弱经症的药 很有兴趣 他让我问问你 能不能大批量生产 不能 还是那句话 一是 需要的珍稀药材太多 就算做出来 能买得起的人也有限 第二 量产的话 药效也会大大降低 不可能和我给你的那颗药一样 见效那么快 乔成勋心下有些遗憾 还以为他们的药厂 很快就有一款新药能上市了呢 结果不行 不过很快他就释然了 药厂的事已经不如正轨 你有空要不要过去看看 不去 我就等着跟你分钱 有了钱 基金会就能运作起来 我整天猫在公司也没个正事 都嫌得发慌呢 好 明天我通知那边的负责人 以后的分活 按月给你拨过去 省得误了你的正事 那我先谢您了 那你今天给我吃的这颗提升体能的药呢 就知道你会问 量产是不可能的 但是只供给咱们自己一人一科 还是可以的 嗯 暗夜的实战队员到底有几个呀 一共五十一人 政委倒是不用出任务 不过 你不会小气到独独不分给他吧 你倒是大气呀 感情不花你的钱 整整五十一个人 就是五十一颗药丸呢 我能卖多少钱 你心里没点数吗 乔成勋瞬间装死 沈青出手的药 最低都要千万一颗 对他们这些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的人来说 如果真的有药 能提升身体近百分之二十的体能 别说千万了 多少钱都配不上他 总之 他付不出这个钱 当然 主要是他看得出来 沈青没打算要钱 所以他就占了这个便宜 眼看着沈青变得气鼓鼓的 乔成勋赶紧转移话题 哎 问你个正事啊 合着你刚才说的事都不是正事呀 问你件事啊 你不是一直在问问问 什么时候停下了 赶紧说吧 我这忙着呢 说完就回去了 乔成勋都被他这副样子气笑了 明明这药也是他要给的 结果就追着他一顿兑 你说我要动一动了 你觉得我该去哪儿 哎 别急 你只要按部就班的做你的事就行 过完年 你就得准备出发了 还有件事 关于你男朋友的 冷媚儿立刻收了脸上表情 连身体都坐直两分 说 金玉的小舅子正升职了 并且一上任 就在针对金博人 就这么点小事啊 这分明是金家的事 和我男朋友没多大关系 哎 怎么没关系了 金家三兄妹感情向很好 你男朋友的亲大哥受了委屈 你都不关心的吗 你说 我能看出你的气运走势 能不能看出 我未来的大伯哥和大姑子的 什么意思 冷媚儿高深莫测地看了他一眼 没回答 却是直接转移了话题 我就没见过那么渣子的爹 亲儿子不帮 要去帮小三的弟弟 不过也好啊 他蹦跶这么多年 也差不多到头了 六十多岁的人 是时候回去抱孙子了 言之早早 真的是言之早早啊 沈青的意思是说 金玉很快就会提前退休 乔成勋真的很想问他一句 是不是凡是他见过的人 都会知道对方的未来走向 如果他回答是 那这是不是也太吓人了 对了 有件事要和你说一下 你说 你经营暗网这么久 知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个杀手组织啊 你怎么问起这个 冷媚儿也没瞒他 便将杀手追杀金许泽的事说了一下 从我和金许泽认识开始 对方就出手两次 一次是在他的跑车上动手脚 一次是派人到金市暗杀 所以上次我借着出海玩的机会 去泰勒西岛逛了一圈 可惜啊 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我现在就想知道 那个基地的幕后之人到底是谁 又是谁想方设法的 要我男朋友的命 我们也早就知道了 有那么一个基地 可惜查了这么久 连半点头绪都没有 但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对方肯定是华夏人 哦对了 田几田安城突然出现了 那批被拐卖的孩子 跟你的行动有没有关系 那个基地里有一个叫凯伦的混血 他的养父母是被杀手基地的人杀的 早就打算为养父母报仇 刚抢我们过去 就一起把杀手基地端了 他顺便也把那些孩子救了出去 嗯 你是怎么确定 那个基地是华夏人窗里的 你是说杀手基地已经不存在了 对 不过 没回岛的杀手 肯定是要和他们的老板联系的 还有那个叫查的男人都逍遥在外 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再找个地方 创建一个基地啊 安逸已经盯上那一人五年了 结果连人家的老巢 在哪都不知道 没想到 你一出手就直接 把人家的基地给灭了 我说了 是那个叫凯伦的做的 和我们关系不大 我上岛只是为了找那个叫查的教官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三十四集 行吧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信了还不行吗 你说我怎么知道对方的 这很简单 对方以为他藏得很隐蔽 但 事情做得多了 总会有痕迹留下 我让人专门给这些年的五五头公案 做了一个对比 有几起都是有关联的 一等我明天把资料给你一份 这几起有关联的案子中 由一起的杀手在逃离的时候 不小心被抓到了 对方没要过用刑 亲口提到 他做那起案子是没收钱的 只是当时他受刑太重了 只交代了一句便晕过去了 然后当晚他就死在了医院 冷妹儿手指轻轻在茶几上敲了起来 这已经很明显了 和孟德奎被追杀的情况有点像 都是没收钱 这最起码能证明 那起案子又是厮活 你说 暗中下令有杀金与泽的人 叫查 冷妹儿拿出手机 将他从监控上截屏下来的两张照片 发到了乔成勋的手机上 第一张上的人叫查 我想尽快找到他 据我推测 这个人很可能是基地里 唯一见过幕后boss真面目的人 所以 找到他 也得留活口 第二张上的这个人叫穷 我本来想直接把他杀了的 但是后来想想 万一找不到茶 还可以利用他钓个鱼 说完 他又发过去两张照片 这两个人是关在基地地牢里的 具体情况我不知道 被凯伦带走了 他打算从那两个人身上 查找一些线索 可以的话 你帮我查查他们的身份啊 乔成勋仔细地打量了一眼 只是那两个人长期被关押在岛上 又经常被毒打折磨 脸上有些地方还破了像 又是胡子拉叉 根本就看不出原本的样子 没有更清楚的了吗 你等等 我问问凯伦 好在凯伦的电话是通的 不大功夫 凯伦就把照片发了过来 冷媚儿重新给发到乔成勋的手机里 可惜 两个男人瘦的满脸褶子 加上伤疤 就算没了胡子 也不太好分辨 凯伦的电话随后打了过来 沈小姐 我让医生给他们做过检查 结果不太妙 他们大脑出了问题 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估计就算我将人放出去 也没什么作用 以前这两个人都是不让我们接触的 我以前也没见过他们 连他们什么时候被抓回去的都不知道 电话开的公放 乔成勋思考了一会儿 干脆道 让他把人送到京城吧 我看看通过基因对比 能不能找到他们的家人 凯伦听到有陌生男音并没有诧异 而是痛快地道 行 我会尽快将人送过去 电话挂断后 冷媚儿再次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 你手下要是有人的话 能不能去京市帮我盯着琼 对了 他现在是叫夏言成 我总觉得他瞒着我一些东西 我想用一些特殊办法让他说出真相 可惜我男朋友不同意 现在只能指望你了 其实他是不想和夏言成接触过多 主动把这些消息全说出来 一是图省心 二是不想让某男人再吃甘醋 好 我会派几个人去京市 夏言成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两人在书房足足聊了两个多小时 终于乔二叔一家回来了 等下看你二叔吃完药 我就要回去了 你还没有给李冰打电话呢 乔大少啊 你这记力不行啊 期限进入摔老七啦 乔成勋发誓 他长这么大 也没像今天这样被人各种嫌弃各种队 但他并不觉得被挑衅了 因为这刚好说明了 沈青今天拿出的提升体质的药丸 绝对十分珍贵 要不然他不会这么暴躁 他占了这么大便宜 还能跟一个女人一般见识吗 再说 被人家对两句又不会少块肉 自觉自己占了大便宜的某人 乖乖拿出手机 给李冰发了个信息 得到他的答复后 又默默收回了手机 这时楼下客人早已离开了 乔先生见二弟一家回来 便也跟着上了楼 老爷子一推开门便立刻开口道 清清啊 检查结果出来了 跟你耗卖出来的结果一模一样 真的是三个病造 陆院长说 如果不是发现的及时 不定什么时候就阻塞了 你不是手里有现成的药吗 赶紧给他吃了吧 虽然证实了 沈青的话是真的 可是乔二先生心里 还是有些不太踏实 他小声问道 沈小姐 你的药吃完之后 多长时间能见效啊 这个 您脑部供血不足 这个毛病真不是什么大事 挺好治的 就一颗药 很快就会好 最明显的就是 您头晕头沉的毛病 很快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先前老爷子呢 是想让我帮您看看那个腿伤 那个倒是有一点小麻烦 因为需要做手术 手术后呢 您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大概前后一共需要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后 您的腿就能恢复正常走路 跑跑跳跳都没问题 腿伤我没打算治 反正这么多年过来了 也不影响生活工作 你只要帮我把 供血不足的毛病治好就行了 冷妹儿朝老爷子探了探手 意思是 您儿子不治 这可怪不得我对吧 那好吧 您现在就可以吃药了 拿出一个浴瓶 这个浴瓶比较大 一看装的药力就比较多 冷妹儿打开瓶盖 从里面拿出一粒药 递给了乔二先生 老爷子催促道 赶紧吃吧 吃完了 多喝点水 药效好快点发挥作用 乔二先生 只得将这粒白白的药丸子 丢进了嘴里 一仰博 咽了下去 药丸顺着他的喉管 一路向下 很快滑进他的胃里 这个药好像没什么味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三十五集 二夫人扯了扯她的胳膊 还有什么味道啊 又不是在吃饭 你这是治病啊 秦 药吃完了 我也就不多留了 有什么事 乔少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另外呢 二夫人的药 我会尽快做出来 到时候我会通知乔大少的 张勋啊 你快去送送沈青 今天啊 可真是麻烦她了 冷媚儿摆摆手 却没能拒绝老爷子的好意 被乔成勋送了出来 先让李宾送你回去 然后再让她把车子跟你开过去 明天上午的事 不要忘了 老妹儿没反对 随她怎么安排 反正明天她有车用就好 乔二先生吃过药后 没发现自己身上有什么变化 他不知道 父亲为什么会那么推从 一个小姑娘的医术 而且时间也不早了 他便叫上妻子回了房间 乔成伟想拉着大哥出去浪一浪 然而他大哥根本就没有 那个心思 最后无法 只得回了房间休息 乔二先生 以往因为工作原因 很少有十点之前休息的时候 而且他有一些轻微的失眠症 不是特别疲倦 很难入睡 然而今晚也不知怎么回事 洗漱完后 他竟然沾床就睡 一夜无梦 第二天一早 乔家人纷纷坐在了餐桌上 唯独老二两口子还没出现 老爷子让二孙子去喊下人 这两口子才姗姗来迟 抱歉 七晚了 爸 大哥 让你们久等了 没事 快坐吧 昨晚又失眠了 乔二先生 乔二先生 微一愣 以往哪次回家 他都会失眠 因为突然换床 要适应两天才能好 可是昨晚 他直接沾床就睡着了 早上还是被妻子叫醒的 没有 我一觉睡到大天亮 好久没有试过这么好的觉了 昨晚连个梦都没做 要不然也不会起晚了 老爷子心里高兴 直觉的 就是沈轻的药起了效果 但他不想多说 得让二儿子自己体会 省得他以为 他这个当爹的 老眼昏花 食人不清 乱给他药吃 行了 赶紧坐吧 开饭了 今天就六号了 办寿宴的酒店 是前两天就订好的 但还有一些事要办 这些就要两轴里去操持 今明两天 他们基本是闲不下来的 乔承勋今天要回队里 本来是想利用他妈的化妆品 给自己涂黑点的 后来干脆打消了这个心思 今天还能测试体能 到时候一出汗 他还不得变个大花脸呢 所以吃完饭后 他便直接上车出了大院 没想到 刚到门口 就看到一辆熟悉的车子 是沈轻的那辆小狼仔 跑车后还有一辆货箱 坐在驾驶座上的正是李斌 他摇下车窗并拨通冷妹儿的电话 你坐我的车吧 回来的时候 再把车开回去 冷妹儿只能下车了 坐进乔承勋的副驾上 还以为暗夜会特殊一点 没想到 也要往荒郊野外跑 整整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这片山林竟然全都设上了卡口 外围是看不到边际的铁丝网 乔承勋的军用越野 直接在门口停了一会儿 港哨上的士兵拿着仪器 将两辆车检查一遍 又给冷妹儿做了登记 才被放行 你每次过来都要被检查吗 没人能例外 暗夜涉及的都是 S级以上的机密 里面所有的事情 都要绝对保密 就算是和家人 都不能吐露一个字 哪怕只是每天的训练项目 吃喝饮食 里面的特种兵 虽然最多的时候 也就只有五六十名 但外围的守备力量 都要超过千人 你也要记得 出了这里 就把里面的事情 全部忘在那后 不要和任何人谈起暗夜 冷妹儿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车子又开了十几分钟 才看到了一处院墙 大门口处的少兵 朝着他们的车子 进了个军礼 车子驶入了宽敞的院内 然后靠边停在了 二层小楼前 两人下了车 李兵也跟着停了下来 现在能告诉我 车厢里都装了什么吗 都是吃的 大米白面各一千斤 带鱼草鱼螃蟹 各百斤左右 各类蔬菜水果若干 干果菌类若干 鸡鸭鹅各二十只 肥猪两头 多了我怕你这儿没地哥 我昨天忘了跟你说 我开辆冷藏车了 你弄这么多吃的干嘛 不是说好我请客吗 这些东西按人头分也没多少的 先把水果按人头分下去吧 剩下的搬去厨房 让大师傅们看着坐 李兵赶紧打开后车厢 说实话 他都不知道车厢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因为早上 他到天碧园的时候 车厢就已经关上了 两人也没停顿 就直接到大院外等桥上 所以等他打开车厢的时候 还是被吓了一跳 最外面放的就是各类水果 水果全在箱子里放着 把车厢码得严严实实 李兵赶紧一箱箱地搬了起来 正好有两个后勤的人从楼里出来 李兵也没客气 喊了人帮忙 三人帮了好几趟 才把水果全都挪进楼里 乔成勋也没管他 带着冷妹儿进了他的办公室 你先坐啊 我让人把你的军装和特训服送过来 等一下你和我一起做测试吧 以后总归要一起出任务的 这样也能让大家对你的能力有个数啊 冷妹儿瞬间醒悟 原来乔大公子是给他挖了个大坑啊 他今天就是来请客的 干嘛还要测试啊 扶测可以吗 不可以 你确定非要让我和你们一起测吗 确定 那你可不要后悔哦 乔成勋不解 他有什么可后悔的 早就想看看审卿真正的实力了 好不容易把他骗来基地 他不抓住机会看一看 岂不是傻子 然而乔成勋没想到 接下来的测试中 他受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挑衅 是的 就是挑衅 换好做训服 乔成勋带着冷妹儿到了操场上 队里这几天没有任务 所有队员都在 罗晨几个几乎是一眼就认出冷妹儿 沈小姐 你怎么来这里了 呦 沈小姐是不是成为我们的队一了 那大家以后不就是自己人啊 队长 你带沈小姐来操场干嘛 不会是 也想让沈小姐跟咱们一起训练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三十六集 队长 一天不见 怎么变白了那么多 乌渣渣的一通问中 这句最让乔成勋不爱听 他顿时一瞪眼 你们的训练任务 都完成了 众人齐齐坐鸟兽散 因为他们知道 无论他们的回答是完成还是没完成 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场上只留下两个人 冷妹牙猜测 这两位精壮的汉子 应该就是乔成勋说过的两名副队长 给你们介绍一下 沈青 以后就是咱们的队一了 副队江石 代号天书 副队商春土 代号天玄 那你的代号呢 暗王 暗夜之王 一听就是好了不起的名字呀 两位好 以后还望多多关照 早就听周明他们提过你的大名了 还是我们队长有本事啊 能把你拐进队里 关照不敢当 但是有事 你尽管找我们 好了 客气话以后再说 你们两个帮我们测个体能 两名副队自是硬下了 于是 训练场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两名副队拿着秒表在操场上站定 乔成勋和冷妹儿 一前一后的奋力奔跑 只是 无论乔成勋怎么加快速度 他也只能快过后面的人一步 乔成勋越跑心里就越郁闷 尝试了几次都甩不掉沈青后 他干脆就放弃了 沈青就不是人 想他天天在队里进行高强度的训练 而且身为男人 体能本就比女人强 结果 他竟然是连个女人都不如 千米跑结束 那些训练的兵王们早就围了过来 就算队长的脸色难看 他们也全都不拒 大不了就一起挨伐呗 副队副队 快看看 队长的成绩是不是提升了呀 我明显觉得他今天的速度 比以往快了不少 那是关键吗 反正队长的成绩是咱们这些人中最强的 沈小姐什么情况啊 他怎么做到的 是比队长慢了这么一点点啊 乔承煦脸都黑了 那是比他慢了一点点吗 那分明是不知道比他强了多少 没看他累得满头是汗 人家却是屁事没有吗 去去去 还有项目要测呢 别来我事 哦 还测呢 依我说啊 我就不费那个事了 你只要把你的成绩加上一秒 那差不多就是我的成绩了 我还陪你跑着一趟干嘛呀 别想没事 赶紧的 冷妹儿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只能跟着他继续进行下面的项目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里 训练场上那叫一个热闹 众兵王们全都齐心协力 给他们的队长谷起掌来加油 因为 无论是做什么 沈青都只在他身后不足一米远的地方坠着 有人甚至在喊 队长你再快点啊 沈小姐的成绩取决于你够不够努力啊 就他妈的气人 任谁听到这样的话 也忍不住憋了一口气 可是乔承勋还不能生气 毕竟人家沈青可是有言在先的 要怪也只能怪他自讨苦吃 大约半小时后 乔承勋终于停了下来 两名副队也凑了过去 队长 明显您今天的成绩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你不会是吃了兴奋剂来的吧 要知道到了他们现在的地步 想要让自己的成绩提高一秒都是不容易的 然而他们的队长竟然直接拔升了一大截 难不成是和沈小姐在后面追有关系 乔承勋拿着那份成绩表自己算了下 算完后他直接找上了冷媚儿 你不是说大概能提升不到百分之二十吗 可是这个成绩明明提升了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啊 那是因为你之前还吃了一颗药啊 那颗药让你的身体达到了最佳状态 本身就对你的身体素质有所提升 两颗药的效果加一起就有了这样的结果呗 好吧这样他就明白了 看来这个提升体能的药确实效果不错 而那颗严寿丸也是疗效显著 得到这个结果乔承勋心情好得不得了 只花了一个亿便能让他的体能有了这么大变化 真是值了 就连刚才在沈青那吃的鳖都没那么难受了 你那个药今天上午能给他们吗 冷妹儿的回答就是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药瓶 乔承勋本就智商超高 要不然也不会在十八岁就念完大学 又用了十二年时间成为了暗夜的首领 有一个好的家世背景确实是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他本身的能力 好的家世也只是给他搭一个平台罢了 如果他没有能力又如何能统领暗夜成为兵王之王 冷妹儿这个药瓶拿出来 他就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昨天沈青给他的药是在一个小药瓶里拿出来的 他认识沈青这么久 仿佛沈青有很多小玉瓶各种颜色 但给他们家人的药都是小玉瓶里拿出来的 而且每瓶只有一颗 当然除了二叔昨晚吃的那颗 他也没和他算药费 而今天他又拿出了一大瓶 这是不是说明他吃的那颗 和这大瓶里的药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瓶药的定价并不高 或者说在他心里 这瓶药并不如以往拿出来的药值钱 得出这个结论 乔成勋更高兴了 直接就把刚才被沈青追得满场飞的事抛在脑后 所以说呀 有句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乔成勋就是太聪明了 没事就来一顿瞎分析 分析来分析去 分析了个寂寞 冷妹儿用大瓶装药 纯属就是图省事 他炼这种药 又不是真的每次只出一颗 炼出来了就找个大瓶子装了 反正这些药也不打算赚钱 免得浪费他的玉瓶 看着一贯金贵的乔大公子笑得一脸开怀 冷妹儿有些怀疑 这孩子莫不是被刺激大了 真的有些不忍直视啊 来来来 都过来领药 这是沈青给你们的见面礼 不是都想知道 我为什么能一夜之间体能提升了这么多吗 吃药吧 众人立刻蜂拥而上 差点没把乔大公子挤成肉饼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三十七集 乔大公子接儿高兴 分完药大手已挥道 吃完药 休息三个小时 咱们中午聚个餐 等一下你们全部到食堂去帮忙 另外翻后来办公室领水果 这都是沈青提供的 忠明几个带头起哄 沈队一万岁 乔尚万岁 队长万岁 罗晨等人 是知道沈青的药有多么神奇的 因此他们拿到药后 就直接塞进嘴里 吃完药 几个人就簇拥着冷媚儿 一起往食堂的方向走 沈小姐 我最擅长的菜就是红烧肉 等一下你尝尝我的手艺 我也做到我们老家的菜 酸菜粉丝串白肉 你家是东北的 对呀 我还会做好多菜呢 就是不知道厨房有没有准备食材啊 沈队一 你能来咱们基地真是太好了 以后就是战友了 直接叫我名字吧 沈队一听着太生分了 哎呀 我们还说病好后 要请您吃顿饭呢 结果反倒让您请了 哎 怎么没见到齐秋林啊 他烫伤还没好吗 他退伍了 忠明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里透着浓浓的不舍和遗憾 冷媚儿很诧异 他对齐秋林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明明他的伤好了后 就可以回队继续训练 为什么要退伍 没等他问 忠明就直接给了答案 他受伤的事 本就是瞒着家里的 可是有次他爸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说漏了嘴 他爸就跑到了医院 那会儿他的伤 用了您的药 都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但是啊 烫伤后的皮肤 就是脱了那层家 也有些吓人啊 他爸吓了个半死 觉得儿子好不容易捡回那条命啊 死活也不肯让他再留在部队了 他拿命威胁齐秋林 不退伍就寻死 齐秋林也没办法 其实齐秋林是可以不退伍的 凭他的军功 调个后勤的职务 也不是什么难事 一方面 他觉得不上战场 留在部队也没什么意思 后勤那些工作 谁做都可以 另一方面 他觉得这些年愧对了父母 他是家中独子 三十好几的人了 连个媳妇都没有 干脆就直接申请复员 这么一来 倒是如了他父母的意 不过他倒是有些遗憾的 他们这些人中 好多都是进了部队好几年的 因为要进暗夜 就算能体能全达标 也要被暗中考察好几年 进了暗夜的 又有几个人想离开呢 像钟明张宏伟 他们都把暗夜当成了家 反正钟明觉得 他爸要是让他离开部队 他是不愿意的 所以 当张宏伟的伤被治好后 他才会那么感激审亲 甚至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恩人 如果张宏伟 当时因为伤病退了午 他绝对会内疚一辈子 一行人很快到了厨房 大师傅被突然涌进来的人群 吓到了 还以为这些兵王们 全都集体暴动了呢 等这些人道明来意 大师傅顿时眼前一亮 原来今天是happy时间 刚好有人送了食材过来 那就大家一起玩呢 于是仓库里的烧烤架 被搬到了空地上 又在外面架了几个大锅 那些想露一手的人 可以随便用 他们的后厨也要做些拿手菜 整个基地都欢腾起来 这些兵王们 个个都是野外生存的好手 在野外都能填饱肚子 在基地就更不用说了 动手能力都强得很 就算有做菜的味道不好的 但烤火烤肉绝对没问题 冷妹儿想帮忙 结果被所有人集体拒绝了 作为整个基地唯一的女同志 这种烟熏火燎的事 哪轮得到她 和她一样没有动手的 还有乔承勋 她在边上 把这些队员们 全都给冷妹儿介绍了一遍 这些人全部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为了培养他们 国家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今年新入伍的队员 也只有两名 真的是任何一个都损失不起 冷妹儿就在一边默默听着 乔大少说出口的话都是有目的的 这人有耿直的一面 但不代表他不会玩弄心术 他现在说着 看似与冷妹儿无关的话 但冷妹儿可以肯定 乔承勋绝对是话里有话 只不过他没有发现而已 这时政委听到消息 也赶到食堂这边 政委姓陶 陶海宁 四十多岁的中年大叔 孩子都识好几岁了 看着只有三十多岁 身材精壮 一点都没有发福 眼中金光连连 一看就是个十分有头脑的人 沈同志啊 我是九阳你的大名 今天终于算是见到了 都怪承勋 尚把你带过来 他总是推三走四 今天可算是干了件人事啊 冷妹儿挑眉 这么说 乔大公子平时没少不干人事呀 还真没看出来 这还真怪不得乔大上 我家在京市 又不常来京城 这才一直没能过来 陶政委也是知道 乔承勋和沈青 说好的条件的 有事才会叫他过来 平时他是不用常住基地的 来了就好 来了就好 快坐 坐吧 别站着了 听说你这次过来 还拿了不少的食材过来 等一下我也去给你们露一手 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这会儿 食堂外的空地上 可是热闹极了 大师傅还帮着腌了几只鸡 看样子 是要等着烤着吃的 乔承勋干脆也不做了 主动揽下了烤鸡的活计 乔承勋道 你还带了鹅过来是吧 正好正为等一下 做个铁锅炖那鹅 好久没吃过这道菜了 你还真不客气啊 都点上菜了 不过看在你今天 把沈青带过来的份上 我就满足你一次 这顿午饭做好的时候 实在是太丰盛了 包括后勤在内的 近百人聚在一起 热热闹闹吃了一顿饭 得到最多好评的 就是陶正伟做的三道菜 后厨的师傅做的两道菜 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菜做的虽然多 但恰不住这些兵王们 饭量太大 冷妹儿拿出来的 又是含有灵气的顶级食材 做出来的菜 几乎没剩下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妈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三十八集 就连乔成勋 这个吃惯了好东西的人 都说他买的这些螃蟹 比以前吃的进口蟹 味道都要好 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午饭后 所有人休息了一会儿 下午就是测试时间 药吃下去已经四个小时了 乔成勋到底还是要检查一下成果的 冷妹儿就搬了个椅子 坐在训练场边看热闹 毕竟这些人可是特种兵中的特种兵 身体素质比普通的特种兵可是强上不少 尤其是吃了他的药后 每测完一项 那些人就会围着负责记录的队长问来问去 得到结果后一个个乐得合不拢嘴 有几个还特意跑到冷妹儿身边 对他谢了又谢 陶正伟来得晚 一开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等他明白后立刻不干了 诶 我说沈青啊 你也太厚此薄彼了 怎么大家都有的东西 都没有我的份呢 那哪能呢 乔少一开始就让我准备五十亿颗药 他特意说了一句 两名副队和政委 外加四十八名队员 这不是刚才你不在吗 给 赶紧吃了吧 乔成军那边全部项目都溜了一遍后 一向淡然的人表情没什么太大变化 但语气里却透露出明显的欢快神情 他的队员体能全体上升了一大截 真的没什么比这个更能让他开心的了 哪知 他这儿正欢乐着呢 那边陶政委凑了上来 承讯啊 这会儿没什么事了吧 要不咱俩切磋切磋 不过你可得手下留情啊 你本来就比我身体做质好 再加上吃了药 体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全力出手 我肯定打不过你 他只说乔成军吃了药 却没说刚才他也吃了 乔成军忙着做记录 压根没看到 他刚才也悄悄地吃了一顿 乔成军无可无不可地点了点头 他们这些人平常经常切磋 政委也是好战分子 隔三差五的也要比划比划 他是完全不知道 政委和他动了小心思 两人就走到场地中 拉开架势 擒拿格斗走起 一招一式都不含糊 招式锋利 但乔成军明显收了两分力 却是在几招之后才发现 今儿老陶有些猛啊 那拳头落在他身上可是真疼 他原本收着两分力 这下好了 还是直接来干脆的吧 于是 他的招式变得猛烈几分 速度奇快 凌厉无比 陶政委一开始拿话 框了乔成军 确实小小地占了一点便宜 等乔成军反应过来 短短两三分钟 身上就挨了七八脚 把个陶政委打的 干脆摆了摆手不干了 不打了不打了 你小子更猛了 我这老胳膊老腿的 哪能搁得住你这么踹啊 乔成军谈了谈身上的尘土 沈青也给你要了 对啊 那你刚才总不说 你不也没和我说吗 老陶 你不地道啊 陶政委给了他一个 你才知道的眼神 冷妹儿从基地回来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下来 临从基地出来的时候 乔成勋交给他一份文件 让他回家再看 看完销毁 那文件厚厚的一达 足有几百页 将所有纸质文件看完后 他连晚饭都没吃 就直接休息了 孟德奎这两天忙得焦头烂额 不过好在他手里头有人 要文有文 要武有武 办事效率就加快不少 冷妹儿将机器人拿出来后 他倒是省了个大麻烦 研究机器人的人选 也筛查出来了 这件事属于公司的机密 可不是谁都能参与进来的 原来那十几个人的研发小组 只选出了五个人 这五个人签下了保密合同 然后投入了紧张的研究当中 孟德奎已经命人 将整个二十层全都清出来 并重新经过了一番整改 成为了清泽科技的大本营 他也整整在实验室里守了一天 看着机器人一点点被拆开 连晚饭都没吃 现在 办公室里这五名技术员 全都是可信之人 但孟德奎可不是没脑子 他们现在可信 可谁能保证将来他们不会变呢 机器人被拆卸开后 孟德奎将研究项目 分为了五个部分 每人各负责一个部分 系统兑换出来的机器人 就是最低等的机器人 也不是这个世界技术能达到的 所以 这五个人 各自在自己的研究室里 研究的废勤忘事 M国 普斯庄园 一直半夜 坑比的别墅里 却是灯火通明 周围的安保 各个核枪实弹如临大敌 一名医生打扮的中年人 拎着急诊箱进了主卧 只可惜 任他再怎么厉害 也是救不了已死之人的 他有些遗憾地说道 坑比先生 很抱歉 他的灵魂已经去了天堂 愿主保佑他 坑比气急 手中的枪口抬起 照着躺在地上的黑人 就开了一枪 黑人惨嚎着 捂上鲜血淋淋的大腿 却是一句讨饶的话都没说 说 到底是谁指使你们来暗杀我的 我说的话 我就把你们所有人的亲人全都杀了 小黑不屑地骂道 你这个卑鄙小人 除了拿亲人威胁我们 你还有什么本事 连自己最爱的女人都能被你拉过来挡枪 这是让人恶心 说吧 他看着主卧里的一众保镖 亦有所指地说道 你们可要小心了 保不清那天 他就会拉你们挡枪子 坑比本就懊恼 被小黑一语点破 自己做过的卑劣之事 面上本就挂不住 他还要挑拨离间 抬手就又是一枪 小黑刚才喊话 本就强撑着一口气 这会儿腹部又中一枪 再也支撑不住 头一歪就晕了过去 把人抬出去 挂在大门口 让所有人都去围观 什么时候他厌弃 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 立刻走出两名保镖 面无表情地将人拉了出去 至于心里怎么想的 就没人知道了 坑比继续拿着枪 对着剩下的人审问 轮到你们了 是选择死 还是坦白 结果五个人谁也没开口 一鸣总是跟在他身后的保镖 提醒道 先生 这六人就是上次 被派去华国的那些人 回来后 因大发审心 只让处罚了他们三十边刑 但他们竟然丝毫不敢 反而恩将仇报 听听 这是人话吗 三十边刑 可是生生要了他们半条命 他们还要感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三十九集 他们好不容易养好了伤 就来刺杀坑比这个狗东西 没想到最终却是功败垂成 几个人也知道 今天定是得不了好了 而且 刚才保镖的话 也算给了他们个提醒 幕后之人 他们是不可能说出口的 那可是他们如今的主人 打死他们也不敢背叛的 但是找个借口还是可以的 你让我们去杀一个根本杀不了的人 回来不听我们一句警示 就对我们一顿打罚 生生要了我们半条命 还要扣我们半年的薪水 没钱 我们拿什么养家糊口交房贷 我的房子很快就要被银行收走 既然你不给我们活路 那就大家一起死 肯比更怒 枪口再次对准其他五人 砰砰砰就是五声枪响 很快庄园里拉出六具尸体 用人们七手八脚地 将卧室的血迹清理干净 然后那间卧室肯定是不能再诛人了 而且 秦人的死还有些麻烦 毕竟他也是世家名媛 家族虽然在走下坡路 也是有头有脸的 他还不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 才能平息对方家族的怒火呢 远在京城的冷媚儿 是不知道肯比身边发生的事 上回出海 得了侯王送他的原钻 刚好今天来了京城 干脆就去了趟名誉总公司 他现在也是名誉的小半个老板 有生意 自然是要留给自家公司的 顺便将刚画好的设计图 交给谢安 谢安实在是没想到 公司的二老板 会在这个时候过来 匆匆结束会议 将人迎进了办公室里 谁要紧快坐吧 想喝点什么 我这里咖啡茶饮料都有 喝的就免了 有事要麻烦你呢 说着他便打开自己的包 从里面拿出一包亮晶晶的圆钻 我这里有几块得来的原石 要想麻烦公司的切割师 帮我切割一下 顺便帮我制两套首饰 我拿了两套设计图过来 按照这个做就好 费用你职业报给我 谢安一脸诧异地看着那包原石 又看了看他拿出来的两幅设计图 这可真是 距离他上次拿出设计图 可是一共还没过去几天呢 因着他设计出王冠的名声 最近的生意都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没想到才这么几天 就又拿出来两张设计图 又拿出这么一包珍贵的钻石 谢安觉得沈小姐实在是太神秘了 你等一下 我把切割师和鉴定师一起叫过来 我对切割的事不太了解 得让专门的人来 费用他是不可能收二老板的 但是钻石的切割可是很有讲究的 有时候为了提升钻石的品质 好好的料子却要被切割掉很大一部分 一颗钻石的价值与纯净度等级 克拉数色泽等级 钻石切工四方面有关 光大可不一定值钱 因此还要有有经验的老师傅精准切割 达到提升品质的目的 于是这一个上午 那两位剑钻心系的切割师足足研究了半天 才将那一小袋 大小不一的十颗圆钻研究完 当然 其间冷媚儿也没少暗戳戳地提意见 她神势强大 早就将这些圆钻里里外外全都探查了一遍 这些圆钻绝对是她手里这批钻石中品质最好的 切割出来后 做成的首饰才会最珍贵 谢安不可能一直陪在这里 趁她出去 冷媚儿悄悄和这些师傅打听了一下切割的费用 那几名师傅可不知道她是名誉的股东 只以为是谢总的朋友 便也没瞒着 把费用说了个大概 等几人离开后 也到了午饭时间 谢安就请她在公司用个工作餐 冷媚儿本就对吃食不太讲究 她有喜好 但从不挑食 只要有吃的都能填饱肚子 这也是她成为杀手那一式养成的习惯 在那样人吃人的环境里 她根本没办法在意吃进肚子里的是什么 只要能填饱肚子 哪管口中食物适合滋味 如今过了两世 她这个习惯还是没有改 有的吃就行 谢安当然不只是为了和她吃饭 两人就坐在餐厅的包厢里 饭菜上桌后 谢安就询问起那两幅设计图的事 今天那两幅设计图咱们能不能大批量生产 你知道的 现在只要标上你那名字 甭管哪款珠宝都好卖的不行 我想趁着这个热度让咱们的公司销量在网上升上 越是这样的设计越不能频繁推出 物以稀为贵 多了就不值钱了 你只要按部就班就好 每月一号推出新品 那些贵妇人必然趋之若鹜 那挪到下个月推出呢 下个月的我会单独给你设计图 这两套是我自用的 我不想有人和我带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也别说什么免费的话 开多少是多少 等东西制作完成了 把索费账单都发给我 那您说的拍卖款 您设计出来了吗 冷卖要点头 当初说好的 每年拿出几套手势用来拍卖 现在交设计图等制作出来再去送拍 也要等到下个月了 这对他并不是什么难事 一套手势的珍贵与否 最关键的除了设计外 还在于材料的稀有程度 为了能让自己的第一套拍品 打出知名度 他便了解了一下公司的珍贵材料 可惜打听了半天 也就上回他赌回来的帝王旅 还剩下一点点材料 钻石倒是不用担心 其他的真心没什么上等材料了 冷卖啊不尽粗眉 她手中的好东西有不少 上个世界那些古董玉器 她几乎一个不胜 全都捐给了国家 唯独留下了那些年 不断收藏下来的玉石毛料 她收藏的东西 自是个个价值不菲 但她没有打算拿出来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腾冲啊 那自然是你说哪天就哪天了 公司预料已经明显缺货了 越早去越好 那你着手订机票吧 过了乔少家的寿宴 咱们随时可以走 资金充足吗 我们争取多弄些货回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四十集 你是不知道最近咱们名誉的 营业额值线上升 还能缺得了资金吗 冷卖啊点了点头 想知道的知道了 她开始安心享用自己的午餐 夹了一只虾球尝了尝 味道还是可以的 当然和审霸做出来的相比就差了点 午饭很快解决完 冷妹儿就在餐厅和谢安道了别 这个时候 京城所有收到请帖的名流贵女 全都在为着晚上的寿宴做准备 包括这会儿还在丽家的李心仪 表哥 你说今天你那些兄弟 会不会都去参加宴会 丽南风真是被她烦得不行 本来这会儿 她是应该在公司上班的 可她爹一个电话就把她叫回来了 说是母上大人有命要她回家试衣服 她一个大男人穿着干净不就好了 有必要这么麻烦吗 结果好不容易试好了衣服 这个表妹就缠上了她 你管他们去不去呢 是不是他们不去你就不去了 那你就歇着吧晚上别去了 我自己去还省得麻烦呢 说完她便直接站起身 准备回自己的房间 李心仪一阵气劫 这么重要的宴会 她才不会错过 那可是华国第一家族的寿宴 能参加一次都可以吹嘘好久的了 表哥先别着急走 我还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 没办法 李南风又坐了回来 赶紧说 我还有事 表哥 我这不是毕业了吗 总这么闲着也不是个事 就想找份合适的工作 只是我学的是机械制造和自动化 想找个对口的 上午我听一个熟人说 GM集团前些天成立了一个 清泽科技公司 你能不能和静少说说 让他在清泽给我安排个职位 京城这么多家科技公司 搁不下你了 非要跑到金市去 再说了 你说三哥新成立了公司 自己去递简历不就行了吗 干嘛非要走后门啊 哎呀表哥 你和静少是兄弟 我有这个便利条件不用 不是傻子吗 再说 我今年刚毕业 万一投简历直接被pass掉 我这脸往哪儿搁 等我问问三哥再说 万一人照够了 我也不能让三哥把你硬塞进去 提嘴就好 以你和静少的交情 这点小事 他肯定不会说什么的 再说 我可是正正经经的 名牌大学毕业生 就算没什么经验 也不是白给的 总能帮上他的忙的 李南风听着这话有些刺耳 什么叫帮上他的忙 三哥记得他是谁吗 员工和老板就一个雇佣关系 一个出钱一个出力 谈什么帮忙啊 知道他的意思后 李南风没再多待 台步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京城机场 冷妹儿老远就看到 孟德奎大步走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一呼啦啦一群人 他立刻朝一行人摆了摆手 悠悠眼见姐姐就在栏杆外站着 立刻飞奔着朝她的方向扑了过来 姐姐姐姐你来接我啦 哎哎哎哎对对对对 来接你 原本还满脸失笑的孟德奎 顿时脸黑如墨 媳妇儿啪的 这死丫头真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抬手就拉住悠悠的马尾辫 可是手刚抬起一半 又憋屈的放下了 她刚想起 自己打不过这丫头 这大庭广众的 万一被这死丫头给揍一顿 她这张脸还用药吗 不动手 可不耽误她动嘴 悠悠这丫头 武力直高是高 但不惹极了她 她是不会动手的 赶紧松开 现面就保 你给钱了吗 悠悠一脸懵 给啥钱 李金灵大壮二壮都有工资 唯独她 一分收入都没有 拿啥给钱 再说 抱姐姐一下 为啥要给钱 给啥钱 我媳妇 我的 你凭啥抱啊 亲过允许了吗 以后不许再抱了啊 这一通吼 好些没把悠悠委屈死 她不能和姐夫干仗 只能眼巴巴地 看着姐姐 冷眉眼狠狠瞪了 孟德奎一眼 你老实点 跟个孩子闹什么闹呢 还有你的大嗓门 给我憋着点 以为这是你家炕头呢 别媳妇 我这不是跟她闹着玩呢吗 我自个儿的媳妇 我都没聊着抱一下呢 让这丫头想了先 不说说她 她能长记性吗 悠悠 喝 她才不要长记性 不就是抱一下要钱吗 明儿她就出去赚钱去 有了钱 她想抱多久抱多久 就不让孟德奎抱 想到这儿 她不甘示弱地揽上姐姐的胳膊 然后还挑衅地 朝孟德奎 重重哼了一声 行了 你一个大男人 就不能让他点啊 就没见过你这么爱吃醋的 孟德奎被小丫头挑衅了 还不敢动手将人拉开 心里那叫一个憋屈 明明一个风光济月的美男子 这会儿竟是被气得脸都黑了 尤其是看媳妇不帮自己说话 就更气了 迈着大步就朝前走 本来她是派人过来接她的 毕竟媳妇的车只能坐她一个人 手下这批人 却是要另外安排车的 这会儿她气头上来了 干脆也不坐媳妇的车 就上了高瑞的车 和助理赶紧小跑着跟了上去 大撞二撞这次反应慢了半拍 等他们想跟上去时 高瑞的车已经开走了 冷妹儿就有些无语 好家伙 她大老远专门跑过来接她 结果她小肚鸡肠的 竟然给她生了气 不就是和悠悠亲热了点吗 吃甘醋吃到这地步也是没谁了 眼见着她的车已经离开 冷妹儿也不管她了 吩咐大撞二撞赶紧跟上去 她自己则是拉着悠悠上了自己的车 原本以为出了机场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追上人 没成想 出口处堵了一块车 等他们的车都出去时 孟德奎的车早就不见人影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341集 冷妹儿干脆不找她了 反正他们都有邀请函 晚上还要去乔老爷子的寿宴 左右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见到了 虽然这么想着 但她到底还是有些不放心 虽然悠悠给大撞打个电话 问问他们找没找到人 这会儿高瑞的车上 和助理紧张地擦了擦脑门上的冷汗 身子小心地缩了缩 高瑞你到底行不行 总裁和我的命可都在你手里呢 你平时不是总说自己车技天下第一吗 怎么还没把那几辆车甩掉 高瑞紧张地一双手紧紧地握住方向盘 猛地一下左打轮 黑色的劳斯莱斯撞向左边的绿色越野车 发出砰的一声 越野车被撞得歪了出去 劳斯莱斯迅速顺着撞出来的缝隙朝前开去 刚被人盯上的时候 他已经给手下发过去了信息 可是自己的人一个也没跟上来 想到打电话时 手下说的他们被堵在了原地 便瞬间明白 肯定是这些杀手整出来的事 孟德奎坐在后面 倒是一点都不紧张 他有啥好怕的 车是防弹的 身上穿着防弹衣 储物戒指里 随随便便都能拿出一两百只枪来 只不过这次 他想把后面那些杀手抓起来 因此才没给媳妇打电话 来接人的第二辆车中 原驾驶座上的保镖 早被大壮单手拎去了后座上 他们二人听力极强 高锐的电话一打过来 大壮就接管了车子的控制权 机场高速上这个点实在是跑不起车来 大壮直接开了双闪 见缝插针 如泥球一般钻来钻去 在高速上跑得飞快 报总裁的地址 快点 保镖早被大壮这手车机震住了 一听他要总裁的位置 立刻有拨通合助理的电话 能被高锐派出来的那也都是聪明人 知道现在能打的只有何助理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 保镖立刻就单刀直入 何经理 把你们的位置分享给我 何助理赶紧打开微信 从上面简单地操作了一下 保镖很快收到了共享过来的位置 二状一把将他的手机拿了过去 简单地看了一遍后 他便精准地爆出了公里数 总裁在咱们前方6.2公里处 你得加快速度了 说吧 他将手机在大壮面前晃了一下 高锐怕在市中心出事 会伤及无辜 出了机场高速 就直接往郊外的方向开 大壮只扫了那张图一眼 便不再看了 车速悄无声息地又提高了些 他的脑袋里 此时正疯狂地运转着 这6.2公里就是一道天欠 把他们的车和男主子的车 隔在了两个世界 他的速度还要再快一些 更快一些 要不然真的出事可就坏了 正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二状直接从他口袋里拿出手机 看了眼是主人打过来的 便立刻接了起来 主人 总裁遇到了杀手 大概十几个人 有人开了枪 好在总裁的车是防弹的 暂时还好 我等下把位置分享给你 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赶过去 这个消息可是把冷卖阿齐坏了 他们的车还在大壮的车后面 想追过去 除非能飞 而且就算他会顺移 众目睽睽之下 他也不能移 他的神识也达不到那么远的距离 他挂了电话 就赶紧打给何助理 不知道那边的状况 他是真的不放心哪 只是这次却没打通 他干脆放下手机 查了一下分享过来的位置 知道他们已经朝郊外驶了过去 便加快了车速 几人走的是一条路 刚刚被一辆黑色奔驰车超过的车主们 正暴躁地骂着加赛狗 结果话音还没落呢 又被一辆跑车超了 惹得两辆小轿车差点没追了尾 自然又惹来一连串的骂声 但是 老妹啊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劳斯来思赏 孟德奎亲自交代高瑞 吊着他们 把所有杀手全引去僻静的地方 刚才的撞车肯定有路过的人看到了 为了不上明天的头条 就得找个没人的地方 直接把人弄死 对方估计也存了这样的心思 因此他们也没开枪 而是一路飞驰着往外开 刚才被他们撞歪的那辆越野车 也已经跟上了 车子慢慢驶上了乡间小道 路越来越窄 除了他们这五辆 周围没有一点动静 大转二转的车子还没追上来 但孟德奎不想再拖了 老何 乖乖待在车上别动 等一下咱们就能回去了 又被叫做老何的何助理 什么意思 紧跟着 他就见自家总裁 手伸进西装外套里 从腰间摸出两把手枪 一把递给了高瑞 一把拿在自己手里 Oh my God 这两把枪 总裁是怎么带上飞机 还没被发现的 别说他懵 高瑞更懵 总裁从哪搞来的这个玩意儿 不过 总裁的话是啥意思 他要出去和那些杀手单挑 这哪行 车一停下来 他们只有三个人 还有何助理这么个白送的 这不是秦等着找死吗 然而不等他提出反对的话 他家总裁已经摇下一边的车窗 探出一只手去 砰的一声 原先被他们撞了一下的那辆越野车 晃了几晃 并一头栽倒在路边的钩子里 爬窝了 紧跟着又是一枪 另一辆车也中了弹 可惜没打中轮胎 身后几只枪口同时对准了他 孟德奎早已快速地收回手 顺便摇上了车窗 防弹的 拿炸弹都不能一下把车炸坏 他怕个屌 而入里现在都麻了瓜了 他就一个想法 早知道会遇到这种事 他应该再买份大额保险的 留给爹妈也能有个保障啊 不过 光凭他在京城的三套房 他爸妈也不至于活不下去的 就是可惜了 放假这几天 他刚相看了个小姑娘 两人还挺聊得来的 可惜手还没拉过呢 车子这会儿速度虽然慢了下来 但因为路窄 剩下的三辆车 只能摇摇地在后面跟着 孟德奎朝周围看了眼 发现前面不远处 就有一片白话林 他立刻指挥道 快点 开去树林边 老河 猫后备箱去 他们肯定想不到车里有人 河助理二话不说 猫着腰攻着背 顺着椅背上的缝隙往后爬 硬生生地挤去了后备箱 能活 谁想死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四十二集 车子很快停在了白话林里 孟德奎打开车门就下了车 高瑞紧张地跟着打开车门 往树林里跑 临走还没往了锁好车门 身后又是一阵砰砰砰的枪响 可惜一根毛都没打到 高瑞和孟德奎动作相当快 这会儿早已经引在了树林里 杀手们的车也停在了树林外 有人还朝劳斯莱斯看了一眼 但本就贴了膜 又黑灯瞎火的 根本就啥也看不到 不过 这些人没打算在车上费功夫 因为他们亲眼看着任务目标 进了树林里 为首的男人手一挥 十几个人猫着腰 小心翼翼地进了树林 连杀手基地都闯过的人 孟德奎对付这些人早就有了经验 他耳力灵敏 这些人又是三三两两地进的树林 他立刻朝高瑞打了个手势 高瑞看懂后 差点弃个倒养 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保镖啊 总裁怎么让他藏好了呀 他一个做保镖的要藏起来 让总裁去冲锋献战 这话必须不能听啊 孟德奎也看出了他的意思 想了想自己这样的安排也不对 他这批手下总要渐渐血的 于是他就不管了 跟高瑞比划了一个分开行动的手势 右边人少 就让高瑞去了右边 然后就不管了 手枪已经被他收了起来 手里换上一把匕首 悄悄藏在最大的白花束后 在杀手靠近时果断出手 他本以为这些杀手应该战斗力很强 怎么也要几个照面 才能将人制住 然而他们的反应似乎慢了些 匕首划过其中一人的脖子 血飙了出来 另外两人手里的枪都抬了起来 孟德奎手上匕首消失 两手同时抓向另外两人的手腕用力以拉 两只胳膊同时被卸 接着又是两拳大力击打对方胸口 两人齐齐被击退四五步 同时倒在地上 孟德奎赶紧上前将人打晕 远处已经有急步跑过来的脚步声 孟德奎迅速地往后退去 边退边找好了藏身的地方 脚步声停了下来 就停在那三人的位置 看样子是在查探情况 孟德奎已经确定 这片白化林离村庄有一定距离 枪声应该不太容易被人发现 他立刻爬上树 在树上找了个合适的位置瞄准 碰碰碰三声枪响 只可惜只有一人当场倒地 一枪打中一人肩膀 另一颗子弹打在了树干上 孟德奎心里有些沮丧 这都多少年了 他的枪法还是不如媳妇的万分之一啊 媳妇拿颗扣子都能杀人 他就不行 气归气 孟德奎还没忘了周围的敌人 一个跳跃 就从树上下了地 然后几个躲闪就又消失了踪迹 总感觉枪在他手里不好使 干脆他又将枪收了起来 换成了匕首 想起媳妇石头打野机的英姿 孟德奎眼睛眨了眨 眼看着有人追了上来 拿起匕首 右臂发力 照着杀手的胸口就飞了出去 那名杀手正朝前跑着 冷不防一到白刃朝他射来 他想躲却是已经晚了 匕首正中他的心脏 杀手扑通一声 直直倒在地上 其他杀手一看 顿时越发小心起来 没想到姓静的身手竟然这么好 更没让他们想到的是 对方手里竟然有家伙 这么会儿功夫 他们就已经损失了六个人 要是上头的命令是 必须今天把人除掉 杀手中的头都有点发怵了 高锐这边正和一名杀手碰上 他也和孟德奎一样 将枪收了起来 倒不是不会用 或是下不了杀手杀人 而是他想逮个活口 看看是谁要杀他们家总裁 对方显然是经过训练的 反应极为机敏 高锐的偷袭 只是让他的腹部 多了一道浅浅的伤痕 血也浸出来一些 杀手的表情 瞬间带上了几分阴狠 手中的枪立刻握紧 抬手就是一枪 高锐早就防着他也会开枪 已经提前预判躲在了树后 枪响之后 他从另一边出现 抬脚就踹向对方握枪的那只手 这一下踹了个结结实实 杀手的手枪脱了手 碰的一声摔了出去 高锐乘胜追击 紧跟着便展开了近身搏斗 两人势均力敌 好在高锐手里拿着匕首 时不时地在杀手身上留下一道伤痕 最后更是趁着杀手躲闪时 一刀扎进他的腹部 也是他刚才被划了一刀的地方 只不过这次他没那么幸运了 这一刀下去 杀手直接失去了行动能力 高锐暗暗地松了口气 是他判断失误 本想抓活口的 可惜了 活口真不是那么好抓的 以前他们这些人 跟在三少身边 也遇到过一些危险 可跟今晚的事情比起来 那真是小屋见大屋了 为了能安全离开 他还是直接下死手的好 这时树林外又有车声响了起来 本来就要和孟德奎遭遇到一起的杀手们 顿时停下了脚步 杀手中的领头只考虑了一秒 便直接下令 撤 然而 大壮二壮的到来让他们知道 这处白化林 不是他们想进就能进 想出就能出的 两机器人如同按了雷达一般 迅速找到几人的位置 孟德奎也没想到 二壮他们会这么快赶到 他直接从树后冒了出来 两方将这些杀手围了起来 大壮二壮表情有些僵 这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失职 对的 就是失职 之所以在机场没追上男主子 是因为他们以为主人会追上去哄哄男主子 然而 不管是什么原因 让男主子处于危险之中 就是他们的失职 大壮二话不说 直接上来就打 那速度快的 简直惊呆孟德奎的眼睛 高手啊 二壮赶紧从边上提醒了一句 大壮立刻扯着白衬衫的衣领子扔到二壮脚边 其余人就不客气了 直接弄死 在京城这片地界 杀人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不过杀这些杀手就没那么麻烦了 大壮杀完人 就又在林子里走了一遍 死尸全都收进储物戒指 就连地上沾了血迹的树叶尘土也收走 再加上外面杀手开来的几辆车 一辆不剩全进了空间 杀手本来就是死人 没身份的 就算突然消失了 也没人敢找 第三百四十三集 等大壮再回来时 身边还跟着个高瑞 那具被高瑞杀掉的尸体 就是当着他的面 被大壮收紧空间的 这家伙现在简直一脸的懵 大壮早已想好 把高瑞放到主人的空间里过一遍 跟在男主子身边以后 难免会经历一些事 就算隐藏得再好 身边的人也是瞒不住的 不如趁早把他变成自己人 总子 事情都搞定了 他说的是谁派他来的吗 死了 福都自尽 不过从他身上搜到一部手机 大壮低头 伸手再次将尸体收进自己的戒指中 主人的空间有吸收死尸的功能 等下正好一起毁尸灭迹 二壮倒 今天后半夜有雨 走吧 孟德奎抬步就要向林子外走 确信高瑞并没有跟上来 他抬脚就踹了一下他的大腿窝 高瑞亮相一下 差点没跌倒在地上那滩血迹上 三人谁也没和他解释 反正他最多不过混沌一会儿 等下就好了 到了外面 孟德奎突然想起 车上还有个合助理呢 谁知道他有没有看到大壮突然把几辆车收起来的场景 干脆等下一起收紧空间了 重新坐回劳斯莱斯车里休息 二壮也将合助理从后备箱放了出来 果然发现合助理眼神有些不对 尤其是在看向大壮时 合助理先下来吧 我们要走了 合助理揉了揉自己发麻的腿 然后一点点将两条腿挪下了后备箱 二壮有些心急 主人还等着看到完好无损的男主子呢 等合助理下了后备箱 再走回车里 多当务事 他干脆双臂一张 一个用力便将人扛上了自己的肩膀 咔咔起步就走到车边 打开车门将人扔进车里 真的是扔 合助理被他像扛麻袋一般扛来扛去 要不是死死地控制着自己 刚才就要像个女人一样喊出声音了 然后是这样他也浑身不舒服 这帮保镖就知道使用蛮力 太不斯文了 不过能活着真好啊 等从京城回去 他就给林小姐准备一份合适的礼物 再了解了解 差不多了就把婚事定下来 他不想哪天突然去西天 自己都还是个老处男呢 二壮上了劳斯莱斯 代替了高瑞的位置 高瑞则是被拎到后面的车里 大壮打开车门的那一刻 突然想起 车上这三个保镖 好像也要处理一下 虽然他们面上装得 好像自己什么也没看到一样 两辆车一前一后 朝来时的路开了过去 等重新驶上公路时 冷妹儿的车就等在路边 此时悠悠的神石 比冷妹儿的强大上不知多少 他们过来的时候 就发现树林里的战况 基本已经结束 两人便没再进树林 而且跑车底盘太低 再往里走就是土路 跑车也是开不了的 劳斯莱斯主动停了下来 冷妹儿也打开车门 不过她的动作一看就有些气哼哼的 孟德奎也觉得 刚才她独自离开有些过分了 最关键的是让媳妇担心了 非常的不好意思 下车后赶紧拉过媳妇的手 给她道歉 媳妇 我错了 你别生气 还不是你刚才向着悠悠 还抱着悠悠都没抱我 好了好了 大不了下回有事 我就不带悠悠来了 省得她成为咱们俩之间的第三者 害得我无端端受这么大的惊吓 嘿妈呀 吓死我了 媳妇 你快摸摸 我的心脏这会儿 还怦怦怦地乱跳呢 这臭男人 这一通抱怨 把冷妹儿给整不会了 合着 孟德奎耍性子 还成了别人的错了 悠悠还被她扣了第三者的帽子 她也错了 谁让她没抱孟德奎呢 杀手也错了 害得她受了惊 这一通下来 就她是好的 是没错的 她怎么就这么能甩锅呢 上下打量了她两眼 身上没伤 车上的合助理 除了有点萎靡 倒还算正常 她也就放了心 正打算抽回自己的手 直接上车离开 孟德奎却率先开了口 刚才大壮把车子收了起来 他们都看到了 媳妇 还得你出手 合助理也是吗 这还用问吗 看她那腿样 跟我要杀人灭口似的 你赶紧把她收了吧 冷白牙立刻抽出手 然后弯腰 拉了合助理的袖子一下 下一秒 人不见了 接着 她又走到副驾 在高瑞就要惊呼出声时 将她也收进空间里 在走到大奔前 打开车门 将另外三名保镖 也收进空间里 紧跟着她回到自己跑车里 进了空间 来来回回的 她这空间里进了不少的外人 流程都是一样的 她甚至都懒得跟他们说话 不过 总不能白进来一回 你们几个以后 好好跟着你们总裁 做到中心不背叛就好 合助理和高瑞 点头点的那叫一个快 他们本就是静许泽的人 自然不会背叛他 但是他们的心里 现在已经默认眼前的人为主 合助理平时和他打交道的时候最多 本是把他当成总裁夫人的 但现在的心眼里 把眼前的人当成主子了 另外三名保镖也是一样的 行了 我这就放你们出去 乔家的寿宴七点开始 我们动作要快点 出了空间下了车 冷妹儿又将人给放回两辆车上 然后 她再次返回车上 多一下都没理孟德奎 直接发动车子离开了 孟德奎暗暗憋气 媳妇这回是真生气了 她不就是故意耍耍小杏子 想吸引媳妇的注意力吗 妈的 也就是点背 赶上被杀手追杀 害得媳妇白白替自己担心 目的还没达到 就很气 看到二状还傻乎乎的看着她 孟德奎也赶紧上了车 快点 车上你家主人的车 不知道寿宴要晚了吗 唉 机器人都是没有人权的 明明是男主子站在路上不上车 这都能拐她二状 在到达乔家订好的酒店时 冷妹儿提前换了套衣服 很漂亮的LV 黑色带亮钻的修身长裙 脚上一双银色高跟鞋 只带了一对黑珍珠的耳坠 和一枚黑珍珠的戒指 其他的就没有了 幽幽的礼服还是在金饰的时候买的 粉色的奇希小礼服 紧接一条无色钻石项链 头上别着一枚亮亮的发卡 简单的高马尾竖起来 白色半高跟鞋 手上拎着一个金色把手的白色手提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344集 包是冷妹儿从空间翻出来的 老皮送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不用放着也是浪费 两姐妹并肩走到酒店的宴会厅 门口有专门的人检查邀请函 冷妹儿拿出手机让人家检查了一下 就被引进了宴会厅里 姐姐 我用不用单独送一份礼物啊 不用 你还是孩子呢 准备什么礼物呀 有我的就可以了 悠悠便不问了 乐呵呵的随着冷妹儿一起走进宴会厅 宴会厅内辉煌华丽 一厢聘然 京城大部分排得上号的世家都来了人 光是他见过的就有好几家 不过他不打算凑上去找招呼 他还在厅中看到了几名歪国人 嗯 他设计的那三款首饰 在好几名客人身上看到了 就还挺有成就感的 乔承勋老远就看到了他 但是他被妻妈抓着 身边围着一群贵妇和几名漂亮的女孩子 他想走都走不了 冷妹儿朝他露出一个幸灾乐祸的微笑 然后带着悠悠走向了宴会厅的一角 只是他不想和别人闲聊 别人却会主动找上门的 嫂子 悠悠 你们这么早就到了呀 三哥呢 来人正是丽南风和李心仪 丽南风说完话 李心仪脸上就出现一抹鄙夷之色 不过很快就恢复正常 哦 他估计还要等一会儿 我们是先来的 丽南风顿时差异极了 他还以为三嫂是和三哥一起来的 没想到三哥竟然还没来 那他是怎么进来的 他可不会觉得 乔家会单独给三嫂发请帖 毕竟 以三嫂的身份 怎么也不可能攀得上乔家 别说攀上 在今天之前 他们连认识的机会都不会有 这可是乔家这么多年来 头一次公开办宴席 还是这么大的一场宴席 他们家都是第一次参加 虽说都是京城上流圈子里的人 但上流圈子和上流圈子还有差别呢 他们家倒是够资格参加这场宴会 但他也不见得有机会 在那位面前露个脸 李欣怡立刻轻斥一声 近三少不来 那你是怎么进得乔家的酒席 别告诉我你和主人家认识啊 这可不是你能接触的阶层 要是偷偷跑进来的 被人发现很麻烦的 万一被赶了出去 丢的可是近三少的脸 这话难听得很 丽南风甚至直接扯了一下 李欣怡的胳膊 你闭嘴 嫂子怎么会是偷偷来的 你当乔家的人是百事啊 再说了 有没有邀请函关你什么事 行了 你不是想在宴会上交几个朋友吗 赶紧去吧 我坐累了 在这坐一会儿 丽南风想着 在三哥没来之前 他就和嫂子坐一块 这样就算有人发现 嫂子没拿邀请函 他也可以搪塞一下 冷媚儿却是看着李欣怡的背影 若有所思 这个女人对她的敌意越发明显了 可是他们之间有什么问题呢 想来想去都想不出来 她自问做事还算圆滑 从来不会主动得罪任何人 那么 她是如何让 航程第一世家的大小姐 对她产生敌意的呢 悠悠探过身子 负在姐姐耳边小声嘟囔道 姐姐 我们偷偷揍她一顿吧 看她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 我就恶心 最可气的是 她老对你阴阳怪气的 她可搁不住你揍两下的 而且一个小姑娘罢了 只是说两句酸话 我还能放在心里吗 嫂子 你别和她一般见识 她呀 就是不知道人间疾苦 从小被家里人当公主一样宠得大 说话也是口无遮拦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 可是 她就是不改 幸好 她也只是我远房表妹 要是我亲妹 我一定一天打的八回 悠悠冷冷地来了一句 她要是你妹妹 也不会养成那样的性子 什么样的家长 才会养出什么样的孩子 你别怪我说话直 想必你这个表妹的家长 为人也有些问题 她就插没名说 别人的父母教养不好了 冷妹儿赶紧制止了 她接下来的话 南风啊 你别介意 这丫头一向性子直 说话不会拐弯抹角的 毕南风看着 这对漂亮的姐妹花 忍不住的就享乐 说话不会拐弯抹角 岂不就是承认 她说的都是实话吗 意思就是 嫂子也赞成悠悠说的 李佳娜对父母人品不行了呗 嫂子 悠悠妹妹今年到底多大了呀 我看她顶多十六七岁 还是个孩子 怎么不去上学啊 这人生最大的学校就是社会 书本上的知识 只要想学 不一定去学校才能学到啊 话是没错 但是人这一生 有几个阶段是必须经历的 按部就班的度过这一生 才没有遗憾嘛 冷妹儿没吭声 她自己不打算再上什么大学 但尊重悠悠的选择 于是她的目光 就自然而然看向了悠悠 悠悠看向自家亲爱的姐姐 如果我去上学 姐姐会像接沈左一样 亲自接我上下学吗 冷妹儿忍不住摸了摸 她光滑似水的小脸蛋 可以 只要你想 姐姐可以天天接送你上下学 但是呢 你要像小左一样好好学习 要是考得不好 我可是会不高兴的 悠悠吐了下舌头 活了几世 她也没进过一天学校 学习对她来说并不难 但是要像沈左那样好好学习 有必要吗 嗯 那我要好好考虑 等我想好了再告诉姐姐 三人在角落说着话 这时又有熟人走了进来 是程家的几位公子小姐 别说豪门世家真的没有丑人 丽家人她是见过几个的 再加上程家的这几位 靳家人就没有一个长相欠缝的 程欣这次是跟在一名中年妇女身后进来的 两人的外貌有些相像 估计应该是她的母亲 这姑娘也和悠悠一样 穿了条粉色的奇迹礼服 呃 好像和悠悠有些撞衫呢 不过 撞衫不可怕 谁丑谁尴尬 她家悠悠小公主 漂亮得不是凡人 当然她也真的不是凡人 所以她们无所谓 丽南风怕她们姐妹无聊 就将现在应会厅中的一些客人 介绍给两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四十五集 嫂子 那位穿西装 细蓝色领结的 就是文家这一代家主 不过 遇到姓文的 你就躲远点 他们家但凡能摆到台面上的 就没有一个干净的 冷眉儿自然知道 她说的是什么事 文家人她只见过两位 一位是撞了人 还讹人的文家老小 还有一位 被她坑了一家伙的 文家大小姐 给她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 够嚣张的 诶 进家人也来了 不过怎么没见三哥呀 这位进夫人 真是走到哪儿都不忘记 拉拨娘家人 瞧老爷子寿宴 竟然把娘家侄女给带过来 这有什么 能带人 她带娘家人也无可厚非呀 哼 那你知不知道 明明进大少 这次有机会升职的 却因为进家那位的偏邦 生生把自己儿子压了一头 让给了自己的小舅子 三哥估计啊 还不知道这事 要不然 还不知道要怎么生气呢 就在利南风 两姐妹介绍 厅中客人的时候 诚心 竟然向他们的方向 看了过来 冷眉儿原本是不在意的 没想到 没过两分钟 她便带着几个女孩子 一起过来了 悠悠的感知 是十分敏锐的 几乎是 她们刚刚看过来 面上就带出几分不善 冷眉儿抬手 安慰似的 拍了拍她的小手 诚心拉着几个小姐妹 边走 便笑眯眯的说道 来来来 你们不是想知道 许泽哥哥的女朋友 到底长什么样吗 快过来 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几个女孩子的表情 就有些不怎么自然 她们可都是 对静许泽 存了一些心思的 还有两个姑娘 被静许泽的鞭子抽过 原以为 那个男人 大家都得不到 她们心里 也能有些安慰 结果一个 转身的功夫 那个男人 竟然就找到了 女朋友 她们心里 要是能舒服了 才怪呢 很快诚心 就走到 三人休息的地方 只是 在她看到 悠悠身上 那套衣服的时候 脸色到底 还是变了变 一个不知道 哪来的野丫头 竟然和她穿了 差不多的衣服 真是太个引人了 不过 想到自己过来的目的 她并没有在衣着上纠结 而是做出一副 很熟悉的样子 主动上前打招呼 沈小姐 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来来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沈青 沈小姐 是许泽哥哥的女朋友呢 一名同样穿了黑色礼服的女孩子 轻哼了一声 嘴里小声嘟囔了一句 还以为多了不起呢 原来她就长这样啊 冷妹儿的睫毛微微压下 脸上带着抹淡笑 双眼却直直地看向说话的女人 她就这么一顺不顺地看着 也不说话 身上却散发出强大的气场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那位小姐被她看的 原来一脸的不屑表情 变得有些僵硬 心里慢慢生起了一丝 害怕的感觉 双唇忍不住地紧敏了一下 其他几名女孩子 也有些不自在起来 没想到 这个姓沈的女人身上 气场这么强大 光是这么散漫地坐在椅子上 看了她们两眼 就让她们浑身的不舒服 看了一会儿 冷妹儿懒得搭理这些 不知事事的大小姐 直接晃了晃 翘起的二郎腿 轻笑着道 对啊 我就长这样 没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 几位看完了 可以离开了 沈小姐 她们就是 想多结交几个朋友 冲小姐 我们并不说 不是一个圈里的人 就不要硬往一块凑了 再说 我是来参加 乔老爷子寿宴的 不是来交朋友的 懂 诚信的脸部肌肉抽了抽 心里就差 没把眼前的人直接骂死了 就没见过这么直来直往 不给人面子的 不过 她们确实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人 算她还有点自知之明 一个乡下来的 永远也进不了她们的圈子 那个 沈小姐别误会 我就是觉得 许泽哥哥不在 我想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既然你不喜欢 那我们就先离开了 以后有机会 再一起出来玩 老妹啊 挑眉 哼 这丫头说话 倒是长进了不少 竟然没有当场发火 看来是有高人专门指点过了呀 她似笑非笑的 上上下下又打量陈兴两眼 陈兴被她看的 从始至终都没和丽南风 说上一句话 并拉着那些女孩一起离开了 几人走后 丽南风忍不住朝她伸出个大拇指 嫂子 有时候我真有些怀疑 你的身份是假的 就你这气度 京城这些名门淑女 都是远远不及的 那行事作风 贪图举止 根本不像个普通人 倒像是在大家族中 从小教育长大的 难怪三哥会这么喜欢你 他真是慧眼石珠啊 哼 他可没那么喜欢我 他记我还差不多 不提他了 提他扫兴 嫂子 我三哥惹你了 因为啥呀 你告诉我 我说他去 三哥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三嫂多好一个人呢 没事瞎生什么气 不知道会伤感情的吗 没有 说的你好像挺有经验似的 可我听说 你三哥说你 连个正经女朋友都没有啊 说着 冷媚儿朝宴会厅里 示意了一下 那 今天这机会多好啊 赶紧去和那些女孩子们 接触接触呀 说不定就能遇到可心的呢 我 我等三哥来的 先在这陪陪你们 陪我们干嘛呀 还有人能把我欺负了是怎么的 我不欺负他们就不错了 赶紧去 你三哥也快过来了 行 嫂子 那我去和几个朋友打个招呼 有事你尽管叫我 三哥不在 我们当兄弟的 肯定得护好了你 快去吧 年纪轻轻的 少操你心 厉南风笑了笑 然后站起身 优雅的整了整自己的衣服 从适者手中端了个酒杯 进了厅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四十六集 他走后没两分钟 乔老爷子这位寿星老 终于出现了 老人家早就来了酒店 那些老朋友 也在上面的厅中陪他闲聊 现在时间到了 这些平时只能在新闻频道 见到的大人物 今天全都齐聚一堂 今晚的寿宴 老爷子可是很随得上潮流的 寿宴办的也是自助餐 他说这样方便他大孙子 和其他女孩子交流 吃吃聊聊的 说不定今天晚上 就能和谁看对眼了呢 乔大先生和二先生 陪在老爷子身边 简单的说了几句开场白后 就是亲人送上礼物 乔成军送上的是一副 红匪绿匪雕刻的象棋 这个可是得了老爷子的心了 他天天要和老兄弟下棋 对象棋十分偏爱 自是喜欢极了 乔成尾也送上一个长盒子 看样子应该是一幅画 老爷子当场打开看了看 当初说要举办宴席的时候 就提前说好了 办宴席就是为了高兴一下 谁的礼也不收 可是在场的所有客人 谁敢不带份礼物 特别是那些能在乔家面前说得上话的 都一个挨着一个的把礼送了上去 孟德奎就是这个时候来的 众人的注意力都在送礼上 没人注意他的晚道 倒是禁欲这个扎爹 眼神极为好使 几乎是三儿子刚进来 就被他发现了 然后就是狠狠地一蹬 孟德奎知道 人家这是嫌他来晚了失礼呢呢 可他从来没想过 他这个儿子到底为什么迟到 也不想知道他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谁在意呢 他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 悠悠站在姐姐身边好奇问道 姐姐 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冷眉眼摇了下头 刚要开口 却没成想竟然被人点名了 许子哥哥 沈小姐 你们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赶紧给老爷子送上去啊 对了 许子哥哥肯定是和家里准备的一份 沈小姐准备了什么呢 看着已经焕然一新的孟德奎 冷眉眼忍不住笑了笑 冷眉眼忍不住笑了笑 冷眉眼总觉得 她的笑容有些 怕怕的 她这是又惹到媳妇了 冷眉眼心想 惹不惹的你心里没点数吗 姓诚的当着这么多人面点我名 不就是因为你 诚心说话声音可是不小 宴会厅里的人都看向冷眉眼这边 孟德奎被人提了一下 就想代替媳妇上前送上寿礼 只是 这时坐在守卫上的乔老爷子突然开了口 请请举举 请请丫头 你来了呀 来了怎么还在后边站着呢 赶紧过来 怪不得我找了半天 也没看见你呢 对了 承勋说 你男朋友和你妹妹也来了 来来来 带过来 让老头子我看看 在场的没有一个是傻子 当然了 半个的倒是有两个 一个是李心仪 另一个自然就是承欣 听到乔老爷子竟然在喊 沈青这个女人立刻变脸 小爷爷 您认识沈小姐吗 她可是农村来的 您不会认错了吧 承欣的亲爹承家老三 顿时脸都黑了 这是能认错人的事吗 很显然这位沈小姐 就和乔老爷子是旧时 她家这个闺女 怎么就这么蠢呢 闭嘴 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 无妨无妨 我呀 虽然八十了 但是头不昏 眼不慌 认个人 还是不成问题的 亲亲丫头 快过来呀 看看这一堆的礼物 你喜欢哪个 随便拿 得 这话一出更吓人 别人都是来送礼的 到她这儿 是来收礼的 不知道的还是以为 她是乔老爷子的亲孙女呢 没办法 本来想悄悄地来 再悄悄地走的冷媚儿 只得从人群最外围走了出来 并且拉上孟德奎和悠悠 这个时候 不把自己的男人带出来 见见人 更待何时啊 老爷子 这是我男朋友 静许泽 这是我妹妹 她叫悠悠 来给您老贺寿了 说着 她打开手包 从中拿出两个小药瓶 这是以前准备的 能乘大约五毫升的液体的那种小玉瓶 拿出来后 她直接交到老爷子手里 这是我的礼物 上面写了用途 您收起来吧 乔老爷子赶紧拿起来 往瓶子上看了眼 只见上面写着几个清晰的小字 万能解毒液 这也太明显了 一看就知道里头东西是能解毒的 老爷子如同捧着西式珍宝一般 将两个玉瓶交给了大孙子 收起来收起来 好好把我收着 回去再还给我 你可不许私吞啊 乔承勋知道 沈青出手就没有差的东西 但 爷爷这是不是也太夸张了点 他还能卖下爷爷的东西 孟德奎也将自己提前准备的礼物送了上去 老爷子打开看了看 那是一只青双耳掐丝法郎大瓶 颜色艳丽 做工精细 价值不太贵 但也绝不便宜 能拿得出手 但很明显 人家并不是抱着攀附的心思来的 就是一个正常的走礼 乔老爷子满是金光的眼睛 在眼前的男人身上打量一番 靖家老三 以前也是见过的 现在在看 真是玉树临风一表人才 尤其是这张脸 比他家孙子还好看 和沈青这丫头站到一处 倒是相配得很 好 好 老亲家的孙子 真是各顶各的好 配得上亲戚 你们呀 来了就好 还准备什么礼物 快 承轩 赶紧带亲戚他们 找个地方坐下 乔成勋带着三人 坐在了离老爷子 不远处的一张桌子上 然后在冷妹牙身边 小声嘀咕了一句 沈青啊 就关给爷爷 没我的份儿嘛 今天是你生日啊 哦 那你把我今年的生日礼物 补一下吧 这句话明显就是打趣了 可是 那些宾客们 却是吃惊不已 这位姓沈的女孩子 到底是谁呀 没听说乔家 还有一门姓沈的亲戚呀 怎么乔家这祖孙俩 都挺喜欢她的 承轩的手心 都要掐出血来了 那个女人到底是 怎么认识乔家人的 她刚才送你的时候 乔老爷就是恩了一声 怎么到了沈青那儿 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呢 第三百四十七集 别说她了 认识的不认识的人 全都吃惊不已 纷纷打听 这个沈小姐到底是什么人 最先被问到的 就是靳家人 毕竟 她是和靳家老三 一起出现的 靳玉还好 男人再八卦 能到她跟前 问这些八卦的 也没两个 楚怡宁可是 没少被问 问的她脸色 那叫一个难看 沈青的出现 应该算是 整场寿宴上的意外了 连带着悠悠 和靳家人 都在众人面前 刷了一遍脸 送礼物的过程 很快便结束了 老爷子大手一挥道 可以开席了 你们年轻人 都自在些 也拘束 说完这句话 她便跟着几个老友 上楼去了 楼上 是给他们这些 上了岁数的人 准备的 正正经经的宴席 乔家的两对夫妻 也跟着上了楼 只留下 乔承勋两兄弟 招待其余客人 乔承勋 是乔家长子嫡孙 年纪轻轻 就在军中任高职 而靳许泽的 GM集团 在华国 可是非常有名气的 千亿集团的总裁 又是 京城静家的孩子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盯着这两个人的 多着呢 几乎是老爷子们 一离开 就有人把他们围住了 把他们当未来女婿看的 想谈成生意的 只是简单的 套近 胡拉关系的 总之 两人被围的 里三层 外三层 别说 靳许泽已经有女朋友了 不是还没结婚吗 毕竟未来的事 谁说的准呢 万一两人分了呢 他们家的女儿 可以先刷个存在感呀 这是乔成勋的主场 那些客人 大多也是奉承他的 应付起这种情况 得心应手 孟德奎上一世 他就是中德的总裁 连第一领导人 都不止见过一次 根本没把这场宴会 当回事 好不容易把身边那些 如虎似狼的人 应付走 两个男人凑在一起 本打算坐在一起 吃点东西 歇一会儿的 就看到 某个最不愿意看到的人 直直朝着他们的方向 走了过来 楚一宁在外人面前 一向是表现极好的 尤其是面对 以前的靳许泽时 吃准了他不爱 分辨解释的性子 各种拿他刷老爷子的好感 现在看到 靳许泽和乔大少在一起 他第一个念头 就是借着他 让侄女儿和乔少认识 露出一抹 得体又优雅的微笑 楚一宁 就像一个真正的母亲 一样 对自己的小儿子小声抱怨 许泽 你也真是的 回京城都不知道 回家看看你爷爷 要不是我们也来了应会 都见不到你呢 孟德奎那个暴脾气油 被这个老绿的话 气得火气直冒 没事就来他眼前刷存在感 而且他身边那个侄女身上 有他很熟悉的香水味 这个老东西竟然还在算计他 哼 真是怕他不死呢 要不是他媳妇有本事 把他身上毒全解了 真要躲在楚思思身边 待上两秒 说不得就得在宴会上 发了病抽了人 那他进家的脸 今天就算丢尽了 他也会彻底成为 京城上流圈子的笑柄 想到这些后果 孟德奎的火气越来越大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不好发火 他直接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发了一条消息出去 等收到大壮的回答 收到两个字时 他眼里露出一抹鄙夷 见我干什么 又想给我拉皮条吗 不过你这眼光是越来越不好了 你身边这个女人 真是连半点姿色都没有 和你长得可真是像啊 看得我一点都提不起兴趣来 妆都花了 这丑得跟鬼似的 这家伙嘴毒 直接给了这姑子两一个美脸 乔承勋第一次见识了 一个男人嘴毒的程度 楚一宁本想借着这个便宜三儿子 搭上乔家大少 让他和侄女儿进一步认识一下 哪成想 竟然被那个不孝子 说成了拉皮条的 还被他骂丑 这让他哪能受得了 楚一宁脸上表情是一变再变 尴尬的气息笼罩在他和楚思思身边 楚思思更是直接红了眼眶 最后干脆一跺脚哭着跑了 楚一宁气得呼吸急喘 伸手指了指孟德奎 嘴唇捏如着 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然后愤恨的一摆手 转身就跑去追执虐了 乔承勋上上下下 打量了一脸静许泽 真没看出来 你是这样的静语泽 不过挺好 省得审计跟了你 还要被你这个后妈欺负 她算哪门子后妈呀 她就是一个小三 说实话 楚一宁连于心兰的万分之一都不如 于心兰是她上一世的亲妈去世后 和爹在一起过日子的 小心思有 但也就是扣点钱攒着 想给老四娶媳妇这点事 她能挣 只要不太过分她是不在乎的 更别提后来 因为媳妇的原因 她的性子也变了 还算是一个好后娘 这个楚一宁 可是在她妈和老渣男的婚姻续存期间发生的关系 并且挺着个肚子上门叫嚣 逼得亲妈和老渣男离得婚 也就是她穿来的晚 要不然早把她收拾得老老实实滚出进家了 这时正好陆院长带着两个孙女走了过来 两个女孩 一个大气稳重 一个漂亮可爱 长相都属上乘之姿 陆院长见到乔承勋 立刻笑呵呵地走了过去 这位指账 过来 爷爷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就是乔少 这位是晋总 你们打个招呼吧 乔承勋对两个女孩子点了点头 陆院长 你认识金与泽 认识 认识 孟德奎的记忆里 也是有陆院长这个人的 园主的亲妈还在的时候 她可没少陪着来军区医院做检查 孟德奎慢半拍地和陆院长打了招呼 不过想到媳妇的话 她赶紧闪人 我就不打扰你了 你们聊吧 没等乔承勋说什么 孟德奎就已经快步离开了 陆院长人老成精 知道晋三少正是在给孙女疼地方了 可他真没那个意思呀 不过 年轻人嘛 谁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乔少这半天 光喝酒了 赶紧吃点东西吧 只为 你去给乔少拿些食物来 你们一起吃些 我去找老朋友 打个招呼 这次乔承勋倒是没说什么 他今天确实有些累了 比他训练一天都累 还真想找个地方吃些东西歇一歇 不过 就没必要让陆家小姐帮他拿了 看了眼陆之威 他说道 一起吧 我可没有让女孩子照顾的习惯 陆之威耸肩 正好他也不愿意伺候别人呢 好啊 正好我也饿了 小妹 咱们一起去吧 说吧 他就拉着妹妹走了 来时爷爷说了 能和乔少交好是最好 不行也没关系 多交几个朋友也行 女孩子不能总是泡在手术室里 他对认识乔少敬少的没兴趣 他已经有喜欢的人 事与小妹 还是先上完大学再说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四十八集 冷妹儿看着悠悠端过来的 一盘又一盘的食物 忍不住揉了揉鹅脚 悠悠 吃完在哪吧 车子上放不下了 大大的食人桌呀 全被他摆满了 因为他不愿意食物的味道串了 每盘里倒是只有一种 但量可不小 他的行为已经引起不少宾客的注意了 这不 马上就有多事的过来了 窥姐李先生 这么多食物 你们男人能吃得下吗 李欣怡端着杯红酒 对身边一位白头发的外国人说道 而且说的还是德语 老男人耸肩道 那怎么可能 除非是大卫王 不过 这位小姐不想是大卫王啊 悠悠已经拿起筷子 高高兴兴吃了起来 但她吃东西完全是为了品尝美味 所以速度并不快 李欣怡又指指点点地说道 她可能就是家里太穷了 吃不着好东西 所以才会一次拿这么多 没看他们这桌上 全是珍惜食材吗 木瓜炖雪蛤 炖燕窝 鹅干酱 鲍鱼泡饭 蒜泥大龙虾 真是没见过世面 魁杰李脸上露出一抹尴尬之色 他是帝国驻华大使 这次受邀来参加乔家的宴会 感觉还是挺荣幸的 华夏国的领导 可和他们国家领导太不一样了 轻易不举办宴会 能来一次可是非常不容易的 只是她没想到李家这位老朋友的孙女 说出口的话 怎么就那么不好听呢 食物不就是给人吃的吗 就是这位小姑娘贪心了点 一次拿的太多了 估计等会吃不完 李小姐 我们这样看着别人吃东西 是不是不太礼貌 要不我们也找个地方做吧 李信仪露出一副 放心我都懂的神色说道 葵姐李先生 您放心 他们就是乡下来的 连学都没上过几天 听不懂我们说话的 说什么都没关系 而且乡下人吃东西 经常端个大碗 蹲在街边吃的 他们才不会怕咱们看呢 啥也听不懂 经常端个大碗 在街边吃饭的冷胃儿无语 抬眼瞧了瞧说话的李信仪 再看了看葵姐李 然后拿起筷子 享受起面前的美食 小丫头可会照顾人了 知道她爱吃海鲜 放在她面前的食物 都是鱼虾蟹这些 冷妹儿吃得很开心 埋头吃东西的悠悠 终于停下了吃吃吃 声音不大不小的问姐姐 姐姐 你说她在得意什么呀 在咱们面前 她有什么好得意的 是不是有一张大学的文凭 就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了 那明天我就去考一个好了 省得那些傻逼没事就跑到咱们面前来多嘴 呃 她用的不巧就是德语 这还是她上一世闲着无聊的时候和三宝一起学的 除了德语 她还会七八种外语 毕竟对她来说学习语言是非常容易的 另外 她本来也会集中语言 不过这个世界是没人会懂的 除非主人觉醒了 这还是她这次升级以后想起来的 也想起了一些其他的事 但与主人说了也没用 她现在就想陪在主人身边 等着她真正的觉醒 这下 站在他们桌边不远处的两人可就尴尬了 李欣仪脸上表情那叫一个精彩 冷妹儿同样以德语回答 好 等咱们回去就给你找个学校 你好好上 省得某些人总跑到咱们面前找存在感 魁姐李不愧是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虽然面上不好意思 但并没有恼羞成怒 而且她其实也没说什么 便当场道了歉 两位美丽的小姐 我对自己不礼貌的行为 想你们道歉 但是小姑娘就算是爱吃美食 还是要控制一点的好 一次性吃这么多东西 胃会不舒服的 这次她直接用了中文 悠悠放下手中筷子 无所谓地说道 您不需要道歉 我也没说您 谢谢关心 魁姐李说了句失陪 就率先离开了 这位外交官此时心里不定多别扭呢 她走后 李欣怡勉强扯出一抹笑 沈小姐 好久不见 哦 也没多久啊 海上同有几日 我竟然不知道 我们姐妹在李小姐心里 竟然如此不堪 李小姐自便吧 以后大家就当作不认识好了 没必要往一块凑 也别操着一口外国话 到我们姐妹面前要舞杨威来 毕竟 我们姐妹丢脸是小 李大小姐名声是大呀 已经有不少人朝他们的方向看过来了 毕竟悠悠摆着一桌子食物 就挺吸引别人的目光的 再加上上流子弟 能听到懂几国外语的可不在少数 这话纷纷对李欣怡直直颠颠起来 李欣怡的心情哦 原本她是想拉着魁姐李过来 介绍给靳三少的 最后连个屁都没敢放 就脚步匆匆地离开了 梦德魁和乔成勋分开后 很快找到两姐妹 见桌子上已经摆了一大堆吃食 她倒没多想 直接坐了过去 姐夫 你怎么不去拿些吃的 还拿 再拿这桌上能放得下吗 悠悠不再说话了 乔家的自主餐准备齐全 中餐西餐全有 悠悠是看着什么好拿什么 梦德魁将其中两种中餐 挪到自己面前 拿起餐具就吃起来 悠悠忍不住地撇撇嘴 默默加快了吃饭速度 本来悠悠选的是角落中的位置 其实不是特意找的话 还是很不起眼的 你怎么来这么晚呢 身上沾了血 回去洗了个澡 就耽误得久了点 媳妇和乔家人认识的过程 是和她提过的 但她没想到 媳妇竟然会这么得乔老爷子的喜欢 反正挺出乎她意料的 冷妹啊吃完东西 便安稳地坐在一边 看着两个大胃王 将剩下的东西全都消灭干净 不仅如此 悠悠还又去捡了几盘 这时有服务员直直地朝着他们三人的桌子走了过来 沈小姐 老爷子想见您 您现在方便过去一下吗 冷妹啊答道 方便 带路吧 悠悠啊 你吃完东西也别乱走 就和你姐夫在一块待着 啊 悠悠点头 嗯 我知道了姐姐 我哪也不去 就在这坐着 冷妹啊放心了 跟在服务员身后 就朝电梯的方向走了过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四十九集 被对了一通的楚怡宁 终于把侄女儿哄好 将人哄着去厅中坐下 丈夫忙着交际 他心情也不太好 嘱咐儿子照顾侄女儿后 便拿着手包 去了卫生间补妆 酒店的公共卫生间内 一名穿着保洁制服的中年妇女 正在收拾洗手池上的水渍 听见哒哒哒的高跟鞋声时 抬头打量一眼 然后就低下头 继续擦呀擦 楚怡宁先是打开隔间门 走了进去 然后关上了门 见她进了隔间 保洁阿姨 悄悄拉过一个 正在维修 禁止入内的牌子 然后咔哒一声 锁上了卫生间的门 解决了生理问题的 楚怡宁 打开隔间门 走了出来 却看见那名保洁阿姨 正站在她面前 手里还拿着一把 有些脏的蹲布 楚怡宁顿时骂道 你有病啊你 正在这吓人 还不赶紧管 小心我投诉你 保洁阿姨被她骂了一顿 突然露齿一笑 然后她拿起蹲布 照着楚怡宁脸上就对了过去 边对还边骂道 嘴巴这么臭 我就帮你洗洗嘴巴 来来来 你告诉我 我的蹲布香不香啊 我可是刚在马桶里涮过的 楚怡宁被她对得连连后退 听到蹲布在马桶涮过后 更是恶心的直翻白眼 她伸手就要把蹲布拨开 她也确实拨开了 但是等待她的是保洁阿姨接下来的 撕衣服挠脸 扇嘴巴 垂肚子 打得楚怡宁嗷直叫 楚女士平时本就养尊处优惯了 哪打得过干惯活的保洁阿姨 最后直接被人按在地上揍 保洁阿姨边揍边嘟囔 都是钱啊 让这样的工作再多来两趟吧 楚女士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也没心情听对方在说什么 因为她被打得实在是太疼了 最后直接晕了过去 保洁阿姨终于停了手 最后在她大腿上又用力地踢上一脚 咔嚓一声响起 晕过去的某人梦哼一声 但是并没有睁开眼睛 保洁阿姨重新关上隔间的门 然后大大方方地打开洗手间的门 推着保洁车离开了 冷妹儿被服务员带到楼上的一间小休息室 那些有头有脸的老爷们儿大部分都已经走了 就连乔大先生也不在消息室里 老爷子见他进来赶紧给他介绍 来来 请请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老伙伴王树福 你的事儿我和他说过了 他呀岁数大了 人体总是有啊 这儿不舒服 那儿不舒服的时候 就想让你帮着浩格脉 冷妹儿笑着给王老爷子问了个好 王老爷子笑着点头 好啊 真是年情有为 年情有为啊 老乔和我说 我还不信呢 谁能想得到 就是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竟然有这么好的医术啊 你老可别夸我 我也就是多看几本医书 在医学上懂得略多一点 别的真没什么 要是您信得过我 那我就给您耗个脉 当然信得过 没看脉成 我都帮你准备好了吗 那就劳烦小姑娘了 冷妹儿麻溜地坐到王老爷子身边 伸手帮王老爷子拔起脉 王老爷子见小姑娘不说话了 频频地给乔老爷子使眼色 我不用把自己哪里不舒服说一下吗 乔老爷子摇头 又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王老爷子果断不直升了 大概过了两三分钟 冷妹儿便收了手 嗯 您的身体小毛病不少 大毛病有两点 嗯 一是您年轻的时候呢 身上中蛋 有两块蛋片并没有取出来 其中一块压迫到您腿部神经 影响到了您的正常走路 也导致您的右腿 在阴天下雨的时候 会十分的不舒服 就像那个老寒腿似的 第二呢 您有糖尿病 好在这两年控制的好 不算太重 但是想要完全治好 普通药物是达不到的 嗯 腿部的蛋片需要做手术拿出来 如果您决定做手术呢 我可以帮一些小毛 能够增加三成的成功几率 糖尿病倒是好解决 我现在就带着药在 您要试试吗 王老爷子心里妈呀一声 这丫头只是把个脉 竟然全说中了 连她身上还有两块蛋片都知道 不过 蛋片都已经和她的身体融为一体了 军区医院的专家都说 不建议她做手术拿出来 可是这丫头说可以做手术 而且从来没听说过 糖尿病能彻底治好 怎么到了她这儿 听着这么容易呢 丫头啊 咱们说真的 糖尿病 你真能治啊 能啊 吃药就行了 那我吃完药后 是不是还得必须控制饮食啊 每天吃降血糖的药 少我甜点的水果都不能吃啊 不需要 只要合理饮食就行了 您老啊 肯定有专门的营养师 让她给您定个菜谱 不抱饮抱食就行了 那就吃药 我现在就吃 只要不让我控制饮食啊 偶尔喝点小酒 吃上一碗红烧肉 夏天出汗 再来两块冰镇西瓜 冬天嘴茬 可以吃上两个小金举 我就知足了 冷妹儿掏药的手 顿时就是一停 一碗红烧肉可不行 别说是您这么大岁数的 就是年轻人都不行 嗯 一次顶多吃个两三块 老年人最好还是以清淡为主 知道了 知道了 两块三块的 也不少了 以前呢 我老板都不让我吃一口的 冷妹儿这才把药递到她手里 她面前就放着一杯白水 老爷子就着水 把药丸咽了 看王老爷子吃完药 没其他反应 冷妹儿顺便将二夫人的药 拿了出来 这是二夫人的药 我正好带着 这次接过药的是乔二先生 原先 他眼中的不以为意 早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正中 对待这粒药的郑重 和对沈青的尊重 谢谢沈小姐 吃了你的药之后 我头晕的症状明显改善了 真没想到 会见效这么快 还没问 我夫妻二人诊费多少啊 报个数 我给你打过去 等您确定糖尿病好了再说吧 乔二先生一家 可没有大先生家这么大的镜像 他们家只有二先生一人 在政府部门工作 乔成伟在自己创业 但是刚起步 能有什么钱 他要是真来一句 出诊费两千万 乔二先生还拿不出来 还不得干了个大嘎吗 乔二先生已经将药递给夫人 二夫人也是半点没迟疑 直接将药吃了 这两天 他可是没少听嫂子提起 这位沈小姐的本事 加上丈夫明显改善的身体状况 他自然是十分幸福的 从楼上下来 冷媚儿找到孟德奎 他身边围着几个人 丽南风陪着悠悠坐在沙发里 两人时不时地说上两句 见他回来 孟德奎很快结束了 与那几位熟人的闲聊 媳妇 咱们是不是该走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五十集 嗯 我的事都结束了 等我给乔大少打个电话说一声啊 他们又不需要找对象 看看乔大少 被一群大小姐们围得 严严实实那副惨样 冷媚儿决定同情他三秒钟 眼见他拿出电话放在耳边 冷媚儿开口道 我的事结束就先离开了啊 你继续努力 争取早日脱单啊 什么 你说有急事找我啊 我没找你啊 你什么耳朵呀 好我知道了 马上就来 嘟嘟嘟 听同李传来电话挂断的声音 冷媚儿明白了 他这是被当成挡箭牌了 乔家为了大少爷能早日成家 特意举办了一场这么大的宴会 光是客人就有近两百人 这要是把人家的儿子带走了 那可都是他的罪过呀 早知道就不打电话了 直接发个信息不好吗 反应过来的人 立刻朝自己人一招手 走走走走 赶紧走 乔大公子也太坑人了 孟德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媳妇的话还是要听的 就要叫上丽南风一起离开 然而冷媚儿却是阻止了 哎 不用叫他 他也是单身汪 让他在这儿多待会儿 争取早点找个女朋友 三人匆匆忙忙出了宴会厅 大壮二壮高瑞等人全都等在车里 见他们出来立刻围了上来 下午才发生杀手事件 这些人可是一点也不敢放松 在一群人的护卫下上了车 大壮立刻将手机递了过来 总裁 您看看 还满意吧 孟德奎接过手机 并拿着朝冷媚儿的方向凑了凑 冷媚儿懒得理他 但是当画面开始播放的时候 他不禁睁大眼睛 你让人把那个老白脸给揍了 对 谁让他没事就要往我跟前凑的 以后见他一回 揍上一回 又是大壮下的手 啊 这不是他收拾女人有经验吗 看样子 姓楚的腿应该是蛇了 怎么酒店里一点东西也没有啊 不会是还晕着呢吧 管他呢 死了都不管我事 要不是看在这是乔家的宴会 你又和乔成勋是朋友 我就让大壮扮成他妈 当着所有宾客的面 揍不死他的 这货真是越来越阴险了 不过 想想那幅场景 怎么觉得有点解恨呢 确定没留什么尾巴吗 留了 我偷了宝洁大妈的衣服 但又不能给人家找麻烦 所以故意在监购下露了脸 剩下的就没了 冷梅尔也相信剩下的就没了 毕竟 这世上就算有一门叫缩骨弓的弓法 也不可能做到直接变性 同时身高长相全都改变的地步 就大壮扮成的这位宝洁大妈 那真是比大妈还大妈 土肥圆 脸上还长了一颗大黑痣 顶多一米六 任谁也想不到 这么样一个中年妇女 是一个大男人装扮的 当然了 大壮也不算真正的大男人 大壮 好好看 你很有前途啊 你家总裁这次 肯定又要给你发奖金了 大壮开心的咧开了嘴 倒是二壮心下很是不甘 大壮最近可是捞了好几笔外快 只是每次也没他的份 主人又说他有前途干得好 那他下次岂不是还没机会 主人 其实大壮这活干得不怎么完美 要我说 就应该给那个姓楚的 来个现场直播 上演一出 主母上门直接收拾小三的戏码 让他直接出出名 以后他就没俩再往外跑了 这活就要是交给我 说到这儿 突然发现大壮 正一脸不善地看着他呢 二壮倒嘴的话立刻改了改 要是交给我们俩 肯定能干得更完美 别说 孟德奎觉得他这句话说的还挺有道理 身体上的痛 哪有心理的痛更让人难受呢 他不是一直在外头和人说他和那位老渣男是真心相爱吗 一个小三还讲什么真心 简直就是笑话 好 下次有事就你们俩一起吧 那我们完全可以演出一出苦强大戏 甚至连给他男人戴绿帽子的戏都可以演 原来这小子更没下线 不过他孟德奎喜欢 这世道别想着当什么圣人 圣人都得憋屈死 而且被憋屈死了也就死了 他也成不了圣人 顶多圣母圣父 大差不差就行了 看完视频心情舒畅 某人的大手一把揽过媳妇的小腰 跟恶霸调戏梁家妇女似的 上去就要亲一口 结果被冷妹儿一把打在了手上 并且横移至靠窗位置 然后拉开车门 悠悠也极机灵地跟着下了车 媳妇老婆 你这是干嘛呀 怎么还下车了 让二状去开你的车就行了 孟德奎有些不解 他怎么觉得媳妇好像是在生他的气呢 冷妹儿吩咐大壮 开车 送她回她的别墅 大壮这叫一个听话 看男主子伸手就要开车门 他立刻启动车子 接着一脚油门 车子就窜了出去 乔承勋挂了沈青的电话 本想直接顿了 结果被乔承伟拉住了 他也只能继续在宴会厅中周旋 等所有客人都离开时 他的一张脸呢 都快皱成一根苦瓜了 揉了揉发痛的额角 本来就在酒店歇下了 没成想 走过走廊的拐角的时候 一不小心 竟然和一个女人撞到了一起 抱歉 撞到你了 你有没有事啊 女孩子长发落下来 遮住她的脸颊 说出的话 却是甜糯可爱 有事 我要疼死了 你 你怎么 这声音一出 乔承勋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他忍不住打量起了眼前的女孩子 他的头发又浓又密 脚上穿着一双漂亮的粉色高跟鞋 身上的套装也是粉色的 外上戴着一块百打斐力的限量款 手上原本拿着的粉包包 被他这一撞掉在地上 他赶紧将包捡起来 递给对方 那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刚才我确实走得急了点 女孩子终于抬起头 看了眼眼前的男人 然后伸手接过自己的手包 乔承勋也看到了他的手捂着的地方 走吧 我带你去医院 看看是不是撞到骨头了 第三百五十一集 女孩子漂亮的大眼里 这会儿还含着一包泪 一看就是真的撞疼了 小嘴是粉嫩的桃红色 看着非常诱人 那麻烦你了 我 我其实是有车子的 但是我 刚才好像崴了一下脚 我的腿刚刚恢复 我怕这一状会出问题 你放心 我不用你出医药费 送我去医院就行了 那我扶你出去吧 你看看 你还能走吗 女孩子的另一只手 一直扶着走廊墙壁 明显是要分担腿部的力量 算了 我 我直接抱你过去吧 不但女孩子反应 乔承勋已经一把将人抱起 然后抬步走向电梯 女孩险些惊呼出声 但想到能出现在这里的人 大多非富即贵 应该不是什么坏人 再说 他也是真的走不了了 干脆便将要出口的惊呼压下 紧跟着 拿出了自己的手机一顿摆弄 乔承勋眼角余光瞥了一眼 只见手机屏幕上 写着三个明晃晃的数字 110 他忍不住就勾起唇角 这丫头看着好单纯的 没想到防备心还挺重 哎 动了手 按下电梯啊 女孩一手攥紧手机 一手伸向向下的按键 然后赶紧收回了手 她在心里默念着 电梯要快点上来 万一这男人要是没力气 把她扔在地上怎么办 那她的小屁股还用不用要了 好在电梯来的是真快 乔承勋就抱着她进了电梯 再让她按了一楼的按键 电梯下行 不过几秒时间就到了一楼 来的时候 她开的车子就停在酒店正门外 忽视大厅中所有人望过来的视线 乔承勋直接将人抱到了绿色的军车前 我放你下来 你扶着车子站一下 我要拿钥匙 女孩呕了一声 然后就被放下了 乔承勋赶紧伸手 摸出口袋里的钥匙 将车子解锁 然后再帮忙打开副驾车门 将女孩子又抱了起来 放进了座位里 就这么几步 她自己能走的呀 不过 这男人看着挺细心的 听说她腿不舒服 就抱了她一路 连一步都没让她走 乔承勋将人放上车后 立刻开上车子 直接去了最近的医院挂了急诊 女孩的手机早就收了起来 毕竟 乔承勋开的可是军车呢 身为军人 估计干不出拐卖人口的事来 将女孩抱到急诊室的椅子里 乔承勋便对医生导 麻烦您帮她检查下腿 刚才被我撞了一下 她说腿不舒服 至于胸口疼什么的 眼前这位是名男医生 还是免了吧 中年男医生淡定的说道 你先去帮她办成预留卡 我再给她开个单子 做检查 女孩赶紧掏出自己的身份证 递了过去 乔承勋拿着就往外走 医生道 你这腿 怎么个不舒服法啊 说说 我先帮你检查一下 两个月前 我双腿骨折做过手术 才扔管没多久 刚才我们两个走对头撞了一下 我就感觉脚崴了一下 稍微有些不舒服 我怕有事 就过来检查一下 说着 她挽起了粉色裤脚 将受伤的那只脚踝露了出来 嗯 脚腕确实有点肿 但也还好 中年医生摸了一下骨 骨头没事 没错位 就是有点肿 冰敷一下 小小肿就行了 你要是不放心 也可以拍个片子 毕竟 你这两个月前 刚刚做过手术 嗯 你说你两个月前 刚做过骨折手术 那你怎么恢复得这么快 都能正常行走了 因为 我遇到了一位神医啊 他用金针帮我止疼 又给我吃了药 然后徒手帮我把骨头复位 我被送到医院后 大夫都说骨头复得极好 连手术都没用做 而且我的伤恢复得也比其他人快上很多 其实早在半个月前我就能正常行走了 就是家里人不放心 让我继续又用了几天拐杖 办完就诊卡回来的乔承勋 这可真是巧了 当初他去调查SQ 是和苏之昌接触过的 就连苏盈盈所在的医院他都去过 但只是和医生了解苏盈盈的身体恢复情况 面是没见过的 刚才拿着苏盈盈的身份证去办就诊卡时 看到那个熟悉的名字和地址 他还有些怀疑 可是当他听到苏盈盈和医生的对话 他已经十分肯定 此苏盈盈就是比苏盈盈 怎么就有这么巧的事呢 将就诊卡递给医生 然后接过医生开出来的一系列单子 乔承勋就找了辆轮椅 推着苏盈盈去做检查 这么一折腾 直接折腾到了后半夜 还好检查结果都没问题 脚踝触得红肿也做好了处理 等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乔承勋主动问起 他晚上要在哪里休息 苏盈盈小心请求道 你能直接送我回家吗 我送朋友回酒店 本来就是要回家的 对了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今天的事麻烦你了 谢谢啊 不麻烦 毕竟是我撞了你 你要不介意的话 呼唤个电话吧 改天我请你吃饭 就当陪礼了 说实话 这是乔承勋有生以来 第一次主动和一个姑娘 要电话号码 苏盈盈笑道 哪能让你请 今晚多亏了你陪我做检查 还是我请你吧 乔承勋不做口舌之争 毕竟她的目的只是要电话号 于是 等乔承勋把苏盈盈送回家时 两人不仅加了电话 还加了微信 最后心情十分愉快地走了 乔承勋没想到 回家时 还有人坐在沙发上等她 妈 你怎么还没睡 这都几点了 白文佩一副期盼的小眼神 看着儿子 你说为什么不睡 当然是想知道 你有没有看上的小姑娘了 家里为了你的终身大事 破天荒地办了这么大一个宴会 你不会是一个都没看上吧 那你对得起你爷爷吗 你对得起我吗 你对得起你爸吗 停停停 妈 咱能不这么心急吗 我看着人家 也得人家看上我才行 对不对 我明天还要回部队 就不陪你在这聊天了 白文佩一脸梦 儿子这话是啥意思 我看上人家 也得人家看上我才能行 对不对 这话的意思 岂不是说 她有看上的小姑娘了 本集报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352集 哎呀 她儿子终于开窍了 竟然有小姑娘入了她的眼 就是不知道那孩子是哪家小姐 今年多大了 是不是和自己儿子看对了眼 她正要仔细地问问情况 结果一抬头 客厅里早就只剩下她一个人 臭小子竟然早就回房间了 真想把那小子拎出来好好问问情况 可是 今天也确实太晚了 不能任性 那就先去休息 明天一早再问 然而白夫人试策了 因为 乔成勋一大早就跑得没影 打电话说 她有急事先走了 可把白夫人给气得不轻 前往腾冲的飞机上 冷妹儿将自己的卡交给悠悠 那 你看着买 赚的钱 留你上学花 你要是想开个公司也可以 姐姐都支持你 悠悠笑眯眯地借过姐姐手里的卡 哼 姐夫不是要和自己抢姐姐吗 现在她和姐姐一起出差 可是 姐夫只能在家里独守空房 她只能把自己的钱全交给姐姐 姐姐却能把自己的钱交给自己 两人地位谁高谁低一目了然 看姐夫拿什么和自己比 谢谢姐姐 赚了钱都给姐姐花 我才不要开公司呢 就让姐姐养 冷妹儿忍不住揉了揉她的头发 你呀 只要你喜欢 怎么样都可以 等回去呢 我就把小学到高中的课本 全都给你准备好 你是想在京市上学呢 还是在京城上学呀 在京城上呢 就把你那个户口直接迁过去 京城的教学质量 可是比京市好太多了 嗯 那当然是在京市上了 姐姐放心 不管在哪上学 我都不会给姐姐丢脸的 谢安在一边插嘴道 十小姐 不是我说 你还是搬来京城生活比较方便 小少太忙 公司有事 很多时候都找不到她的 您也说了 京城的教学质量高 正好你妹妹要入学 干脆你们一家全搬过来好了 冷妹啊可没打算 这两年就搬来京城 骑虎两家的事还没解决完 GM集团也在京市 最关键的审爸审妈 刚适应京市的生活 贸然让他们搬来京城 他们肯定会有些底气不足 嗯 两三年内 我不打算来京城 我的工作很清闲的 如果真的有你处理不了的事情 又找不到乔大哨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 谢安这就不说话了 遇到一个处处直手画脚的老板会头疼 遇到两个处处放手不管的老板 貌似更头疼啊 腾冲是个好地方 冬春天气晴朗 气候暖和 夏秋晴雨相间 气候凉爽宜人 冬季最低气温 不低于零摄氏度可以避寒 夏季最高气温 不超过30摄氏度可以避暑 被评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 一行人下飞机的时候 正值中午 温度顶多22度左右 真正是温度适宜不冷不热 冷妹儿直接将外套脱下来 放在手上 坐上谢安提前安排好的车子 驶向了腾冲市中心的大酒店 谢安以往带人过来 都要在周边住上一个星期左右 才能完成采购任务 所以这次他们也直接订了七天的房间 午饭是在一家当地特色菜馆吃的 银杏呼机 油炸小白鱼 腌菜拌烧肉 鵝鱼拌饭 全是浓浓的藤中特色 冷妹儿和悠悠都吃得十分满足 吃过饭后 谢安询问两人 要不要回酒店休息一下 被冷妹儿拒绝了 嗯 还是直接去翡翠市场吧 早点写完料子早点回去 哎 你这次带了多少资金呢 我要了解一下 才能决定要怎么选料子 无上限 乔少说 叫您说买 留出公司要用的流动资金 剩下的随你调动 乔成勋办事就是让人放心 嗯 明年三月份的翡翠公盘 公司不打算参加吗 参加 这不是还有四个来月的吗 四个月回流资金足够参加共盘的了 再说 凭乔少的实力 短时间内抽出几个亿的美金 还是轻而易举的 得了准话 冷妹儿就放心了 一行人开了三辆车 直奔翡翠毛料交易市场 一下车 悠悠便道 姐姐 我自己去玩 有事你打电话给我 悠悠小姐 我让张助理跟着你吧 你自己一个人可不安全 谢安心惊了一下 要是长得普通点也就罢了 这姑娘太漂亮了 自个儿出去实在是不让人放心呢 悠悠笑道 张助理还是跟着你们吧 我自己逛逛就行了 冷妹儿也道 嗯 就让她自己玩吧 我妹妹还没人能欺负得了呢 姐妹俩都这么说了 谢安还能怎么样呢 只能打消了让人跟着小姑娘的心思 直接让她离开了 走进批发市场 冷妹儿的神石早已放了出去 那些低档翡翠她看不上 所以那些没有好料子的店铺 她压根都不往里走 只挑那些能出中高档翡翠的毛料 然后是这样 一个多小时后 几个保镖推着的车上都装满了 然后是心里有了些准备 谢安也被冷妹儿这挑毛料的方式和速度吓到了 这哪是挑毛料 分明是在挑大白菜呀 一个小时的功夫 资金是滑滑的往外流 怪不得沈小姐要问准备了多少资金呢 准备的少了根本就不够花呀 可是这样挑出来的毛料 真的能赌涨吗 冷妹儿不知她在想什么 当然就算知道了 也不会傻的当场 切上十块八块毛料 来证明一下自己的本事 因为没那个必要 毛料市场还是不小的 冷妹儿继续在里面挑挑拣拣 等四名保镖加助理几人的车都装满毛料后 谢安大手一挥道 张助理 你带人去办托运 办完就立刻回来 张助理以前没少跟着谢安一起出来 办托运也算驾轻就熟 很快他就带着保镖离开了 几人走后 谢安就亲自推着一辆车 跟在他身后 悠悠和姐姐分开后 就离开了批发市场 随意在街上逛了起来 遇到有毛料的店铺 也会进去看一下 看到上好的毛料就买下来 因为不好戴 又不能众目睽睽之下 把东西收进储物戒指 只能自己拿着切实机 把多余的部分切掉 但又不将东西完全擦出来 然后直接放进自己的背包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这么几次下来 也有些人看出些苗头 一是 这小姑娘有钱 几十上百万的毛料 她是眼都不眨的就能买下来 还有每次她切实 也有猫腻 每回都看不到一点玉肉 可那些料子被她收了起来 看起来应该是要等着回去再擦食了 有人就觉得 这孩子要么是个赌食高手 再不计也是个有钱的 于是她就被人盯上了 眼见着天都黑了下来 悠悠也逛得差不多了 便想打个车回酒店和姐姐会合 她刚站在路边招手 一辆黑车就停在她的身前 悠悠打开车门上了车 只是等她上车后才发现 车后座上还坐着两个人 两个貌似不太像华夏人的男人 你车上还有客人呢 顺风车 我当然得夺了两个人 拼车你也能少花点 还没能少花点 放心 马上就先送你回酒店 司机觉得 这个女孩的防范意识很低 这要是换成 稍稍有些防备心的女孩 可能在发现 车上还有其他人的情况下 就已经打开车门下车 或是拨打家人的电话了 但她没有 而是乖乖坐上车 等着将她送回酒店 但她没有想过 人家也可能是因为实力太强大 压根没必要放着她 司机迅速发动车子 并和悠悠兴志勃勃地攀谈起来 姑娘 我看你来这儿是来买毛料的吧 悠悠通过后视镜 打量一眼后面坐着的两位乘客 脸上露出一抹高深莫测的笑 对 不是 那你怎么不直接去缅甸去毛料呢 我和你说一个大实话呀 发到这边的毛料 都不只是被人跳了几手的 真正的好的毛料都在缅甸 而且价格呢 比这边不只是转手了好几手的毛料 还要便宜很多呢 你如果是要的量大的话 还可以和那边大老板直接合作 总之啊 比你在这边买的毛料 要好处多多了 可是去缅甸要有护照 我还没办呢 那你是遇上我黑身抄上的呀 只要你想去 我保证把你送到缅甸境内 不需要用护照的 那我需要付多少钱呢 一钱块就不行 怎么样 便宜吧 他们两人都是去缅甸的 跟你一样 也是每个人一钱 你要同意啊 咱们现在就走 顶多一个小时就来口碗了 晚上就可以尝尝 这面店正宗的鱼板面啊 行 那就去玩玩 见识见识 过两天我再回来 司机立刻方向盘一转 朝着城外的方向就开了过去 这时悠悠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司机顿时神情紧绷 一眼戒备地看着小姑娘手中的电话 悠悠眼角余光 瞥见司机的反应 嘴角忍不住勾出一个好看的弧度 按下接听键 女子好听的嗓音瞬间传了过来 悠悠啊 你还没回来吗 等你吃晚饭呢 姐姐 你别等我了 我打算在外面玩两天 玩够了我会自己回去 冷媚儿诧异一下 这丫头可是很黏她的 除了修炼 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在她身边 还从没说过要自己出去玩的话 那你注意安全 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悠悠高兴地应了 然后就挂断电话 眼角余光 扫到身边的司机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将手机放到牛仔裤的口袋里 悠悠主动和司机攀谈起来 司机师傅归姓啊 哦 我叫努达 小妹妹 你叫什么呀 您这个名字听着不像华夏人呢 都像是缅甸那边的叫法 我就是缅甸人啊 只不过为了生气 我就弄两车子 跑腾冲 拉客了 这几年呢 也倒是让我跑出人门道了 要不然怎么能带你们 进出口岸呢 哦 那努达大哥 肯定对缅甸境内 那些大矿区很了解了 这你可就问对人了 我们缅甸北部最大矿区就是 这苏哈将军的矿呢 老矿区 矿山还大 每天要进钱民矿工 帮他们工作 矿区周围全都是护卫队驻扎的 这些护卫队身份很砸 有当地人 也有部队的军人 去年面对攻盘开出的飙王 就是苏哈将军的矿区开出来的 卖出了一亿三千万的高价呀 接下来 后座上的两个男人 也加入畅聊之中 说的都是和赌石相关的消息 比如 谁谁开出了一块价值八千万的玻璃种双色翡翠 结果被抢了 又比如 哪里又发现一个矿山 几大将军争得难舍难分 人命都搭进去几百个 悠悠听得是津津有味 还从自己随身带着的包里 拿出一袋五香瓜子 拆开包装 边听 便慢慢地磕了起来 这丫头爱吃瓜子 前些日子从海上回来 就买了不少瓜子 放进了储物戒指里 没事了就拿出来磕一磕 现在正好 弄脏了努达的车子 他也不心疼 一个来小时的车程 很快到了 喉桥口岸 只是车子并没有再往前走 而是拐了个弯 朝着一条小道走了进去 大概十七八分钟后 车就停了 小姑娘 我们的驾车了 从这里翻过山头 就能直接到达这秘质那山 你往去 不累的 那边有人接应我们 你要是走不动了 我可以陪你走 悠悠眼珠子一转 他还没有被人背过呢 要不感受一下 行啊 努达大哥 万一我要是走不动 就麻烦你背我了 努达也就这么一说 这丫头还挺能顺干爬呀 不过 以前她也不是没干过这事 区别仅在于 以前是用台的 现在是用背的 一个小姑娘 顶多八九十斤 她还是背得动的 悠悠注意到 这条小路还挺隐秘 为了能享受被人背的感觉 小丫头装出一副柔弱样 走几步就喘一喘 努达挺心急的 生怕中间出了什么变故 便催了两句 悠悠好委屈的吧 这能怪我吗 我都在外面逛了半天 还一口饭没吃 又坐了一个小时的车 好累好饿的呀 不行 我真走不动了 让我歇会儿吧 本集播讲完毕 然后爬到男人背上 装作一副受惊的模样 小声催促 那咱们赶快走吧 我不想被抓呀 努达背起小姑娘 就大步朝山上走 悠悠的身体 确实不重 顶多八十多斤 对于一个抬惯了人 走惯了山路的大男人来说 还真就不是个事 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后 终于爬到了山顶上 悠悠正美着呢 趴在努达背上 小脚丫一晃一晃的 看着那叫一个享受 谁知 努达却突然停了下来 努达大哥 你怎么不走了 快走啊 我现在肚子真的好饿啊 努达喘着粗气 双手一松将人放到地上 小姑娘 现在是下山的路了 我再陪你走 一不小心 咱们两个都有可能 摔个大跟头 再说了 你先把要失了 应该能自己走走了 对啊 下山不累的了 咱们大家一起走吧 很快就到山下了 另两个男人也附和起来 悠悠忍不住地撅起小嘴 心里老大的不高兴 但没办法 下山的路确实挺陡的 她只能跟在努达身后 慢慢地朝山下走去 山下果然有车等在那里 不过 远远的悠悠就看见 对方手里握着枪支 一副严阵以待的模样 悠悠终于有些明白 这三个人的意思 她貌似是被绑架了呢 不过 真的挺好玩 怒达大哥 这些人是来接应我们的吗 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拿着枪啊 我好害怕呀 他们不会杀了我吧 胡说啥呢 他们怎么会杀你呢 只要你听话 他们绝对不过动你一个手指头 放心吧 我就说嘛 大家都是讲道理的人 怎么会平白无故就动刀动枪的呢 放心 等一下我就把费用打给你 另外再给你一千块钱的小费 也让你乐呵乐呵 怒达该说这丫头无知者无畏吗 不过这样也好 最起码能省了很多麻烦 怒达哄着悠悠上了那辆大卡车 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 他被安排进了前面的副驾驶座上 两个拿着枪的雇佣兵跟着挤了进去 连努达都只是坐进了后面的车厢里 悠悠继续和两个雇佣兵攀谈 你们手里这枪真的假的呀 看起来好威风啊 当雇佣兵是不是特别赚钱呀 两名雇佣兵被他问的问题 问得不知该如何反应 这若是换成别人 早就一巴掌甩过去让他闭嘴了 可这个小姑娘长得太漂亮了 她虽然话多 却并不惹人烦 小姑娘还从自己背包里拿出一包瓜子 分给他们一人一大把 吃吧吃吧 闲着没事咱们就聊聊嘛 两个雇佣兵对望一眼 最后到底是接过零食和他说了起来 其中一个人的语气里多少有些不甘心 当雇佣兵没多少收入的 换成人民币 一个月最多几百块 哼 你不要看我年纪小 好骗就骗我 我也是会分辨的 听你的口音就是华夏人 咱们是一国的 对不对 他这话倒是没错 今天来接他的人一共十个 一半都是滑下来的雇佣兵 所以两人都点了头 我和你们说呀 我姐夫的两个保镖 年薪一百万起步 他们两个还要捞外快 姐夫每回让他们办事 光奖金都是十万起步 嗯 一年怎么也能赚个一两百万 当然 我姐夫的保镖多 他们两个算是挣得多的 因为他们随时都得帮我姐夫挡子弹 但是呢 就算是普通的保镖 一个月也能拿尽万块的基本工资 公司的保安每个月都有五千的收入 还安全 你们要做的事那么危险 一个月却只有几百块 你们图什么 两名雇佣兵面面相觑 是啊 他们图什么 两人不禁对小姑娘说的 他姐夫的公司有了好奇心 你姐夫的公司很厉害吗 嗯 也就一般般吧 号称千亿集团 也不过如此 还不如姐姐呢 你知道我姐姐多厉害吗 十个我姐夫家一块 也不如他一根小拇指的 这 不能吧 我没听国内有哪个女人这么厉害的 我姐夫赚的钱 每一份都是我姐姐的 而我姐姐的 还是我姐姐的 那你们说我姐姐是不是很厉害呀 两名雇佣兵点头 嗯 那确实是真厉害 只不过 他们赚的少是少 可每个月只要碰上只肥羊 还是能赚上不少的 要不然他们都想去这丫头姐夫的公司里工作了 大卡车在山间小道 缓慢行驶 很快又驶上公路 大约半个小时后 车子驶入了一处僻静的院落里 院落里里外外 站着不少持枪的雇佣兵 等边上的雇佣兵下了车后 悠悠灵敏地从车上蹦了下来 院门口的灯光有些昏暗 小姑娘双手插腰 将这里里外外都打量一遍 努大大哥努大大哥 你不是说请我吃鱼板面吗 这也不是饭店呢 谁说只有饭店能吃鱼板面的 咱们家大厨最拿手的就是做鱼板面 那味道保证你吃了一碗 还想第二碗 不信你先来和我瞧瞧 悠悠就双手一放 大踏步地跟着进了院子 迎出来的管家带着两份诧异 咋还吃上鱼板面了 不应该把这女娃娃关进小黑屋 然后狠狠敲她一鼻吗 以往他们绑架回来的都是这个套路 怎么今儿就变了 不过当管家的看到小姑娘 那张漂亮的小脸蛋 什么话都没有了 这么张可心意的小脸 真要是把她放进小黑屋 还是有些不忍心的 她家首领是最喜欢这样的女孩子 万一以后人家成了他们的当家主母 岂不是要记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355集 于是管家的也带上两份恭敬 将悠悠迎进了正厅里 然后迅速打电话给首领 虽然她家首领已经娶过五任妻子 虽然现在缅甸法律已经施行一妻一夫制 但他们干的本就是违法的事 什么狗屁法规谁在意呢 只要首领看得上 随时都可以抢过来 努达已经让人去准备晚饭了 还特意嘱咐一句 要做一份鱼板面 大厨被嘱咐的以为来了贵客 连忙做了几道菜端了上来 悠悠吃上了传说中的鱼板面 嗯 味道确实很美味 就是量有点少 不过也勉强能凑合了 她这边饭网刚料 那边首领回来了 离老远就听到一阵 塌塌塌的皮靴塌地的声音 悠悠原本都要抬屁股 找地方休息去了 听到这动静又坐回来了 管家已经迎了出去 首领的 今儿努达他们弄回了一个漂亮姑娘 就在里头吃饭呢 听说在华县那边 贼有钱 哟 老子这一回来就有美女等着 走走走走 进去看看 看看管家说的人到底有多美 首领顿时哈哈大笑的 悠悠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正好一群人走进大厅中 为首一人皮肤有黑 光头 身带煞气 腰间别着一把手枪 身上穿着一套军装 一看就知道是沾过血的 她身后跟着十几个男人 也是一身的军装 看到悠悠的时候 那些人的眼睛里都露出 如狼一样的目光 哟 这牛还真是漂亮 以前我还觉得我那几个老爸 个领个的漂亮 和他一比 真是没法看了啊 来来来 丫头 告诉哥哥你叫什么 以后你就是我生龙的人了 悠悠捏了捏拳头 关节发出一阵咔咔的脆响 我叫你祖宗 给脸不要脸 我生龙能看上你是你的福分 竟然敢出口不屑 来人 把他拉下去 给我关起来 先关他三天再说 有两人立刻从他身后走出 走到餐桌前 就要将悠悠拉走 关进小黑屋里 悠悠抬腿就给了两人一人一脚 踹在他们的肚子上 那两人顿时被踹飞出去几米远 最后摔落在地上 哭痛声惊住了 站在厅中的一行人 哟 竟然是个恋家子 给我一起上 务必将人拿下 首领发话 小弟自然只有听着了份 十几个人立刻一起围了上去 只可惜 这些根本就不够悠悠看的 几下功夫 这些人就全被他给踹飞了 甚至这些人连拔枪的机会都没有 首领看着倒了一地的小弟 脸色极为难看 他手上的功夫 确实比兄弟们略强一点 但却也没有本事 将那么多人一起收拾了 这说明人什么 说明不是眼前这个漂亮姑娘的对手 说明今天他们踢到铁板了 刚进门时 众人都以为今天捡回了一个 美丽漂亮的小仙女 可现在在看 才发现眼前这位分明是个 为祸人间的小恶魔呀 果然所处位置不同 看到的事物也会有所不同 要不然怎么会一个站一个躺 眼前的人就从小仙女变恶魔了呢 身为首领 生龙把脸看得比命还重 他不想丢脸 但也不想示弱 于是他一抱拳 朝悠悠一拱手 今天是我生龙 有眼不知泰山 不知道小姐是哪条道上的 改天我生龙 定要上门道歉 还望小姐放我们一马 别在我面前耍你那小心眼子 想不挨揍 还不想在兄弟们面前丢脸 就假装示弱 这招对我没用 那个 好歹我也管这手底下一两百名的兄弟呢 祖宗您多少给我留点面子呀 少给我废话 想活 我给你两条路 这还是看在你今天没拔枪的份上 记得好好选 选不好 那你就等着去死吧 首领瞬间收了 进门时的高高在上 恭恭敬敬地道 您说 我听着 一 你们把我掳来 就得把我伺候好了 这两天 我打算在缅甸好好玩玩 我让你们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有半点怠慢 我就把你们的老巢一把火收了 第二 我给你们装备带你们挣钱 帮你们拉丝军 带你们抢地盘 带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再也不用干那些绑架勒索欺负弱小的事 但是你们必须得让我当老大 整个大厅里的人听到她的话 顿时事一静 连疼都忘了 生龙第一反应就是难以置信 一个小姑娘罢了 就算拳脚厉害 是怎么好意思说出 要当他们老大的话的 而且 知道那些装备要花多少钱吗 她一个姑娘家 就算家里再宠 又能拿出来多少 哪知让这些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小祖宗手一挥 桌上便出现了一堆枪支 大约有二三十把 全是他们平时花高价 都买不下来的好家伙 然而这并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 这些东西是凭空出来的呀 难不成这小祖宗会法术 又或者这位真的是小仙女 在他们心里也只有仙女才会有如此本事了 想不想要 这些东西您是打哪儿弄来的 你管我哪儿弄来的 只要你们以后任我当老大 我带着你们开疆拓拓 称霸整个缅甸不敢说 但是 维获一方大佬 轻而易举 哼 像你们现在这样 住的最差的房子 开着最差的车 我瞧不起你们 要有格局知道吗 生龙心想 何者还是他以前格局小了 不过 他的格局确实不太大 虽然他手底下 也有两百来号兄弟 可是在缅甸这一带 根本不算什么 他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 要不然 也不会干起这绑架人的买卖 可现在 他貌似又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呢 原本在地上躺着的那些兄弟 也挣扎着爬了起来 凑在生龙耳边 小上嘟呢 叔里 要不 咱们就跟着小祖宗干吧 说不定 说不定他就是神仙下饭了 帮咱们的 肥猫那帮人 一直想吞了咱们的地盘 收了咱们这些兄弟 你就不想打到他屁股尿流 跪地求饶 还有 他那道房子 可是咱们这一片最好的了 把他干爬下了 那房子可就是手里您的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五十六集 生龙眼睛转了又转 说实话 他是真的有些心动了 但 就算小祖宗说得再好听 他还是不敢盲目相信 悠悠一直在看着他的脸色 大致也能想明白 他在担心什么 来来来 你来和我说说 那个肥猫是怎么回事 那人不妨自己刚才那么小声说话 都被这位小祖宗听到了 吓得腿都是痘的 刚才被踹过的肚子 这会儿又生疼生疼的 哼 就这么个损货 还想吞了别人的地盘呢 你还是老实的 在你们这一亩三分地待着吧 免得哪天出去再被人吓死 这时 正好听到动静 出来查看情况的努达出现了 悠悠立刻一挥手 来来来 你来和我说说 这肥猫是怎么回事啊 说不明白 我直接送你一颗枪子 努达抹了把脑门上的冷汗 小心翼翼地 越过地上的众兄弟 走到悠悠身边 肥猫的地盘 和我们是紧挨着的 所以啊 两边经常会有摩擦 院门两方视觉逆提 我们倒也不惧他 不过 前年的妹妹 嫁给了乌木将军 她有了后台 这一年来的时间里面 她的实力不断壮荡 现在她手里下 大约有进前人 我们安排在那院里 细座 前期日子发来消息 对方这几天 就会这么动手了 只是还不知道具体的日期 悠悠轻轻轻在桌子上敲了敲 那我们就不想先下手为强吗 怎么不想啊 哎 可是 一二百来人 对抗进前人 这不是 伤赶着送死吗 再说了 乌木将军是在妹夫 他要是真在咱们这吃亏了 乌木将军肯定要替他出气的 就算我们绞心赢了 还不是得死啊 悠悠用一种十分鄙夷的眼神 看着这些男人们 那意思仿佛在说 你们是男人吗 我瞧不起你们 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的生龙气道 哎哟 小祖宗啊 不是我们不想干 是我不能让兄弟们跟着我去送死啊 要是你能保证 不死一人拿下肥猫的地盘 我 我就任你当老大 哎 手里 这怎么可能啊 哎呀 你们都不用去 就这么定了 小祖宗要是真能不用兄弟们送死 就能拿下肥猫 这说明他说的都不是在吹的 那咱们就跟着他干 谁有本事听谁的 这咱们干这行的规矩 好吧 生龙这次一锤定音 兄弟们也没再反驳的了 悠悠这下满意了 生龙你过来 我有事要你做 生龙总觉得 自己这个一米八的大个子 瞬间矮了几分 可 他还得认 毕竟刚才这位小祖宗说完话 桌上那堆枪刷的一下就消失了 只剩下一把沙漠之音 这位别真是神仙转世吧 刚才不是一直盯着这把枪吗 拿去玩吧 另外 你手底下真正的心腹有几个呀 把人喊过来我看看 生龙立刻手一直递上 祖宗啊 都在这儿了 悠悠傻眼 刚才他下手可不轻 这些人身上的伤总得养上两天才能好 要让他们给自己办事 那还真不用想了 行了 你们都下去休息吧 找个大夫 给他们看看伤 伤好了 麻利起来给我干活去 想拿下肥猫 你们不出力可不行 一群躺在地上的人挣扎着趴起来 反正谁也不用嫉妒谁 大家都是肚子疼 屁股疼 脑袋疼 浑身疼 相互搀扶着回了自己的房间 这时生龙终于想起自己的管家 那老东西真是太鸡贼了 这么大动静 他竟然装听不见躲起来了 真是欠收拾 一声大吼 从客厅响起 管家 管家 赶紧给我死出来 这么大的声音 就是个笼子也能听到动静了 管家贼兮兮的从门外 钻出一颗脑袋 首领 您叫我 你个老东西躲得都是快 刚才你干什么去了 管家一脸委屈的倒 首领 我又不是战斗性人才 遇到这种事 肯定是有多远躲多远呀 但是除了打架 我愿真心真意为您服务 得得得得 别跟我狡辩了 赶紧给小祖宗安排个房间 收拾赶紧点 去吧 首领 您没回来前 房间就已经安排好了 行 赶紧带小祖宗回去休息 小祖宗有任何要求 你都要尽量满足 宅子里的事就交给你了 要是这点事你还办不好 那你还是给我趁早滚蛋 管家立刻点头哈腰 四十多岁的人了 陪笑陪出一脸褶子 然后带着悠悠就去了准备好的房间 孟德奎昨晚被媳妇撇下后 就一肚子的不痛快 结果一早就接到父亲大人打来的电话 说是让她到医院一趟 后妈出事进医院了 让她过去看看 若是以往 楚怡宁死不死呢 和她有什么关系 她肯定是不会去的 可是昨晚楚怡宁是被大壮打的 看视频哪有亲眼所见来的真实 于是她就去了 在医院门口 有不少卖水果鲜花的店铺 她真是犹豫再犹豫 到底还是下了车 用微信支付花了十块钱 买了三斤苹果 小个的十块三斤 大个的五块一斤 到底是三斤比二斤多了些 也能站在手 省得外人看见她说不懂礼数 可是当她进入病房后 发现里头只有他们靖家人时 顿时后悔了 这十块钱真是花得浪费呀 她立刻又拎着苹果出了病房门 大壮二壮一见她出来 便赶紧询问 总裁要走了吗 不是 你们谁去一趟 把这苹果给退了 白买了 里头一个外人也没有 不退浪费了 大壮二壮面面相去 十块钱的苹果还要退了 这 您这真不是为难人吗 拿着呀 干活都麻利点 二壮赶紧将苹果接了过来 总裁您放心 这段小事您交给我 保证给您办得妥妥的 孟德奎表示自己很满意 转身又回了病房 门外 大壮询问道 你真要找人家退啊 我闲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五十七集 那你 二壮颇有些意味深长地看了眼大壮 他觉得虽然同样升级了四次 可是大壮明显就是升级失败的残次品 脑子想是想得太简单 总裁哪是让他们退苹果 分明是在用苹果打那个老白脸的脸 当然总裁不愿意让这十块钱浪费了也是真的 孟德奎再次进入病房的时候 里面的人个个表情难看 尤其是被人打得不成样的处一宁 原来没有外人在 他连十块钱的苹果都不配吃的 金玉看着这个三儿子眼睛都要喷火了 过分 太过分了 没他这么羞辱人的 老三 你也太过分了 怎么说他也是你妈 有你什么 这么办事的吗 我怎么办事了 吃我买的苹果 它配吗 它也就配吃我妈剩下的 说完 他轻挑地看了正在酝酿泪水 准备装柔弱强可怜的某白脸 只可惜他被打得伤得实在太重了 那张脸青一块紫一块的 有些地方还被抓伤了 露出了一道道血痕 实在是难看得紧 再次转头看向老渣男 你倒是护得紧 但愿你能一直护下去 我就睁大眼睛仔细地看着 我亲爱的父亲大人 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楚一宁刚酝酿出来的泪水 一下子就憋了回去 这死小子说的是什么话呀 啊 静玉觉得他话里有话 想到他最近做的事 心下有几分不安 不过又觉得不太可能 这小子就是看一宁不顺眼 在咒他们 爸 你看雨泽 这只越来越不像话了 您就不说说他吗 静老爷子如何不想说 可是现在老三羽翼已疯 他就算说了又能如何 他当老子的都不管了 他这个当爷爷的就能管得了 哎 终归当老人的都盼着家和万事兴 徐泽 这次叫你过来 是想问你件事 昨晚你继母被打 他说只有你看他不顺眼 才会做出这种事了 你说句实话 是不是你动的手啊 爷爷 从您问出口那一刻 不就已经认定这事是我干的了吗 那您就这么认为好了 我无所谓 反正从没了我妈那一刻起 我就连爸都没了 这几年 我为了能有口饭吃 很少侍奉在爷爷身边 现在连爷爷也去了 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命苦 我也认命了 混账 谁说我就信了 这不是在问你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你没做过就说没做过好了 哪来那么多抱怨啊 爷爷 我说什么你信吗 那我说 你那个好儿媳妇 曾经不止一次要害我的性命 昨天还哭杀手杀我 你信不信啊 胡说 胡说八道 这怎么可能 三哥 你不喜欢我妈妈 也不能这么诬蔑她呀 静言消炎怒吼道 孟德奎不由发出一阵轻笑 接着笑得越来越大声 好啊 真是好啊 瞧瞧 这才是你们最真实的反应 我的爷爷 你还不承认吗 在你心里 你的好儿媳说什么都是对的 我这个孙子说什么都是胡说 是污蔑 还说什么信我 若是真信我 又如何会上来当面质问我 老爷子被他这么一问 表情不疑 亲也有些难看 可是 孙子确实一直看儿媳妇不顺眼 若找人打他一顿 并不是不可能 可是儿媳妇再怎么看许泽不顺眼 也断然干不出买凶杀人之事 这种一听就是谎言的话 他要是信了 岂不是真的成了老糊涂了 行了 你们不是说是我干的吗 那就报警吧 警察肯定能查出个事情原委来 这边一个个的都以为我好欺负 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 说完他就真的拿起手机拨打了110 老爷子这下更加不痛快了 这是家事 家事自家人处理就好了 干嘛要闹开了 赶紧把电话挂了 你没事报的什么警啊 还不嫌丢人啊 孟德奎想了想 倒是挂断了报警电话 那要听老爷子的 不过您老是不是也得给我个交代啊 这个女人红口白牙就把屎盆子扣我头上 我就让她这么白说了嘛 楚怡宁顿时眼泪盈眶 做出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 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人 只有你昨天在宴席上对我恶意满满 不是你看的又是谁 还不让我合理怀疑了 你的意思是 现在你还认定 是我让人打的你对不对 老三 无论怎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如果真的是你做的 你只要说一声 保证以后不再这么对我 这事就算是翻篇了 才不是 弄不好他脸上就要落疤了 而且腿还被打折了一条 只要这个畜生承认 他非把他弄进监狱里不可 你的意思就是 认定你昨天在酒店被打这件事情 是我干的对不对 老三 我问你是不是 对 就是你干的 不是你干的 我把脑袋拧下来当球体 你敢做不敢认 我瞧不起你 孟德奎再次拿出电话 谢谢配合 蠢货 刚才我还没证据的 现在有了 你不是非说是我打的你吗 那咱们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到底是谁干的 这次他毫不犹豫地拨通了报警电话 喂 我要报警 昨天在某某大酒店 发生一起打人案 被打的人 是靖家现任夫人 楚怡宁 现在呢 他在第一人民医院 请你们现在就来露口供 挂了电话 在屋中几人还没反应过来时 他很快又拨通一个 何助理 让公司法务部的人过来一趟 我要起诉楚一宁 恶意诽谤 挂断通话间 老爷子已经气得手抖了 你 你心里 可还有一点点的靖家吗 老爷子 靖家人的心里 可有我一点点的未知 靖狱被他气得站起身 扬着巴掌 就要往他脸上扇 可惜 直接被孟德奎一把攥住胳膊 靖狱脸色难看 往回抽了两次手 也没能抽出来 所以只能命令到 放开 一个不笑的东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五十八集 上宋烟灰刚打我 这次直接上手了 还想让我笑须你 你以为你是谁啊 说吧 他直接一个用力 将人推了出去 他可不是真的靖许泽 有话全在心里憋着 他不舒服 别人就谁也别想过舒坦日子 靖狱被他这一推 声声撞作到了 楚怡宁的病床上 好在没碰到楚怡宁 给他造成二次伤害 但也把他吓了个够呛 靖狱也是吓得心脏 碰碰乱跳 这小子 他是真的打不得了 以前他的话 这小子还是会听的 可是现在 他真的是 一点脸也不想给他留了 老爷子 我来的时间也不短了 手头还有一堆的事呢 我不像您大儿子 小孙子 还有儿媳妇那样 什么都不干 就能吃香的喝辣的 我还有老婆要养 将来呢 还要养我的子女 实在是没有时间 在这儿瞎耽误功夫 不过您岁数大了 也别天天猫在家里 有空呢 也出去散散心 您要是愿意 也可以来京市 我就是再忙 也会抽出时间来 陪您好好转一转 今天的事呢 您也别放在心上 我不是对您有意见 您说的话 我也不会放在心上 毕竟我妈死后 在这个家里边 您是真心 护着我们哥三个的 说吧 朝着爷子 微微攻了攻身 便打算离开 嗯 典型的 打一巴掌 我再给吹吹的做法 老爷子心里 也不知是个什么想法 楚依宁急到 老公 不能让他走 要是他真拿着录音 去起诉我 那咱们进家的脸面 就真的不能要了 孟德奎情横 车脸大的 都能代表整个进家了 他允许他代表了吗 金言修最听他妈的话 上前就要拉住 孟德奎的胳膊 结果被孟德奎 一下子就闪了过去 金言修还要再抓 可是病房门 已经从外面打开了 大壮二壮 直接上前 挡在孟德奎面前 将金言修挡了个结结实实 孟德奎露出一抹坏笑 给您提个醒 下次再敢碰我 我不介意剁掉你一只爪子 说吧 转身 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这间 VIP病房 他走之后 金言修又要在老爷子面前拱火 爸 这小子真是犯了天了 我就说 你不能把手里那些股份分给他们 你看现在怎么样 他翅膀硬了 直接造反了 老爷子怒吼一声 你给我闭嘴 这个家里 你最没资格说那三个孩子 如果不是你不干人事 婚内出轨 我进去何止于走到如今这种地步 三个孩子和你离心离德 那都是你自找的 我老了 我想这个家分崩离析 可是自打你离婚再娶那天开始 这个家早就散了 说吧 老爷子再也不管屋里这一家三口 住这怪账便直接离开了 孟德奎在病房里一通乱操作 自己心里是舒服了 出了医院就去了训练基地 顺便把那十块钱的苹果塞给了高瑞 高瑞一脸欣喜地接了过去 瞧瞧 总裁多爱我 还知道给我买点苹果压压惊啊 等到晚上从训练基地回来时 才拨通媳妇的电话 也是直到这时 她才知道媳妇抛下她一个人跑去了腾冲 而且还带走悠悠那个小丫头 媳妇我太伤心了 你出门我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哦 那你晚上点个猪心吃吃 吃什么补什么啊 孟德奎一听媳妇这吊吊 就知道媳妇对她还有气 于是立刻说起好听话 媳妇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了 你气我气量小吃油油的干醋 最后还把大壮二壮抛下了 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我和你保证 以后绝对不这么干了 哦 你是说以后都不吃干醋了是吗 不是 以后绝对不会再吃了干醋后 还把大壮二壮给落下了 冷媳而被气得到半天 都没再开口说一句话 孟德奎知道自己这句话 肯定是让媳妇不高兴了 可她并不想改口 想了老半天 还是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 媳妇 我也可以说 我以后不吃干醋了 哄你一时开心 可是我根本做不到 我做不到的事 硬成了你 那就是骗你 你希望我骗你吗 你敢 我不敢 真的 算你识相 敢骗我 信不信我直接抽死你 媳妇 抽死我 你舍得吗 你弄我给你留口气 媳妇 你想啊 你长得这么漂亮 但凡长个眼睛的都能看得见 保不信那个缺心眼的就会看上你 你说我能不吃醋吗 别人看上我是别人的事 你没事乱吃什么飞醋啊 媳妇 我也不想啊 可我就是忍不住啊 好了好了 你别生气了 大不了以后我慢慢改呗 我能勉强自己不吃悠悠的醋 其他人的也应该能改改 只要你别不理我 我就怎么样都行 那你可记着你说的话啊 少吃些没用的干醋 整个京城惦记你的女人可多着呢 我要是和你一样 早就猝死了 媳妇 咱别说那帮讨人厌的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到时候我好去接机 冷媚儿想了想 悠悠玩个一两天 应该也就能回来了 她也趁机在腾冲 多找些好料子 怎么也得再待上两天 我们直接回京城 把买的那些料子全开出来 另外我还要去一趟基金会 员工都正式上岗了 我这个当老板的还没露过头呢 这也太不像话了 那岂不是要在京城住好些天呢 我还想和你一起回京市呢 你也可以不回去啊 我又没催你 孟德奎怎么可能不回去 公司里头一堆的事 要不是手底下那群人训练的事 他不放心 压根就不会回来 媳妇 看来我只能在京市机场接你了 冷媚儿表示 他连京市也不用接的 他又不是不会回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五十九集 行了 我还睡觉了 挂电话吧 有话回去再说 嗯 那你亲我一下吧 亲完我就挂电话 冷媚儿到底还是对着手机亲了一口 才挂了电话 擦了擦还有些微湿的头发 冷媚儿换了套衣服 打算出去找吃的 本来谢安是有安排一起出去吃晚饭 但冷媚儿想自己逛逛便拒绝了 腾冲几年前才改县为市 常住人口也就六十多万 县城并不算太大 如果第一次来还是有点逛头的 走在正街上 发现一家餐馆里的人非常多 他也就走了进去 他注意到 厅里的这些桌子 几乎都放着一个锅子 想来也知道味道应该不错 毕竟这家餐馆 可不是专门卖土锅子的 于是他也点了一个 只是服务员知道他是一个人后 便出言相劝 这位女士呀 我们这土锅子菜量是很大的 差不多够七八个人吃 你一个人根本就吃不完 太浪费了 我们店里还有好多其他的特色菜 你要不要看看呀 冷媚儿想了想 人家服务员绝对是好意 不想浪费食物 也不想让他浪费钱 但他还是想吃 也不想浪费食物 于是他干脆的到 你们这个土锅子多少钱一个呀 我能买下来吗 服务员在职业生涯中 第一次有客人问价格 不是问菜价 而是问锅子价的 不过他还是十分机灵的到 您等一下啊 我去问问我家老板 说完便撒丫子跑去了吧台 很快他又跑了回来 女士呀 我们老板说了 可以卖给您一个 您是真要买吗 买 吃剩下的我打包 天哪 这要怎么打包 不过 谁让人家有钱呢 爱咋地咋地吧 然而除了土锅子外 冷媚儿又点了两道店里的特色菜 反正她出来是为了尝美食的 有好吃的肯定是不会错过 腾冲土锅子和东北的铜火锅 多少有些差异 土锅子的材质是当地烧制的一种 土陶器皿 陶体透气耐温 吸热好散热慢 能够促进食材散发原有的香味 土锅子一般用土鸡或排骨熬成高汤 倒入锅子 放入调料 再将洗净切好的底菜提前依次放入 或分层投放 或分类为圈排列 底菜丰富 分荤素搭配 荤菜提前煮熟 多为鸡鸭鱼肉 猪肉以当地腊肉 酥肉 泡皮 香肠为家 煎荷油海鲜 素菜配以芋头 山药 萝卜 香菇 油炸豆腐 黄笋 海带 黄条 等十多种食鲜蔬菜 铺好底菜 面上撒葱花 加一点缀 这里面要用到的高汤光 是熬制就要用上几个小时 为了能让客人及时吃上东西 店家都是提前生火炖煮 所以冷妹儿刚点完 冒着热气的土锅子便被端上了桌 香气又得冷妹儿不禁食指大动 拿过小碗 将各种食材都夹了一些 便慢慢地品尝起来 土锅子的味道和火锅相比 确实味道不一样 吃起来挺新奇的 也难怪腾虫当地人都爱吃这东西 一顿晚餐吃了半个多小时 桌上的菜包括那个锅子最后全都打包了 老板也是个小机灵鬼 不知从哪找来的一个大网兜 把锅子晾凉了些后 直接放进网兜里 让冷妹儿拎出了店 找了个被人的地方 冷妹儿就将土锅子连锅带菜 给收进空间里 她打算回去后 把土锅子让沈爸尝尝 要不是让他也搞个锅子出来 但是多品尝一下天下的美味 说不定就能给她一些启发呢 左右也是闲来无事 天饱了肚子 她便接着在街上逛了起来 腾虫气温宜人 晚上街上的人也不少 看到卖小玩意儿的 冷妹儿也会花上钱 买上两样 看到空间没有的野生菌子和野菜 也会买上几斤 一路走下来 手上已经拎了不少袋子 正打算回酒店时 一个十多岁的男孩 背着一个竹篓走了过来 姐姐 我有毛料卖 你要不要看看 冷妹儿看向孩子身后的大背篓 篓子里有大半篓毛料 你的毛料多少钱一块啊 男孩儿已经在路边问路了 然而根本没有一个人理他的 他只是觉得眼前这个姐姐买了这么多东西 肯定也是不差钱的 所以才决定再来试一试 姐姐 我不骗你 这些都是我从店家那儿 吸来的砖头料 每一块五十块钱 你要买三块 我送你一块 随便挑 冷妹儿道 可是我拿的东西已经太多了 没办法再买你的毛料啊 我可以帮姐姐送货上门的 不收你的钱 你开心吗 冷妹儿再次打量一眼眼前的男孩 上衣是件黑色的帽衫 下身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 脚上是一双泛黄的白色球鞋 看上去还有些不合脚 应该是捡谁剩下的来穿的 这一身穿着 一看就知道家庭条件不太好 你为什么要出来卖毛料啊 你家大人呢 男孩被问得低下头 但很快又抬了起来 姐姐你要买吗 不要我就去卖给别人了 冷妹儿猜到他可能是有苦衷 但没想到 他没有朝自己卖惨 反而要去继续做生意 买 我买了 你和我走吧 我住的地方呢就在这附近 不远的 东西送到我就给你结账 男孩立刻咧开嘴 露出一个大大的笑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冷妹儿收了他的钱 朝他招了招手 走吧 嗯 你叫什么名字呀 男孩赶紧跟在冷妹儿身边 朝他所住的酒店走去 我叫明子西 金属元素的那个西 多大了 十四岁 十四岁 那你怎么看上去这么小 上几年级了 我 我上初三了 我奶奶说 可能是我小时候营养没跟上 所以个子没长开 不过以后我会自个儿养活自个儿 我会努力多吃一些好吃的 营养跟上了 以后就会长得高高的 那你奶奶呢 嗯 奶奶身体不好 说到这儿 明子西的声音有些低 不过她的情绪又一下子高涨起来 所以我要赚钱养奶奶 听说天安门广场可大可大了 每天早上都有好多人在那儿看生起 等我赚了钱 也要带奶奶一起去看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六十集 冷妹儿忍不住打量明子西的杯楼 里头大约有大半楼 大小不一的砖头料 最大的也就两三公斤 小的只有拳头大 冷妹儿估计 那些毛料老板也是不想这些石头扔掉 才借卖给明子西的 想要赚一点试一点 可是又有几个人会在一个孩子手里 买上几块一看就开不出东西的毛料呢 回到酒店 冷妹儿将孩子带进自己的房间 将刚买的东西放在一边 给明子西倒了杯温水 告诉姐姐 晚上吃饭了没有啊 明子西借过杯子 有些羞涩地摇了摇头 她今天作业有些多 直接热了剩下的午饭给奶奶吃 她就饿着肚子出来的 冷妹儿道 那你等会儿 我给你泡袋方便面吃啊 明子西赶紧摆手 姐姐不用了 别和我客气 就一袋方便面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啊 房间的橱柜里就有方便面和饮料这些 怕这孩子着急 她拆开一桶方便面 就用饮水机里的水泡上了 明子西紧张地用手在大腿上抓了抓 感觉手心里全是汗 麻烦 麻烦姐姐了 冷妹儿朝她露出一个微笑 却是没有说话 方便面很快就泡好了 冷妹儿将筒面挪到她面前 吃吧 吃完了咱们再谈生意 明子西看着面前这桶方便面 很简单 很常见的一种方便食物 盖子上放着那只黄色的塑料小叉子 有热气从缝隙中跑出来 鼻尖已经能闻到浓郁的 小鸡炖蘑菇的味道了 明子西只觉得鼻尖有些发热 她赶紧演示性地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然后低声道了声谢谢 这才拿起叉子 揭开盖子挑着已经泡得发胖的面条吃了起来 她吃东西的速度很快 但已经极力压低了声音 很快一桶面连着汤水就全进了她的肚子 吃饱了没啊 没饱我再给你泡 饱了饱了 平时我就吃的挺少的 真饱了 谢谢姐姐 说吧她便起身 将吃完的方便面筒扔进垃圾桶里 又打了张餐巾纸 将她方才吃饭的地方擦了一遍 冷妹儿就默默在一边看着 等她收拾完就主动道 把你贝罗里的毛料拿出来吧 我来挑一挑 影子西欢快地应了一声 好了姐姐 她迅速将大贝罗挪了过来 然后将那些砖头料 一块一块地摆在大理石茶几上 你说说一共多少块 不用说 一共三十三块 姐姐可以随便挑 按咱们说好的 买三块我送您一块 老妹儿不尽享乐 这小子还挺能搞噱头啊 还懂得搞那买三送一的那一套 这样只要有人想买 她就会有一百五十块钱的收入 减去成本 也能剩下几十块钱了 冷妹儿也不挑破 视线在这些毛料上 来回看了一遍 可惜了 连块能切出绿的料子都没有 还想帮帮这小子的 算了 那就干脆直接全买下来吧 那我就全买下来了 等明天 我让我朋友拿着 帮我去店里切了 说不定能切出翡翠来呢 明子西在这一刻 整个人都散发着兴奋的气息 但很快她就收了笑脸 姐姐 你是来腾虫旅游的吧 如果只是对赌士好奇 买上两块玩玩就好 买得多了 就大可不必了 姐姐可不是来旅游的 我是替公司来这边采购毛料的 正好呢 你卖毛料 我买毛料 有多少 我都不赚多的 明子西这次不说话了 干脆地算了价钱 姐姐 一共是一千二百块 多出的一块算我送的 哦 你有手机吗 就是那个二维码 明子西惭愧地摇了摇头 她连吃饭都成问题 哪有钱买手机 那我就给你现金 你收好啊 千万别丢了 从包里数出十二张红票子 交给明子西 明子西小心翼翼地接了过来 那姐姐还要在这边待几天呀 今天我们已经在市场上走了一遍 明天呢 再在市里那些门店里转一转 没有看得上眼的 后天就走了 男孩低头也不知在想什么 冷妹儿也没理她 直接进了卧室 从空间取了几样水果出来 这些 等下你拿回家和奶奶一起吃啊 姐姐你自己吃 我不能拿你的东西 她有些拘谨 冷妹儿看在眼里 顿时笑了笑 你看这些水果多不多呀 明子西看了看 几个大袋子里 全装的是水果 确实有点多 朋友送的 太多了 我根本就吃不完 没人帮我吃 最后也只能扔掉 那这样就太浪费了 你说对不对呀 明子西不说话了 这些放在她面前的袋子 有足足六个 一颗圆圆的大西瓜 一袋子葡萄 一袋山竹 一袋桃子 还有香瓜和香蕉 她已经不记得上次吃水果 是什么时候了 她倒是不缠这些 可是奶奶常年躺在床上 肯定是想吃的 于是 她默默将倒嘴的话 咽了下去 冷妹儿将这些水果 一样一样地 放进她的篓子里 你晚上出来卖毛料 那作业什么时候写啊 我 我放学的时候 就把作业写完了 等照顾奶奶吃完了饭 再出来碰碰运气 运气好的话 每天都能有 五六十块钱的收入 今天还是我第一次 赚到这么多钱 听得出来 她的语气里 满满的都是愉悦 看了眼时间 都已经九点多了 冷妹儿变道 把水果收起来 我送你回去 小孩子要早睡 不然不长个子的 你仔细连忙拒绝 不用了不用了 我家离这儿很近的 一会儿就到了 听姐姐的 以前或许没人盯着你 可是今天你和我一起进了酒店 篓子里的毛料又没了 说不定别人就以为你赚了大钱盯上你呢 你这小胳膊小腿的 还不是只有吃亏的份呢 姐姐可是学过功夫的 保护你啊 就是小菜一碟 明子西是真的想拒绝 但又拧不过姐姐 而且 她也是真的担心自己被盯上 毕竟对于她来说 一千二百块钱 绝对是一笔巨款了 奶奶的病不能再拖了 流出进毛料的钱 剩下的 应该能带奶奶去医院检查一下 若是能治好奶奶的病就更好了 那样 她再努力一些 就能攒出明年上高中的钱了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六十一集 那 谢谢姐姐了 冷妹儿拔下房卡 带着明子西直接出了酒店 明子西说她家不远 但两人足足走了十五分钟 才走到一条幽暗的街道里 原本街道上应该是有路灯的 可惜不亮了 这条街类似于城中村 道路狭窄 房子也是极为不规则 这边多出一块 那边少出一块 走在路上 还能闻到淡淡的腐臭味 前面的院子里传来凶猛的咳嗽声 似是要把肺都咳出来 明子西听到这咳声 立刻紧走几步 姐姐说奶奶 前面就是我家了 说吧 她便顾不得冷妹儿了 一溜烟地跑过去 打开院门 然后窜进屋中 很快有灯光从院中透出来 冷妹儿顺着灯光走进了院里 然后迈进灯屋 这间屋子极为简单 家具都是很老旧的款式 大衣柜都掉漆了 屋子里连台电视都没有 这个年头 真的很少人家连电视都没有的 明子西正在给床上躺着的老太太顺着背 老太太可声总算小了一些 一台眼边看到有个漂亮姑娘 站在自家屋里 小夕啊 这是谁啊 明子西兴奋地道 奶奶 姐姐送我回来的 我今天弄回来的那些毛粮 姐姐全都抱怨了 我卖了一千两百块钱 姐姐还请我吃了方便面 那 钱都在这儿呢 明天我就带奶奶去看病 老奶奶咧嘴笑了笑 但一不小心又闷咳了起来 明子西心疼地继续给奶奶伸后背 冷妹儿瞧着 老太太多半得的是肺炎 而且得病的时间可不短了 子西 你奶奶去医院检查过吗 明子西捏弱两声 去 去过 可是奶奶 先浪费钱 只拿了些药就回来了 但是那些药根本不见效 老太太的咳声终于停了下来 姑娘啊 真是谢谢你了 姑娘贵姓啊 大娘我姓沈 您叫我沈青就行了 您家里就用你们祖孙粮吗 唉 我这孙子 命苦啊 他五岁的时候 父母就出了车祸 那司机也挺冤的 是他们夫妻闯红灯 人家还要赔个几万块 后来我伤心过度就病倒了 不知什么时候起 就落下每天磕的毛病 原本他二叔说要养小夕的 可是赔偿款一到 那他就不管了 我老婆子把孙子接过来养 只是啊 我都病干不了重活 家里又没有积蓄 尤其是这两年 越发都不中用了 只能靠借钱过日子 可是我们祖孙没景象 谁又愿意借钱给我们 又有人上门来催债 没办法 小夕就想方设法地 转钱养家 原本我也想过 死了一了百了 省得拖着孩子的后腿 可我要真死了 这孩子可怎么办呢 又是一阵猛烈的咳嗽声 都到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没有钱连病都不能生的 就是一场普通的感冒 去了医院 都要花个几百块才能治好 对于身无分文的人来说 又如何舍得花上一两千块钱 去检查身体 看病抓药 冷妹儿坐到老太太的床边 伸手在她胸口的几处穴位上按了按 咳嗽声终于有所好转 大娘 我曾学过一点医术 你要是同意 我就帮你耗个脉 老太太立刻点了头 因为 刚才这姑娘帮她按着几下 竟然止住了她的咳嗽 想来也是个有两分本事的 再说耗脉又不会伤到人 她自然不会说不同意 明子西眼中露出惊喜之色 忙扶着老太太重新躺好 冷妹儿也没那么多讲究 仔细地帮老太太耗了个脉 半赏后终于收了手 您就是普通的肺炎 去医院就诊是能治好的 钱也花不了多少 当然 您要相信我 我也可以给您开两副中药喝 最多五天就能完全恢复 不过您的身体这些年 亏空了很多 要慢慢调理才能恢复正常 您 要喝吗 老太太连忙问 那中药有多少钱呢 姨父就不到十块钱 姨父要喝一天 早晚各熬一次 五天 总共也就不到五十块钱 保证能好 明子西立刻激动地道 姐姐 那中药喝几次才能看到效果 喝药后两个小时左右就有改善 如果你们觉得药无效 竟可以直接扔了不喝就是 奶奶 奶奶我们让姐姐开药吧 我今天赚了钱 够付您的药钱了 等您好了 就可以天天给我做好吃的了 对不对 老太太又重新做了起来 明子西把枕头塞到奶奶身后 让她靠得舒服点 看向冷妹儿的双眼满是感激 好 吃药 吃药 我若真好了 就不用小夕这么辛苦了 大娘 那咱们说好了 明天早上我把药带过来 子西明天还要上学 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小夕啊 快去送送姐姐 明子西现在整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 送冷妹儿出门的时候 话里全是满满的感激 清清姐 今天真的谢谢你 你明早来我家吃早饭吧 我给你做我最拿手的耳丝吃 好啊 那姐姐就尝尝你的手艺 哎 你几点上学啊 我七点从家走就可以了 以前也是我自己做早饭的 其实她不止要做早饭 还要做午饭和晚饭 老太太身体不好 她不仅干不了活 每天昏昏沉沉的 还要明子西一个孩子照顾 好 我知道了 行了 你也别送了 把门关好啊 赶紧回去睡觉 睡得太晚 明天起晚了怎么办呀 我岂不是要饿肚子了 男孩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可能是长期缺乏营养 她的身高在同龄的男孩子中 算是矮的 只堪堪到冷妹儿的肩膀 那姐姐记得回去的路吗 我当然记得呀 好了 小孩子别操心那么多 赶紧关门 回去休息啊 说吧 她便走出明家院门 朝东而去 出了街口 冷妹儿打了辆车 直接回了酒店 这肺炎的药 她手里是真的没有现成的 要不然刚才在明家 她就给老太太吃上一粒了 不过 对方也病了这么多年 晚上一天半天的 也没什么大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362集 之所以说 让老太太吃中药 是怕她提供的药丸 效果太好 吓到人 也怕对方以为她是骗子 其实中药和药丸的方子 是一样的 只不过药丸的效果 要好上好几倍罢了 分成五天吃 也是一样的 不过 老太太最严重的 不是她的病 而是已经亏空的身体 她得把调理身体的药 也准备好 进了库房 从空间里挑挑拣拣 选出自己要用的中药 分成五包包好 又取出补身体的药 包了十包 想了想 又在空间中分出一条猪腿 和一只大鹅 还有一只鸡 两条大草鱼 分别用塑料袋装好 她记得 明家的厨房里 有一台擦得十分干净的老式冰箱 这些东西不至于放不下 明家小院中 明子西一大早就起了床 打算去市场买些新鲜的猪肉 给姐姐做耳思吃 只是她刚洗漱完 就听到自家大门外有了动静 明子西 来开下门 明子西听得出来 门外的是沈青姐姐的声音 她快速跑到门口打开大门 一辆出租车刚好开走 沈青姐姐正拎着两个袋子 站在门外 姐姐 你怎么来这么早 天还黑着呢 赶紧帮忙 把这些东西都搬进去啊 明子西嗷嗷的硬了 将地上的塑料袋 一个个拎进院里 只是等两人进了厨房 她想起来 光是中药 不可能这么重的 姐姐又是给他们家买东西了 这一大早的 她得几点去的市场啊 现在才五点多 青青姐 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 我付给你 你要是再跟我客气啊 这药我就不给了 嗯 明子西立刻哑巴了 你现在还小 没有经济能力 又正好被我碰上了 自然是能帮就帮 这么点吃食真的不算什么 赶紧的 你不是要说给我做耳丝吃吗 我拿了一条后背腿来 还有一些大骨 你快去做了给我吃啊 我来给你奶奶熬药 对了 这两种中药你要分开放 五副是治肺炎的 剩下的十副是调理身体的 等你奶奶病好了 再熬这十副药 知道吗 明子西赶紧应了 把两种药分别放在两处 还做上了记号 然后手搅麻利的烧水刷锅 洗骨头熬汤 冷妹啊这边 也将提来的砂锅涮了涮 然后加水点火 三碗水熬成一碗 也就差不多了 这时正房里也有了动静 因为咳声又响了起来 锅里的骨汤已经泛白 猪肉也已经煮熟切碎 西红柿切成了小块 在锅里炒了三分钟 加上各种调料 浇到已经泡好的耳丝上 配上腌好的辣腌菜花椒油 辣椒油等等 三个人 一人一碗 早时这就算是出锅了 刚巧冷妹儿的药也已经煮好 将汤药倒进大碗中 冷妹儿吩咐道 赶紧把药给你奶奶端过去 稍微凉一凉就可以喝了 喝完正好吃耳丝 明子西痛快地嗡了一声 拿块金布垫着就端去了正屋 小西啊 是不是沈小姐来了 是啊 清清姐就在厨房呢 这药还是她帮忙熬着的 您等一下就能喝 可能有些苦 咱们忍忍 吃了药 您的病就能好了 老太太早就自己撑着坐在床边 闻言接过孙子手中的药碗 轻轻吹了两下 就慢慢喝了起来 奶奶 会不会太烫啊 刚刚好 喝尽胃力 冷和和的 吹完后 只稍微有点汤 但对于她来说真不算什么 大人和孩子的耐热程度是不一样的 而且 她还记得沈小姐的话 她说吃完药两个小时就能见效 她想早点好 一碗汤药 不过两三分钟便被她喝完了 明子西还以为真的不苦 奶奶 我去把耳丝端进来 您吃一口 唉 刚吃了药 哪能就吃东西啊 你赶紧去和沈小姐吃吧 我等一下自己吃 明子西也不想怠慢了姐姐 便乖乖地出了正屋 重新回了厨房里 这会儿 冷妹儿已经帮着明子西 把那些鸡鸭鱼肉放进了冰箱里 姐姐 那些活迹留着我自己做就行了 你快尝尝我做的耳丝吧 说吧 她就拿起勺子 从骨头锅里舀了一勺骨汤 浇到耳丝上 厨房中有一张小地桌 明子西早把小凳子摆好 两人就坐在小凳子上开吃 真材实料做出来的东西 又是香辣口味的 冷妹儿吃得很满意 刚刚好一碗的量 就填饱了肚子 嗯 下午你放学的时候啊 直接在砂锅里 加上三大碗水熬成一碗 就可以拿给你奶奶喝 晚上我再找个空前时间 过来看你 对了 这一碗 如果你还吃得下就自己吃了吧 你奶奶不能吃辛辣的食物 另外家里这些肉啊 也别省着 你和你奶奶都需要营养 但是得清淡 记住了吗 明子西点头 嗯 记住了姐姐 嗯 那些水果你们也别省着 该吃吃啊 就是吃之前呢 得从冰箱里拿出来放一会儿 太凉了 不能给你奶奶直接吃 不过呢 也就是吃药这几天 要吃完了 她的身体也就好了 只要她能吃 那就没事 姐姐 你是不是要走了 老妹儿拿出纸巾擦了擦嘴 嗯 你今天放学 是不是还要出去卖毛料啊 明子西乐呵呵地道 我要养家 要照顾奶奶 能赚一点是一点 姐姐放心 我成绩很好的 老妹儿看了看明家 这简陋 却又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家 院子也是极小 连快能种菜的地方都没有 想起昨晚她进过的正屋 只勉强搁得下一张床 及几件简单的摆设 厨房里的粮食也不多 一看就知道 明子西肯定是平时就少买一点 因为穷 他们连囤一整袋子粮食 都是囤不起的 明子西啊 我知道经常有一个慈善基金会 他们专门帮助那些 有困难的孩子上学 还会给你一些生活费 如果你想的话 我可以帮你联系一下 秦秦姐 还是不了 奶奶总说我命苦 可我不觉得 奶奶才是真的苦 我爷爷死得早 是他一个人把两个儿子拉扯大 我爸妈早早都没了 二叔好好的却不管他 还要养我这么个脱油瓶 林老身体还不好 每天都要被病魔折磨 我身边认识的人里 再也没有比他更命苦的了 我就想凭着自己的本事 让奶奶过上好日子 那个基金会再怎么帮助 也不过是让我们饿不死罢了 我还是要自己努力赚钱 才能改善生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六十三集 冷妹儿不尽正是起 眼前这个刚刚十四岁的孩子 听得出来 她感恩 友善尽心 是个鼎鼎好的孩子 可惜的是 她的父母早早没了 奶奶又身体不好 不能为她撑起一片天 让她过分早熟 担当起了养家的重担 那你觉得 你赚了多少钱 才能让你奶奶过上 你希望的生活 明子西愣了愣 她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多少钱 才能让奶奶过上 舒心的生活呢 嗯 我再换个方式问你啊 如果你现在有一个 极为赚钱的法子 你能保得住吗 如果你手里有一大笔钱 你叔叔不会又来抢吗 你能保证 你奶奶在你和你叔叔 产生矛盾的时候 永远都站在你这一边吗 明子西 她不敢保证 因为就算二叔 骗光了那些赔偿款 自家的房子 也被二叔霸占了去 她奶奶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把自己接回她身边 这事就算完了 冷媚儿看出 她眼里的迟疑 但她永远站在你这边 你二叔 只要想占你的便宜 总会有办法的 老太太 毕竟是她的亲妈 母子终究是母子 孙子到底还是隔了一层 清清姐 那你说 我现在该怎么做 好好上学 以最优异的成绩考上高中 争取学校给你免除 全部上学的费用 只有学到手的知识 别人才抢不走 另外 争取提前毕业 带着你奶奶 离开有你叔叔的地方 或是让自己足够强大 让你叔叔压根 不敢动你的东西 明子西迟疑了起来 冷妹儿知道她心中所想 我可以帮你 你上学的期间 所有费用我出 我会每个月固定 给你打一笔生活费 直到你大学毕业 等你毕了业 谁又能干涉你的事情呢 明子西迟疑了 但还是没有当即做出决定 冷妹儿在心中叹了口气 她知道这个小子是有心眼的 不愿随便接受别人的好意 你也不用这么大负担 我也不是白帮你 只要你同意 就和我签一份合同 毕业后 必须给我打工六年 工资照付 但是供你上学的费用 要从你工资里扣 当然 你也可以不给我打工 如果你选择单干 我可以提供你资金 但是股份我要占百分之六十 你自己考虑 明子西眼神炯炯 说出口的话 带着远超同龄人的成熟 姐姐 我答应了 但是 关于是为您打工 或是自己做生意的事 等我毕业再说可以吗 好 冷妹儿轻轻一笑 回道 冷妹儿离开明家时 明子西已经背着书包去学校了 走着去的 她家连辆自行车都没有 想着那小子临走时 又想付她要费 又觉得她给她的东西太多 区区一百块钱的药费 有些拿不出手的样子 忍不住的就勾起唇角 她在想 明子西也在想 清清姐给奶奶治病 那就是他们家的大恩人 现在恩人还要供她上学 她不傻 清清姐说签什么合同 只是为了安她的心 甚至在将来 还会给她一份稳定的工作 她现在还是一名初中生 就已经有了预定好的工作了 所以 刚才她生生 要把付给清清姐的要钱的话 压了下来 反正都是欠姐姐的 她先一并记下 总有一天 她会报答姐姐的 冷妹儿回到酒店后 便给谢安打了电话 一行人在大厅会合 然后去了老毛那儿 老毛就是名誉在腾冲的 几个毛料供应商之一 原以为一直合作 对方应该是个豪爽之人 然而第一眼 冷妹儿便看出 对方身上那种 独属于商人的精明之色 萧萧瘦瘦 穿着一套休闲服 见识谢安过来 便亲自出来接待 哎呀 谢总啊 来得可真是时候 我这刚好来了一批毛料 正通知老客户们 过来挑料了 谢安顿时来了兴趣 哦 那可真要看看了 走吧 但我们过去看看 以前过来都是挑别人 挑剩下的 家儿 我们也要拔个头筹 老毛立刻就要领着人 去院里后面的仓库 冷妹儿脚步 确实顿了顿 沈小姐怎么了 你们先去 留一个人给我 我先挑两块毛料 那就等一下好了 反正也不差这两分钟 那老毛正在奇怪 谢安这次过来 怎么没带两个 相熟的赌食师傅 这会儿又见他 围着一个女人转 心下难免有几分好奇 他悄悄拉了拉 谢安的胳膊 笑声询问 这位是谁啊 以前怎么没见你带过 我们公司的赌食顾问 沈小姐 老毛一听 一个女人 还是一个年轻的 漂亮女人成了什么赌食顾问 他立刻心思转了好几转 这世上 为女人和孩子的钱最好赚 等下他一定要开动 他的三寸捕烂之舌 把老谢的钱 全扒进自己口袋里 冷媒儿挑毛料很快的 就是用手一指 然后保镖走过去 一放 搬进推车里也就亡活了 前后也不到两三分钟 老毛趁着这么会儿功夫 就给自己的长息合作伙伴 发了个群发短信 多来吧 来给他送钱 等两块毛料全放进车里 一行人这才去了后面的仓库 他的行为早就引起老毛的注意 挑毛料只看一眼 都不曾仔细看过 一看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 照他这么选毛料的方式 等一下 他还不得大大的赚上一笔 想到这儿 老毛走几路来都是轻飘飘的 冷媒儿才不在乎别人是怎么想的 反正实惠是他占了 别人的轻视那值几个钱 老毛的仓库超级大 几百平的空间内 毛料按照不同价格 分成一堆堆的 每颗毛料上都标好了价格和重量 小伙计终于有机会凑到冷媒儿身边 送上强光手电筒 沈小姐 冷媒儿看了眼他递过来的小电筒 冲他露出一抹礼貌又得体的微笑 谢了 接过手电筒 冷媒儿给谢安使了个眼色 谢安便让保镖全都跟上前去 推车的推车 地比的地比 剩下的时刻准备着搬石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六十四集 谢安则是带上助理 拉着老毛在一边闲聊 老毛 听说你家里藏了不少的好货 想不想出手 想的话 这可是个机会 我和你说啊 沈小姐可是最爽快的了 只要她看得上 价钱绝对不是问题 老毛家里确实藏了些 准备传家的好货 以往也有客人要买 结果带过去看了 都嫌价格太贵 这位沈顾问 刚才在外面挑的两块 别说价钱了 连毛料都没细看 就放车上了 说不定把人带过去 他真能赚上一笔呢 这个啊 还是看看再说吧 说不定沈小姐在这儿就跳够了呢 谢阿也没有再劝 其实她心里也没有多少谱 虽然上一次 沈小姐买回来的毛料 全都开出了翡翠 可她不知道沈小姐是怎么选的呀 而且这次买的也太多了 能开出什么品质的翡翠 还两说呢 原本她是打算在这边住上一星期 多挑些毛料再回去的 可昨晚她就后悔了 今儿沈小姐要是再和昨天一样 一通大采购的话 那她想明天就订机票了 总觉得还是应该先把那些毛料 开出来才安全些 冷妹儿昨天挑毛料挑得急 半天就把整个市场逛下来了 挑的毛料足够公司 用上个一年半载的 今天她打算慢慢挑 可惜老毛这批货里 真心没什么顶级的料子 将看上的几块玻璃肿的毛料 挑出来放进车里 这时正好又有两拨客人走了进来 老毛立刻迎上前去 冷妹儿便对谢安道 把账结了 去别家看看吧 没有什么看得上眼的 她这句话 正好被新进来的两拨客人听到了 其中一名老者朝她的方向看了一眼 她身边的女孩子轻痴一声 现在啊 这是什么人都能卖进赌食这一行了 老妹儿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那个女孩子 脸上一丝表情也无 老毛生怕两人争执起来 都是她的客户 她哪个也不想得罪呀 而且 她还想在这位沈小姐身上再捞一笔呢 可不能把人惹毛了 向小姐 这位沈小姐可是名誉的赌食顾问 向小姐顿时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状 怪不得选得这么快呢 这是不花自己的钱 不心疼是吧 那老者对女孩儿道 咱们是来挑毛料的 解啥事 爷爷 我哪说错了 老者拍了拍孙女的手臂 好了 去吧 去挑毛料 哼 意思就是她孙女说的对呗 本来都打算离开了 老妹儿又脚尖一转 冲着老毛问道 今天我买得多 给点优惠不 老毛挠了挠头 当着其他客人的面 让她优惠 这不是为难她吗 瞧着她这副样子 老妹儿干脆不搭理她了 拿着笔 就从入门开始的 第一堆毛料上挑了起来 速度快点 车满了就去结账 说她什么也不懂 还浪费公司的钱 很好 她敢保证 他们从这间仓库里 绝买不到一块赚钱的料子 本来想着把高档料子挑走就好 低档的 她没必要收 明玉也不做低档浴室的生意 可现在她不这么想了 明玉不要 她可以直接卖了换钱呢 不是在店里解食 而是买回去解开 再卖给那些小公司 总之是不会亏的 她心里动了气 动作比昨天还快了三分 四个保镖都有点忙不过来 最后连谢安和她的助理 都上手帮忙了 冷妹儿还特意嘱咐了一句 只要是我画了记号的 一块也不许给我留下 我回去给你们发奖金 几名保镖 磨磨脑门上的热汉 手上动作越发快了起来 那性向的女孩 都没来得及蹲下摸一下毛料 就被冷妹儿 把她周围的毛料堆全挑了一遍 然后就快速地走过去 继续去别的毛料堆上挑选 今天他们过来 是雇了辆大货车的 谢安盯着结完账 便把毛料全都搬去货车上 冷妹儿在仓库里又走了一圈 确定没落下一块 能赚钱的毛料后 这才去了前厅 并且将前厅里的毛料 又扫荡了一遍 老毛看着她这通大手笔 心里还一直暗乐 殊不知 短期内来她店里的客人 就甭想有一个切涨的了 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她店中生意啊 眼见着谢安 买完毛料就要离开 老毛赶紧将人拦下 我家还有一些品项极好的毛料 沈小姐要不要过去看一眼 冷妹儿看了眼车上的毛料 想着这次出来的收获 着实是不小了 便对谢安说 你跟车去办托运吧 我一个人跟毛老板去看看 要真有看得上的 就算我自己的 行 但是你得让两个保镖跟着你 你们看完毛料就直接回酒店 注意安全 谢安走后 冷妹儿带着保镖跟在毛老板的车后去了她家 毛老板的家在乡下 去城里不远 大约二十多分钟的车程也就到了 下了车 老毛解释道 我住不惯城里的楼房 而且房子都是几年前盖的 比楼房也不差啥 儿子们在城里住楼房 我和老婆就住在老家 托个自在 像他们这样做毛料生意的老板 谁家都有个一巴的 住在乡下 当然不可能是因为买不起房子 带着人进了院子 老毛招呼几人进屋喝杯茶 被冷妹儿拒绝了 咱们还是先看毛料吧 看完毛料再喝茶也不晚呢 老毛哈哈笑了两声 便从身上掏出一串钥匙 打开了西乡的一间房门 沈小姐是个爽快人 那我老毛也不磨叽 我家这些毛料 要是你有看上的 那我给你打个九五折 刚才在店里啊 我实在是没办法开口 还请沈小姐见谅 打不打折的 价位这不是由你定吗 房门打开 里面并没有看到毛料 老毛道 毛料在地下室 沈小姐得到地下室看毛料 说着他走到了最北面 将一张单人床挪开 露出一块石板 石板上有锁眼 他再次拿出刚才那串钥匙打开 然后揭开石板 入口还挺大的 下面就是了 老毛在墙上按了一下 底下立刻有灯光亮了起来 然后他就静止下了台阶 冷妹儿也跟着走了下去 将两名保镖留在了上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六十五集 地下室大约有八十多瓶的样子 那些毛料全部放在一个个的格子架上 大大小小的 总共得有二百多块 冷妹儿仔细地打量一眼 毛料的表现真是快快优秀 随便拿起一块都能看到蟒带或是松花 老毛指着一块篮球大的毛料说道 那沈小姐请看 这是明显的代形松花 而且松花密而色深 有看过的朋友说 这块料子绝对能出高率 还有这块 有选 而且是选家率 个头还大 有人出八百万我都没卖 毛老板还是先报一下价吧 要是快快都八百万不卖 那我真还买不起啊 你也听到了 现在我是私人买料子 可不是花公司的钱 毛老板顿时有些傻眼 他怎么把这件事忘了呢 这还想着悄悄咪咪的加加价 糊弄着小姑娘多买上几块 可现在一看这是不用想了 于是 他乖乖指着那一排排的柜子报了价 要是他没加价 叫出来的价格都怪吓人的 冷妹啊好奇问道 毛老板 既然你对这些毛料的表现这么满意 为什么不自己切开看看呢 沈小姐啊 你是有所不知啊 我老毛干这行三十多年了 与我一同干这行的 在那条街上却是一份也没有了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他也不等冷妹啊回答便继续说道 你看哪个开赌场的人 钱是赌赢回来的 他赚的是抽成 干我们这行也一样 我隔壁那家 这几十年都换了不知多少家老板了 他们的生意也不见得多差 但谁也干不成 原因是什么呀 就是因为他们太自以为是 总以为凭他们的眼力 下一秒就能开出块帝王绿 我老毛 要是禁不住这样的诱惑 还能有现在这几亿的身家 就是你 今天当着我的面 立马开出块十公斤的帝王绿来 我都不带半分嫉妒的 而且啊 我还得买上一堆的鞭炮 替你热烈庆贺 你听我说这块出高绿 那块出洪匪 我是卖家呀 当然是怎么好听怎么说了 我要是真有那看啥出啥的本事 我还用辛辛苦苦的 天天守着这个毛料铺吗 我早开珠宝店了 特猫明明看着挺精明一个人 这话怎么说起实在话了 不过 能说出这些话的人才是真正的精明 能抵挡得了多大的诱惑 才能发多大的财 这话没毛病 老毛是个人物呀 行吧 毛老板说话实在 那我就不耽误了 随便拿几块切着弯弯 随即 他便在这些毛料堆里一通纸 总共点中了二十一块 这些毛料中 最便宜的都要二百多万 最贵的一块 一千八百万 总价值一亿两千三百万 沈小姐 你真是豪爽 这样吧 这三百万 我就给你抹了 你直接付我 一亿两千万就行了 今天他光是做这位沈小姐的生意就赠翻了 这些毛料是他这几十年间存下来的 有的毛料当初买来的时候就花了几千块 三十多年的时间升值了不知多少倍 以前也卖出去过零星的几块 可那些大老板哪有沈小姐爽快呀 他满意 冷梅尔也十分满意 毛老板赚得多 可他赚得更多呀 不得不说 毛老板还是十分有眼光的 剩下的这些毛料中 也不全是废料的 只不过开出来的翡翠赚不到什么钱 他也就不费那个事了 老毛将两名保镖跑了几趟 将毛料搬了出去 冷梅尔直接转了账 他的卡直接给了悠悠 所以用的自然是孟德奎交给他的 当时他说卡上钱不多 后来冷梅尔查了查 小数点前十位数啊 前十位数 这都能叫钱不多 他不知道那家伙 到底是觉得多少才是多呀 老毛今天大赚一笔 心里高兴 尚赶着说道 沈小姐 你们的车放不下 我用自己的车给你送一回 是直接办托运 还是怎么着 你直接吩咐 那就帮我送去酒店吧 我将仔细研究研究 行 抛在我身上 老毛开出自家的大皮卡 招呼着保镖 把毛料装箱抬到车上 然后两辆车 一前一后回了城 虽然搬去房间有些麻烦 但谁让这是人家客人的要求呢 酒店前台也只是多看两眼 便转过视线 打发两名保镖离开 冷梅尔镜子关了房门 将毛料全部收紧空间 冷梅尔也跟着进去 这21块毛料中 最好的一块 便是那块比脸盆大一些的毛料 除了薄薄的一层皮 里面全是火红火红的玉肉 玻璃肿红匪 还是很不好遇到的 光是那一块 它就能回了板 但这些 它现在并不想开出来 而是 再次将这些毛料 扔进了灵泉水中 冷梅尔带人离开老毛的店后 向家祖孙挑选出两块毛料 其中一块表现极好的毛料 就是300多万 重量足有一百多公斤 外皮有绿 成点状 遍布整块毛料 腰上还有一圈蟒带 梁祖孙看了半天 都觉得这块毛料汇出高脆 358万的价格 绝对是他们占便宜了 于是 梁祖孙就在店里开始解食 先解的那块小的 28万的料子 切出了一块 巴掌大的狗屎地 这显然就是毒垮了 向小姐脸色 那叫一个难看呀 不过她并没有太过着急 反而劝解她爷爷的 爷爷别担心 第二块料子肯定毒涨 料线这么好 肯定出高脆 这一块就能把损失补回来 还能赚一大笔 店中有人解食 通常都是很吸引人的 那块放在推车上的大毛料 早已经吸引了一大堆客人 有不少人 附和向小姐的话 都觉得这块毛料会毒涨 而且很有可能是大涨 解食师傅 搬上那块大毛料 照例询问一句 向老要怎么解 向小姐得意地道 这还用问吗 当时擦呀 你给我小心点 千万不要上里面的鱼肉了 师傅立刻开了机子 随便挑了一面 开始擦拭 没办法 这块料子是真的有些大 闷腾腾地擦下去 还不知要什么时候 能全部擦出来 就连解食师傅也觉得 这块翡翠肯定能毒涨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六十六集 然而这一下擦上来 原本毛料上那点点的绿消失了 露出的却是白茫茫一片 向小姐顿时心下意紧 怎么会是这样 不应该呀 这一刀擦下来 不应该出绿吗 怎么会什么都没有 向老爷子脸色也有些不好看 他命令解食师傅道 换个面擦 解食师傅不敢开口 直接将毛料换了一个面 继续擦 然而让人失望的是 再擦依然还是白茫茫一片 向老爷子不信邪 继续让师傅擦拭 可惜直到整块毛料表皮上 那些绿色的点全部擦没 也仍然是白茫茫一片 向小姐心下不甘 命令解食师傅道 切吧 直接切 五公分一刀 切完未至 最后 在所有人的见证下 这一块一百多公斤的料子 变成了一堆豆腐块 里面别说高脆 连块狗屎地都没开出来 向家祖孙俩的脸色 却是堪比狗屎地 那叫一个难看呀 三百多万 就这么没了 搁谁身上也不会高兴啊 向小姐不死心 再次进店又挑了一块毛料 然而和前两块一样 继续毒垮 这让她一直以来的自信心 被打击得丝毫不胜 好在向老爷子还有理智 拉着孙女就离开了老毛的毛料店 至于今天这四百多万的损失 也只能认了 所以说呀 这人无论什么都不要乱说话呀 因为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有人让你吃个哑巴亏 所谓祸从口出不外如是 临近中午 孟德奎大摇大摆地又去了老宅 敬老爷子见他回来 到底是有些生气 因此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爷爷 您看您孙子仪表堂堂 风度翩翩 多赏心悦目啊 您怎么还臭着一张脸呢 难不成我回来陪您吃饭 您不高兴啊 何助理默默往后退了两步 总裁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真的 他越来越搞不懂总裁的心思 以前 总裁回了老宅 只有受气的法 可现在 他分明是一点都不肯吃亏的样子 身上更是无端端地增添了几分脾气 敬老爷子被他昨天那番操作弄得有些心有余悸 警察后来去了 儿子本打算将人打发走的 是他对这件事多少有些怀疑 并让楚怡宁做了笔录 并让他们尽快查明真相 可是 老三公司的法务部 他却是劝不了的 而且老三还录了音 这事要真闹出来 那敬家的脸壳就丢大了 于是 老爷子让下人填了碗筷 爷孙两家一个合助理 三人默默吃完了一顿午饭 吃过饭后 老爷子将人叫去了书房 起诉的事 你要怎么才能收手 孟德奎原本是规规矩矩 坐在椅子上的 可是老爷子这话一出 他顿时身体一垮 两条大长腿插开 身子整个椅在座椅里 脸上表情也由一本正经 变得耐人寻味 怎么样都不会收手的 那个女人我告定了 本来我也不想跟他一般见识的 可是他这次真的是恶心到我了 没有任何证据 就说是我让人打的他 我要不给他一个教训 下次他敢自己买杀手杀他 然后赖在我身上 静老爷子气得拿起杯子 就要朝孙子身上砸 可是对上孙子那双 毫不带感情的双眼时 他的手又慢慢放了下来 许泽 你 你就当给爷爷一个面子 终归是一家人 谁和他是一家人呢 老爷子 我说过 我妈死那天 我的家就没了 那你大哥和二姐呢 他们也不是你的家人啊 那两个也和我一样 他们也是没有家的 我们三兄妹都是孤儿 毕竟妈死 爹早在妈死之前早就死了 可不就是孤儿吗 对了 你的好大儿 把你青孙子的上生之路 让给了那个女人的弟弟 老爷子 你有什么感想啊 是不是觉得 反正都是一家人 谁上位不是上呢 大儿子干得好啊 扎心 太扎心了 儿子的做法确实过分了 可是 他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大局已定 他又能怎么样 到底是不在位置上了 胳膊也拧不过大腿 让那个女人进门 真是他们家灾难的开始 父不父子不子 一家人离心离德 他真怕 等他闭上眼睛那一天 尽家会分崩离析啊 孟德奎说什么话 都不觉得很过分 反正没什么感情 而且他觉得 这老头就是被对的少了 以至于他都忘了 他到底应该做什么 整天不分青红皂白 只会祸悉泥 这样的家主 还是趁早退休的好 想让家族昌盛 需要的绝不是一个 祸悉泥的家主 老爷子 下午就回去了 本来我想上午就走的 但是还是觉得 回来一趟 应该陪您吃顿饭的 不过 现在我后悔了 近老爷子更扎心了 意思就是他不配了呗 孟德奎临走前 还好心地 让管家去书房看看 万一老爷子承受力太差 不小心晕了过去 他岂不是还要担了 不孝 气死亲爷的名声 那可不行 他还要留着 清白干净的名声 和那个小女人结婚呢 一点的污名 都不能沾 当天下午 孟德奎便回了金市 紧跟着 他就一头扎进研发室里 上一世 他过得有些混沌 舍不得媳妇 就成天跟在他屁股后面 东跑西跑 总觉得这样能留住媳妇 让他多爱自己一点 但现在不同了 这一世 他就想多学点东西 以后为媳妇 撑起一片天 而且 进取择索 涉猎的东西非常多 他正在尝试 将这些东西 一点点变成自己的 虽然挺累的 但为了媳妇 再怎么辛苦 都是值得的 想到上午收到的 银行卡消费记录 孟德奎就想咧嘴笑 媳妇花她的钱 她才更有动力嘛 谢安已经决定 明天回京城 机票也让助理订好了 冷妹儿就赶在 晚饭的时候 带了一堆东西 再次去了 明家的小院子 刚好明子熙 放学回来 看到又有出租车 停在自家门口 她忍不住停下脚步 冷妹儿打开车门 朝那孩子招了招手 哎 把门打开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过来 英子熙 迷迷糊糊地打开大门 然后接过 冷妹儿手中的两个袋子 拎去了厨房 出租车司机也跟着帮忙 从后备箱里 搬出米面凉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妈的收听 订阅专辑 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六十七集 英子熙看着自家小小的厨房 被这些东西堆得 越发显得狭窄了 眼里却是满满的感激 清清姐 你怎么又给我家买东西啊 我明天就要回去了 再过来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临走前 当然是把你的事要安排好啊 说着 她又从包里拿出一打现金 这个你拿着 周末的时候 你去办一张银行卡 把那个卡号打给我 我就把钱存进你的卡里 明子熙接过那厚厚一打钱 默默想着 这些得有两三千了吧 熊熊姐 我们签合同吧 我将来肯定会还你签的 你对我的恩情 我永远也不会忘 冷门牙听后 抬手就在她头上 卤了两把 好 不过呀 你得先把奶奶的药熬出来 我去正屋看你奶奶去了啊 明子熙赶紧点头 目送她离开 然后麻利地干起活 把钱收好 接着将早上 饱药的砂锅拿出来 小心翼翼加上三碗水 变火熬药 正屋里 老太太正在穿鞋 她刚才听到两人说话动静 正打算出去看看 就见她家的大安人 已经走了进来 沈小姐 你来了呀 来来来 快坐快坐 我吃了你的药啊 白天都没怎么咳嗽 我是真没想到 真没想到啊 老太太积拉着鞋子 上前两步 就抓住冷妹儿的手 又拉着她坐在床上 冷妹儿任由她拉着自己 坐在床边和老太太闲谈 您只要按我说的呀 喝完那些药 肺炎很快就能好了 我虽然和子熙刚刚认识 但也看得出来 她是个孝顺孩子 一心想让您过上好日子 她十分担心您的身体 等您好了 她也就不用这么操心了 哎 小夕是个好孩子 是个好孩子 这些年说是养她 但其实是她在照顾我 我的病 还不等动弹两下 就咳个不止 那孩子为了能让我轻松点 家里活计她都自己做了 每天还要想办法 赚些钱回来养家 这时 宁家大门突然又被人敲响了 碰碰碰的声音很大 那人一边敲门一边喊 小夕呀 赶紧开门 我知道你在家呢 快点开门 老太太脸上的笑 立刻淡了下来 脸上出现一抹愁苦 沈小姐 你先坐 我出去看看 冷媚而眉之声 而是跟在老太太身后出了正屋 来人应该是明家的邻居 大门一打开 对方就抱怨上了 小夕呀 中神也不是那心狠的 可是你们家欠我们家的钱呢 都四年了 你家要是没有啊 我也不会来跟你要 可是今天我看你们家 可是大包小包的东西啊 你总不能还说没钱了吧 欠债还钱 天惊地义 当初借给你钱 也是看你年纪小小的 连饭都吃不上 太过可怜了 可是啊 之前欠的年头 实在是太久了呀 明子西被对方说得有些愧疚 中神 我 我没想不还钱 我们家欠您的那两千块 我记得的 我 我 她真的没想到 清清姐过来送东西两次 都正好被对门的中神看见 她现在手里还攥着 姐姐给她上学的钱 可是这个钱 她不能用来还债呀 老太太从正屋出来 赶紧招呼中神坐下 大神子 快坐 你有所不知 那些东西 不是我们小夕买的 是 我们的恩人送的 你放心 只要我们家有了钱 我必定第一时间 就将钱还了 恩人这次帮我治了病 我的身体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等我病好了 就能找些零散的活计做 总能赚到一些钱的 嗯 中神并不是个咄咄逼人的人 她也只是看到明家买了那么多东西 心里气不顺 气他们有钱不想着还债 反倒大肆购物才过来质问 现在知道他们家并没有什么钱 而且也看到明家确实有客人在 心里火气也就散了 哎哟 老太太呀 你也别怪我事多 大家都是可怜小妻 从小没了父母 不忍心看着她连饭都吃不上 这才想着要帮帮她 咱周围这些人家呀 谁没借过给你们家钱呢 可你们家这状况 几年那也不会改善呢 冷妹啊听着两人的谈话 朝明子西招了招手 你们家到底欠了多少外债 能告诉姐姐吗 明子西迟疑了一下 最终还是选择实话实说 写了欠条的 一共一万七千五百块 没写的有两万一千八百块 冷妹儿大概明白 那两万多块钱 为什么没写欠条 小夕啊 姐姐想帮你把这些事情处理好 以后你也可以心无旁骛地 努力学习 你同意吗 怎么帮啊 姐姐是要帮我还债吗 对 但是你要给我写一张欠条 等你有能力的时候偿还 你同意吗 明子西这次没有半点迟疑 点头同意了 星星姐你放心 等我奶奶病好了 我的时间就更多了 我会努力学习 争取早点考上大学 早点毕业 我一定会早早地就还您钱的 好 那你现在把那些欠债的人家 都叫过来 有欠条的拿上欠条 今天咱们就把那些外债全还了 明子西立刻一拧身 朝外跑了出去 然后便是一家一家的通知 两人的对话 可是没背着明奶奶和那位中婶子 他们的脸上 明显露出了诧异之色 中婶子想的是 明家这是哪来的 这么为有钱的亲戚啊 上赶着帮明家还外债 这还真是难得呀 明奶奶却是泪眼盈眶 沈小姐 这 你的大恩大德 我们祖孙俩都不知道 要如何还了 我和小夕说好的 她毕业后呢 要给我打工 这些钱都要从她的工资里扣出来 我这也不叫帮 叫做提前投资 将来她给我创造的价值 绝对不是这么点钱能比的 因为借的都是父亲邻居的钱 明子熙腿脚又快 不大功夫就陆续有人过来了 老太太招呼这些邻居 先坐下稍等 又洗了些昨天冷媚儿送的那些水果 放在院子里 让邻居们吃一些 沈子 我刚才听小夕说了一句要还钱 你们家这是发财了 我看小夕这两天 总在外头都受毛料啊 不会是她自己开出翡翠来了吧 作为全城都知道内情的钟婶 立刻拉着邻居说了起来 哎哟 是明家的亲戚 大英镑小夕先还钱外债 以后小夕也是要还的 还要签什么东西 也要打签条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六十八集 哎哟 明家还有这么有钱的亲戚呢 这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呀 冷媚儿对这些人的议论充耳不闻 明子西很快便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几个人 想来也是欠了钱的 请就姐 我都通知完了 冷媚儿拿过自己的背包 从里面拿出四万块的现金 那 那就赶紧把欠人家的钱都还了吧 记得等一下给我打签条啊 明子西用力地点了点头 然后小大人一样 站到了所有邻居面前 深深地鞠了一躬 各位叔叔伯伯 沈子大娘 谢谢你们这些年的照顾 要是没有你们在我家困难的时候 伸出了援手 我和奶奶 估计早就饿死了 今天我就把欠大家的钱还了 你们对我的帮助 我会记着一辈子的 哎哟 这孩子实在是太懂事了 咱们这些人 也是条件有限的 能帮的不多 你要手头紧呢 也不忙着还呢 哎哟 说话的老爷们 立刻遭到妻子的拧肉神功 他们这些人 借的早的都七八年了 借的晚的也有一两年 不是他们小心眼 还是那句话 谁家的日子也不宽裕 但凡家庭条件好的 谁还会在这条街上住着 早就买楼了 所以 现在明家的亲戚 愿意承担这份债务 他们当然要把钱收回来了 宁子西拿出以前 自己记下的小战板 一份份的把钱数出来 终审 这是欠您家的两千块 当初没打千条 您数数 马叔 这是欠您家的五千三 也没打千条 谢谢您了马叔 四叔 这是您的 两千二 欠条您拿来了吗 被叫四叔的男人 拿出欠条 然后接过了一打现金 不到半小时时间 这些欠债便全发完了 四万块只剩下七百 以及几张欠条 明子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直接把欠条撕了个稀碎 这些人拿了钱 又和明奶奶说了两句话 就离开了 即使离开 他们也在三三两两的 说着明家的事 不过这些 都和冷妹儿没关系 她将热了一次的药 端到老太太面前 已经晾了一会儿了 不烫 喝了吧 我这就喝 明子西也注意到 从她回来 也只听到奶奶 零星的几声咳嗽 知道姐姐这药 肯定是起笑了 便眼巴巴的 望着奶奶 咕嘟咕嘟 将药全都喝了下去 小家伙 可是机灵得很 赶紧将晾了一会儿的温水 递给了老太太 奶 快入口 省得苦 老太太摆摆手 不用啊 苦得好 苦得好 要是吃苦 能让我健健康康的 我宁愿这要再苦点 你快去做些吃的啊 沈小姐肯定早就饿了 不用管我啊 明子西立刻露出一个大大的笑 姐姐 家里有你拿来的鱼 晚上咱们吃鱼好不好 我做饭很快的 冷媚儿道 行啊 你准备怎么做呀 姐姐给你帮忙 两人进了厨房 明家的食材不全 做菜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 明子西将草鱼做成溜鱼片 因为鱼大 只用了半条鱼 剩下半条做成红鱼 红烧鱼 加上一锅大米饭 晚饭也就齐活了 冷媚儿是个爱吃鱼的 基本上有鱼外事足 而且三个人 是一条五六斤的大鱼 绝对是吃不完的 嗯 子西做的鱼挺好吃的 您老真有口福啊 明子西道 我奶奶做饭才是真的好吃 只不过她身体不好 已经很久不下厨了 等姐姐笑回来 奶奶的病就好了 到时候您再尝尝 奶奶的手艺 保证您多吃一碗饭 嗯 有机会我一定来 到时候您可不能藏私呀 老太太笑着点头 放心 一定不藏私 你们爱吃什么 咱们就做什么 吃了顿温馨的农家饭 明子西拿出自己的本子和笔 从作业本上扯下一张纸 写了一张四万块的欠条 又写了一张承诺书 写明承诺大学毕业后 为姐姐工作 并把昨天冷媚儿要求的工作方式 也写了上去 写好后就签上了她的名字 冷媚儿看了一眼 便将东西收了起来 她本来就是想帮帮这个孩子 所谓的欠条 也不过是让她安心 接受自己的帮助罢了 多养一个孩子 又能有多大开支呢 有些事 也从来都不是一张纸 几个字能左右的 第二天上午 冷媚儿谢安一行人 便飞回了京城 那两名陪冷媚儿 买毛料的保镖 见她没提毛料的事 也没多嘴 一个多亿的毛料 就是傻子 也不会白扔了 他们这些一个月 赚个万八千块工资的 就别操那个闲心了 下飞机后 两人十分默契地 跑回了名誉总部 乔成勋早早地 就等在了公司里 三人谁也没有提吃午饭 静职就到了解释室 所有的解释师傅 都已经准备好了 谢安一声令下 四台解释机同时转动起来 因为后来托运回来的毛料 放在外面 这四位师傅拿的毛料 全是在老毛那后挑的料子 所以第一批开出来的料子 都有些差强人意 当然 这也只是从肿水上来说 和成本相比 肯定是不会赔钱的 冷妹儿不想一直耗在解释室里 干脆又拿出笔 在那些毛料上挑选了一番 然后吩咐工人搬去了解释机拿 接过一位师傅的机器 冷妹儿戴上护目镜 准备自己亲自上阵 师傅们切实都太小心了 照他们这么切下去 这次买来的料子半个月也切不完 乔成勋打趣道 哟 这没看出来啊 你还会解释呢 可千万别把石头里的东西给切没了 冷妹儿不搭他的茶 他手上拿着一块表面粗糙的黄褐色毛料 毛料如孩子桶枕头大小 冷妹儿毛料固定好 然后打开了机器 他坐视马里 解释也是一样 根本不用像另外几名师傅那样 打凉来打凉去 第一刀就足足去了五厘米厚的皮 这一切却是切得恰到好处 露出了一点点的鱼肉 在所有人都没有看清时 冷妹儿已经再次果断下刀 这一次 他直接换了一面 又是足足三公分的厚度 切了一刀 这一次露出来的是一层薄薄的雾 谢安的心不由提了起来 这怎么看着像是切垮了呢 本集播讲完毕 张师傅小心拿起毛料 打开擦拾机 一点点擦起了石 很快 一块通体壁绿的老坑玻璃种翡翠 便一点点的漏了出来 东家 大掌 大掌 老坑玻璃种祖母绿啊 乔成勋和谢安立刻接过那块料 仔细地看了起来 一点杂质都没有 而且料子也足够的 光是这块实现绿 都能卖出近亿的价格了吧 谢安猛点头 嗯 没错 设计得好 一亿都不止 激动啊 看到这块料子 他是真的心里有点谱了 几亿块钱花出去 如果只是买回一堆废料 那他真是哭都没地哭去 现在他相信沈小姐 赌食的本事了 这边 冷妹儿已经再次拿起一块 大块的料子 稍稍固定一下就切开 他不划线 但每次切下来的皮 都一点不损育肉 老张磨完一块毛料 他都已经切完两块料子了 老张也蛮兴奋的 这位沈小姐上次过来 就是快快赌掌 这次一出手就不烦 上来就是快 价值上亿的祖母绿 也不知道这两块 又是什么样的 其他三名师傅 也把手中的毛料 解了出来 一块冰种飘花 一块豆种 一块冰糯 总之都赌掌了 哪一块都不赔钱 谢安兴奋的 差点没喊出来 就是啊 沈小姐真是 真是太厉害了 我现在总算是放心了 随便拿出的毛料 都能切掌 怎么这次买回来的毛料 可以有好几百块啊 岂不是要发财了 冷脉牙听到她的话 手中动作 立刻停了下来 做梦呢 顶级料子也就几块 剩下的 大部分都只是中高档的 昨天在老毛那里 拉回来的最多 可惜后挑的都是低档料子 虽然不赔钱 但也赚不太多呀 那你说的顶级料子 到底几块 冷脉牙一指 三位师傅手上的 以及自己桌上正在切的 这都不在这儿嘛 一共七块 哎呀 等全切出来 你们不就看到了 七块 如果都是和第一块 差不多的品质 他们真的是赚翻了好吧 冷脉牙切实很快 切完就往张师傅那儿一放 七块顶级料子 很快就全擦了出来 玻璃种红粉一块 个头有点小 顶多出一对镯子 玻璃种羊绿 玻璃种紫罗兰各一块 一块墨粉 一块玻璃种苹果绿 一块玻璃种五色翡翠 五色翡翠价格要低一些 但好在整块料子比较大 足足能出上三十多只镯子 这七块料子一出 连站在门口的保镖 都感受到了 几位老板的快乐心情 且安兴奋地直催 沈小姐 继续切啊 您动作快 一个人顶他们两个的 哪只冷妹儿 却直接停了手 并且拿出湿巾 将手指一根根地擦了个遍 一看就是 不打算再动手的意思 你可饶了我吧 中午回来 咱们可是连饭都没吃呢 我就是长了八只手 这些毛料半天也切不完呢 赶紧的 先弄口吃了去 有张师傅他们在呢 让他们慢慢切 咱们先上去吃点东西 你要是想看 等一下吃完再来 哎哟 瞧啊 兴奋的都忘了吃饭的事了 咱们大男人没关系 可不能饿到了沈小姐 走走走 想吃什么你说 今天我请 出了库房 外面正好下起稀里里的小雨 风吹过来带着一丝明显的冷意 被风一吹 冷媚儿还真有想吃的了 去吃海鲜火锅 行 咱们公司附近就有一家超火的火锅店 这个点正好不用排队 火锅店早十点到十点正常结束 倒是不用担心这会儿去没东西吃 司机开车 五分钟后就到了火锅店 下车的时候 雨竟是有些大了 车子直接开到火锅店正门口 乔承勋要拿雨伞递给冷媚儿 被他拒绝了 一共只有两步路 不用散 说着便打开车门下车 快步走进了店里 乔承勋和谢安随后跟着进了店 三人也没进单间 就坐在靠窗的位置点了个鸳鸯锅 冷媚儿开玩笑道 今儿我可就不跟你们客气了 我得多吃点好吃的 真饿了 你使劲点 有我赚多赚少 可全看你了 还在隐吃这点东西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我看他家有帝王蟹 先来一只 香拔棒一份 嫩牛肉两盘 轻爆一份 再随便来两份青菜 剩下的你们点就行了 乔承勋点了一份螺肉 一份鸡尾虾 一份生蚝 一份鱿鱼 且安正兴奋着 就咔咔又点了好几道菜 生怕他的财神爷吃得不满意 等菜的过程中 既安小声道 干了这行这么多年 我只听过一个赌食这么厉害的 没想到现在我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人 沈小姐天生就该吃这碗饭 要是能早点加入咱们明月 说不定咱们公司早就成为国际一线品牌了 你说的那个人是谁啊 当然是缅甸赌王啊 这个凡是赌食圈的人应该都知道吧 只可惜我参加了几次缅甸公盘都没机会见的一回 听说她岁数大了 很久不曾再参加过赌食 她的亲孙女继承了她的衣钵 已经崭露头角 今年三月我见过一次 不说百毒百重 十重八九可是有的 缅甸人都叫她翡翠公主 关键是她长得漂亮 当然了 得分跟谁比 到了你面前 她就从公主变成丫鬟了 其实后面的话你不说出来也没关系 我知道自己长成什么样 你这样的情商 按说应该很好找女朋友的 怎么到现在还单身呢 这会儿因为店里就他们一桌客人 菜上得很快 冷媚啊将菜往锅里放 然后配了一碗适合自己吃的小料 谢安被问到单身问题时 一阵怅然 上大学的时候 谈了个女朋友 初恋啊 整整四年 我把我所有的感情都给了她 可是毕业后 她家要求我在京城买房 八年前的房价可也不低了 我一个十八线小县城出来的穷学生 就是把家里亲戚都借变了 也付不出个首付款来 我说让她给三年的时间 我有信息 三年时间足够挣出一套房的钱来 可是她父母连三年的时间都不肯给我 硬逼着她就相了欺 不过三个月 她就结婚了 你说可笑不 一点都不可笑 这是现在这个社会的现状 人人都是现实的 谁家的父母愿意看着自己女儿 跟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 吃苦受累过一辈子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370集 很多人说 现在的女人都太物质了 结个婚 彩礼几十万 还要有套房 现在小县城的房子都要一两百万 刚毕业的学生 不靠家里 有几个能买得起的 还不是贤贫爱富 哪个人来这世上一遭 也不是奔着吃苦来的 女人不怕男人穷 怕的是贫穷的日子苦过来了 有朝一日复了 男人却要嫌弃自己是个黄脸婆 被三 被离婚 那个时候 后悔还有用吗 乔承勋也想到那个小女人 娇滴滴的 哪个当父母的 也不会忍心看着她受苦吧 还好还好 还好她条件还算不错 要不然也不要被月家一番挑剔 然后棒打鸳鸯 呃 沈青啊 那你和靳与泽在一起 女家是不是特别爽快就同意了 想什么呢 我妈说了 考验她个三年五年再说 真以为有钱了不起啊 人品不行 我妈是不会同意的 听说你家靳与泽没少抽人 京城那些三六家族的女儿 好像都被她抽过 这事儿 可是传到你家爸妈耳地啊 还有靳与泽的好日子过吗 冷眉牙抬眼 看了下周围 服务员离得很远 也没注意他们这边 便道 那是她身上中毒了 凡是被她抽的人 身上啊 都带着那毒的药印 她才会不受控制的要打人 这么说 京城关于靳与泽的传闻 都是假的 什么传闻呢 残暴 变态 和很多女人不惊不出 其实还有一些别的传言 但和这三个传闻相比 那就不值一提了 谢安装作什么也不听见 低头吃菜 耳朵却是直直地竖了起来 哎呀妈 真是太他妈刺激了 京城靳三少的八卦呀 花钱都听不到的呀 她毒没解的时候啊 身边连个女人都没有 因为离得近了 她就有可能毒发 你说她怎么和女人不亲不处呀 冷妹儿都不用动脑子就能知道 这样的消息百分百 是那个白莲花后妈散布出去的 乔成勋了然点头 以审清的医术 自己男朋友中毒 她肯定能第一时间发觉 中毒自然不是骗人的了 只是 是什么人给靳许泽下的毒呢 虽然传言不可信 好在她碰上了你 要不然岂不是这辈子都要孤独中老 她连孤独中老都做不到 如果毒解的不及时 或是再毒发两次 命就直接没了 说吧 她就低头吃东西 不再言语 午饭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吃完 冷妹儿三人又回到公司 谢安直接就去了解食室 继续看四位师傅解食 而沈青被乔成勋叫去了她的办公室 有事和我说 乔成勋让外面的秘书给两人倒了杯喝的 便将门关上 说起了正解事 那两人昨天送过来了 我已经让人好好查询过他们的身份 应该很快就能查到 冷妹儿无可无不可地恩了一声 有乔成勋接手 这些事 她是不操心的 查起来也应该不难 除非那两位一个家人也没有 才会查不出来 还有件事 王老爷子那别人诊费 他们交给了我 还想要请你吃顿饭 你要不要去啊 还给钱呢 给钱那我就收着 饭就不吃了啊 没想收 不过既然给了 她也不会推 乔成勋就直接把钱转了过去 很快冷妹儿就收到信息提示 怎么这么多呀 王老给了三千万 剩下的是我二叔二审的 我能退了不 给你二叔二审 治病免费的 别啊 哪有到手的钱还往外推的 她当然不会把钱往外推 可这家伙直接给她打了三个亿 这意思太明显了 不就是想让她再拿出两粒严寿完 她不推辞两句 乔大少就会认为她的要好得 所以她气哼哼的 晚上又载了乔大少一顿 这才算勉强硬了下来 缅甸某小镇外 天黑麻麻的 几十号人埋伏在林子里 一动也不敢动 生龙凑到悠悠身边小声道 祖宗啊 您说咱们今晚那真的成事吗 悠悠穿着一身略有些大的迷彩服 侧躺在草地里 手中还叼着片树叶 你绑架人的时候胆不是挺大的吗 怎么 就敢欺负弱小 碰上比自己强大的人就不敢了 行啊 你要是不敢就滚吧 信不信 今晚上 姑奶奶就能把肥猫的地盘变成自己的 明天就掉过头来 把你的地盘全吃下 说到最后 悠悠的声音已经冷到不行 听得生龙声声打了个机灵 别小祖祖 我就是等着心急 心里没谱 随口温了一圈 解释完这么一句 生龙再也不敢说话了 林子里重新恢复宁静 夜越来越黑 终于一道光从远方亮起 紧接着 汽车的声响越来越近 生龙顿时一个机灵直起了身子 悄悄打了个手势 众人立刻握紧手中的枪支 三辆车子很快驶入了 设置好的陷阱里 砰砰砰的爆炸声响起 打头的第一辆车直接报废 车上的人损失惨重 中间的车因为距离太近 车子很快就着起了火 最后一辆卡车上的雇佣兵反应够快 有几个在爆炸的时候 提前跳车逃过了一劫 剩下的人大多受了轻伤 生龙一声大吼 杀 杀了肥猫 一个也不要让他们逃了 林子里几十号人顿时一拥而上 砰砰砰的子弹声响起 肥猫的人全都处于懵逼当中 车子又被炸了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遇到几个反抗的也是经不住下 最后干脆举手投降了 那个肥猫就坐在第二辆车里 发生爆炸的时候 头上受伤 这会儿正晕着呢 生龙上去就将人直接拎了下来 用绳子捆拔捆拔就扔在了一边 快点快点 动作快点 打走战场 尸体扔进卡车里 打走处理 等下还要去和老儿会合呢 那些士兵不由加快了速度 很快 连路面被炸开的地方 都被规制平整 俘虏全被绑起来 扔到卡车上 连肥猫也被扔了进去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七十一集 生龙指挥着人 赶紧去肥猫的大本营 直到车子行驶起来 他还有些不真实的感觉 没想到这么简单 就把肥猫抓了起来 小祖宗啊 您这消息到底从哪儿来的呀 我真是服了您了 明明这两天 他一直陪着这小祖宗 在城里买买买逛逛逛 结果下午的时候 小祖宗就非要回来 还说什么晚上要埋伏肥猫 然后还真被他等到人了 哼 你祖宗我有顺风耳 逛街的时候 正好听到肥猫这两天 总是往外跑 所以才带着你们试一试 瞧瞧 这不是让我试成功了 生龙听了个寂寞 还顺风耳 这话说出去也得有人信呢 一行人的车队直奔肥猫老巢 肥猫可不是住在 城里豪华的房子中 他们这种人 都是住在城外僻静的地方 要不然手下那一大批兄弟 没办法安置 而且干他们这行的最是怕死 身边人少一点的都觉得不安全 要不然肥猫也不会只是出个门 带着几十号兄弟了 肥猫的老巢在一个挺大的村庄里 他借着妹妹发迹后 就把这个叫棉格雷的村子 当成自己的根据地 他的大宅子周围 全是手下的士兵的住所 甚至这个村里的大部分男丁 都是他的手下 悠悠特意让生龙抽出一小队人马 潜入棉格雷村 想办法将迷药放进他们的饮水里 往井里河里下药那不现实 那得多少药才能将人成功迷晕呢 只能潜入厨房下药 而今晚还真被他们搞成功了 宅子里的小厨房 是专门给肥猫一家弄吃似的 但肥猫不在 小厨房就不用管 剩下的大厨房 是给他手底下这些兵做饭的 当然 肥猫号称手底下有近千个兄弟 不是所有人都在这里吃饭 顶多三分之一的人 二当家就让手下人一个机灵 悄悄溜进厨房 将蒙汉药放进了水缸里 晚饭过后 这些吃了饭的士兵就全晕了过去 站岗的人发现不对劲 就要喊人找大夫 找上级汇报 二当家趁乱带人冲了进去 双方发生火拼 好在岗哨数量有限 二当家又是有备而来 竟将那些岗哨全都或抓或杀 治了个服服帖帖 而他的手下只是有几个受了轻伤的 生龙带着人过来支援的时候 这边的事已经尘埃落定了 生龙拍了一把二当家的肩膀 好小子 干得好 今儿的事进你一宫 说吧 他又招呼悠悠 小祖宗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啊 还能干什么 当然是找肥猫的库房啊 你再安排人 把肥猫的人全部统计一个名单 哪个是他的心腹 哪个是可以收服的 哪个是死忠 统计出来 可用的留 不可用的杀 别一时心软 给自己留下大麻烦 悠悠的话 让生龙震了一震 明明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 却可以满脸娇憨地 说出这种杀人的话来 这还真是个狠角色呀 生龙没再迟疑 带着手下 就将肥猫的宅子搜了一遍 找到密室一间保险箱一个 军火若干 生龙客客气气将人带去密室 悠悠本来对钱财无感的 但想到所有人都有工资 唯有她 还要用姐姐的卡消费 便将密室里珍藏的金银玉石 收了一半 保险箱里的美金全收了起来 剩下的就没在动 留给了生龙 陪她进密室的生龙和二当家 全都被她这一手 说收就收的手段 惊得腿脚发麻 简悠悠要离开 生龙和二当家赶紧上前一步 小祖祖 我生龙真心任你当老大 以后就等着跟你吃香的喝辣的了 哼 算你们识相 真以为是个人就能跟着我呢 这也就是我闲着没事 正好又和你们碰上了 要不然 就你们这样的 白送我我都嫌不好用 说吧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拽出了二五八万的气势 倒背着一双嫩生生的小手 昂首挺凶的走了出去 生龙赶紧从后跟上 肥猫这边的事后续还有得烦 最关键的是他那位将军大舅哥肯定不会放过他 他们也得提前做准备 最好是能像这样一次主动出击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才行 所以 接下来的事怎么做 还得让小祖宗给他支招啊 小祖宗 我怕这边的消息 很快就会传到乌木将军那边 咱们就算收了肥猫的人马 也禁不起人家折腾啊 密室里的东西全都换成现金 先把装置配备上 要最先进的武器 外加防衣弹 每人一套 另外查清肥猫的所有财产 能变卖的变卖 能收到咱们手里的收回来 金武器到手 就是咱们行动的时候 生龙芒AA的硬了 然后带人进了密室 打算把那些金银玉石收走 再换成装备 前厅 那些被迷晕的士兵全都被泼醒了 一个个被捆得结结实实 身上湿噜噜的 睁开眼 看到周围一圈扛着枪指着他们的士兵时 顿时傻了眼 而且 在他们前面的地上 正躺着肥猫 以及他的几个老婆孩子 二当兵觉得 这事还是得速战速决才好 总在肥猫的地盘耗着 感觉很可能会出事 于是 拿过一张初步筛查出来的名单 将肥猫的亲信拉出来 杀鸡尽猴 对于这些 悠悠是不关心的 他来缅甸是为了散心 赚钱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没意思 他就想开开心心地玩 现在对他来说 抢地盘就比较有意思 所以 晚上他打算去乌木将军的地盘转一转 将军的府邸是什么样的呢 悠悠还真不知道 乌木将军的地盘在哪 于是 他拎着生龙就上了外面的车 生龙被他拎着拨铃 好学没气上不来 好在悠悠动作快 撒手了 小祖宗 你这是要去哪啊 这边的事可还没解决呢 让二当家和努达他们办就好了 你带我去趟乌木的地盘 生龙刚把车打着火 听到他这话 车子好学没一家伙窜出去 小祖宗 你去那干什么呀 将军府守卫沿着呢 万一被人看到 怀疑你要图谋不轨 那当场就把你抓起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372集 悠悠抬起小脚 照着生龙大腿就是一个小脚印 再废话揣你脸 赶紧的 姑奶奶都不怕抓 你怕什么 还想不想好了 你不是怕乌木将军 得到消息来收拾你吗 我不去给他找点麻烦 让他过不过来 你这边怎么能过了这一关 最后 生龙只能哭丧着一张脸 载着这位小祖宗 直奔乌木将军的府邸 乌木将军就住在缅甸北省 说远不远 但是说近也不近 生龙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才到的将军府外几百米的地方 你说前面有灯光的地方 就是乌木的地盘了 对吧 是啊 小祖宗 你到底要怎样 万一被他抓住我 他可没我这么好说话 而且他现在光是小切就纳过十三房了 这除了新纳的这个还好好的 钱都十二房 就没几个得了好啊 光没了命的就五个 就你这副长相 被他看到了 那免不了被惦记啊 然而不等他说完 汽车门就碰的一声被关上了 车厢里留下了一道 嫩生生又霸道的余音 摸嗦 生龙心笑 这可真是祖宗啊 他生怕这位小祖宗出了事 赶紧打开车门追了出去 悠悠走得不紧不慢 他暗暗观察将军府的兵力布置 然后 就发现了一堆亮闪闪的东西 悠悠不尽高兴地裂开嘴巴 看来姐姐说的 那些有钱人都喜欢把好东西藏在家里是真的 这不 他只是想捣个乱呢 没想到 就让他发现这么多好东西 那他可就不客气了 他这个笑容 刚刚好被追上来的生龙看个正着 生龙忍不住地打个机灵 小祖宗这是又要作妖了吗 哎 你把车开去五公里外等着我 等下将军府就会乱起来 别到时候把你给抓走了 哎 祖宗矮子 不太这么玩的呀 生龙话都没说完 嗖的一下 眼前的就不见了 这他妈莫不是他眼睛出了问题吧 还是他见了鬼 娘哎 他腿都软了 这这这这这 这世上莫不是真的有神仙 生龙平静了好一会儿 才敲摸地回了车上 然后发动车子乖乖地往回开 他还看着里程表大约五公里的时候就停了下来 小祖宗太能了 他说什么 他就听什么吧 悠悠这次晋级后实力大增 竟也能瞬移了 虽然距离有限 但也是很方便他行事 一瞬的功夫 他便出现在了那一片金灿灿灵气满满的地方 待他仔细一打量 这才发现 这里就是乌木剑的库房 按说这么大的一个将军 也应该建密室的 但这里实在称不上密室了 四面流窗 门外有人看守 库房大门能开进来一辆车 这一看 乌木就是个心大的 把东西全放在明面上了 悠悠就有些庆幸 姐姐足够聪明 弄出了不用血液就能绑定的储物戒指 而且还给了他一个空间极大的储物件 满仓库的金银 隔壁还有一库的顶级毛料 这下可就全是他的了 不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这近百平的仓库 摆得四五层高的箱子架子 全都被他收进了戒指里 悠悠算了算 光是金条就足有四吨半 还有大大小小近百箱的银子 以及一些玉石百件首饰珍珠 缅甸盛产白色南洋珠 近些年 缅甸珍珠产量大大降低 品质也不行 但悠悠看到这满满一箱的南洋珠 色白光运浓 一看就是早些年得的天然珍珠 各个颗粒饱满 形状圆润 美 送给姐姐 姐姐就又能添上一些漂亮的珍珠首饰了 这件空了 悠悠就又进了隔壁 要说值钱 还是玉石值钱 那么一大堆银子也不见能换多少钱 一颗上好的翡翠就能卖个一巴的 挑挑拣拣 把能出中高档翡翠的毛料就收进了储物界里 剩下了大概一半的毛料 这让人看了还以为偷东西的人是拿不走了呢 收了这么多的东西 悠悠是满足了 不过 她还是运气神识看了看 在距离此处大概两百米左右的地方 还有一处仓库 悠悠乐颠颠的就直接顺移了过去 军火呀 这可都是钱呢 不是她看不起生龙那小子 男人一旦太过好色 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出息 就算她拿出钱来 那家伙也未见得就能快速弄来军火 和乌木鸣刀鸣枪的干一仗 她来这一趟倒是省事了 直接把东西都给她配齐了 军火库可比金银库大多了 悠悠也不挑拣 建箱子就收 待她出来时 库里又是一根毛都没剩 听生龙说 乌木是个混账的 她就想看看 这个混账是个什么玩意儿 于是就去了后院 大半夜的 整个后院却是灯火通明 偶尔还能听到男人女人 私混的声音 还不带悠悠走近 就听到了一声惨叫声 饶是悠悠胆子大 也被吓了一跳 还没等她多想 接着就是一声惨叫 这次悠悠还听到了鞭子声 找到声音来源 悠悠找了个隐蔽的地方 朝里面巴望两眼 结果 好家伙真是好家伙呀 乌木这是在开无遮大会呀 她这个无遮可不是为了干事 无遮方便 而是为了抽人方便 就这么会功夫 乌木就红着眼珠子又抽起了人 眼见着里面的女人 有几个躲避不及 又添上了伤痕 悠悠眼珠子一转 就直接去了厨房 从里面拎了两桶油出来 走到乌木的卧室外 便将油撒了一地 卧室门外是有人守着的 倒不是士兵 而是两个佣人 悠悠站的地方在另一边 那两人倒也不曾察觉 悠悠也不将那两个人看在眼里 就是察觉了 又能拿她怎么样啊 她现在想玩火烤白皮猪 那就谁也别打扰她 要不然就别怪她下死手了 点燃打火机 往已经朝前流过去的油上一丢 轰的一声 那火就燃了起来 两名庸人一看 墙角有火燃了起来 立刻惊呼出声 大喊着着火了救火 里头抽人抽得眼红的乌木 竟是不把这场火当回事 还要继续抽人 那些女人就纷纷往门口的方向跑 就算被挤在了后面 宁愿被抽了几鞭子 也从屋里跑了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七十三集 乌木火气不小 拎着鞭子就追了出来 出来的时候 身上同那些女人一样 全是赤条条的 悠悠只觉得有些辣眼睛 随手抓着一个东西 就朝乌木那儿丢了过去 这一丢可是郑重红心呢 乌木被砸得躺好一声 倒退了七八步 下身一滩血液流了出来 她长得白胖 躺在地上 手上鞭子早就撒了手 双手捂着身体 直接团成了一个球 不停地翻来覆去的哀号 庸人的叫喊 有杀手的声音 火声 远处跑过来脚步声 让这处宅底顿时热闹起来 悠悠是来看热闹的 可不想让自己成了热闹 丢出去手里东西后就跑了 直到跑到安全的地方 才发现 哦 被她随手扔出去的 竟然是摆在走廊里的 一个二十多公分的双耳花瓶 呵呵 也是砸得巧啊 正好落在那只小虫子上 本来估计就不好用 这下好啊 直接用不了了 怎么就没砸在她心脏上呢 她不就能直接到站了吗 将军府里热闹起来 先跑过来的人 七手八脚的 想办法弄水救火 等火灭了时 那些个亲卫手下 看着将军这副惨样 也是可乐不可乐 憋得难受 因为怕烧着它 它是被士兵拖出来的 太重了 一个两个人都搬不动 所以拖了一地的土 白肉红穴配尘土 疼得满地打滚 身上还被淋了些水 总之那形象真的是 被败了个干干净净 悠悠大夫上前查看情况 最后得出结论 将军现在只有一个女儿 才刚六岁 以后 以后是没有生孩子的命了 悠悠瞬移了几次 便到了生龙停车子的地方 当她搜的一下 出现在车里时 生龙骂呀一声 双手护住了脑袋 吓得瑟瑟发抖 悠悠抱着胳膊 就这么扭着头看 欣赏着她这副蠢样 等了快一分钟 她还没有停下来 悠悠才气道 你再叫 乌目将军的人 就要追过来了 我可告诉你 我是有一万个办法跑了的 你就只能等死了 生龙怕鬼 但更怕死呀 这么一说 她立刻放下了手 开着车子就窜了出去 然而乌目将军的人 根本就没追出来这么远 因为将军府又出事了 乌目横行惯了 十几个妾 外加那些连个名分都没有的 沾染过的人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她手下一个副官的亲妹 就被她抢了 抢了就抢了 你倒是给个身份呢 结果不过越鱼 那姑娘就被她折腾死了 这次 她被不知道哪来的对手 伤得半死不活 那副手趁着将军乱起来 搜索杀手的时候 直接把她勒死了 这下子 将军府就更乱了 压根就没有人出去找杀手 光在府里搜了 所以 悠悠和生龙逃得十分容易 但回到生龙的大院子时 二当家和努达他们也刚回来 生龙直到走进正厅 都觉得自己的腿是软的 关了厅门 悠悠就当着所有骨干的面 将一小部分枪支子弹拿了出来 生龙看着一地的枪支 怕呀怕的 就有些适应了 看着和他一样呆若目击的众手下 终于是将心中的话问出了口 哎呦 小祖宗啊 您给咱兄弟偷个底儿嘛 您到底是哪路神仙 这手段 吓坏了我了 上次您放出来的 还只是二三十把枪 这次 这次这么多 那都哪来的呀 关键是 您那一手神出鬼没的功夫 真的像鬼呀 悠悠不屑地瞪了他一眼 蠢货 姑奶奶的事 也是你能乱打听的 这些 给下面的人分了 另外 从肥猫那弄来的东西 换成钱 分一部分给手下的兄弟 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剩下的就当成储备金 发展壮大势力 乌木将军短时间内 不会管得咱们这边 这会儿 他还不知道 乌木将军已死 怕那边将肥猫的死 和他被刺杀的事 联系到一起 就想在这边盯几天 对了 你派人盯着点 乌木那边 有消息尽快传过来 不是刚收编了 肥猫的人吗 赶紧拉着人训练 最重要的是 把他们的心收了 生龙被骂了 也不生气 听着他的吩咐 连连应试 让努达亲自 去乌木将军那边打听消息 努达乖乖去了 小祖宗 你不会是想走了吧 他要真走了 他可是心里没谱得很 尤其是乌木那边 啥情况 他是一点也不知道呢 等两天吧 我还想在缅甸城里 玩两天呢 这下 生龙一颗悬着的心 终于放进肚子里 吆喝着后厨 赶紧把吃食摆上来 他陪着坐下 吃了一顿晚饭 只是悠悠吃得不多 祖宗 您今儿吃得可不多呀 是不是不合胃口啊 外面的饭 也就吃个新鲜 到底是没有 华夏的饭吃得顺口 这还不好说嘛 明儿我就给您 找个华夏的大厨了 找不到绑 我给您绑了一个 保证让您吃一口顺口的 悠悠不冷不热地 哼了一声 再好吃 也没有姐姐做得好 反正她已经打定主意了 确定乌木那边 顾不上这边 她就回去 她还得上学呢 某隐事成 华岛这两天 都有些焦头烂额 她这剧组 都已经开机两个月了 可是那位女三 都拍了一半了 前些天 竟然被带进了派出所 原本以为 只是跌个跟头的事 有保镖党灾这事 也好解决 哪知道 事情越闹越大 又看她不顺眼的 就直接出来踩她 什么耍大牌 骂助理 总之那黑料 一下子就都冒出来了 又传出她吩咐保镖 又收拾粉丝的消息 眼瞅着就是要量掉啊 华岛原本还想着再看看 可到这会儿 她也不敢再用了 万一因为这么个人物 让她的巨黄了 她冤不冤呢 所以 这两天 她就想找个合适的 演这个女三的演员 不过她学精了 想用个新人 因为新人没黑料啊 可这个人不好找 尤其是 电视剧都拍了一大半了 再来的人 可是要加班加点 把以前的戏份赶出来 新人 演技不行 还要慢慢娇 总之 快把她愁头秃了 正愁着呢 副导演凑到华岛身边 掏出烟 递给了华岛一根点燃了 导演 还在为女三的事发愁呢 你有合适的人选没有 都自己人 介绍个靠谱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妈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七十四集 巫富导导 我还真有个人选 咱们这女三呢 也不用太漂亮的 演技上线 肯吃苦就行 我倒是认识一个 这两个月 她不少剧组 都创过场子 肯吃苦 虽然没学过演技 平时有台词上 没台词就装死尸 什么活都不嫌弃 私下里还在学习 要不 我给她打个电话 您看看 行 看看就看看 你通知她 叫我过来吧 巫富导挨了一声 就出去打电话了 很快郑小红的电话就接通 也是巧了 这会儿她就没什么事 正琢磨着去买些菜准备午饭 巫富导的电话就来了 小郑啊 我这边有个角色 得试戏 你下午有空吗 有 必须有 您中午方便吗 我请您吃饭啊 巫富导也乐了 这丫头就是懂事 自打她接了张导那个疯子的角色后 可没闲着 自己也挣不了几个钱 时不时的就给她送点东西 有时候 两袋子水果 有时候一只烧鸡 知道她爱抽烟 也送过两条 她平时常抽的烟 钱倒也花不了多少 可是真有心呢 要不然她也不会想着这丫头 今天中午就免了 要是你真被挑上了 签了盒子拿了钱 再轻也不识啊 巫富导心知郑小红挣得少 可不能坑了人孩子 万一选不上 下个月还不得连饭都吃不上 郑小红爽朗道 啊 我都听你呢 我就敬你吉言了 挂了电话 郑小红迅速地买了两颗青菜 回家蒸了米饭 把青菜一炒 吃完就跑去了巫富导的剧组 段轩一出事 可不代表剧组就得停 郑小红到了后 先给巫富导打了个招呼 然后就坐在一边 默默看剧组里其他人演戏 巫富导也不敢打扰导演 悄悄递了她个小板凳 她也就坐了 直到约定的时间到 华导才注意到身边多了一个人 华导和别的导演不同 别的导演发了火 都是直接骂 这位是越生气越不言语 但就是一遍遍地拍 可越是这样 拍她戏的演员越是压力大 今天中午这场戏 就是男主和女儿的 女儿是投资方塞进来的 演技不行 一场戏就卡了四回 画到脸色不好看 直到女儿演戏的时候 脸都绷得紧紧的 郑小红觉得被骂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这样 阴着一张脸的 好在这只是演戏是工作 这要是找了这么一个男人过日子 那还不得憋屈死 因为这场戏一直没过 画导中午是连口饭都没吃 郑小红来了 她就让乌导给她拿了个剧本 只出一场让她琢磨 吃完了就让她试戏 第一次被导演要求试戏的时候 郑小红还是很紧张的 自打演过那个疯子的角色后 也是齐了 总有那么些奇奇怪怪的角色找上她 比如古章剧里青楼的老宝子 行政剧里出场就死了的女师 哦 她还演过一头玄幻剧里的雄精 出场没一会儿 就被女主一剑劈了取了内单 反正都能露个脸 说几句台词 但都不怎么体面 所以她也习惯了 拿到那么多奇怪的剧本人设 她都不以为意 因此等她表演的时候 她就一点都不紧张 这么一来 等她表演完后 竟然让华岛眼前一亮 就她吧 反正女三的戏份也不算太多 去把合同拿过来 让她把约钱了 等一下就留在剧组 好好学学 明天就开始补她的戏份 郑小红被吓了一跳 女三 我这是 是的女三的戏啊 对呀 女三 还不愧的谢谢导演 这次 可是按急数拿钱 晚上说好的 得你请客了 郑小红只差没当场 给她做个一 急急忙忙给华导演 道了谢 又跟在乌副岛后面 急慌慌把合同签了 这一次 她特意好好看了一遍合同 边看它边解释 乌岛您别介意啊 我还是第一 我第一次签合同呢 我不是觉得合同里有陷阱 我就是觉得新鲜 太新鲜了 我都快兴奋死了 我好好看看 好好看看 乌副岛笑呵呵的说 你慢慢看 我也是给人打工的 就是真的在合同里 找到陷阱 也和我不相干 仔细着点好 乌岛您就是我的贵人 我没想到 我是真没想到 您能给我介绍了 这么大一个活 晚上说什么 我也要请你吃都好的 她已经看完了 合同上的全部内容 她总共出厂十六级 每级八千块 就是十二万八 先付一半 六万四 剧组不缺钱 乌副岛说 她签完了约就会付钱 乌副岛也没客气 行啊 就吃你这顿情 我这样 也是看你不错 要是那烂泥扶不上墙的 我提也白提 郑小红也不是个会来事的 签完合同 就说要请华岛一起去吃饭 华岛拒绝了 晚饭自然就 她和乌副岛一起去吃 两人花了两千多块 吃了顿大餐 然后郑小红又特意给乌副岛 打了辆车送回家里 姐妹 我这样的哪个经纪公司会牵我呀 就我这个长相就不吃香 冷门啊 想了想 这怎么说也算是自己唯一的好友 能帮的就帮一下吧 你要是愿意呢 我帮你找个合适的经纪公司 安排个插不离的经纪人 怎么样啊 你说的是哪家公司 星耀娱乐公司 轻轻啊 咱不在 开玩笑的 你看我很闲呀 你就说要不要吧 又想了一会儿 郑小红道 星耀娱乐太大了 我这种跑龙套的就是签了进去 也未必会有人把我当回事 意思就是你想签 但是又怕不被重视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我会让人联系你的 你呀尽管签合同就是了 你不是想把我卖了吧 你可拉倒吧 拉你卖钱都不够费我事的 行了 不和你说了 我要打个电话 有事再联系啊 挂断电话就给孟德奎打了过去 媳妇 能接到你的电话可真难得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七十五集 好像你给我打了几十个电话似的 哎呦媳妇 我这不是忙吗 晚饭我都还没吃呢 这会儿肚子饿得咕咕叫 管她饿不饿的 冷媚妇先把郑小红的事说了一遍 孟德奎有些失望 就不能单纯是因为想她 才给她打个电话吗 那你想让她签几级合约啊 冷媚妇也听出她话中委屈 语气就变得娇娇的 这个按照公司的制度来就行了 她长相呢只是中等偏上 但是也有好处 不是毫无特色的整容脸 只要出了头呢 一眼就能让人记住 而且啊 她今天刚签下一个现代剧里的女三号 如果可以好好培养一下 说不定啊 用个两三年的时间 也能进入二三线呢 这事简单 我让傅小川去处理就好了 傅小川是星耀娱乐的总裁 交给她办 那真是不会出岔子了 好 那我挂电话了啊 孟德奎这下真生气了 这是用完她就耍一边去了是吧 啊 像话吗 她刚要说不许挂电话 但声音已经消失了 手机屏幕显示通话结束 咔的一声 手中钢笔就被她捏断了 正在她气着的时候 电话突然又响了起来 不过这次不是熟悉的电话铃声 而是微信铃声 她赶紧拿过电话看了一眼 是视频通话 媳妇打过来的 她赶紧接了起来 屏幕上也出现媳妇的画面 宝贝 我还以为你不理我了 原来挂断电话 是要获视频通话呀 这次她开心了 一口大白牙 看起来特别显眼 冷妹儿被她肉麻到了 忍不住想打机灵 哎呀 把你手机调整一下 我看看你周围都有谁 哟 这是查我岗呢 行那就看 我才二十层盯着呢 周围出了几个研究员 就没有别人 说着她就调整了摄像头 并且还把周围环境 全都照了一遍 冷妹儿也就看到了 诺大的办公室 此时正聚在一处 讨论什么的几个男人 瞧见了吗 都是男人 还是一群为了研究项目 走火入魔的男人 你不是说没吃晚饭吗 公司对面就有家不错的餐馆 现在就去 我看着你吃啊 原本还要再看一块资料的男人 听到这话立刻起了身 拿起放在椅背上的外套 静止就朝外走了出去 那你晚上吃饭没有啊 我吃了 我回家就自己做了一碗面 煎了一盘鲈鱼 还拍了个黄瓜 没你在身边 吃得没劲 孟德奎这会儿 已经坐电梯到了楼下 不是有悠悠陪着你吗 画面中 冷妹儿正拿出一个西瓜 咔嚓一下切两半 她呀 跑缅甸玩去了 家里就我自己 那 要不我晚上飞过去找你 明天陪你一起吃早餐 冷妹儿正在切西瓜的手 不由就顿了一下 哎 你可别乱来啊 等悠悠回来 我们就回去了 你那么多事 瞎折腾什么呀 可是 我想你要老婆 这么会儿功夫 都换几个称呼了 轻笑一声 都老夫老妻的了 你怎么变得这么肉麻呀 小沈同志 你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咱们只说现在 现在我是静许泽 你是沈青 我们才刚认识三个月不到 确定恋爱关系的时间更短 我女朋友离开我好几天 蒙不着看不着的 我想你怎么不对了 虽然已经是老司机了 可冷妹儿还是觉得 自己脸有些红 这不是她真的害羞 而是身体的自然反应 我也想你了 那我去接你 别闹 我怎么能把悠悠一个人 扔在这边呀 再说了 基金会的事 我也不能不管呀 这几天肯定是回不去的 孟德奎也无可奈何 基金会的事是正事 她还真不能拦 冷妹儿说的饭店 就在GM公司的斜对面 连车都没用开 比咖啡店离得还近 孟德奎进店后 叫来服务员 点了一盘煎鱼 一盘拍黄瓜 一碗面 老帕 你吃的什么面啊 肉丝面 孟德奎立刻对服务员道 给我也来一份肉丝面 去吧 快点上菜 等服务员离开 他对着屏幕中的人说道 和你吃一样的东西 假装我们今晚 一起吃的晚餐 不知道的 还以为两人分开两年了呢 就几天而已 吃鱼吗 老婆 要不把基金会 搬回京市吧 我把GM大厦 腾出一层 给你当基金会 别做梦了 乖乖地吃你的饭 吃完了赶紧回去休息啊 这会儿正好服务员端菜回来了 孟德奎也确实饿了 就把手机放在一边 开始用餐 冷妹儿也没挂断电话 就那么看着她 把所有东西全都吃完 哎呀 你就是这么点东西能跑吗 你都不回来 我还有心情吃饭吗 这些就够了 好了好了 吃完东西啊 赶紧结账回家 早点休息啊 我先挂了 不想挂电话 要不媳妇你 亲我一口啊 冷妹儿终于忍无可忍 直接把电话挂断了 孟德奎也不以为意 今天可是打了 近半个多小时的视频电话呢 嗯 有进步 看了看时间 还不到九点 她先是给傅小川打了个电话 然后直接驱车去了万泰 作为万泰的实际拥有人 在这里的各大品牌经理 哪个不想和她打好交道 万泰可是今世最大最兴旺的商场 每天的营业额都高得吓人 现在想要租个铺位都求而不得 所以当孟德奎拿着那些圆钻 找到毕家国际珠宝首饰店时 已经准备下班的经理 直接将人请到了接待室里 靳总 你真是稀客啊 平时想见您一面都不行 有什么事吩咐 您就直说吧 孟德奎也不和对方废话 把那些圆石直接摆在桌面上 我想拜托你们做些手势 蓝色的做一颗钻戒 剩下的材料 只有做一条手链了 其余的钻石呢 帮我切割好就可以了 费用大概是多少 你报一下 我打给你 第三百七十六集 毕家的经理看到这些圆钻 眼睛都亮了 虽然还没经过切割 可是架不住这些圆石都够大呀 不过 专业的事儿 得专业的人来做 费用什么的 他还真不好说 靳总啊 这些东西 您不介意的话 得鉴定一下 然后还要拿回总部 进行切割 费用过两天才能知道 不过您放心 我肯定会给您一个 最优惠的价格 孟德奎点头道 那就交给你了 其他的我不管 做得快点 戒指是我用来求婚的 有事儿 你再给我打电话 说吧 他留下自己的电话 就准备离开 等等 金总 您的钻石 就这样交给我 您放心吗 我的东西 这世上还没几个敢摊的 也没几个能摊得了的 对对对 我们肯定是不敢的 也不会 不过既然金总 这么放心我们毕家 那我们一定会让您满意的 戒指和手链的设计图出来 我会再给金总打电话 那金总慢走 孟德奎点了点头 然后大步离开了珠宝店 冷妹啊吃了些饭后水果后 便拿出电脑 打算登陆暗网看一下 已经好长时间没上过暗网 原本想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任务街 只是没想到 挂在榜单第一的任务 竟然是求SQ的真实身份 而且价格高达十位数 冷妹啊突然就心动了 那可是整整十亿啊 她只要自曝身份 就能轻松拿到十亿 这笔钱要不要接呢 翻了翻下面的任务 竟是有不少找神医治病的 而且她的初诊价 已经变成了五千万 冷妹啊就觉得 这个价好像有些坑了 群里的留言 也有不少人在说SQ 都在问她究竟是哪路神仙 会编程也就算了 怎么还会医术了 而且找到SQ 就是十亿到手啊 谁看着不眼馋 最关键的是 这对于他们这些黑客来说 就是一场挑战 找到SQ 无疑就能在黑客界扬名 黑客榜上的排名 也能提升一大截啊 可惜SQ最近一直没有上线 他们想找也找不到啊 这时 突然有人发出消息 SQ上线了 冷妹啊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她的电脑就响起了警告声 这是有人试图攻击系统呢 可惜她坐的防火墙 根本就没人能攻进来 然而是这样 她也被气得不轻 这叫什么事啊 要是这会儿 她敢接个治病的任务 估计只要她一露面 就得被人绑架了 本来还想在京城 赚两个零花钱呢 没想到 被个缺德的挂绑上了 这让她怎么敢接任务 看来她得做点什么了 拿出小金开了机 冷妹啊开始飞快地 敲起了一串串代码 整个过程 大约用了一个多小时 一款名为 幽暗之电的小游戏 就做了出来 然后她使用了管理人权限 将所有进入暗网的黑客 拉入到这款 名为幽暗之电的游戏之中 那些正在忙着找出 SQ所在位置的黑客 电脑屏幕就是一黑 接着电脑屏幕上 就显露出 幽暗之电四个大字 接着下面出现了一行说明 这款游戏将为所有黑客 进行一个新的排名 排名根据闯关卡数 速度 以及游戏完成度 进行排行 排名前十的黑客 才有资格浏览 悬赏榜榜榜单前十的任务 祝各位游戏愉快 这些黑客们真的很想骂娘 明明他们是在找SQ的位置的 突然冒出这么个狗屁游戏 这不是捣乱吗 可是这游戏还没有办法关闭 他们只有继续选择游戏的权限 其他一律不允许 没办法 这些人只能进入这款 名叫幽暗之电的游戏中 本以为游戏第一关应该很好过的 然而 十分钟后 世界各地的众多黑客们 纷纷开始破口大骂 妈蛋 这是谁设计出来的狗屁游戏 我竟然连第一关都过不了 那岂不是说明 我的黑客排名要低到尘埃里了 然而低到尘埃是不可能的 因为一千名以外 显示的排名就是一千家 想要排名 还是不要想了 紧跟着他们电脑上出现一行小字 光看他人闯关 每分钟一百元 这当然是华夏黑客看到的价格 Y国人看到的就是一百Y元榜 M国人看到的就是一百M元 小R本不就是M国的附属国吗 他们要附的也是M元 包括H国 这一行为当然立刻又引来一连串的咒骂 但是很抱歉 任他们骂得在凶也没人能听得见 而且他们还得边骂边点击付费继续观看 尤其是在看到那些高手的破解过程时 他们的骂声渐渐消失了 能闯过关的肯定是技术比他们强的人呢 看到他们的闯关过程 无意就像是编程大师给他们上了一节课一样 这样的机会可是太难得了 要知道 好多人走上黑客这条路是没有师父的 就是自己拿着书瞎研究 好多地方都是不懂的 现在他们找到了最好的师父 所以那点点费用真的不算什么了 这时已经有人闯进第二关 进入第二关的黑客 才算作是黑客技术入门了 冷眉而乐呵呵地看着这些人的进度 半小时时间 能闯进第三关的人目前为止 仅有八人 唉 这帮人还是太弱了 因为这款突然出现的游戏 那些被卡在半路的黑客们呼朋引伴 导致越来越多的黑客加入这款游戏当中 现在谁还记得要找SQ呀 攻克幽暗之殿才是正经 不过 这些冷卫儿已经没空看了 关了电脑便进入空间中修炼 拼命吸收空间中的灵气冲刷身体 他最近发现 吸入身体里的灵气越多越纯 自己顺一距离就会越远 神识能感受到的灵气越广 他觉得总有一天 连这整个世界都会被他笼罩在神识之下 悠悠清晨刚刚醒来 就得到乌木将军已经死了的消息 死了好死了好啊 正好方便他趁火打劫 他就爱凑个热闹 尤其是在打听到那位副将的消息时 立刻带着生龙赶了过去 杀死将军 今天就要被当众枪毙 他可不能让这样的人直接没了命啊 大家一起闹吧 越乱越好 他还惦记着乌木手底下的那个翡翠矿呢 乱起来他才好下手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七十七集 士兵们排队上前 挑选自己喜欢的枪支 半小时后 所有人整装待发 前往了乌木将军的地盘 生龙照例充当了悠悠的司机 看着兴冲冲的小祖宗 生龙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小祖宗啊 您打算怎么做啊 不是说他们内部也争得厉害吗 咱们先把那个副官救下来再说 只有内部人才更了解内部人 有他在你还怕占不到便宜吗 听你的小祖宗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谱了 不是他胆小 是他以前真没胆子这么干 那可是乌木将军呢 整个北部都在他的势力范围内 他手下的兵更是数以万计 财富无数 现在他竟然要去占乌木将军的便宜了 这谁能信呢 一个多小时后 乌木将军的府底前的操场上 副将被绑得结结实实 拉上了一个临时搭起来的平台上 乌木的心腹大将 把副将李坤杀害将军的恶行 说了一遍便要行刑 然而 砰的一声枪响 绑在台上的李坤 没有脑浆喷射鲜血直流 要行刑的心腹 却是满手是血地捂着胸口直直倒了下去 枪声不断洗 现场一下子就乱了起来 有人趁乱跑到台上将李坤救了下来 又过了几分钟后 请回一条命的李坤 立刻联系了早就因为看不惯将军的行为 联合在一起的一帮人 这些人人数并不多 只有几百人 可是他们特别新奇 因为他们都是正义感十足的一群人 以前没办法反抗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将军被李坤杀死 做了他们一直想做 却又不能做的事 现在将军手下的几员大将各自为战 他们跟了李坤是肯定的了 接下来 李坤的人和生龙的人会合 悠悠也得到了将军府里的最新消息 原来 乌木的人一直到早上也不知道 乌木的几大库房已经被他搬空了 直到他们发生内斗 想要打开军火库 抢占先机时 才发现里面是空的 所以刚才那名已经死了的将军心腹 才出了个杀死李坤 震慑下面所有人的法子 可惜呀 李坤没死 这场混战也是无法避免 乌木将军的地盘注定要分崩离析 说完这些 李坤询问悠悠 昨晚我看见一个一身黑衣服的小姑娘去厨房搬油 那个人是不是你 对 伤了她的人也是你对吧 悠悠看了她一眼发出一声淡淡的恩 李坤立刻朝她一躬身 因为您我才能为唯一的妹妹报了仇 今天又从刑场上救了我 以后我李坤这条命就是您的 悠悠赶紧摆手 别压 我要你的命干什么 你要真想报答我 我想要乌木的那个翡翠矿 你给我想想法子 看看怎么能弄到手 李坤立刻和自己的兄弟们相视一笑 这还不简单呢 咱们兄弟平时就轮流帮乌木管矿 每月换一次房 对那座矿山实在太了解了 而且矿山的手续我也知道在哪 悠悠顿时乐了 朝李坤勾了勾小手指 李坤有些不明所以 但还是乖乖地凑过了身子 悠悠小声询问 一起看吧 只要把那座山弄到手 给你和你的兄弟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生龙的人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再拿出百分之十打点关系 剩下的百分之三十是我的 怎么样 李坤还能怎么样 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了呀 以前跟着将军 他也就拿着那点微薄的工资 偶尔将军高兴了会多发点 现在只要跟着这帮人干 他就是躺着都能数钱了 虽说 说的是百分之三十 他和手下的兄弟们分 但是翡翠矿是暴力 哪怕只能分百分之零点三 每年都能拿到一大笔分红 可是 将军府现在防守森严 想拿到那些文件 基本不太可能 要不然 他早就把那东西偷出来了 还用等到现在吗 悠悠相当自信的道 那你以为 我为什么敢要那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告诉我大致位置 我很快就会回来 生龙那就一个激动了 他们就跟在小祖宗身后撑撑场子 没想到就能拿到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这可真是太幸福了 那小祖宗 你可一定要小心呢 我们就在这等你 你们也别白等着 将军府剩下的人越多 对咱们接手矿山的阻力越大 李坤 你要是有办法 多招揽一些人就去招 招不到 就给他们多制造一些矛盾 让他们结了死仇才好呢 悠悠也没有什么策略 反正就是搅浑水 自己人不吃亏就行了 李坤点头表示自己明白 然后画了一幅简图 将军把重要文件都放在了他的书房 但是我偷着进去过一次 他的书房里 应该还有个小密室 东西都在里头 可惜 我那次刚打开密室的门 就听到外面有动静 也只能先退出来 后来啊 就再也没有找到过机会 哦 他还有密室呀 那倒要见识见识了 李坤又把开启密室的方式 说了一遍 要打开密室 需要挪开他的书桌 想做平衣一米就行了 悠悠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 很快他就离开了藏身的地方 直奔乌木将军的书房 乌木的书房 里那间被点着的卧室 隔了四个房间 很容易便被找到了 按照李坤说的 将那张沉重的黄花梨木桌子 慢慢推开 随着桌子的挪动 密室也慢慢打开了一道 能容一个人进入的出口 闪身进入密室 密室大概只有十几平 密室北面有一个高大保险柜 除此外还有一个置物架 架子上放着几种枪 看来他还喜欢收藏枪支 悠悠也懒得解什么密码了 直接把保险柜 往储物戒指里一收就完活 顺便还把那些收藏起来的枪也顺走了 拿完东西 他还好心地把书桌推了回去 然后才瞬移离开将军府 等找到生龙他们时 这些家伙刚和那些士兵打了一场 也没深入作战 干一仗就撤了 除了有两个因为逃跑的时候 受了点轻伤 其他都还好 小主帮 怎么样 东西拿回来没有 本集保险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七十八集 悠悠道 保险柜拿回来了 就是不知道东西是不是在里面 要回去再看了 生龙心想 行吧 有些事情看得多了 也就淡定了 这小祖宗估计又把保险柜收了起来 他已经不奇怪了 当晚 拉着李坤一起回了生龙的地盘后 悠悠将保险柜直接拿出来 放在客厅的正中间 呢 密室里就这么一个保险柜 按说东西就在这里面 现在把柜子打开吧 对于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的李坤 和他的几个亲信来说 那冲击力绝对是非常巨大的 李坤的眼珠子都瞪圆了 但是看到一脸平静的生龙等人 他生生的将已经到了喉咙间的惊呼声压了下去 生龙绕着保险箱走了两圈 没有密码 干脆就拿个锯子拒开呗 这噪音大是大了点 但是快呀 把悠悠给气的 一把将人拨拉到了另一边 去去去 去找个会开锁的人来 万一你的锯子把里面东西弄坏了呢 这时李坤终于从巨大的震惊中回了神 他赶紧说道 不用找了 我就会开锁 当时知道将军的东西放在保险柜里 我就做了准备 特意和人学了如何开这种保险柜 生龙赶紧让开位置 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李坤倒也没有找什么工具 傅尔在保险柜上 然后一手转动密码盘 生龙刚要开口询问 便被悠悠制止了 很明显 这是需要极强的耳力 以及极静的环境才能听到的 还说什么说呀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屋内众人等得心焦 但是谁也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终于 李坤的头离开了柜门 擦了擦脑门的汗珠 他淡定的输入密码 只听咔哒一声 柜门打开了 悠悠小姐 可以了 悠悠不尽跟着松了口气 这些现代玩意儿 他没有特意学过 还真就使不上力 好在李坤还行 把柜子打开了 走到足有一人多高的保险柜前 悠悠一把拉开了柜门 里面的东西也就暴露在众人眼前 都拿出来 大家一起找吧 生龙拿出中间一层的一个黑色盒子 打开看了眼 顿时眼前大亮 小祖宗 这里有不少的宝石 都是好东西 留着你打手势吧 说吧 他将盒子递到悠悠眼前 只见这黑盒子大约一尺见方 里面分成了八个小格 每个格子里都填满了各式各样的宝石 红宝石 蓝宝石 猫眼蓝宝石 星光蓝宝石 割血红宝石 这种最珍贵的宝石 整整占了两个格子 剩下的两个格子里是红蓝必喜 反正甭管价格看着挺漂亮的 悠悠也没客气 直接将盒子收进戒指里 谁让她是这些人中唯一的女孩子呢 生龙又在下面翻了翻 翻出了整整一层的美金 这小子又要给悠悠 悠悠却道 你们几个分了吧 我拿了那些宝石 这些现金就不要了 看着挺豪爽 其实 最大的便宜都让她占了 有钱分 屋里这些人都挺开心 李坤也跟着生龙喊了声 谢谢小祖宗 悠悠听着是一点也不别扭 她都活了多少年了 叫声小祖宗 他们不亏 终于 生龙发现了一堆的文件 李坤 你快来看看 这里有没有你说的文件 李坤拿起那一堆文件 仔细地翻看起来 终于找到了想要的东西 悠悠小姐 矿山的文件在这呢 悠悠接过来看了一眼 确定了矿山的位置和大小 记下后便又扔给了李坤 明天 你就把该办的手续办了 另外 这一堆文件里 肯定也有乌木的其他财产 顺便也把转让手续办好 以后这就是咱们发展地盘的底气了 事情定好 生龙几人也有心情分钱了 悠悠懒得管他们 静止回了房间休息 接下来两天 悠悠就带着生龙几个 在缅甸的都城乱窜 哪有好东西 哪就有她的身影 她本就是 月系主神刚踏上修仙之徒时 得到的寻宝傀儡 论打架她不行 论找那些值钱东西 她绝对是天上地下第一名 两天时间 生龙就看着这个小祖宗 不停地花钱买呀买 那钱花的就跟流水似的 好在 等他们傍晚回家的时候 李坤把办好手续的文件 拿了回来 悠悠小小地吃惊了一下 诶 速度怎么这么快啊 我还以为 怎么也要等上十天半个月呢 百分之十的股份 我要找的是直接负责任 速度能不快吗 明天呢 我们主要过去接手矿山 将军手下的势力 被咱们拉过来三分之一 剩下的人基本上都被人瓜分了 还有一件事 我要和小祖宗说一下 今天我还特意跑了跑关系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乌母将军的位置 很可能就是我接了 不过小祖宗尽管放心 无论我坐什么位置 我始终都记得自己的身份 您永远是我李坤的救命恩人 以后我会和生龙兄弟配合 尽量帮他扩张地盘 快速发展势力 我们永远都效忠小祖宗 绝无二话 这个李坤还真是个人才 他根本就没想过 李坤还能回到军中 毕竟杀死将军这一条罪名 就足够他死八回的 结果人家这么一转 就成了缅北三大势力之一的 乌母将军的继承人了 那你许出了什么好处 属于我的30%的矿山股份 分出去一半 值了 既然矿山的手续已经下来了 接下来咱们写一个 股份分配合同吧 有些东西还是落在纸上 白纸黑字比较省事 我不是不相信你们 也不怕你们起了别的心思 但该有的东西还是得有 都听您的 李坤赶紧一拱手 接下来要签的合同 可不仅仅是矿山的 还有乌母那些私产 依然还是三三分 签完合同后 又又收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明天派个人送我回华夏 来了好先天了 待够了 那就还让努达送您 嗯 可以 你要早点走 终于能赶上最后一班飞机 那我让管家准备一些 缅甸这边的特产带上啊 哼 还挺会来事 哎 记得多准备点 尤其是好吃的 我要带回去给姐姐尝尝 圣龙赶紧让管家下去准备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七十九集 第二天一大早 生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准备的一大堆的特产 在小祖宗手上消失 然后目送他上了努达的车离开 好在 努达开车的速度不满 到达腾冲机场的时候 正好改上十点十分飞京城的飞机 中途停经昆明 下午五点半到达京城 上飞机前 他也没忘了给姐姐发个消息 收到姐姐会到机场接他的消息后 这才高高兴兴挂了电话 幽暗之殿上线三天有余 尝试闯关的黑客不知反击 而创造出幽暗之殿的冷媚儿 已经从这款游戏中 获得了超过一个亿的资金 而且这个数目还在飞快地增加着 这绝对是他当初设计这款游戏的时候 没想到的 那些黑客现在都在努力研究 突破黑暗之殿的光卡 连悬商榜上的任务都没人接了 而现在榜上暂列第一的人 也只是闯到了第十一关 想要爬到二十关还早着呢 有人也发现了 设计出幽暗之殿的 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SQ 如果现在闯到第十一关的 VGX是黑客第一名的话 那么设计出这款游戏的SQ 无疑就是黑客之王 老妹儿见这款编程游戏这么赚钱 已经设计出了一版加强版 只不过要等有人全部通关之后才能推出 可想而知 那些自以为很了不起的黑客们 看到加强版的时候会有多么崩溃了 摆弄了一块电脑 脖子有些发僵 老妹儿干脆关了电脑 在客厅转了起来 闲来无事 为了喂两条金龙鱼 又从空间捞了些小鱼小虾扔进鱼缸 两条金龙鱼快速抢食起来 老妹儿又朝鱼缸里滴了几滴灵泉水 这两条鱼身上的颜色越来越漂亮了 红的火红 蓝的幽蓝 身上的鱼鳞散发着幽幽荧光 看上去就让人十分喜爱 她不在的时候 终点宫绝对是用了心的 十几盆花草都打理得很好 别墅也收拾得干净整洁 让她十分舒心 乔承勋从基地回来 天已经黑了 不过她没回家 车子停在月轩斋门前 取了自己提前订好的菜 然后直奔苏盈盈在京城的公寓里 凭苏家的财力 早在京城买下了好几套房产 别墅都有三套 只不过苏盈盈觉得一个人住别墅太空旷 这才搬到这套四十两厅的公寓里 在家歇了几天 脚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拿着手机 想打电话 却又有些犹豫 手指在电话号码上试了几下 到底还是没有按下去 这时 家里的门铃声又响了起来 穿上拖鞋 苏盈盈快速走到门前打开房门 门外站着的果然是那个男人 乔大哥 乔承勋看着眼前这个穿着粉红兔兔睡衣的小丫头 眼底忍不住就戴上了笑 晃了晃手中的袋子 正好顺路啊 给你送些吃的 苏盈盈有些不好意思 这几天 乔大哥每到晚上就会送吃食过来 他拒绝了 可是他照送不误 往后退了一步 让开路 让乔承勋进了门 乔承勋侧身从他身前走过 苏盈盈再次闻到男人身上干爽的气息 想到什么 他忍不住修红了双甲 傻站着干什么 还不把门关上 啊 啊 苏盈盈手忙脚乱地关上房门 想要去厨房拿餐具 却被乔承勋制止了 你乖乖坐好 我自己来就行了 苏盈盈只能回到餐厅 乖乖坐在了椅子上 看着那个一生贵公子饭的男人 手脚麻利地找到餐具 把一样样食物摆好 端到餐桌上 他不由觉得 明明他才是主人 可是因为这个男人的到来 竟硬生生地让他生出 他才是客人的错觉来 乔承勋忙着摆菜 眼角余光也一直注意着那个小姑娘 此时的他正低垂着头 不知是在想着什么 摆好碗筷 乔承勋提醒道 喂 想什么呢 都入神了 再不知等下凉了 苏盈盈立刻回神 乖乖地嗡了一声 然后拿起碗筷 看向了桌上的饭菜 桌上这些 大多都是高档食材 而且做出来的几道菜 都是清淡的 嗯 和前几天一样 都是并好餐 月宣摘的饭菜 就算是并好餐 也都好吃得不得了 然而是苏盈盈从小在 蜜糖堆里长大的 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两人吃饭时都不喜欢说话 餐厅里只听得到细微的咀嚼声 等乔承勋放下碗筷 苏盈盈终于开了口 乔大哥 其实我的腿伤已经好了 你不用这么麻烦 每天过来送饭 而且我这次来京城 就是来玩的 腿好了 也该回家了 乔承勋顿时心下一紧 人都不在京城了 他还怎么日久生情 而且 他的工作 也不容许他打持久站 沉默着不说话 他将桌上的饭菜 全都收了起来 又将餐桌收拾干净 然后坐在小姑娘对面 苏盈盈 我叫乔承勋 苏盈盈眨着 不灵不灵的大眼睛 眼中露出几分诧异 这些他都知道啊 乔大哥为什么 还要再说一遍 乔承勋的话还在继续 今年三十岁 目前是一名军人 爷爷是退休干部 父亲是公务员 母亲家庭主妇 家中略有保产 现在想以解婚的目的 和你交往 你同意吗 苏盈盈的一张俏脸 顿时刷的一下 变得通红 整个人都不自在起来 她还是头一次 看到这么 这么直接的男人 紧跟着想到 以前那些不好的遭遇 苏盈盈心中 又生出一股惧怕的感觉 原本通红的脸颊 也变得煞白一片 双手也忍不住 摸上自己的双腿 乔 乔大哥 我还小 目前还不打算谈恋爱 你 你以后也别来找我了 好 你别害怕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没有所谓的前任 更没有什么 白月光朱砂痣 身边也没有 死缠烂打的女人 会找你的麻烦 在婚姻方面 我父母对我 唯一的要求就是 对方是个女孩子就行 我只希望 你给我一个 追求你的机会 苏盈盈低着头 什么话都没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们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第三百八十集 乔成勋离开苏盈盈公寓的时候 脸色一如既往的平静 但平时很少抽烟的男人 指尖却夹着根香烟 现在 她都想把当初绑架小姑娘那几人直接崩了 要不是他们 小姑娘何至于对她必如蛇蝎 不过 好在那个姑娘没把话说死 没答应也没拒绝不是吗 这是郑小红 进入金差园的第七天 因为要补拍女三的部分 她是一天十几个小时的不能停歇一会儿 剧本是签了约后拿到的 她用了好几个小时 将剧本全都看了一遍 然后就是拼命地背台词 这次演的角色 可是个很有存在感的女三 和以前那些只出场几分钟 甚至露个面的角色不同 女二是反派 女三却是男主和女主的神助攻 台词多不说 表情管理 对于一个新人 绝对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呢 一遍过是不可能的 但让华导很满意的是 这丫头每天都在进步 金差园的男主 是一位演技与颜值并存的当红小生 女主也是一位一线明星 两人都是演技在线 一开始 郑小红被两人称得更小透明似的 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甚至有一场戏 直接卡了八次 后来 她虚心跟导演请教 人也放开了 情况大大好转 每场戏 虽然还会有卡的时候 但不会再被压戏压得毫无存在感了 除此两大主演外 配角有好几个都是老戏骨 只要被她找到一点空闲 就是缠着人问个不停 直到今天 这丫头的进步 完全可以用肉眼可见来形容 等到中午的时候 郑小红要补拍的最后一场戏 终于拍完了 女主李嘉一 叫住了正要去导演身边 看回放的郑小红 嘉一姐 您叫我有事 李嘉一笑道 确实有事 中午方不方便一起吃个饭啊 郑小红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事 但这几天的相处 李嘉一的人品还是很不错的 作为一线明星 并没有其他明星那样高高在上 说话平易近人 也不会没事找茬 所以她爽快地点了头 好啊好啊 我中午请您 嘉一姐可一定要给我这个机会 别跟我这么客气 以后呀 说不定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郑小红的小心肝 随着她那句话都颤了颤 她是知道的 李嘉一就是星药的艺人 轻轻闲些日子说 是会给她联系星药 后来一直没有消息 她就本能地以为 人家星药看不上她 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走吧 回去换衣服 你的戏份终于补完了 下午也能休息一会儿 午饭咱们吃点好的 郑小红乖乖回了休息室 卸了妆换了衣服 很快李嘉一也出来了 两人坐上李嘉一的车 直奔影视城外的大饭店 不出郑小红的索料 两人到包厢的时候 里面早就有人在等着了 顾经纪人 您 您好 顾朗是李嘉一的专属经纪人 能力就不用说了 能在短短三年时间之内 把李嘉一捧成一线明星 又三年带出两个二线男明星 能是个弱的吗 顾经纪人的脸色 感觉有些一言难尽 看向郑小红的时候 硬生生挤出了一个笑容 啊 进来坐吧 今天是我让嘉一约你的 有事和你说 说吧 她就从随身携带的包里 拿出一份文件 郑小红赶紧坐好 然后打开文件袋 看了起来 你 您真的要签我啊 总裁的命令 郑小红仔细琢磨了一下 这五个字的意思 顾朗签她不是自愿签的 而下命令的人 是星耀的总裁 清清竟然和星耀总裁认识吗 手上文件再也没有翻过 顾朗忍不住出声道 你放心 虽然我是被强塞了 但只要你和我签了合同 接下来 我便会对你尽心尽力 能走到哪一步 就看你的造化了 你的长相不是顶尖的 但也有一个长处 那就是 你不是整容领 只要有一个出彩的角色 就很容易给观众留下印象 呵 这意思就是 她丑得挺有特色呗 虽然她算不上什么大美女 但也绝对到不了丑的地步吧 这就是所谓的直男审美吗 你这几天的戏 我也有看过 进步很大 只要这部戏爆了 你很有可能会小悔吧 接下来这些角色也会容易一些 另外 我还打算再帮你请个专业的老师 教你演技 郑小红没吱声 继续看起了手中文件 两人说话的时候 李嘉一就安静地坐在一边 端着茶杯慢慢品茶 终于 郑小红看完了那几页合同 这份合同对她实在是太优待了 她都有些怀疑 是不是顾朗拿错了合同 看到她迟疑的目光 顾朗直接挑破她的心思 你放心 我没拿错文件 这是总裁亲口说的 考虑你的现状 第一年只抽取40%的拥挤 争取让你多些收入 三年后 市情况 升级合同 到时候 这些都是可以商量的 每个月保底工资五千 你若不满意 也可以改 郑小红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她可是知道 很多新人入行的时候 合同都是相当细写的 有人一签十年 但所得分成只有一到两成 有些演员成了一线明星 也只是公司的摇钱术 自己穷得要死 而她 因为轻轻地帮忙 刚签约就能拿到六成收入 说出去 还不得羡慕死一大票人呢 和这些相比 一个冷脸的经纪人算什么 比呢 嗯 十年的长约 你没意见吗 星药给了我这么优厚的条件 我也总得让星药对我安心呢 希望十年后 还能再跟星药续约 说别的都是忽悠人 让她痛快下决定的还是清清 因为清清 是绝对不会坑她的 顾朗面上烧记 打从接了总裁的命令 这些天她可是都没闲着 把郑小红里里外外全都调查一遍 出身农村 家境不好 早年丧父 被母亲拉扯着两姐妹长大 学渣一枚 大专毕业 身上唯一的闪光点就是努力 从八月末跑到影视城开始 一个个剧组串场子演死诗 平时私下里的时间 全都用来学演技 能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 拿到一个女三的角色 那绝对是她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才能得到的结果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听众小娘妈的收听 订阅专辑才能看到更新哦 感谢听众小娘妈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